第251章 何为诸天万界 讲一讲这个泰温天吧 崔恒轻轻汗手 上先 明真表情有些苦涩地道 其实我对泰温天了解的不多 只是在一份古籍上看到过 说其是万界星空一切温病武功的源头 灾厄无数 疾病丛生 那份古籍上记载了一门名为天道献祭术的秘法 可以通过献祭的方式沟通泰温天 获取想要的力量或者特殊契机 温皇宫就是来自于这个泰温天 崔恒又问道 应该不是 明真摇了摇头道 温皇宫修炼也是用的不死真性 这就意味着 他们肯定不是诸天级的传承 多半是来自于泰温天下侠的某个星空或者某一界 泰温天下侠 崔恒文言若有所思 这是他所不了解的信息 诸天下侠万界吗 他对诸天的了解并不多 在此之前 他对诸天的了解 仅来自于李承对诸天万界 无尽星空的描述 只知道天是极其特殊的存在 虽然存在于宇宙之中 却又无处不在 本质高于万界 甚至高于这浩瀚宇宙 交之亿万大道 无穷法则 蕴含着仙界终极的奥秘 可这种描述太模糊 太空泛了 几乎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你所知道的诸天万界 是什么样的 崔恒忽然转移了话题 啊 明真则是不禁愣住 心里十分疑惑 这位上仙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一位比造物主还要强大的存在 居然不知道 什么是诸天万界 还是说这是 在验证我的知识水平 明真觉得 应该是后者 毕竟 传说造物主的修炼方式 就是感悟天道 一位如此强大的存在 不可能不知道 什么是诸天万界 回禀上仙 诸天就是 凌驾在万界星空之上的 高层世界 也可以称作是天极世界 明真组织了一下语言 这些天极世界被统称为诸天 其大道法则会向下扩散辐射 影响下方星空万界的运行规则 这个辐射的范围 就是一方万界星空 因此 万界星空的一切运行规则 都会受到上天的影响 天极世界的大道法则 几乎等同于星空万界的大道根源 甚至一度被称作天道 在天道的影响范围内 可以通过密法进行限制 与对应的天道进行沟通 汲取一些特殊契机帮助修炼 也就是我之前 打算用叶寒做的事情 据说造物主的修炼方式 就是尽可能多地领悟天道法则 掌握影响天道运行的方法 继而拥有影响万界星空的强大力量 经过明真的描述 催横原因修为有了明显的增长 与此同时 他心里也对诸天万界 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概念 诸天就是许多天极世界 每一个天极世界的大道法则 就是一方天道 下辖众多界与星空 合起来就是一方万界星空 受到对应天道法则的影响 这一个个天极世界 与其下辖的诸多万界星空加起来 就是浩瀚星域 无边无际 不过 在他看来 这所谓的诸天万界 其实并没有太多玄乎的地方 如果抛去所谓的世界层级 大道法则影响等旋之又旋的因素 其本质更像是一种行政区化 简单来说 如果将万界星空 比作一个个郡线 那么天极世界 就是统领这些郡线的 一周首辅 天道法则 对万界星空的运行规则造成影响 就相当于一周首辅颁布政令 向下辖郡线推行 天道法则的影响范围 就是一周首辅政令能推行的范围 一方万界星空 自然就是首辅下辖的这一周之地 献祭宝物沟通天道法则 以此来汲取力量 有些类似于献给周末宝物后 从周末这里 获取想要的资源 造物主领悟天道法则 来修炼 就相当于理解学习 这一周之地的政令 并逐步获得行使政令的权利 这还是很容易理解的 条理十分地清晰 可问题就出在条理清晰 容易理解上 诸天万界 一方天道 下辖一方万界星空 崔恒注视着明真 微笑道 也不知是何等强大的势力 才能对这浩瀚星海 做出这样精细的划分 势力 划分 明真则是一头雾水 疑惑道 尚先宁的意思是 这诸天万界 无尽星空 都是人为划分的 或许呢 崔恒笑了笑 并未深入解释 其实 早在他第一次了解到 诸天万界 无尽星空的这个划分方式时 就有过类似的猜测 认为可能存在一个 横跨河系的超级组织 统治着这个无比庞大的河系 不过 当时崔恒 只是把一个单独的界和星空 当作行政主体 认为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 直接管辖这些界和星空 类似于中央直辖郡线的概念 现在则是又增加了一个天的层级 或许那个超级组织就是通过天来管辖万界星空的 类似于用来管辖郡线的周 这样明显更省时省力一些 明真对崔恒的这个猜测则是完全不认同 心中暗道 万界星空确实是先贤前辈在探索宇宙时 为了方便定位区域划分出来的 可诸天这样的更高层存在 怎么可能是人为划分 诸天是万界星空的大道根源 蕴含了仙界终极的奥秘 更是造物主修炼的核心 什么样的存在能人为划分出这样的地方 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样的组织 这位上仙真的是想太多了 当然 他表面上是不敢表现出来的 依旧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生怕惹得崔恒不悦 现在就把他给杀了 崔恒看了明真的真实想法 但也没有点破 从明真的描述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来 在他的认知中 朱天的概念是高高在上的 是无可比拟的 甚至是被当作了修炼的终极目标 基于这样的认知 当然不可能相信 朱天是人为划分出来的这种猜测 不过 与万界星空只是区域划分不同 朱天是真正存在的世界啊 崔恒的心理又不禁感到担忧 按道 人为划分出 可以影响万界星空运行规则的朱天 这是何等的伟力 太强了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超级组织 那可真的是太恐怖了 原因后期还是太弱 我必须尽快提升到原因巅峰才行 等到那个时候 我才能开始准备探寻化身的道路 若是能踏上化神之境 就可以对系统套餐进行升级 自保的能力就又多了几分 现在他原因后期的修炼 已经接近了六成 接下来 还有九死天门和幽冥圣骄的典籍没有阅读 再加上 让祝长生去取得温皇宫传承 若是全都阅读完毕 应该可以让原因吃一顿大餐 而且 这还只是重阳新上的传承 武警界里还有另外四颗星辰 也都有不小的底蕴 同样可以提供大量的点击来探索未知 总而言之 在武警界完成原因后期的修炼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会是与裴青叔离开那座偏僻院落之后 便飞上了天空 直接来到了爆炸声响起的地方 这里是万丈高空之上 本应除了云层之外 空无一物 现在却三艘巨型飞缩在这里对峙 而且从飞缩上残留的痕迹来看 多半是刚刚进行了一次交火 先前那巨大的爆炸声 应该就是巨型飞缩相互攻击时爆发出来的 此时 双方的战斗显然还没有结束 不过 由于会是和裴青叔的忽然到来 双方也停止了相互进攻 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这两个人的身上 其中 他们两个也在观察着三艘巨型飞缩 都是九死天门的巨型飞缩 裴青叔皱着眉头打亮了一下情况 顿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这应该是九死天门正在追击盗宝叛逃的弟子 过去的半个月时间里 他都在九死天门那边整理各项事务 准备最后把整个仙门完好的交给崔恒 在那个过程中 他自然也知道了九死天门最近发生的事情 有一名无极惊仙盗走了一件圣兵和巨型飞缩后逃走了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那艘被另外两艘围攻的巨型飞缩 应该就是叛逃者驾驶的 陈兄 这些可都算是师尊的东西 裴青叔低声对会是道 咱们要是给弄坏了 这就是师尊的损失 不会 我去抓人 你把飞缩和宝物都收了 会是十分干脆地道 然后身形一晃 便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这就是圣者吗 裴青叔见状扎把了一下嘴 迪语道 真羡慕啊 在那艘被围攻的巨型飞缩里 白城夜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两艘 正在与自己对峙的巨型飞缩 同时按了按自己腹部的衣服 里面存放着九死天门的圣兵 九死复生花 此时他的内心焦急万分 一个无极惊仙居然满头冷汗 口中喃喃低语道 明真圣王啊 你怎么还不出手 再不出手 我可就要完了呀 就在这个时候 会是毫无争照地出现在了 这艘飞缩的舱内 正好听到了白城夜的话 他顿时就笑了起来 我带你去见你的明真圣王如何 第252章 趁火打劫的好机会 白城夜的内心是崩溃的 惊骇不已地看着会试 你是怎么进来的 这里可是巨型飞缩的内部 除了已经万法皈依的圣者 谁能无声无息地 突破所有防御 进入到里面来 可这是哪位圣者 从没见过呀 作为一名无极惊仙 又是九死天门的长老 而且还能接触到圣兵 白城夜的地位是不低的 无警界的每一位圣者 他都认识 却从没见过会试 我怎么进来的不重要 会试则是轻轻摇头 微笑道 现在跟我走一趟吧 开玩笑 我怎么可能 白城夜一边说着 一边化作了一道白色 顿光想要逃走 显然是不想就这样束手就擒 可这种无极惊仙的手段 再会是这样的圣者面前 毫无用处 就在白城夜化作了白光的一瞬间 会试的身形就动了 他已超越了 无极惊仙感知极限的速度 来到了这道白光的前方 然后 直接一巴掌拍了下去 碰 只听一声闷响 白色的顿光阴声而碎 化作了无数碎屑散落四方 消失不见 白城夜整个人 更是被这一巴掌 打得从空中跌落下来 直接趴在了地上 好不狼狈 无极惊仙与圣者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尤其会试 还是拥有不朽精心的圣者 远比正常的圣者 要强大得多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白城夜自知无法逃脱 内心有些绝望 刚才不是说了 会试 则是反问一句 然后淡淡道 带你去见你心心念念的明真圣王 白城夜先是沉默 随即绝望的内心里边涌出了最后的一点蹊跡 这会不会是明真圣王派人过来接我回去的 圣王的使者 高傲一点很正常 也确实没有必要跟自己客气 白城夜越想越觉得这个很有可能 可就在他打算开口询问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已经被这个圣者提在了手里 下一瞬就出现在了另外一艘巨型飞梭里 九死天门的卫城已死 你还要继续执行他的命令吗 会试沉声道 目光盯着这个九死天门的无极惊险 在留下这一句话之后 他并未停留 而是又提着白城夜来到了另外一艘巨型飞梭里 卫城已死 九死天门现在已经有了新的主人 你还要为他笑脸 会试的话向来都是简单直接 清楚地说明信息重点 言罢 他同样是立刻离开了巨型飞梭的舱内 回到了外面裴青叔的身边 九死天门毕竟已经经过了裴青叔的整合 从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崔恒下属的一个组织 这两人是九死天门的无极惊险 要由裴青叔或者崔恒决定如何处理 不过 现在这幅情形却是把白城夜搞得一头雾水 不知道这个圣王使者在做什么 直接把九死天门的这几个人杀了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还要让他们自己出来 于是 白城夜忍不住问道 这位前辈 明真圣王是什么意思 我 我的事情还用继续吗 等你见了明真之后就知道了 会是点了点头道 其实他已经看出来 白城夜多半是产生了错误的理解和认知 但他没有去解释这些 便任由白城夜怎么想 反正等看到明真的时候 自然就会明白一切 不一会儿 两名九死天门的无极惊仙 就从飞梭里走了出来 放弃了抵抗 面对一位圣者 他们都很清楚 自己的一切抵抗都是没有意义的 还不如按照对方说的做 你们两人想走就走吧 也可以直接返回门派 会有人与你们解释的 裴青叔对这两人道 同时抬起双手 向那三艘巨型飞梭一抓 便让他们迅速缩小 落在了他的掌中 这三艘巨型飞梭都是九死天门所有 对于整合过九死天门各种典籍和秘书的他来说 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取这三艘无人控制的巨型飞梭 两名九死天门的无极惊仙 闻言面面相去 他们已经完全搞不懂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但既然得到了离开的准许 两人自然不会想继续待在这里 不过 他们并没有返回九死天门 而是急匆匆地飞向了幽暗星空 在远离了重阳星之后 就拿出了自己的个人飞梭 急速离开 跑得倒是挺快 裴青叔哭笑不得 估计都以为九死天门被攻陷了吧 会是笑了笑 然后对白丞业道 我们也该走了 明珍现在坐立不安 因为面前的崔恒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 只坐在这里 老神在在地闭目养神 完全看不出 他接下来想要做什么 这种情况 是最让人害怕的 明珍声怕下 一瞬崔恒就睁开眼睛 要杀了自己 虽然先前崔恒说过 等到了紫阳界之后 要让他把宗门里的古籍找出来 但谁又能保证这个 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存在 不会临时改变主意 那个白丞业 是你安排的棋子 崔恒忽然睁开了眼睛 看向明珍 是 是的 明珍顿时全身紧绷 点了点头道 我让他潜伏在九死天门 找机会盗取圣兵 一方面是 削弱九死天门的力量 一方面也是想借机 栽赃给李家 这样的话 就更能激化李家 和九死天门的矛盾 让两家陷入 更加激烈的冲突当中 如果九死天门的圣者出手 我会阻拦 这 这就是我之前的计划 你为了收集灾恶之气 可真是煞费苦心 崔恒卿笑道 不过说起来 既然只要收集 够特殊契机 就可以练成道体 为什么紫阳界的造物主 还那么少 这 明珍文言明显一愣 没想到 崔恒会问这种问题 疑惑到 自古渡天结者 实不存一 成就造物主的 自然就少了许多 天结 原来诸圣之王 突破造物主的境界 是需要渡天结的吗 这天结又是什么原理 人为还是自然激发 崔恒的脑海里 不禁冒出了几个疑惑 打算接下来好好了解一下 紫阳界武者的具体修炼方式 不一会儿 裴青叔和会士 就带着白承恒回来了 圣王 圣王 您在啊 救我 白承恒一见到明珍 立刻就惊呼了起来 仿佛看见了大救星一样 要不是 被人拽着 他估计都要跪在明珍面前了 明珍是眼观鼻 鼻观心 一副 完全没有听到的样子 白承恒呼喊了一会儿后 也发现了情况不对劲 下意识地看向了旁边的崔恒 颤声道 敢问这位 您 您是 一个过路人 崔恒微笑道 返回九死天门吧 我不杀你 随手又对裴青叔道 接下来一段时间 你来担任九死天门的掌门 处理一下这个先门的核心事物 是 师尊 裴青叔点头应道 白承夜见状 张了张嘴巴 却一句话都没敢说出来 直愣愣地看着崔恒 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人居然是无极惊仙的师尊 还让明真圣王低着头 不敢搭理自己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第七境大人物吗 而且还指定了一个 无极惊仙担任九死天门的掌门 也就是说 魏诚真的已经死了 这让白承夜的内心惶恐至极 一位万法皈依的圣尊啊 就这么死了 会是 你去青阳星 或者白景星 调查一下情况 崔恒又对会诗安排到 给你十年的时间 查清楚 其中这两颗星球的整体情况再来向我汇报 武警界总共有五颗生命星辰 崔恒星 三手星 白景星 青阳星 太幽星 白景星和青阳星是距离崔恒星最近的星辰 也是文明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 是比较好的选择 其余两颗星辰 三手星长年战乱 几乎没有传承悠久的势力 太幽星更是连人都少见 主要是强大的原始生物和星神 接下来的十年时间 它打算好好消化在崔恒星取得的收获 等完成了阶段性的修为增长之后 再去探索另外两颗星辰 这位前 前辈 这个时候 白城夜壮着胆子开口了 您可能不用派人去调查白景星和青阳星了 哦 崔恒有些诧异地看向此人 轻笑道 说说 过去半个月里我为了逃跑 散播了不少关于九死天门的不利消息 白城夜道 现在未尘又真的陨落了 更坐实了我先前散播的消息 而白景星的万剑神宗和青阳星的孙家都跟九死天门有不小的仇怨 恐怕不会放弃这个趁火打劫的机会 他们很有可能会主动过来 这倒是巧了 崔恒点头笑了起来 对会是道 不过 调查还是继续 如果他们真有人来 就由我亲自去迎接 是 先生 惠世音声道 同时心里为万剑神宗和孙家的人感到万分的荣幸 万剑神宗 这个白景星第一仙门的驻地及其宏伟 整整九十九座万丈巨山直插天穷 都仿佛利剑一般 让人望而生畏 此时 在一世大殿内 宗主谢天行召集了一众长老 他环顾在场的九人 郑重其是地道 诸位 九死天门的魏城已死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所行动啊 第253章 此去必定万无一失 这次魏城陨落 是九死天门数千年来最为脆弱的时候 积不可施 其中一名无极金仙长老明确表态道 我们应该立刻过去 以报曾经之仇 清阳心的孙家也和九死天门有仇 我们要不要一起 另外一名无极金仙长老询问道 多一个帮手 我们的把握也就更大一些 三 叫孙家坐身 最开始的那名无极金仙则是皱眉道 魏城陨落 九死天门就没有胜者了 我们又何拒之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帮手 过去那里抢东西就可以了 不要说得这么直白 什么叫抢东西 这也太难听了 又一名无极金仙笑着道 我们这是 去帮九死天门的人去守护他们看不住的宝物 哈哈 也对 正是此理 最开始的那名无极金仙点头笑道 天于不取反受其咎 现在魏城陨落 九死天门就是上天给我们的补偿 不能不去 诸位先不要心急 你们难道就没有想过 魏城为什么会陨落 一名看起来比较年老的无极金仙开口了 陈声道 魏城是圣者 敢问宗主 是谁人杀死的魏城 此事我已确认过 谢天行点了点头 微笑道 是一名外来的无极金仙 在重阳心正道成圣 魏城不自量力 想去祖人正道 这才被人杀死 乃是自取灭亡 那名外来圣者的武功十分特殊 施展时有至刚至阳之天龙飞腾 威力极大 直接打碎了魏城的不死真性 将他利弊当场 这话一出 整个意识店都安静了下来 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谢天行的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恐惧 真真切切的恐惧 对于无极金仙来说 最为核心的 就是不死真性 在他们的认知里 这是坚不可摧的事物 就算是圣者 也只能将其剥离 现在居然出现一个 能够将不死真性打碎的圣者 太恐怖了 魏城居然是被一个 如此强大的圣者杀死的 那自己这边还有必要动手吗 太危险了 不过 也有人注意到谢天行的表情 疑惑道 宗主 你看起来对好像对这个强大的圣者 并不怎么在意 谢天行现在的表情比较轻松 还带着些许笑容 像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实力再强 他也是圣者 谢天行强调了一句 然后道 不过 此人实力过于强横 我们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 吃毒食肯定是不行的 对对 不能吃毒食 要多拉几个人过去 最开始 那个建议吃毒食的无极精仙 急忙点头道 还是要请宗主多拉几个圣者一起 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没错 没错 大家一起参与 一起去保护九死天门的财产 其余人也都连连点头道 人多了 力量就大 也能争取更多更好的东西 这些无极精仙 也都懂得审时多时 既然九死天门 现在被一个如此强大的圣者把持着 那就意味着 他们不可能获得所有的宝物 必然要先给那个圣者保留一部分 如果想让自己这边拿得多 就必须要增强自己这边的力量 让那名圣者有所忌惮才行 嗯 我正有此意 谢天行点了点头 微笑道 所以我们这次不只要叫上 同样与九死天门有仇的孙家 还要叫上与我们交好的万圣格 如此总共有三位圣者 在各自带两名无极精仙过去 这样的阵容 只要那人还是圣者 就不可能不忌惮 众人文言纷纷点头 一口同声道 宗主圣名 宗主圣名 万圣格是白锦兴的两大先门之一 与万剑神宗齐名 不过 相传在九月年代以前 白锦兴 其实是只有万圣格这一个门派的 并且有诸多圣者 这才闯出了万圣格的名号 后来 有一位号称剑圣的强者 脱离万圣格自立门户 便是后来的万剑神宗 因此 万剑神宗与万圣格 向来都是同气连之 关系也非常和睦 只不过 曾经的万圣格 要强过万剑神宗 但最近几万年来 万圣格的发展不尽如人意 已经有些落后于万剑神宗了 在这样的实力对比下 纵然万剑神宗 并没有以施压人过 但万圣格还是不得不 在意自己的态度 谢天行带着两名无极精仙忽然到来 万圣格的当代格主施摇 立刻就带着三名无极精仙出门迎接 以示客人的地位尊崇 谢宗主远道而来 有诗远迎 还请宗主勿怪 施摇款款行礼 声音悦耳动人 她是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的貌美女子 五官立体 眉目如画 尤其是那一双眼睛 明亮的如同宝石 睫毛很长 如同扇子一样 哪怕只是平时眨眼 给人的感觉都像是在娇称 妩媚至极 哈哈 施阁主何必亲自出门迎接啊 真是客气了 谢天行哈哈大笑 客套了一番 便跟着施摇走了进去 这一路上 谢天行走在他身边的时候 却是目不斜视 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 施摇美则美矣 但背后的关系太过复杂 他可不想招惹 在万界星空里 对如今的万圣阁 有摇阁师万圣的说法 虽然夸张了点 但也足见气可怖了 不过 谢天行虽然心里这样想着 但人还是不由自主地跟着施摇 来到了一个花香四溢的院落里 几名跟随的无极惊仙 不知何时已经退下 这里 只剩下他们两人 谢宗主想喝点什么 施摇拿出了几罐酒 笑容如蜜 酒先不喝了 谢天行摇了摇头 一本正经地道 施摇主 这次我来找你是很重要的事情要说 啊 施摇文言 像是受惊了似的 拍了拍自己高耸柔软的胸脯 竟做出了羞涩的表情 咱们都几千岁的人了 你该不会是想 九死天门的魏城已死 阁主是否要与我等同去重阳兴 瓜分九死天门 谢天行深知施摇性格 开门见山 直接把话说清楚了 这 施摇文言先是一愣 随即用丁香小蛇舔了舔红润的嘴唇 笑盈盈地道 好啊 这可是比大买卖呢 如此甚好 还请宗主静待一些时日 我还要再去邀请几人 谢天行文言大喜 点头道 过些时日 我们一同出发 言罢 他便拱手行李告辞 竟是毫不留恋 施摇看着谢天行急匆匆离去的背影 脸上的妩媚顿时退去 转而变得也有些哀怨 他口中喃喃低语道 这片门知道不好走啊 几干年了 还差三百多个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嗯 也不知重阳兴的那位如何 谢天行没敢在万圣阁九流 然后驾驶着非洲 去了青阳兴这里 与武警界的其他四颗星辰都不同 并非是以仙门为主 而是以家族为主 青阳兴的两位圣者 全都是出身家族 宗门在这里 反倒是成了类似于学校的地方 只是大家族用来培养旁之血脉的地方 并得还仅限于天人之下的阶段 谢天行和孙家 原本没有太多交集 但由于两家都和九死天门有仇怨 所以 在最近的这一两年前的时间里边 迅速的熟络起来 不过 孙家的家主孙露平 向来谨慎 在听了谢天行的来意之后 并没有立刻答应 而是陷入了沉思当中 过了好一会儿 他又询问道 谢兄 未成当真已死 这老狐狸最善骗人 你可别被假消息给骗了 未成的不死真性 都被那外来圣者打碎了 哪还有不死的道理 谢天行笑道 你就放心吧 消息绝对可靠 我们过去分东西就行了 黑色小方块T杠 黑色小方块C0 可那外来圣者 能把不死真性都打碎 未必会忌惮咱们三个圣者啊 孙露平还是有些不放心 感觉不太安全 哎呀 孙兄啊 谢天行有些无奈了 圣者 圣者 那人再强也是一个圣者 只要不是更高境界的诸圣之王 我们有三圣联手 难道还怕他一个吗 三圣联手 施阁主也去对吧 孙露平又思寸片刻 点头道 好 三人联手 理应万无一失 哈哈 好 万无一失 谢天行顿时大笑起来道 瓜分九死天门 让未成那老东西死不瞑目 裴青叔去了九死天门做掌门 会是外出去调查青阳星和白景星的情况 至于明真 则是直接被镇压了起来 免得他出去生事 只剩下一个里程侍奉左右 于是 崔恒的身边 一下子就变得冷清了许多 不过 这也是他比较满意的情况 可以安心地 用来研读九死天门 温皇宫 幽冥圣骄的点击 增进自己的原因修为 才过去不到三年的时间 他的原因修为 就从之前的接近六成 达了真正六成的地步 按照这个进度 最多两百年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原因后期的修炼 尝试突破到原因巅峰了 这一日正午 崔恒正沐浴着日光翻看点击 李承在一旁主察 忽然见到崔恒和尚点击 抬头看向了天空 先尊 怎么了 李承有些好奇地问道 来客人了 崔恒青笑道 同时站起身来 晃了晃手臂 活动了一下筋骨 第254章 万法归一单 立地成圣 先尊 是青阳星和白景星的人 要来动手了吗 李承疑惑道 应该不是来动手的 崔恒青轻摇头 微笑道 这几年来 白承夜向外透露的消息里 都明确描述了会师的实力 他们只要脑子没问题 就不敢动手 那这是来 李承疑惑道 不是来抢东西的话 那是来做什么的 来发财的 崔恒青笑道 你说 如果我想把来这里的三个势力都买空 需要多少宝物 啊 李承感觉有点猛 震惊道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虽说九死天门的底蕴极其深厚 储藏的宝物也极多 但想要把三个大势力都买空 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吧 为何不可能 崔恒嘴角微微上扬 对李承道 你这里有丹药吗 最普通的就行 有的 李承急忙点头 从袖中取出了一个玉瓶 双手捧着撑给崔恒 先遵 这是玉露丹 可以用来给天人疗伤用 是我前几天随手练制 打算给家中晚辈的 嗯 可以用 崔恒轻轻憨厚 然后将玉瓶拿在手里 轻轻一晃 里面的七颗丹药就飞了出来 悬浮在了空中 随即 他向这七颗丹药 轻轻吹了一口气 顿时就让他们从原本的翠绿色 变成了金灿灿的丹丸 还散发着交织万法万道的气息 这 这是 李承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满眼惊骇之色 在他的感知里 这些丹丸每一个 都好像是一尊圣者 散发着让他站立的可怕气息 从现在开始 他们叫做万法归一丹 崔恒将这七颗丹丸 重新收回了玉瓶 又递给了李承 服用一颗此丹 可让无极惊鲜立地成圣 什么 李承愣愣地接过这瓶丹药 只觉重于山岳 手都有点颤抖了 在丹药拿到手里的那一刻 他的额头上 都渗出了一层细汗 太紧张了 就在刚刚这瓶丹药 还只是用来给天人疗伤的初级丹药 先尊只是对他们吹了一口气 就让他们 变成了 能让人立地成圣的仙丹 立地成圣啊 古往今来 无极惊仙者众 但圣者不过寥寥 放眼诛天万界 无尽星空 估计都没有多少胜者 现在只需要服用这一颗丹药 就能成圣 这就是先尊的威能 先尊的手段吗 简直不可思议 先尊 您 您是打算用这些预录 不 万法归一丹 跟他们交易吗 李承忍不住询问道 可这丹药太 太珍贵了 立地成圣的丹药 青阳星和白景星那些人 拿什么来交易 整个武警界 才多少胜者 哪怕是算上 已经死了的魏城 也只有九个而已 这七颗万法归一丹 就意味着 七尊星的胜者啊 他们可以合买 崔恒青笑道 既然是三个大势力 一起来的 合起来买个一两颗 总是够的 我也会适当优惠一下 这 这样也可以吗 李承有些迷茫了 难难道 不过合买 就意味着有人放弃 可真的会有人 放弃这个机会吗 这可是让人 立地成圣的仙丹啊 其实 他们买不起的话 还可以向九死天门借 付一些利息就行了 崔恒一本正经地道 过一会儿 你就带着万法归一丹 去九死天门 将此事告知清书 让他想好利率 处理借贷事宜 还能这样吗 李承瞪大了眼睛 大受震撼 这就是先尊手段 买不起又想买 借钱不是很正常 崔恒笑道 他们也可以找 其他相熟的势力去借 或者是用什么 其他的办法搞钱 都是可以的 如果他们去找 其他势力借的话 会不会把万法归一丹 宣传出去 李承灵机一动 这样一来 会有更多的势力 想过来购买吧 那岂不妙哉 崔恒点头笑道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就可以坐在重阳心 坐收万戒点击 根本就不用出门了 这样的话 恐怕还要请先尊 多准备一些万法归一丹了 李承略微私存厚道 没有谁能抵挡这种 仙丹的诱惑 尤其是那些底蕴身后 保留着不少宝物 但已经走向没落的势力 他们迫切地 需要以为新的圣者出现 这样的势力在武警界有 在武警界周围的星空 以及相邻的一些界域也有 如果万法归一丹的消息传出去 他们都会蜂拥而至 言下之意 等到了那种情况的时候 七颗万法归一丹 应该就不够了 只怕他们买不起 绝不会出现告庆的情况 崔恒文言则是笑了起来 说着 他便凭空制造了一百多个玉瓶 悬浮在了空中 随即 他伸出一根手指轻轻一点 地面微微颤动 一颗颗沙粒飞到了空中 他们旋转跳动 转眼间就改变了本质 交织了法理 变成了金灿灿的丹药 香气扑鼻 居然全都变成了 万法归一丹 那一百多个玉瓶 随之飞舞起来 将这些丹药装了进去 一百二十瓶 每瓶七颗 共计八百四十颗 万法归一丹 李承已经彻底傻眼了 整个人都呆愣在原地 瞠目结舌 他如同木偶泥塑般一动不动 显然是被眼前的这一幕 震惊到了极点 太离谱了 真的太离谱了 刚才好歹 还是用玉瓶丹 变成了的万法归一丹 现在直接用沙粒 变成了这种级别的仙丹 这跟凭空制造出一位圣者 有什么区别 不对 仙尊似乎不只能凭空造圣者啊 当初仙尊在天竺星的时候 貌似确实是直接点化出了 一尊强横至极的星神 那比星辰还要巨大的身躯 那浩瀚无边伟力 就算是诸圣之王 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了吧 随手点化造物主 这 李成已经不敢继续想下去了 这也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范畴 于是 他略微调整了一下心情 深吸了一口气 毕恭毕敬地向崔恒行礼 先尊神威无量 然后就出发向九死天门去了 谢天行 孙露平 施妖的飞缩 进入到重阳星大气层的时候 就收到了指引讯息 欢迎三位 来到九死天门 这让他们有些疑惑 同时心里也警惕了起来 谢兄 怎么回事 我们一进来就被发现了 孙露平通过非洲传讯给谢天行 似是有些紧张 我们不会是上当了吧 谢宗主 那位圣者 是不是还在重阳星 施妖也传讯过来 不过 他似乎没有什么担忧紧张的情绪 反倒是有些期待 两位放心 我的消息绝对可靠 谢天行 依旧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其实他心里也有些没底 但现在已经起火难下 只能先去九死天门看看情况了 大不了临时跑路 三人对九死天门的位置 还是很熟悉的 很快就来到了 其山门驻地所在之处 飞梭缓缓缓下降 谢天行 孙露平 施妖三人 各自带着两名 无极精先走了出来 正见到李成和裴清书两人 率众在山门前等待 三位圣尊远道而来 九死天门棚必生辉啊 裴清书主动迎了上去 态度十分的热情 在下裴清书 正是现在九死天门的掌门 在他看来 这三人可都是师尊的宝库 自己这个做弟子的 肯定要费尽心思地 把这些宝库掏干净 尤其是那些点击秘星之类 师尊最需要的就是这些 谢天行 孙露平 仔细打量了一下裴清书 都面露惊诧之色 他们也发现了 裴清书这个无极精先 有些与众不同 身上的气息无比浑厚 远比寻常的无极精先 要强大太多 难道这是那位圣者的弟子 施妖则是目光流转 饶友兴致地看着裴清书 目光在他的脸旁 肩膀 手臂 腰胯等各个部位扫过 妩媚笑道 小弟弟很不错呢 裴清书纯当没注意到 这几人的反应 脸上依旧挂着笑容问道 几位圣尊来我九死天门 想必不只是来闲逛的吧 裴掌门说的没错 我们是想来问一件事情的 谢天行作为领头者 第一个站了出来 开门见山道 这次我们带来的不少宝物 想交换一些九死天门的东西 不知可否 交换九死天门的东西 裴清书闻言 做出力量 一副私存的模样 然后摇头笑道 只怕不行 为何 谢天行皱起了眉头 这和之前得到的消息不一样 孙露萍和施瑶 也疑惑地看向了谢天行 因为我这里 有你们更想要的东西 怕你们没带够宝物 裴清书轻笑道 同时看了一眼身旁的李承 嗯 李承点了点头 从袖中取出了一个浴瓶 打开了风口 浓郁的药香 顿时就冲了出来 吸引了三名圣者的目光 这是七颗万法归一丹 乃是取天地之造化 万道之精华炼制而成的仙丹 无极精仙服用一颗后 便可立地成圣 此言一出 蛮长死记 谢天行 孙露萍 狮瑶目瞪口呆 不可置信地看着那玉萍 而他们身后的六名无极精仙 更是一下子红了眼 立地成圣啊 第255章 就问你要不要吧 可以让人立地成圣的丹药 简直闻所未闻 无警界古往今来 不知有过多少无极精仙 成圣是他们的共同追求 也是拼尽一切 耗时数千年都想要踏上去的境界 而真正能踏上去的 百无一人 万法归一的困难 可想而知 从不死之身巅峰 到万法归一之间的距离 就如同一道天欠鸿沟 拦住了不知多少精彩绝艳之人 天骄圣子 在这道门槛前折腰 仙子圣女 从风华绝代 修炼到白发苍苍 都没能踏过这道门槛 他们也曾义气风发 甚至不足千岁 就已正到无极 可最后依旧是肿中枯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受缘耗尽 无奈作画 这一步太难了 难如登天 可现在却有人告诉他们 只需要服用一颗丹药 就可以立地成圣 不存在什么瓶颈 也不存在什么困难 无极精仙 只要吃了这颗丹药 就能立刻万法皈依 踏入仙界第六经的圣道 证得圣者之位 世上真的存在这种仙丹吗 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如果这话 不是在九死天门的人口中说出来的 如果这话 不是当着谢天行 孙璐萍 施摇三位圣者说出来的 根本就不会有人相信 可即便是这样 这种丹药的功效 依旧是让人感到无比震惊 此话当真 这丹药 真有如此功效 你说地药效 又有何凭证 有三名无极精仙 忍不住开口问道 虽然语气充满了震惊和疑惑 但他们的目光 还是直勾勾地盯着玉萍 眼珠子都有些发红 显然是充满了渴望 你们是在质疑 万法归一单的效果吗 裴青叔冷笑道 你们的宗主都没开口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这可是师尊制作的丹药 这些人算什么东西 也配质疑 三名无极精仙 顿时就被对得哑口无言 谢天行和孙璐萍 也是脸色微变 眉头紧锁 看向裴青叔的目光中 多了几分审视 甚至忌惮 此人不简单啊 明明只是一个无极精仙 说话的底气却这么足 而且一出手 就拿出了这种惊天动地的丹药 看来他背后的那位圣者 不简单啊 谢天行和孙璐萍对望了一眼 交换了一下意见后 便互相点了点头 各自转身呵斥 刚才发问的无极精仙 方才是我跟裴掌门讲话 还没到你们开口的时候 这么着急做什么 谁给你们的胆子居然不经过的允许 直接就质疑裴掌门 还不诉诉赔罪 三名无极精仙文言都低下了头 一声不敢吭 施瑶则是就站在一旁 唇角含笑 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他带来的是两名女子 心思都比较缜密 行事也谨慎 在得知万法归一单之后 并没有轻举妄动 更没有开口询问 裴青叔对此意识冷眼旁观 等谢天行和孙露萍呵斥完毕之后 他才开口道 其实两位不必这样训斥他们 刚才我想了想 两位各自购买的购买的第一颗万法归一单 价格分别涨到原价的两倍和三倍 就算是一个警告了 如何 这话一出 谢天行和孙露萍顿时脸色一变 全都转头看向了裴青叔 原价的两倍和三倍 太夸张了 没必要这样吧 他们也是无心之士 谢天行试图解释 裴掌门 他们也只是因为心里过于震惊 一时失言 孙露萍也跟着解释道 那就变成原价四倍和六倍 裴青叔的脸上笑容不减 微笑道 两位圣尊意下如何 谢天行和孙露萍的脸色顿时变得一阵轻一阵子 裴掌门 你这好像不是正常交易的态度 谢天行沉声道 语气有些不善 万剑神宗 购买第一颗万法归一单的价格变成原价的四倍 裴青叔淡淡道 李兄 你记一下吧 好嘞 李承满心欢喜地记了下来 这可是给先尊创收的大好事 你 谢天行顿时瞪大了眼睛 此时 他只觉心里有一团火在燃烧 手都有些发抖 自己这样一个万法归一的圣者 居然被一个无极惊仙 在言语和气势上压制住了 这要是传扬出去 万剑神宗的颜面何存 谢兄 你要想清楚 那可是七颗能让人立地成圣的丹药 孙路平的声音通过神念灵觉传了过来 如果丹药的功效属实 你想想 是什么样的存在 才能有这样的手笔 是两个无极惊仙吗 孙路平的这一段话 就好像是一盆凉水浇在了谢天行的头上 当场就把他心里燃烧的熊熊怒火给浇灭了 不过 他还是有些不甘 难道我就这样道歉吗 谢天行忍不住用神念回应道 这不就成了跪着要饭的吗 就问你要不要吧 孙路平简单直白地用神念叨 让自家多出一位甚至更多的圣者 这意味着什么 你应该很清楚 谢天行沉默了片刻 深吸了一口气后 静毕恭毕敬地向裴亲书行礼道歉 裴掌门 是我无礼了 也遇下不言 还请见谅 这幅情形 直接把他身后的几名无极惊仙都惊呆了 全都惊愕不已地看着他 万剑神宗的宗主谢天行 可是出了名的高傲 是眼高于顶的人 现在居然像一个无极惊仙低头了 简直不可思议 不过 仔细想想 这个无极惊仙背后 极有可能隐藏着大人物 谢天行做出这样的行为 倒也不是不能理解 哈哈 不必如此 裴亲书见状摆了摆手 笑道 这样吧 既然谢宗主已经悔过 那我就给你削减一点价钱 原家的三倍即可 与孙家主的一样 多谢裴掌门 谢天行拱手道谢 脸上露出了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敢问裴掌门 这万法归一丹究竟是什么售价 三件圣兵 可换一枚万法归一丹 裴亲书微笑道 若圣兵不够 则可以用天才地宝 和古识典籍进行折算 三十个圣者及天才地宝 可以折算一件圣兵 一千本不重复 且记载有关键历史事件细节的典籍 也可以算一件圣兵 当然 这只是标准的价格 谢宗主 孙家主 你们的第一颗万法归一丹 要翻三倍 也就是九件圣兵 死死 谢天行和孙露萍 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身后的无极惊仙 更是差点被吓得昏死过去 脸色全都变得煞白无比 只是因为自己多问了一句话 就让自家 宗主家主 多付出六件圣兵 罪该万死啊 施瑶原本是一副悠哉看戏的表情 听到这个价格之后 也不禁挑了挑眉 九件圣兵 万件神宗和孙家加起来 再翻个倍 都没有九件圣兵啊 圣兵是极其难得的 至少需要二十种以上的圣者 及天才地宝作为材料 再以圣者之力 苦心锻造三千年以上 才能够锻造出一件圣兵的弃胚 接下来 还要对这件弃胚 进行长达上万年的温养 才有三成的几率 得到一件成品圣兵 成本太高了 万件神宗传承超过两万年 曾出过三位圣者 至今也不过才两件圣兵而已 这还是因为撞了大运 只温养了四件弃胚 就成功了两件 孙家就比较惨啊 传承时间超过三万年 圣者也出了四个 但到现在 也只有一件圣兵 不过 对于底蕴深厚的万圣阁来说 拿出三件圣兵来 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哪怕是更多的数量 也不是不可能 于是 狮咬眼波流转 妩媚一笑 对裴青叔道 裴掌门 我出三件圣兵 买你一颗万法归一单 不过 手头的东西不太够 此番过来 本是要交换九死天门的东西 就只带了一件圣兵 和些许天才地宝 古时点击带的数量很少 我可否 先付三十个圣者 及天才地宝 和一件圣兵 剩下的一千本古时点击 等我回返宗门 取过来之后再付 可以 裴青叔点了点头 微笑道 李雄 给他一颗万法归一单 好嘞 李成点头笑道 同时轻轻摇晃玉平 顿时就见 一颗金灿灿的丹药 从里面飞了出来 飘到了狮摇的面前 万法万道 巨盒归一的气息在虚空中弥漫 浓郁的药香沁人心脾 完全看不出 这本来一颗普通的沙粒 此时 六名无极金仙 已经全都沉醉在了药香之中 就连那三名圣者 都忍不住在心里惊叹 他们居然感觉 这颗丹药散发的万法归一气息 比自身修炼的还要圆满 就好像是辛苦修行了几千年 还不如一颗丹药 这种感觉太奇怪了 施瑶满心欢喜地 将这颗万法归一丹 拿在了手里 仔细感应了一番后 忍不住感叹道 果然是仙丹神药 随后 他将自己带来的一名 无极金仙叫过来 把这颗万法归一丹递了过去 瑟儿 你已在无极金仙的境界 停留了三千年 试一试吧 这一瞬间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这个名叫 瑟儿的无极金仙身上 多谢师尊 瑟儿直接跪在了地上 行礼道谢之后 便一口将那颗万法 归一丹吞了下去 紧接着 呜 虚空颤动了起来 瑟儿的身上 骤然爆发出了无穷金光 一股完全凌驾于 无极金仙之上的气息 横扫而出 与此同时 天地间风云突变 无数道颜色各异的光芒 凭空浮现了出来 万法万道共鸣交织 景象显现 圣者异象 真的成圣了 我的天啊 真的是立地成圣 一声声惊叹 此起彼伏 谢天行和孙璐平 更是无比震惊地 仰望着天上的异象 内心无比地复杂 万法归一丹是真的 正到异象都出了 真的不能再真 三倍的价格 三倍的价格 谢天行内心懊悔不已 恨不得当场把自己 带来的那两人给打死 对万法归一丹 他还是非常渴望的 毕竟 圣兵虽然珍贵难得 在圣者的手里 也能发挥出极其强大的威能的 可一旦宗门没有了圣者坐镇 圣兵就有可能成为 招惹祸患的根源 相比而言 还是有一尊现成的圣者 更能保证 宗门的传承不绝 而且 多一件圣兵 顶多是让宗门抵运深厚几分 可若是能直接多一位圣者 那就足以让宗门 从平稳发展 走向强盛 必须要买一颗万法归一丹 至少一颗 谢天行的心里暗道 还好可以用古力点击折算 这个倒是不算太珍贵 我万剑神宗存亡的古史点击 可不算少 就算是限定记载 有关键历史事件的古史点击 应该也有一万本以上 足够买一颗了 而且 一件圣兵 足以换无数本点击 我还可以 但出手一定要快 要果断 不然的话 就要被人给抢先了 古史点击是有可能重复的 若是落后了的话 陪掌门 我正好带来了一万两千本古史点击 就在这个时候 孙露萍忽然开口道 我打算用其中的九千本 来购买一颗仙丹 谢天行当场就猛了 急忙开口道 我 我也是 陪掌门 我也要用九千本古史点击 来购买一颗仙丹 好 没问题 裴青叔点头笑道 不过 古史点击有可能会重复 也有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要把规则讲清楚 在数量上 我们先收起九千本 如果查到我们不需要的点击 会找你们去不差价 另外 若是后来者提供的点击 与前面的重复 我们是不要的 也要不好差价 理应如此 理应如此 孙露萍连连点头 内心不禁有几分庆幸 还好自己动作快 抢在了前面 不然可能要亏不少了 谢天行则是一副 吃了苍蝇的表情 恨不得自己抽自己一巴掌 想那么多干嘛 就应该直接买啊 对了 裴青叔又笑咪咪地道 如果三位 还想要买更多的万法归一单 手头的宝物又不太够的话 我这里还可以提供接待服务 九死天门传承悠久 底蕴身后 光圣兵就有十件 再加上师阁主的那件 就有十一件圣兵了 除此之外 还有诸多圣者级的天才地宝 你们可以随时 向我申请借圣兵 或者借天才地宝 用来购买我这里的万法归一单 不过嘛 既然是借贷 总要有利息和还款期限 就以三百年为期 九出十三归 我做主给你们打折优惠一下 若借三件圣兵 则三百年后 只需还四件即可 如何呀 满场死记 鸦雀无声 三百年增加一件圣兵 这特么谁还得清 除非去抢 诗瑶不禁咽了口唾沫 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偿还吗 第二百五十六章 等于而上钩 万毒弹异动 饶氏万圣阁抵运身后 圣兵不少 但诗瑶还是被这高昂的利息吓到了 三百年增加一件圣兵 六百年就增加两件 九百年后就是三件 直接翻倍 太恐怖了 这让他下意识地想到了 用其他方法偿还 不过 就算是那样 就算以他的身份 能让人有不少成就感 但多少次 才能抵得上一件圣兵 裴青叔纯当没听到诗瑶的话 又强调了一点 对了 忘了告诉诸位 这个利息是累加的 每九百年一核算 也就是说 如果最初借了三件 那么九百年后 就按照六件来算基数 以后每过三百年 就增加两件圣兵 等到第一千八百年的时候 就按照十二件来算 以后每过三百年 则增加四件 由此类推 希望诸位早日还贷 莫要拖延 众人文言脸上 都是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 这是什么高利贷啊 借三件圣兵的话 如果没能在一千八百年内还上 等到两千七百年的时候 就会变成二十四件 如果等到三千六百年的时候 就数字就会膨胀到一个非常离谱的程度 太可怕了 根本就换不起 也不可能还得起 不过 在震惊之后 三人的心里 又开始仔细思索起来 然后 不约而同地泛起了类似的念头 圣者增多了的话 我们自家的实力 就会变得更强 这样一来 就可以去剿灭一些邪道势力 从而收获圣兵 三百年的时间 只要多征讨几个邪道门派 确实有可能凑够四件圣兵 而且 还可以用古诗典籍 或者天才地宝折算 应该有机会 在三百年内还上 万界星空宗门家族众多 还有许多奇奇怪怪的教派 其中就有不少 以杀戮为乐 或者炼魂取材的邪道势力 剿灭这种势力 天然就占据了大义名分 都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 就能发动进攻 于是 谢天行这次果断开口道 陪掌门 我希望能借三件圣兵 用来购买第二颗万法归义丹 紧接着 孙路平也提出了借贷要求 我也是 陪掌门 我也要借三件圣兵 买第二颗万法归义丹 施瑶更是大手笔 陪掌门 我想先预定一颗万法归义丹 天才地宝和圣兵 我会回去取 然后再借三件圣兵 买第三颗万法归义丹 整整七颗万法归义丹 就这样告庆了 谢天行和孙路平 各自出了九千本古史典籍 又分别借贷了三件圣兵 总共买走了四颗 施瑶则是财大气粗 一家就买了三颗 这也就意味着 武警界的势力对比 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圣者的数量即将暴增 而且 接下来武警界内 那些拥有圣兵 平时作风又不怎么正派 容易被人抓住由头的势力 恐怕就要遭殃了 当然 还有那些曾经有过圣者 现在则只剩下圣兵的古老门派 估计很快也会成为被剿灭的目标 没有谁能拒绝 万法归一丹的诱惑 至于九死天门的资产 虽然借出去了不少 但由于 都是用来购买万法归一丹的 实际上没有任何减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还会暴涨 呼 这个时候 柔和的风声 传遍了天地间 先前那个吞服了万法归一丹的 万圣格弟子算 已经结束了突破 缓缓地从天上降落下来 他全身都被一层淡淡的金光笼罩 散发着万法万道归于一处的神圣气息 无比强大的气势威压 自然而然地扩散 让站在周围的几名无极惊心 下意识地向远处退避 减少自己承受的压力 谢天行 孙璐平 施瑶三人则是面露一色 他们都发现 虽然情况有些不一般 明明是刚刚突破成为圣者 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力量气息 却像是一个修行了千年之久的圣者 而且 力量还更为精纯 这些迹象都表明 虽然才刚成为圣者 但所拥有的力量 应该已经可以算作圣者里的中层 就算比不上他们三个 这般修行了数千年的强大圣者 也已经远超正常的新圣者 服用万法归一单突破的圣者 比正常突破的圣者还要强大 这样一个念头 忽然就从他们的脑海里涌现了出来 陪掌门 我们这就回去准备古识典籍 很快就会回来付款的 我们也要先回去了 同时也翻找一下 是否有新的古识典籍 看能否用来还债 陪掌门 我们也要走了 我要尽快选定 剩下的两颗万法归一单的服用人选 谢天行 孙璐平 施瑶三人匆匆告辞 他们恨不得立刻就返回自家 让自己的心腹弟子 吞服万法归一单 好验证先前的那个猜测 如果猜测是真的 那这没万法归一单 就买得太值了 这将会成为他们崛起的开始 九死天门的山门驻地前 圣兵 天才地宝 古识典籍 堆积如山 裴清书轻点了一下收获 对李承道 李兄 这些古识典籍 还要劳烦你给师尊送过 我这边要做些准备 等下一波客人过来了 其实 在谢天行 孙璐平 施瑶三人到来之前 万法归一单的消息 就已经被白承业 这个专业宣传员散播出去了 只不过 没有多少人相信而已 等万剑神宗 孙家 万圣阁的圣者数量暴涨 并且为了偿还债务 而四处攻发的时候 自然就会有人相信 万法归一单的消息 那个时候 就会有更多的人来 这边求个万法归一单 自然要早做准备 总不能每次交易都在山门之前 看起来多少有些寒酸了 好嘞 没问题 李承点了点头 又取出来十几个玉瓶 交给了裴清书 笑道 要是外面知道 咱们这里有几百颗万法归一单 估计都会直接过来抢了 那岂不是更妙 裴清书晃了晃脖子 活动了一下双手 嘿嘿笑道 我可是手痒很久了 正愁没地方可打 如果能引来一些 其他介遇的圣者 乃至圣王之类的 又能给师尊创造不少收获 可谓是一举多的 妙哉 妙哉 先尊好像讲过这种情况 李承想了想 笑道 钓鱼执法 哈哈 确实 裴清书点头笑道 就看有没有蠢鱼儿肯上钩了 如临城 崔恒这段时间 依旧身居简出 专心阅读崇阳心三大先门的典籍 和修炼 尚未掌握的一些法术 这样的生活状态 导致他虽然已经来到崇阳心有些年头了 但真正知道他存在的人却并不多 满打满算 也就祝长生 高手心 崇阳心神 李全等有限的几个 至于知晓他实力的人 就更少了 因此 在武警界绝大多数人的眼中 崇阳心确实是是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围绕这一切变故的核心人物 却并不是崔恒 而是正在白景星搜集各种资料的会士 九死天门的掌门未成陨落 掌门都一主 温皇宫掌教祝长生 也突然离开架驶 飞缩离开了崇阳心 十乃万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一切都是从会士这个外来圣者出现开始的 武警界里 几乎所有强者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会士的身上 甚至有一些其他介域的强者 也得到了这边的消息 开始关注会士 毕竟 一拳打爆圣者的不死真性 这样的实力实在很难让人不注意 崔恒也就乐得个悠然自得 可以专心提升自己的原因修为 反正三大掀门的典籍 够他消化一段时间的了 更不用说 还有万剑神宗 孙家 万圣阁交上来的 那近两万本古诗典籍了 全都是经验包 这一日 崔恒正在庭院里主查读书 躺在他自制的摇椅上 摇摇晃晃 十分惬意 李全却忽然小跑了过来 他先是恭敬行礼 随即道 上先 温皇宫的代掌教兰塔 想要求见您 温皇宫的代掌门 崔恒停下了摇椅的晃动 放下了手里的点击 目光看向外面 轻轻汗手道 让他过来吧 兰塔曾是温皇宫的六大长老之一 主管汇总天下大事 并随时调整温皇宫的发展方向 祝长生被崔恒派出去取 太温不死宝库里的东西 临走之前 就把兰塔任命为了温皇宫的代掌教 为了让祝长生安心 去寻找泰温不死宝库 崔恒曾向他许诺 若是温皇宫 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难以解决 可以让兰塔过来求助 李全出去之后 很快就见一个窈窕的倩吟走了过来 这是一个看起来三十岁左右的美貌女子 她五官极其漂亮精致 身材成熟诱人 更是穿着布料极少的南疆风格衣裙 带给人的视觉冲击感极大 拜见先尊 兰塔毕恭毕敬的拜倒行礼 嗯 起来吧 崔恒打量了一下这个 颇具抑郁风情的女子 何首问道 何事来此 回禀先尊 事情是这样的 兰塔急忙道 温皇宫万毒坛 近日有异动 毒气外溢无法抑制 许多弟子都陷入了昏迷 最近这几天 就连圣兵温毒剑也开始颤抖 就好像是受到了某种召唤似的 感觉随时可能飞走 第257章 活着的万毒坛 万毒坛 崔恒文言略微私存 陈生道 我记得万毒坛应该是温皇宫的根源传承之一 没错 蓝塔点头道 根据点击记载 万毒坛是温皇宫在十二万年前 从原生星辰带来的两大根源传承之一 蕴含着无上奥秘 因此 历代长教都在万毒坛中修炼 并参悟其中的道运法里 试图突破圣者的层次 成为真正的诸圣之王 而且 我们有很多独门武功 必须要万毒坛内的坛水作为辅助才能炼成 现在万毒坛一动已经无法取水 长此以往的话 会让我们的绝大多数武功废掉 这件事情 关乎到我们的传承延续 实在是紧迫万分 晚辈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只能斗胆前来打扰先尊清静 求先尊出手相助 我曾向祝长生许诺过 如果温皇宫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可以来向我求助 崔恒轻轻汗手 微笑道 我非识言之人 自然会帮忙 多谢先尊 多谢先尊 蓝塔激动不已的道谢 连连叩拜 走吧 崔恒站起身来 在以往的数万年里 经过数次大战之后 温皇宫便远离了文明所在的地区 时至今日 虽然温皇宫依旧是重阳兴的三大先门之一 可却是坐落在人迹罕至的南疆十万大山深处 外围有无数的彩幕环绕 更有奇异的阵法布置一阵 几乎没有任何人类文明的痕迹 如果不是有人指引的话 就算是已经万法皈依的圣者 都未必能通过这层层一阵和地形 更不用说 是真正找到温皇宫的山门驻地了 不过 有蓝塔这个带掌教在 自然不存在找不到路的情况 两人十分顺利地 通过一条狭窄潮湿的通道 随即豁然开朗 像是来到了星天地一般 到处都是奇花异草 巨树参天 在一棵棵巨树簇拥的中央 有一座高大宏尾 堪称壮丽的宫殿 正是温皇宫 在周围来往的弟子 其实是很多的 因为温皇宫本身 就相当于一件本质极高的宝物 在其身边修炼的画事半功倍 宫殿周围的巨大空地 也是因此流出来的 可现在温皇宫周围 方圆十余里的范围内 都没有一个人在 全都远远地躲了起来 此时的温皇宫 正被一团团五颜六色的 奇异雾气包裹着 足足扩散出去了七八里的距离 而且 这雾气明显有剧毒 宫殿正前方栽种的树木 已经全都枯萎死了 蓝塔一出现 顿时就有许多温皇宫的弟子 赶了过来 他们有男有女 有玄仙也有金仙 还有几名无极金仙 蓝塔长老 你终于回来了 刚才万毒坛的雾气扩散 又加重了 是啊 现在万毒坛的雾气 连金仙都难以承受了 太医玄仙要是不小心吸了一口气 也会当场昏迷 还有温毒剑 你走之后 温毒剑就好像 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似的 直接出窍了 就悬浮在温皇宫的大厅里 说话的都是无极金仙 现在将温皇宫包裹起来的雾气 还影响不了无极金仙 他们还能进去探查情况 可越是探查 就越是心惊胆战 情况不断在加重 这时 也有人注意到了崔恒 不禁向蓝塔询问道 蓝塔长老 这位是 祝长生并未声张崔恒的存在 因为温皇宫的人 其实并不知道崔恒的存在 但蓝塔这次出去 就是为了找求助的 现在带回来一个人 应该就是来帮忙的 这位是崔前辈 掌教都尊他为上仙 蓝塔简明乐要地介绍了一下崔恒 然后毕恭毕敬地行礼道 还请上仙出手 救我温皇宫 在场众人文言顿时惊恶不已 纷纷看向了崔恒 掌教都尊其为上仙 这个形容对温皇宫的弟子来说 实在是有些夸张了 掌教已经是万法皈依的圣者 什么样的存在 能被他尊为上仙 第六境巅峰 还是传说中 踏上第七境的无上存在 崇阳心上 什么时候有如此强大的人物了 先随我进去看看吧 崔恒轻轻汗手 目光注视着这一团团五颜六色的雾气 沉生道 这些雾气不简单 在他的神识感之下 这些雾气本质清晰可见 就是由一种种不同的法则 道运交织在一起 具现化出来的雾气 不过 这些法则道运并不浓郁 只是一点点稀薄的力量而已 并不怎么强大 就好像 是在从一个庞大主体中 溢散出来的气息 若说有什么特殊之处 那就是 这些法则道运 具有极强的灵性 简直就像是一个个活物一样 而且正在不断地变得浓郁 不断地被增强 要解决这些雾气扩散的问题 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找到那个主体 然后将其封印起来就可以了 可具有极强灵性这一点 却让崔恒不得不在意 法则力量具有灵性 这已是非常明确的原因特征 如果这雾气 是从那个万毒潭里扩散出来的 岂不是意味着万毒潭 有着相当于原因期的本质 这就有些夸张了 毕竟 按照温皇宫的典籍记载 就算曾经的全盛时期 温皇宫也没有造物主的存在 又是从哪里得来的本质 相当于原因期的宝物 崔恒心里这样疑惑着 便直接向温皇宫走去 蓝塔则是不假思索地 跟在了他身后 长老小心 有人急忙提醒道 担心蓝塔不知道 雾气的毒性已经增强 可话音未落 就见这一团团五颜六色的雾气 开始迅速溃散 崔恒走进雾气之后 他前后左右的雾气 都是瞬间消散 周围十丈之内的雾气都被清空 没有了任何毒性 这 这是什么手段 温皇宫的一众弟子 都非常震惊 先前他们都已经尝试过 驱散这些雾气 可由于这些雾气的本质极高 就算是无极惊仙 也无法对其境驱散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雾气越来越多 现在却看到有人 居然能在走路的同时 就把自身周围十丈的雾气清空 顿时惊为天人 心里也涌起了巨大的希望 先尊神威 蓝塔也忍不住惊叹道 他也试过驱散这些雾气 但一点效果都没有 小手段而已 崔恒轻轻摇头 对他来说 只需要压制住这些法子的灵性 就可以轻松将其聚散 无费吹灰之力 可要根治 还是要到万毒坛那里看看 两人很快就来到了温皇宫内 就在他们踏进正门的一瞬间 正 只听一声剑鸣颤动 虚空中的温毒之气 瞬间凝聚在了一起 化作了一道绿油油的剑光 猛然间当空展落 是温毒剑 蓝塔难以置信地惊呼出声 急忙施展力量 试图阻止 呼 可就在这个时候 崔恒轻轻吹了一口气 下一瞬 绿油油的剑光当场崩灭 化作了无数光粉碎屑散落 无数温毒之气 也随之溃散 然后 就见一柄通体泛着绿光的三尺长剑 从空中坠落了下来 轻轻颤动了两下之后 光滑就暗淡了下去 是收到了雾气中的灵性操控 排斥一切驱散雾气的人 崔恒看了一眼地上的温毒剑 淡淡道 还没有损坏 不过估计要温养个上千年才能恢复了 多 多谢先尊仁慈 蓝塔恭敬行礼道 他刚才吓得全身都被冷汗尽湿了 虽然温毒剑突然发动攻击 他并不知情 但这种事情是很难解释的 如果崔恒认真追究 莫说是把温毒剑毁掉 就算是当场把温毒剑灭门都不为过 现在却只是把温毒剑打残 真是天大的人词了 不一会儿 两人就来到了温毒剑的最深处 也就是万毒潭所在的地方 这里是一处空旷大厅 中央有一个三丈方圆的水潭 里面的水泛着五颜六色的光芒 一团有一团的雾气从里面冒了出来 上仙 这就是万毒潭了 蓝塔指着潭水道 平日里潭水只会发光 并不会冒出雾气 更不会扩散出温皇宫 这东西 崔恒的神识扩散而出 感知着万毒潭的气息 眉头顿时就皱了起来 这是你们温皇宫的根源宝物 是的 蓝塔点头道 有些不明白 崔恒为什么会忽然这么问 嗯 崔恒轻轻汗手 没有再多说 而是一步一步走进了万毒潭 俯视着其中探索 眼睛微微一眯 沉声道 这个万毒潭不是死物 什么 蓝塔闻言惊愕不已 下意识道 怎么可能 温皇宫作为根源质宝 传承了不知多少万年的万毒潭 居然是活的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 如果这话不是崔恒说出来的 他一定会立刻反驳 可现在这个情况 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了 他确实是受到了某种影响 这个影响让他重新拥有了活着的特性 崔恒注视着万毒潭水 眼里渐渐泛起了金光 好似能看透一切虚妄 在他的视角下 原本五颜六色的万毒潭水 骤然变得清晰起来 里面的水波流转 竟映照出了山川江河 一个无比广大的天地 第258章 太温天 紫阳剑 屁 映入崔恒眼中的这方天地极为广大 且有着极为高渺的大道法则 整个世界仿佛是在无穷高处 无处不在 更是好似汇聚了亿万大道 无穷法则 可以影响万界星空的运转规则 他的目光通过这万毒潭 落在了这方天地之中 随着水波的流转 这方天地间的景象也随之变化 这里有亿万僵尸横行 无数毒虫肆虐 天空中有长于千里的怪鸟飞腾 江河里有腐烂的蛟龙游走 在大地上 有一座座城池星罗旗布 里面是数不尽的人形生物 它们的身体也都满是腐烂的迹象 浑身上下都有粘稠的浓液流淌 城池地上空 腾腾黑气汇聚 满是温毒和灾厄的气息 而在那高天之上 更是悬浮着一座座的巨型宫殿 如同是神王的居所一般 高高在上 主宰着天地万物 执掌无上权柄 灾难 疾病 毁灭 死亡 厄运等等负面的概念 充斥在这个世界 让人感觉 这个世界 好像随时都会陷入到崩坏当中 太温天 崔恒难难低语 内心惊奇不已 随即他收回了目光 让眼中的金芒退去 万毒潭里的景象 就又恢复了正常 水波再次变得五颜六色了起来 太温天 云层之上 六玉三圣宫内 一名高于三丈 神披七黑盔甲 体型健壮无比的男子 跪在地上 他浑身颤抖 双手撑着地面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额头上满是冷汗 一双赤红色的眼眸里 满是惊骇与恐惧 刚才 刚才那是什么 什么样的目光扫过了这里 竟然我神魂站立 几乎精神崩溃 世上居然真有这等存在吗 几个呼吸之前 他还在闭目养神 感悟天道玄妙 这样的习惯 已经保持了近万年 从未间断过 也从没出过什么意外 可就在刚才 忽然有一道 不知从何而来的目光 从无穷高处降落了下来 这目光已经强横到了 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简直就像是 天道诞生了灵智 在俯视人间众生一般 让人内心站立 只一瞬间 就打破了 他精神世界的所有防御 可却没有丝毫停留 直接就轻压过去了 就好像是 大象撵过蚂蚁石一样 可能根本就没有 注意到他的存在 与这样的存在相比 我简直连蝼蚁都不如 他擦了擦 他自己额头上的冷汗 难难道 希望这位大人物 只是路过泰温天马 W坎CO 极北之地 亿万年不化的冰川之中 一头全身白毛的僵尸 忽然从冰山里冲了出来 像是疯了一样狂奔 转眼间 就撞碎了一千多座万丈冰山 惊天动地 最终 他直接被无数冰山碎块 埋了起来 这才略微消停下来 没有再继续狂奔了 不过 在冰山碎块之下 极度的寒冷与黑暗之中 这一头曾经让整个泰温天 都感到恐惧 白星号星号星号 却在瑟瑟发抖 绿油油的眼眶里 满是金锯之色 牙齿残缺的嘴巴 也在打寒颤 场面十分的诡异 吓死老子了 吓死老子了 刚才那是谁的目光 老子都差点以为自己 要被灭掉了 还好只是路过 只是路过 妈妈的呀 吓死老子了呀 中途广源 这里有一片 负压近万里的巨型宫殿裙 一座高于三百丈 宽于三百丈的漆黑大殿 就坐落在这宫殿裙的中央地带 它的正门上 悬挂着一个巨大的牌匾 写着三个大字 悬地殿 在这座大殿的顶部 交织着五颜六色的光芒 散发着的剧毒无比的气息 仿佛是一切毒物的根源所在了 大殿的周围有 一个个仆丛和侍卫行走 他们或是骷髅 或是腐尸 这里简直就像是一个死亡事件 惊悚无比 而在悬地殿之内 一个俊美至极堪称妖异的黑袍男子单手 按着自己的额头 一双剑眉紧紧地皱着 咬牙切齿地喃喃低语道 刚才那是什么感觉 是谁 太温天 还有这样强大的存在吗 他只要回想起刚才感受到的目光 内心就会感到无比恐惧 恨不得钻进地下 躲进最深最后的墓穴之中 再用最为剧烈的温毒之气 把自己包裹起来 以此自保 那道目光 实在是太恐怖了 东南方的深山巨骨之中 这里有一座存在了不知多少年的洞府 石门一直都是紧紧封闭 像是从未有人进出过一般 沉寂了万古 忽然间 一股充满了死亡与疾病的气息 从里面冒了出来 让这座高于万丈的大山 微微颤抖了一下 随即就见那悬崖峭壁之上 竟睁开了一颗颗巨大的眼睛 里面的眼珠转动 竟是血肉之躯 密密麻麻 数量超过百万 这一面悬崖 竟都成被这一颗颗巨大的眼睛覆盖了 不过 在这些眼睛里都只有一种情绪 那就是恐惧 无与伦比的恐惧 就好像是感知到了生命危险一样 与此同时 在那座洞府之内 一个原本正闭目盘膝打坐的老者 忽然睁开了眼睛 他皮肤红润 鹤发童颜 先锋道骨 竟是太温天少有的正常活人样貌 这是传说中的仙界第八境 还是另类成刀的一族 老者喃喃低语道 此方星河之中 何时出了这样一位无上存在 危险 太危险了 原以为躲在这太温天里 步履凡尘即可 没想到 竟还有如此大人物入过 得换个地方 换个地方啊 要不要去万界星空里看看 温皇宫也不知道还在不在 由于崔恒通过万毒潭投落下来的目光 太温天内的一个个强者 都产生了极大的反应 这些强者自身对大道法则的影响力极大 现在他们受到了如此巨大的刺激 甚至可以说是巨大的恐惧 自然就对整个太温天造成了极大影响 直接导致整个太温天的法则 道运 气象 乃至诸多方面都在极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变化 可以说是天翻地覆 无数生灵内心深处的阴暗欲望 被莫名挑动 开始相互厌恶 相互憎恨 甚至相互杀戮 原本只是漫无目的游走的僵尸们 一个个也忽然变得狂躁至极 开始相互攻击 撕扯 啃咬 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还有那些遍布荒野的骷髅骨架 他们的空洞眼眶里 全都燃起了幽蓝色的火焰 释放着充满死亡的气息 开始相互攻杀 就连相对平静的中途广源 也发生了改变 那些有着正常人族躯体 还保留着血肉与灵魂 尚未被温毒侵染的百姓们 也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压抑感 情绪一下子 就变得无比低落 内心压抑至极 崔恒并不知道 自己通过万毒潭落下的目光 给泰温天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不过 通过刚才的观察 他已经弄清楚了万毒潭的本质 这其实是一件 由泰温天的部分法则 自然凝结而成的宝物 没有人工的痕迹 似乎是自然造化孕育而成 虽然拥有活着的特性 但却没有完整的灵质 从性质上来说 有些类似于所谓的先天灵宝 主要效果有两种 可以持续保持 与泰温天的浅层次沟通 从而汲取力量 也可以此为媒介 对泰温天进行探查 前者就是万毒潭蕴含温毒之气 可以辅助温皇宫武功修炼的原因 后者则是刚才崔恒 能通过万毒潭 看到泰温天的原因 现在之所以会冒出这么多毒气 就是因为万毒潭受到了某种影响 原本和泰温天之间的浅层次沟通 变成了深层沟通 毒气的浓度和体量 自然也就随之增多 而泰温天的温毒之气 只对其本土生灵 或是修炼温毒之道 达到一定高度的人有益处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有害的 这就造成了温皇宫现在的情况 解决的办法倒是很简单 只需要将万毒潭炼化了即可 崔恒抬手一指 就有一道原因法力进入了万毒潭的内部 瞬间就把其中交织的所有法则 都熔炼了一遍 眨眼的功夫就已经炼化完成 现在 这万毒潭已经成了他的法宝 随时都可以将其化作一颗宝石带走 不过 崔恒并没有这样做 毕竟 他现在对法宝也没有什么需求 可以了 崔恒对兰塔道 他通过调整万毒潭的状态 直接就将其与泰温天的深层次沟通 变成了原本的浅层次沟通 五颜六色的雾气顿时开始减少 按照这个趋势 很快就会消散了 多谢先尊 多谢先尊 兰塔激动不已的感觉 看着崔恒的目光里满是崇敬之色 让整个温皇宫都束手无策的万毒潭异动 在这位先尊的手中 就好像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很轻易地就完成了 举手之劳 崔恒轻轻汗手 向兰塔问道 在万毒潭异动之前 有没有出现过时不同寻常的情况 万毒潭和泰温天之间的联系忽然加深 这不是正常现象 必定是受到了某种影响 要么是泰温天那边发生了某种变化 要么就是万毒潭这边受到了某种外力 总之是偏离了正常时候的状态 兰塔陷入沉思 随即摇头道 应该没有 万毒潭异动之前 温皇宫这边一直都很平静 没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在半个月前 我按照惯例来万毒潭仓物到运法里 却发现这里突然就变得不正常了 在那之前完全没有任何征兆 半个月前 崔恒眉头微皱 这个时间点确实没有什么特殊的 不过 他也有了一个猜测 会不会与前去探索泰温不死宝库的柱长生有关 一片幽暗深邃的宇宙星空中 忽然泛起了一圈圈水波式的纹路 柱长生灰头土脸的凭空出现 浑身都是伤痕 不过 他脸上的表情却是充满了欢喜 喃喃自语道 死了1785次 总算是把点击都带出来了 没有辜负先尊对我的嘱托 在打开泰温不死宝库之后 柱长生才知道 原来想要取走里面的点击 宝物 兵器 是要经过考验的 并不能直接拿走 而且这些考验都不容易 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如果他不是已经成为了圣者 并且积累身后 实力不弱 估计真的有可能死在这里边 终于是可以回去了啊 柱长生十分畅快地笑了起来 取出飞缩 向重阳星的方向飞去 在距离重阳星十分遥远的一片星域中 有三颗无比巨大的生命星辰 三颗星辰的体型 远远超出了正常的行星大小 甚至比普通的恒星都要大许多倍 作为太阳的大日 竟是围绕着行星旋转的 这里就是紫阳界 号称上天碎片所化的紫阳仙界 有造物主存在的地方 三颗主星之一的太苍星上 有一个古老的仙门 灾厄星运阁 以修炼灾厄之道 以及星辰运势之道而著名 这个仙门曾经也出过造物主 但如今已经没落许久 连诸圣之王也只有不到五人了 好在两千多年前 灾厄星运阁出了一个叫做明真的天才 年及其轻轻就成为了诸圣之王 有充足的试炼 去准备铸成道体 踏上造物主的境界 让灾厄星运阁中心 因此 整个灾厄星运阁 都非常关心明真的情况 虽然紫阳界与武警界那边距离遥远 但依靠着曾经造物主留下来的手段 以及在紫阳天时期就存在的宝物 他们也可以跨越无尽星空 大致监测一个界域的情况 比如这个界域有多少金仙 多少无极金仙 乃至多少圣者 多少诸圣之王 都可以通过一面星运天目镜进行监察 明真每到一个星的界域或者星空 都会将与天目镜配套的紫镜隐藏起来 以供天目镜跨越无尽星空 进行定位检测 过去的这两千年时光里 都没发生过什么意外 可最近这些时间 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陈唐作为执掌星运天目镜 超过七千年的诸圣之王 从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这让他忍不住呼唤 同为诸圣之王的三人过来 诸位且看 无警戒在短短几天之内 增加了七名圣者 这简直闻所未闻了 第259章 那位女剑仙 无警戒 我记得这个界域算是中等 圣者总共也不到十个吧 几天之内突破七名圣者 难道是有造物主林凡 过去点画无极金仙成圣 陈唐你没看错吧 是不是有七个外面的圣者 进入到了无警戒 旁边的三名诸圣之王 你一言我一语地走了过来 都不怎么相信 陈唐说的这个情况 因为太离谱了 虽然万界星空中 修炼的是不死真性外道法 相比于紫阳界的 正法武功难度较低 但想要成为圣者 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短短几天之内 出现七个新圣者 怎么想都不正常 这三名诸圣之王 走到了星运天目镜前 也都看到了上面显示的 无警戒区域 以及圣者数量的标识 七个圣者出现的同时 无极经线的数量就少了七个 这就是突破产生的新圣者 陈唐注视着天目镜 陈生道 而且我发现 明珍那边可能些异常 什么异常 众人顿时紧张了起来 明珍代表着的 可是灾厄星运阁的未来 是他们这些诸圣之王里 最有希望成为造物主的一个 这也是中心灾厄星运阁的唯一希望 如果明珍出世了 甚至陨落了 那灾厄星运阁 就在无重新崛起的希望 现在的灾厄星运阁有些青黄不接 等他们这些诸圣之王 逐渐老去作画后 后继者中都未必有诸圣之王 到时候 恐怕就要面临被人瓜分的下场了 我注意到 紫禁的信息 已经有五年 没有更新过了 陈唐神色凝重的地道 正常情况下 明珍都是三年更新一次紫禁的信息 矫正一些错误的法理交织 以保证监察的准确性 两年前他没更新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有什么急事 没能顾上更新 也就没有在意 只一两次不更新 也不会让天目镜的监测准确度 产生太多偏差 可现在看来 武警界那边 恐怕是真的出了什么特殊情况 突然诞生七个新圣者 其背后必定隐藏着大秘密 明珍的失踪 或许也因此有关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忽然沉声道 我打算去一趟武警界 找一找明珍的下落 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总该查清楚才行 不可贸然过去 其中一名诸圣之王道 明珍的实力 只比你我稍弱 如果他真的出事了 你去了也于事无补 只是会徒增损失 这里的四名诸圣之王 包括陈唐在内 其实都已经达到了 类似戴照之境的层次 都是在第六境顶峰 停滞了许久的武者 我会隐藏身份 暗中调查 陈唐依旧坚持 沉声道 既然武警界能有这么多的圣者 就意味着 环境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安全的 暗中调查一些事情 应该没有问题 是否要带着大眼心和盘 另一名诸圣之王询问道 这是灾厄新运格的造物主 及镇格之宝 可以让陈唐 在面对造物主威胁的时候 拥有一次逃跑的机会 境界越高 两个相邻境界之间的差距就越大 陈唐已经是诸圣之王 更是有着上万年的积累 在诸圣之王中 绝对称得上是佼佼者 可就算是这样的强者 哪怕是持有一件造物神兵 也只能勉强在造物主面前逃走 跨越一个大境界的差距 能活着逃走 就已经是天大的本事了 至于越阶杀敌 诸圣之王逆伐造物主 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事情 不但 陈唐摇头拒绝了 我是去探查消息的 又不是去战斗的 没必要带造物神兵 你们帮我看好 星运天目镜即可 说吧 他就直接向外面走去 你现在就要走 有诸圣之王惊奇道 事不宜迟 陈唐轻轻汗手 头也不回地道 事关明真安危 刻不容缓 我必须立刻赶过去查清楚才行 晚一点都不行 待到话音落下的时候 他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陈唐还是这么急性子 一位诸圣之王摇头道 我听说 两百多年前 他就是因为犹豫 错过了招揽一位绝世天才的机会 另一名诸圣之王道 从那之后 他形势就变得雷厉风行了起来 两百多年前的绝世天才 你是说 那个从最守心来的女剑仙吗 思思 那哪还能叫天才 那是神女 是天道的宠儿 他虽然 是从最守心而来 但那天资太可怕了 据说他刚来的时候 还是类似于天心的修为 只用百年时间 就成了诸圣之王 我也听过他的一些消息 传说他在接触到正法武功之后 居然自己对武功进行了修改 结果修炼速度快到离谱 好像完全没有任何瓶颈一样 一年成为天君 又三年成为玄仙 又五年突破到了金仙层次 又十年成就无极金仙 又过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 便正得圣者之位 又短短五十年后 他就是诸圣之王了 现在距离那时 又过去了百多年时间 不知道那女剑仙是不是又有突破 若她成了造物主的话 可真的是惊天动地了呀 这还真不清楚 自从她去了紫阳星之后 关于她的消息 就很少有流传出来的 不过 我听小道消息说 她在紫阳星 闯出了极大的祸事 大开杀剑 大开杀剑 怎么可能 紫阳界可是有造物主的 还不止一位 她凭什么做到 那女剑仙真成造物主了 这谁知道呢 咱们没有造物主 接收到的消息 都不是最新 只盼望明真能在早日成就造物主 让咱们灾厄 星运阁中心一次吧 唉 希望如此 万法归一单的事情 终究还是没能瞒住 万剑神宗和孙家 都突然增加了两名圣者 万圣阁 更是直接增加了三名圣者 这样的事情 傻子都能看出来 情况有问题了 世上又从没有不透风的墙 更不用说 还有一个白成业 担任专业宣传员 疯狂递给强杂动 让外面的风灌进来 于是 整个武警界都知道了 万法归一单的存在 这种 能让无极精先立地成圣的 仙丹神药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所有第一次听到这种 丹药功效的人 最先想到的 都是一个词骗局 可万剑神宗 万圣阁 孙家多出来的那些圣者 却做不了价 全都是货真价实的圣者 甚至这些圣者身上的气息 还更加精纯 更加强大 居然要比走正常途径突破的圣者 还要厉害 这简直完全不讲道理 在弄清楚 万法归一单 是这三大势力 从崇阳兴的九死天门买来的之后 武警界里的所有宗门 全都像是疯了一样 往崇阳兴冲去 往九死天门涌去 不为别的 就为能买到万法归一单 给自家实力 增加一名圣者 或是直接让自己成为圣者 踏入整个武警界的上层 这个消息 还传到了武警界之外的星空 或是其他的界域当中 只是相比于武警界内的人 那些外遇星空和界域的人 会更加谨慎一些 普遍都没有果断行动 多时打算观望一段时间再做计划 如此浩大的声势 当然不可能瞒得过万剑神宗 万圣阁 孙家 这三大势得利益者 起初的时候 他们还在为自己借贷了太多东西 而感到懊悔 可在看到自家弟子 成功突破为圣者后 他们立刻又觉得 这借贷借得可太值了 这么多的圣者 要什么没有 根本就不用纠结 先前付出的那一点东西 不过 施瑶则还有些担忧 于是 他主动来到了万剑神宗 拜访谢天行 这一次 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魅惑感 甚至连一群的穿着 都变得华丽 而不失端庄 在见到谢天行之后 施瑶开门见山道 谢宗主 这些人都去了重阳兴 求取万法归一丹 对我们有着极大的不利之处 我们都欠了九死天门许多债务 而偿还这些债务的希望 就在于对这些 没有圣者的门派家族 可现在 他们都带上了家底 冲向了九死天门 一旦买到了大量万法归一丹 他们就有了许许多多的圣者 到时候 我们还能在哪里筹集 用来还债的东西 难道要去借外吗 他接连不断地进行了 大段大段的陈述 显然是有些慌乱 担心自己还不上 自己在九死天门那里 借贷的东西 至于赖账 那就更不敢了 那位能一拳打爆 不死真心的圣者 可不是吃素的 没谁有那个胆子敢赖账 师哥主 我觉得 你想的可能有些太多了 谢天行 则是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 丝毫都不担心 微笑道 你刚才说的那些情况 确实对我们很不利 但这些 其实都建立在一点上 那就是 九死天门 还有万法归一丹 只要九死天门 已经没有了万法归一丹 那些人去的再多 带去的宝物再多 也没有任何意义 根本就不会对我们 造成任何影响 那可是万法归一丹 能让人立地成圣的 仙丹神药 就算九死天门 背后的人再怎么厉害 一口气拿出来七颗 也应该是极限了 怎么可能还有更多的 所以 让他们去救世了 不必管他们 第二百六十章 完了 还不清了 虽说谢天行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但施瑶 还是觉得有些不安心 万法归一丹 真的 只有七颗 既然能够拿出七颗来 又为什么不能拿出 更多的来 而且 弃今而至 他们都还不清楚 九死天门背后站着的 究竟是何等人物 居然能有这么大的手笔 简直不可思议 会是只是圣者 而且是刚刚突破的圣者 没有人觉得 他能拿出七颗万法归一丹 这种 能让无极金仙立地成圣的 仙丹神药 对于整个武警界的人来说 都是闻所未闻的东西 绝不可能是一个圣者 能拿出来的 必定是一个 无比强大的存在 只要这个人还存在 万法归一丹 多半还是会被继续炼制出来 因此 世瑶并不向谢天行量放松 他还是觉得 万法归一丹 多半不只有七颗 那些冲向重阳心的人 或许真的能买到万法归一丹 只要他们能买到 就足以让武警界陷入疯狂 会有更多的人 更多的势力 前往重阳心 世瑶走出了万剑神宗 目光看了看天空 心中暗道 哪怕万法归一丹 还剩下两三颗 也足以让许多没落的势力 重燃希望 尤其是那些空有底蕴 却已经没有了圣者存在的古老势力 万法归一丹 足以让他们疯狂 甚至为之付出一切代价 如果他们的圣兵 典籍 宝物 都用来交易万法归一丹了 那我再想要集资还债 就非常困难了 只能在界外寻找目标 还是要过去看看情况 否则心里实在不安 现在的重阳心 与之前相比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数不清的飞梭 从四面八方飞来 一个个听没听过的宗门家族出现 全都向九死天门冲了过去 当这些势力 在重阳心碰面的时候 也都感觉有点猛逼 无警界什么时候 有这么多强者了 来自于三手心的向百里 现在就是这种心情 他来自于一个很小的宗门天刀宗 整个宗门满打满算 也就三个人 一个是他师父 一个是他的徒弟 只有他自己是无极金仙 师父只有金仙 徒弟更是才刚刚天人 在过去的几年前人生里 向百里一直都认为 自家宗门 确实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小门派 虽然师父偶尔会吹嘘说 天刀宗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 是整个武警界最为古老的宗门 在过去的天刀宗 就算是金仙 也只配做内门弟子之类的话 但他从没相信过 毕竟 这是个只有一个无极金仙的宗门 在混乱的三手心上狗糊而已 万一哪天被过路的圣者看不顺眼了 就有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这样一个宗门 还说什么最为古老 说什么金仙 也只配做内门弟子 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信度好吧 可是当万法归一单的消息传到三手心之后 向百里的师父忽然把他叫到了祖师殿里 像是变戏法似的拿出来了六件圣兵 圣兵 六件 这可是圣兵 自家这个小破宗 居然有六件圣兵 离了大谱 向百里当时差点被吓傻了 还以为是自己师父得了失心疯 去几大仙门的宝库里当了窃贼 可仔细想想 自己师父只是个惊险 这样的修为境界 就算是想偷也没那个本事才对 不过 在师父的讲述下 他很快就得知了真相 原来 师父先前说过的那些辉煌过去 居然是真的 天刀宗曾经也不叫天刀宗 而是叫做天道无上宗 是整个武警界最强大的宗门 在天道无上宗的巅峰时期 圣者超过二十位 诸圣之王有三位 天才地宝更是不计其数 长久以来积攒的圣兵有二十多件 虽然在过去数十万年的传承里 这些圣兵或是遗失或是破损了不少 但现在也还是有十三件存货 足够买四颗万法归一单了 只是 为了避免数大招风 太过引人注目 还是先换两个 自己先突破了再说 等成为了圣者 就安全多了 向百里在得知真相后的第一反应就是 我们这小破宗族上居然这么阔 然后就冒出了一个疑问 这么阔这么强的门派 是怎么落得跟现在这样的下场的 别说圣者了 每一代连惊仙都不一定有 太离谱 可惜师父对此讳莫如深 一点都不愿意透露 只是催他尽快去重阳兴 争取至少买到一颗万法归一单 让他一定要尽快成为圣者 这样才能让天刀宗真正安全 原本向百里是胸有成竹的 觉得自己有六件圣兵在手 只要万法归一单不缺货 自己肯定能买下来一颗 大不了加价 就算带来的圣兵不够 还有天才地宝 还有宗门典籍 都可以用来折算成圣兵加价 至少要拿下一颗万法归一单 可当他来到重阳兴之后 就有点吃不准了 人太多了 强者也太多了 像百里已经不记得 有多少艘飞梭在自己面前经过了 更不清楚 已经有多少无极精先进入了重阳兴 更离谱的是 其中有一些人跟他一样 也是来自于某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宗门 同样是小猫三两只 穷得叮当响 居然也能拿出圣兵来购买万法归一单 师父啊 咱们天刀宗的情况在无警界会不会是很普遍呢 像百里南南低语道 只觉前路艰辛充满了困难 不过 仔细想想的话 这种情况也正常 按照自己师父的说法 天道无上宗的巅峰时代早在四十万年前就结束了 期间甚至还出现过传承断绝几万年才被续上的情况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无警界内的顶尖宗门肯定是此起彼伏 一个接一个 他们曾经兴盛 最终又走向陌路 但底蕴却保留了下来 如此积累到现在 别的不说 圣兵的数量绝对是非常可观的 WWWTKN设施多 这也就意味着 价格战会打得非常激烈 像百里心中暗道 我最好在售卖第一颗万法归一单的时候 就果断加价 争取拿到手 在他看来 万法归一单 这种仙单神药 必不可能有太多的数量 肯定是极其稀少 功不应求 绝对会引发抢购 不过 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最终的成交价是什么样子 都还是个未知数 必须要在售卖第一个丹药的时候就拿下 否则夜长弄多 鬼知道后面会加价到什么层次 施瑶孤身一人来到了重阳兴 发现赶到这里来的人和势力 远比他预料中的要多得多 许多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小宗门 居然也有无极惊献过来 万法归一单带来的诱惑 实在是太大了呀 施瑶望着这些聚集在九死天门山门前的人 心里忍不住感叹 九死天门四世对这种情况早有准备 山门之前修建了巨大的广场 在广场周围 还有一座座的阁楼和酒楼 供人居住生活 现在施瑶就坐在一处酒楼的顶楼上 随便点了一点小菜和一瓶酒 打算观看这次万法归一单的售卖情况 聚集在这里的无极惊献少说 也有近两百人了吧 无警界隐藏起来的无极惊献可真的是多呀 不知九死天门这次能拿出多少万法归一单来 这样的仙丹神药 想必炼制起来也是极其困难的 上次一口气拿出了七颗 这次能有三四颗就已经非常多了 如此一来 这个价钱恐怕会高得离谱 估计比谢天行和孙露萍的三倍售价还要高啊 念及此处 他忽然感觉自己十分的幸运 只用了最低的原价 舅舅买到了三颗万法归一单 跟这些人相比 简直是赚翻了 这让施瑶的内心十分舒畅 忍不住收回 看着外面的目光 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可就在倒酒的时候 他忽然注意到距离自己不远处的桌位上 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 这是个看起来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 容貌俊朗 气质超凡脱俗 他似是完全不关注外面的情况 只自顾自地在那里品尝菜肴 此人是谁 我居然完全没有注意到他接近 胜者 施瑶内心里满是惊奇 这个年轻男子的出现太突兀了 简直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 完全绕过了他的胆汁 正常情况下 就算是胜者 也不可能把他瞒得这么彻底 朱胜之王吗 施瑶只感觉一阵头皮发麻 内心有些骇然 万法归一丹 居然把朱胜之王都吸引过来了 那年轻男子 忽然看向了施瑶 清冷的目光扫了一眼 提醒道 莫要再看我了 万法归一丹 快要开始售卖了 啊 这 施瑶顿时娇躯微微颤抖 急忙转头看向了别处 内心惊惧不已 刚才那目光 简直就像是我把直接看穿了一样 这人就究竟是谁 欢迎诸位远道而来 大家对万法归一丹的 渴望我也都看到了 也就不再废话 直接开始售卖 这个时候 裴清书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是九死天门前已经累弃了高台 他就站在高台上 翻手 取出了一个玉瓶 从里面倒出来一颗金灿灿的丹药 朗声道 这是第一颗万法归一丹 售价三件圣兵 可以用点击 天才地宝折算 我出六件圣兵 人群里的项百里 直接开口大喊 价格瞬间翻倍 这话一出 蛮长死寂 包括高台上的裴清书在内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项百里的身上 六件圣兵 这也太尼玛富有了吧 完全不给别人机会啊 九楼上靠窗坐着的诗窑 也不禁愣住 难难道 果然贵了不少 这才第一颗 价格就翻倍了 而且还只是第一个人加价 这么算的话 这次恐怕 只要卖三四颗 最后的收获 就超过上一次的七颗了 不过 这也正常物以稀为贵啊 就算丹药的数量充足 是十几颗 接下来也可以先停售一段时间 等人们饥渴难耐无法抑制的时候 再进行下一次售卖 估计会更贵 应该不会 这个时候 那个坐在不远处的年轻男子 忽然又开口了 微笑道 毕竟卖万法归一单的人不姓雷 雷 石瑶不明所以 不知道这个人在说什么 但他也不敢造次 以免得罪这个深不可测的强者 六件圣兵 成交 裴青叔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向百里的策略果然奏效 他这一口气 直接翻倍的加价方式 直接让其他人放弃了近拍的打算 转而等待下一刻 太好了 到手了 向百里接过那金灿灿的万法归一单 感受着上面的气息 内心无比激动 手都有些颤抖 太好了 我马上就可以成为圣者了 不过 他还是暂时压下了直接服用万法归一单的想法 而是打算先看看后面几颗丹药的近拍近矿 看自己是不是赚了 接下来是第二颗万法归一单 裴青叔又取出了一颗金灿灿丹药 五件圣兵 六件 七件圣兵 加二十个圣者 集天才地宝 接下来的近拍 果然是越来越激烈了 等到第四颗丹药的时候 所有人的出价都带上了折算 以圣兵数量来论地化 已经达到了十三件圣兵一颗 许多家底不够丰厚的无极金仙都已经绝望 甚至都想要直接打到回府了 这种价格 根本就买不起啊 九楼上的狮瑶也是瞠目结舌 十三件圣兵一颗 这已经超过了原价的四倍 向百里则是满心欢喜 脸上一直都挂着笑容 可很快 人们就发现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 第五颗万法归一单 以十四件圣兵成交 第六颗则只有十三件 第七颗更是直接掉到了九件 第八颗的时候 虽然又涨到了十一件 但近拍的人明显便少了许多 随着售卖数量的增多 许多人的心里都有了一个猜测 万法归一单的数量 可能并没有很少 当第九颗出现的时候 价格再次降低 接下来第十颗 甚至只有两个出价的人 然后就是第十一颗 第十二颗 价格已经恢复了原价 渐渐的 万法归一单的数量 来到了第三十颗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凝制了 内心都在颤抖 说不出是惊喜还是惊恐 这可是能让人立地成胜的 仙丹神药啊 怎么这么多吗 难道这次售卖之后 武警接要一口气 多出上百个胜者了吗 太夸张了 项百里更是目瞪口呆 看着自己手里 这颗金灿灿的丹丸 忽然感觉 它好像并不怎么香了 酒楼上湿窑 更是直接站了起来 目光死死地盯着窗外 它全身都在颤抖 喃喃低语道 完了 这是真的完了 真的还不轻了啊 第261章 星韵天目镜 不会是坏了吧 当售卖的万法归一丹 数量超过一百颗时 在场的所有人都疯狂了 几乎以为自己实在做梦 这可是 能让无极金仙立地成胜的 仙丹神药啊 西式其真 绝无仅有 举世罕见 类似这样的词语 放在这种仙丹的身上 应该是无比贴切的才对 可现在 一卖就卖一百颗 是什么情况 一百颗万法归一丹的 这岂不就是一百个胜者 武警界里 要出现足足一百个胜者了 疯了 简直是疯了 这太疯狂了 圣者是何其高贵的存在啊 只要一个宗门里出现圣者 立刻就会升格为仙门 拥有极其巨大的权力 获得大量的资源 而且 圣者的实力极其强大 可以随意剥离不死真性 境界的压制性极其强大 对号称不死地金仙都 可以生杀与夺 不过 现在的武警界里圣者 满打满算 也不超过十个 这也就导致 他们固然强大 但因为数量稀少 甚至很少会露面 所以造成的影响 其实都不怎么大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有了这些万法归一单 圣者的数量机会急速暴涨 光是这一百颗万法归一单 就能直接造就一百个圣者 古往今来 武警界有任何时期 出现过一百位圣者吗 要变天了 一百个以上的圣者 聚集在一个界域中 神奇 太神奇了 突破圣者 居然是这样轻松的吗 万界星空 有几个界域 有一百个以上的圣者 众人议论纷纷 有人欢喜 有人懊恼 还有讥讽有人自嘲 也有人感到兴奋 和莫名的激动 九楼上的狮摇 更是彻底的梦了 他现在甚至已经顾不上 什么还债的事情了 只想着尽快离开重阳心 返回万圣阁 做好后续的安排 一百个圣者 这可是一百个圣者啊 接下来的武警界 必将风起云涌 必将会开启一场 数十万年不遇的大变局 万圣阁必须做好准备 而此时九死天门山门前的高台上 裴清书却是依旧面不改色地 取出了一枚新的万法归义丹 微笑道 第一百零一颗万法归义丹 三件圣兵起架 这话一出 四周再次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击中在了裴清书的身上 还有 居然还有 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直勾勾地盯着裴清书 眼里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裴掌门 你这里究竟有多少万法归义丹 向百里忍不住询问道 他的声音都在颤抖 现在他无比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花六件圣兵去买 这足足有一百多克呀 亏妈妈真是 这个问题 也是其他人关心的 实在是现在售卖的万法归义丹 数量太过惊人了 多得有些离谱 已经并不是很多了 裴清书轻轻摇头 并没有直说 这要是告诉他们 还剩七百多克 估计整个场面 就要完全失去控制了 不过 即便是这样 也有不少人感到恼怒 为什么要卖这么多的万法归义丹 出这么多的圣者 那圣者还有什么用 如果我们这些无极精先都成了圣者 那我们之间依旧没有什么差距 这样的突破 还有什么作用 裴掌门 可否减少万法归义丹的售卖 或者接下来不再售卖万法归义丹 这个影响确实不太好啊 众人议论纷纷 甚至有一些胆子大的 都开始给裴清书提意见 想要让他终止售卖 可这样的言论一出 裴清书自己还没说话 那些还没来得及买到万法归义丹的无极精先们 就怒了 凭什么停止售卖 你们这是要跟裴掌门作对啊 裴掌门 我要 我要 你先别停止 我出三件圣兵 这颗万法归义丹 我买了 什么叫都成了圣者没有差距 别人都成了圣者你没成 这不就是差距吗 裴掌门 我要买 经过这一番争吵之后 不少人开始相互抢夺近拍 生怕裴清书真的停售 就像刚才有人说的那样 当所有人都成了圣者时 你却没有 这就是最大的差距 于是 万法归义丹的售价 居然又出现了回光返照的情况 最终 万法归义丹 总共售出了139颗 收获了100多件圣兵 以及堆积如山的天才地宝 以及浩如烟海的书籍 这差不多可以说是把武警界里的巨大多数圣兵 宝物 点击等等 全都聚集到了这里 甚至可能 已经超过了整个武警界的七成或者八成 现在开卖的是 第140颗万法归义丹 三件圣兵 裴清书依旧在展示手里的丹药 笑道 没有人出嫁吗 没有人出嫁 大家都是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在场的这些人 基本都已经买过了 要么就是买不起的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 裴清书才将玉萍收了起来 然后笑道 诸位 我劝你们 最好在这里 就服用万法归义丹 成为圣者 不然这回去的路上 指不定发生什么意外 这话一出 顿时就把许多人 从欢喜的心情里惊醒过来 也有几人目光闪烁 默默低下头 来重阳兴的人 可不全都是为了购买的 也有不少是心怀不轨 打算临缘购的 裴清书明显有大背景 没人敢对他动手 可人不起卖家 难道还惹不起买家吗 不过 如果这139个人 一起服用万法归义丹 那可就是139个成圣意象 重阳兴的法则 真的不会崩溃吗 裴清书也注意到了 众人疑惑的目光 他对此早有准备 从秀中取出了一卷黄卷 微笑道 诸位是在担心 成圣意象的事情 其实不必担忧 我师尊讲过 做生意要让人满意 售后服务就少不得 于是就给了我一卷法旨 可保诸位正道无忧 师尊 在场众人文言都微微一愣 脑海里顿时就闪过了许多念头 这是裴清书 第一次在售卖万法归义丹的时候 表明自己是有师尊的 几乎等同于承认 这万法归义丹 就是他师尊提供的 酒楼上 师摇眸光闪烁 口中喃喃低语道 师尊 他背后果然有一位无上存在 就是他的师父 不过 裴清书口中所说的这位师尊 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居然能拿出这么多的万法归义丹来 几乎每一个人的心里 都浮现出了这样的疑惑 与此同时 裴清书也打开了那卷法旨 上面只写着一段很简短的文字 此地正道异象 不得相互干扰 在看到上面的文字时 所有人都感到十分的疑惑 这算什么 是在命令重阳星的法则 还是在命令即将出现的正道异象 可无论是哪一种 看起来都十分荒谬啊 法则异象 也是能被命令的吗 可就在人们感到疑惑的时候 这卷法旨上的文字 忽然亮起了金光 紧接着 就有一股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威压 瞬间就覆盖了整个重阳星 无处不在法则盗运 都像是受到了某种命令的限制 变得经验有序起来 真的有效 重阳星上的法则 接受了这道命令 众多无极精仙 内心惊骇不已 这样的手段 简直闻所未闻 太不可思议了 在这样的震撼场面之下 有几名无极精仙 果断吞下了手里的万法归一旦 他们都缺乏自保能力 自存一旦离开这里 多半是会被抢夺的 翁翁 虚空颤动 重重正道异象 开始接连出现 可他们彼此之间 居然轻微分明 没有产生半点影响 一起正道 也没有问题 这一刻 在场的所有无极精仙都 明白了这个情况 顿时纷纷扶下了手中的万法归一旦 一百多个正道异象 接连出现 紫阳剑 灾厄星运阁 不好了 你们快来看 快看星运天目镜 这不会是坏了吧 第262章 这条路一片坦途 你愿意走吗 这个阶替陈堂 看管星运天目镜的 诸圣之王名叫魏广 年岁不小 已经超过了一万岁 性情沉稳 平日里不苟言笑 极少见他有惊慌的时候 可是现在 他却好像是看到 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惊呼着 将另外两人喊了过来 指着星运天目镜的那只手 甚至都有些发抖 另外两名诸圣之王 一个名叫王参 一个名叫许久辰 这两人与魏广共事多年 从未见过他这样惊慌失措的样子 怎么回事 是武警界有出现了什么变故 难道是先前检测到的 那些圣者又消失了 两人心头疑惑 急忙来到了魏广的面前 看向了星运天目镜 然后 他们两个的目光也呆滞了 脸上的表情 一下子就从疑惑变成了震惊 瞳孔矩震 就像是活见鬼了一样 莫非真的坏了 要不然 怎么可能会这样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种情况 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王参和许久辰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星运天目镜上显示的情况 实在是太离奇了 根本就不可能是真的 139个胜者 在这一天里 武警界突破了139个胜者 魏广哆哆嗦嗦地道 堂堂一个诸圣之王 就跟抽风了一样 浑身颤抖 要么是武警界发生了什么大事 要么就是 这星运天目镜 真的坏了 许久辰勉强镇定了一下情绪 陈生道 魏师兄 我去追陈师兄 把这个情况告诉他 对 对 去追陈师弟 让他先回来 魏广这才微微回神 连连点头道 如此离奇的事情绝非寻常 不能贸然过去探查 可完全不管这个情况也不行啊 王参咒媚道 要不要找一个下属宗门 派个圣者过去探查一下 只要做好伪装 应该也不会有事 嗯 这确实是个办法 许久辰点头道 最好多找几个 让他们为我们探探路 看看武警界 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紫阳界里的星辰极其巨大 其上有万千宗门灵力 不同的宗门之间 有着极其严格的等级划分 灾恶星运阁 有四名诸圣之王 还曾经出过造物主 至今还留有造物神兵 和造物主一退 位列仙门之一 而仙门 就是最高等级的宗门 因此 其势力范围内的一切宗门 都必须听从其命令 否则就会有灭顶之灾 就这么做吧 魏光点头道 武警界的这个情况太过离奇了 我们不能轻易涉足进去 还是等那些圣者探查之后 再做打算吧 正该如此 王参和许九尘都表示了赞同 然后 许九尘匆匆离开 驾驶着飞缩追陈堂去了 一百多名圣者同时正道 重重异象 将这个崇阳星都包裹了起来 直接让这颗大星的天地元气浓度 上升了数个档次 就连法则道运也变得更加清晰 让这颗星球 变得更加适合修炼了 等到这一百多名圣者完成突破 正道异象消散之后 天地万物都散发出了浓浓的欢喜之气 就好像是崇阳星上的一切事物 都在祝贺他们 正道成圣 这是他们从未有过的感受 脸上全都不由自主地露出了 无比惊喜的表情 重阳星可是有心神的 天地万物的欢喜 通常就意味着这位心神的欢喜 只见一朵朵金色的莲花 从天而降 随之而来的 还有细密的甘霖语露 在接触到这些金莲和甘霖之后 这一百多名刚刚突破的圣者 都感觉到自己的修为境界被巩固了 就好像是已经突破了很久一样 真的是天地的恩赐 与此同时 在酒楼上目睹了整个过程的诗谣 则是面露惊诧之色 他有过正道成圣的经历 也有曾光看自家弟子服下万法归一丹 可却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 居然让天地万物 买只心神都来祝贺 这是因为一百多个正道异象 给重阳星带来了极大好处 OmegaW下滑线TKLambdaN下滑线哦 不对 如果只是单纯的一百多个正道异象 重阳星上的法则 没陷入混乱就不错了 恐怕 还是因为那道法指 施摇的目光 看向了高台上的裴青书 还有他手中的那一卷法指 他口中的师尊 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诸圣之王 不 就算是诸圣之王 也做不到这么夸张的事情的 看了这么久 有何敢想 这个时候 旁边的那个年轻男子 忽然又开口了 轻笑道 不妨说来听听 阁下究竟是什么人 施摇转头看向了这个年轻男子 柳眉轻皱 只觉此人深不可测 内心十分警惕 我姓崔 你可以叫我崔先生 年轻男子微笑道 你还没说你的感想呢 崔先生 施摇略微私存 发现自己印象里 似乎并没有崔姓强者 不由更加警惕 便顺着这人的话道 敢想称不上 就是觉得自己数千年苦修 居然比不上一颗丹药 有些唏嘘罢了 人之常情 年轻男子轻轻合手 便转身离开 临走时微笑道 万圣阁的古识典籍质量不错 可以多用来还债 什么 施摇文言一愣 正要询问 却发现那年轻男子 已经不见了踪影 难难道 好厉害的手段 我完全没有察觉 等等 他说古识典籍 难道 难道他 就是九死天门背后的 那个大人物 裴亲叔口中所说的师尊 果然深不可测呀 声势浩大的正道意向消散了 一百多名新晋圣者 已经离开了重阳兴 这颗古老的星辰 再次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崔恒离开酒楼之后 没有返回李家小院 而是来到了九死天门之中 他就站在那里 可所有人都看不到他 只有当整理好各种古识典籍 天才地宝 圣兵之后的裴亲叔过来时 才看到了他 弟子拜见师尊 裴亲叔直接拜到行李 嗯 随我来吧 崔恒轻轻合手 下一瞬 他就带着裴亲叔 飞到了高天之上 目光透过云层 可以看出大地的弧形 一座座高山 都变成了小土丘 裴亲叔跟在崔恒身后 心里有些疑惑 不知道这是要做什么 亲眼目睹 一百多个无极惊仙 突破成为圣者 是什么感觉 崔恒轻笑道 裴亲叔顿时就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叹了口气道 不瞒师尊 弟子心里有些迷茫了 讲出来吧 崔恒汉手道 弟子忽然有些不明白 自己修炼的意义是什么了 裴亲叔苦笑道 师尊您随手 就能造就千百个圣者 乃至诸圣之王 既然更高境界的存在 可以轻松帮助 低境界的人突破 那修炼的意义又是什么 坚持自己走这条道路的意义又是什么 一边是历经无数艰辛 花费不知多长时间 也未必能突破 一边是 只要请求更高境界的人 赐予自己力量 就可以平步青云 没有任何阻碍 其实 只要你愿意 我不只可以帮你立刻成为圣者 成为诸圣之王 崔恒覆手而立 站在云端 淡淡道 还可以 让你成为造物主 甚至比造物主更加强大 裴亲叔文言 再次陷入了沉默 脸上的表情变得极为复杂 有疑惑有震惊 也有不甘 最后 他深吸了一口气 深深向崔恒拜倒 求师尊指点 维师曾听过一句话 命运的馈赠 早已在暗中标注好了价格 崔恒缓步向前 背对着裴亲叔 修炼一道 其实无法取巧 只有自己修炼得来的力量 才是自己的 在我法力的帮助下突破 就会成为 我法力的延伸 永远是去走出自己道路的可能 这些服用了万法归一单的人 他们的一切都已经被我所掌控 不仅仅是指生死 还有他们的想法念头 思维模式 都会受到我意志的掌控 这就是代价 一切想法念头 思维模式 裴亲叔已经完全愣住 甚至感觉有些毛骨悚然 连这些都被人掌控 自己还是原本的自己吗 这时崔恒忽然转过身来 声音也变得温和 微笑道 亲叔 其实你也可以像会事那样 我只用法力辅助你提升 而不是直接帮你破镜 如此一来 你受到的影响就会比较低 想法和思维都不会受到影响 只是要放弃五道真身的道路 并且永远也无法凭借自己的修炼 达到比我第一个小境界的程度 可你好好想一想 以你现在的修炼进程 就算等到受缘耗尽 也未必能达到 比我第一个小境界的程度 也即是说 这个代价 其实都是不存在的 而且 相比起需要经历无数次战斗 无数次生死 消耗无尽岁月 也未必能走到巅峰的五道真身来说 这条路可谓是一片坦途 没有任何困难 请说 现在只要你点头 下一瞬 你就是超越造物主的强者 从今以后 万界星空 都将会以你为尊 如何 师尊 裴青叔顿时瞪大了眼睛 脸上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整个身体都紧绷了起来 第263章 万道法体 圣中大者 我 我 裴青叔的声音颤抖了 这一刻他 真的有些迟疑 是啊 只要自己点头 就能在师尊的帮助下 成为比造物主都要强大的存在 称雄无尽星空 万界我为尊 就算以后 无法达到比师尊低一个小境界的层次 又如何 正如师尊所说的那样 我本来就不一定能达到那个境界 只要我点头 立刻就可以达到那个本部属于我的高度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境界 那个来自于紫阳界 叫做明真的诸圣之王 花费了多少心血 造了多少杀孽 都能成为造物主 现在只要我愿意 只要我点头 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踏上去 不费摧毁之力 从今以后 也不需要再经历任何修炼上的困难 只需要让师尊提升我的修为境界就可以了 一片坦途 多么光明地未来啊 可 这是我想要的吗 裴青叔的脑海里 忽然闪过了一幅幅画面 心里涌出了各种各样的情绪 年少时 因为陷入仙门命令 被废掉双腿后的绝望心情 误入仙境 得到师尊赐予的仙果 和武功后狂喜的心情 苦心修炼韬光养晦 最终一名惊人脱离仙门 掌控的意气风发 最终 所有的画面 所有的情绪都交汇在了一起 凝聚在了一幅画面上 那是在师尊的指点下 自己练就五道真身的时候 那种走出一条全新道路 自己真个人都得到升华的喜悦感 至今记忆犹新 这种喜悦感 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变强 甚至超过了打败敌人时的喜悦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欢喜 是自己最本质的追求 裴青叔的目光 忽然变得坚定起来 沉声道 师尊 我不愿那样 这并不是我所追求的 也不是我想要走的道路 哦 崔恒文言 眉头微微上挑 轻笑道 我可只给你这一次机会 错过了这一次 以后可就没有了 成为比造物主还要强大的存在 这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大造化 多谢师尊指点 弟子已经清楚 自己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了 裴青叔毕恭毕敬地败道 声音无比坚定 从今以后 弟子不会再有任何迷茫与动摇 武道真身这条路 我定会登峰造极 哈哈 好 崔恒畅快大笑 抬手一挥 便让裴青叔站了起来 汉手笑道 为师到底没看走眼 师尊方才是在试探弟子的道心吗 裴青叔忍不住问道 是在帮你稳固道心 崔恒轻轻摇头 沉声道 从离开天竹心开始 你的心态就出了一些问题 过于渴求战斗 也过于渴求进步 尤其是在经过了一段 枯燥的星际航行之后 这种心态就越发眼中 所以 在来到武警界之后 我并没有让你去战乱 频发的三手心 而是让你继续跟在了我身边 TKN0 在你发现 会是跟在我身边轻松突破之后 你这种急于突破的心态 又加重了一些 这才有了为师 就安排你售卖万法归一单的事情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 你的心态问题 就越发地明显 当你自己问出来的时候 就是这个问题爆发出来的时候 只有在这个时候 让你自己醒悟过来 才会有彻底稳固到新的效果 让你坚定自己要走的道路 从此不再迟疑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裴青叔口中喃喃低语 眼眸里渐渐泛起了金色的光芒 他的气血骤然间沸腾了 犹如大海掀起巨浪一般 瞬间就冲上了云霄 让刚刚恢复平静没多久的天地元气 再次剧烈翻涌起来 与此同时 不朽不灭金光在他的身上扩散开来 渐渐融入到了他身体的每一丝气血 乃至最基础的粒子之中 天地间的万法万道 像是受到了巨大的牵引力量 纷纷显化出了颜色不同的光芒 开始向这边汇聚而来 裴青叔在突破 即将踏入仙界第六境 不过 他的突破过程 与正常的圣者截然不同 万法万道虽然被吸引 但却并没有集中汇聚在一处 也就没有万法皈依的韵味 而是化作了无数道光芒 将他那散发着不朽金光的肉身包裹了起来 这让汇聚而来的道运法里 也都染上了不朽的金光 竟像是与裴青叔的肉身融合在了一起似的 没让他的身体 成了蕴含大量不朽道运的法体 重阳心上的诸多圣者 以及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这种突破的情况 已经有些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甚至也超出了他们的实力极限 没错 虽然裴青叔尚在突破过程中 但是他现在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气息 却已经让圣者为之站立 这意味着他一旦突破完成 就将拥有完全凌驾于圣者之上的力量 而被镇压在李家院落中的明真 则是看得更加明白 他神情呆滞地看着天上异象 有些怀疑人生地道 这是什么 道体吗 不 不对 世上怎么会有圣者层次的道体 不 这也不是圣者 这究竟是什么修炼方式 刚突破到圣者层次 就拥有了道体的特征 荒谬 太荒谬了 这不可能啊 天上的异象渐渐结束 裴青叔的突破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整个人身体忽然砰的一下爆开了 裴青叔的身体彻底消失了 连血肉都不存在了 全都分解成了无数微小的粒子 上面散发着不朽精性 交织着道运法理 玄妙至极 片刻之后 万法万道都烙印在了这无数的微小粒子上 而在完成烙印的瞬间 这些微小粒子直接重组 化作了一具交融万道的强大法体 正是裴青叔原本的模样 师尊 我突破了 这好像是圣者 又好像不是 裴青叔颇为兴奋地道 我的肉身已经化作了法体 可以随时散作微小粒子 也能随时重组 我的每一颗微小粒子 都有不朽不灭的特性 并且烙印着法则道运 除非将我的不朽精性磨面 同时让我无法再接触到任何法则道运 否则我就是不死的 很好 很好 非常好 崔恒连连点头 对裴青叔的突破成果 非常满意 这确实是一条崭新的道路 毋庸置疑 裴青叔虽然才刚刚突破 但他拥有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圣者 在不死特性上 甚至比正常的诸圣之王都要强大 只有达到原因初期 对法则道运 有了极其强大的掌控能力 才有可能将其彻底磨面 他现在的状态 可以说是一个拥有造物主道体特征的圣者 已经不能用常规的万法 皈夷境界来形容了 青叔 现在的这个境界 是五道真身独有 就叫万道法体如何 崔恒笑道 好 好啊 多谢师尊赐名 裴青叔欢喜不已 他现在无比庆幸自己 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否则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 走出现在的道路 体会现在的喜悦 这条道路 前途光明 崔恒点头称赞道 就在刚刚裴青叔完成突破的时候 他的原因修为直接暴涨 从原本接近七成的层次 直接超过了八成 探索新修炼道路 所带来的的反馈 实在是太强了 比他阅读几千本故事典籍的收获 还要巨大 还是要多谢师尊指点 没有师尊帮我稳固道心 或许我早就已经迷失了 裴青叔感叹不已 随即又问道 对了 师尊 我这个境界称作圣者 是不是不太合适了 嗯 确实不太好崔恒轻轻汗手 微笑道 你远比圣者要强大 若再做深入的修炼 估计就要超过诸圣之王了 这样的话 不如就叫大圣 大 大圣 裴青叔文言一愣 宁神思索后当即 拍手称赞道 道大 天大 地大 大有广博浩瀚之意 万道法体便是圣中大者 为之大圣 多谢师尊赐名 哈哈 崔恒再次开怀大笑起来 武警界突然增加了一百多个圣者 这种事情 是不可能瞒得住的 没过多长时间 周边的星空和戒雨 就都知道了 一时间 举世皆惊 不知多少强者 纷纷跨界破空 向武警界这边赶了过来 崔恒则是又开始了前修的生活 在指点裴青叔突破之后 他原音后期的修炼 就已经完成了八成以上 而得益于万法归一单的售卖 他还有数量极多的古识典籍 没有阅读 这也就意味着 他即将达到原音巅峰 第264章 混乱的武警界 陈堂到来 幽暗深邃的宇宙星空中 陈堂正驾驶着飞速 以极快的速度飞行 武警界的异状 让他十分担心 明珍千万不能出事 他可是灾厄星运阁的未来啊 正焦急着 他忽然发现 自己后面有飞梭跟了上来 这是徐师弟的飞梭 他怎么来了 陈堂眉头一皱 开始降低飞梭的速度 渐渐停了下来 走出了内舱 徐九成的飞梭 也跟着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 你怎么来了 陈堂看着从飞梭里 疑惑到 是不是星运天目镜 又出现了什么变化 没错 确实是出现了变化 徐九成点了点头 苦笑道 所以我才急急忙忙过来追你 让你先别去武警界了 为何 陈堂眉头紧锁 随即眼睛一亮 笑道 是不是星运天目镜 修正了监察结果 实际上 武警界并没有在短时间内 出现七个新胜者 如果修正了结果 那就意味着武警界一切正常 他自然是不需要过去了 这很合理 确实不是在短时间内 出现了七个新胜者 徐九成有些无奈地道 而是在一天之内 突破了139个胜者 什么 陈堂文言顿时瞪大了眼睛 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陈声道 你说真的 我不信 这怎么可能相信 一天之内突破139个胜者 骗鬼呢 太荒谬了 作为星运天目镜的日常管理者 陈堂监察过太多太多的星空和戒域 也见过许多离奇地事件 称得上是见多识广 绝对比徐九成 魏广 王参三人的见识大得多 可他从没听说过 有哪个戒域能在一天内突破100多个胜者的 闻所未闻 在过去数千年的时间里 他所见过的最夸张的事情 也只是一天内突破了四个胜者而已 这还是因为 有造物主下界讲道 让四个无极惊仙偶然顿悟 这才会在一天之内出现四个新的胜者 造物主讲道研法 也不过是早就四个新胜者罢了 什么样的存在 能让一个戒域 在一天内出现100多个新胜者 编谣言都没这么编的吧 我也不相信 许九成摇了摇头 叹息道 可这是星运天目镜的监察结果 总不至于真的是会坏了吧 这 陈塘文言有些心烦意乱 难难低语道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139个胜者 这太荒谬了 说着 他忽然又看向许九成 问道 你这么着急过来找我 是你们觉得武警界太过古怪 让我先不要去探查了 没错 许九成点头道 在过往的许多岁月里 星运天目镜都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现在却接连出现这种奇怪的情况 这个武警界明显是有问题的 我们星运阁 现在只剩下了五个诸圣之王 如今明珍在武警界下落不明 如果你再出事 那整个星运阁就要出大问题了 师兄 先回去吧 一切从长计议 你说的很有道理 陈塘点了点头 但随即话锋一转 又摇头道 但听了你说的这些话之后 我感觉我更不能回去了 不只是为了调查明珍的情况 也是为了验证星运天目镜的准确性 这件宝物在过去帮我们获得过许多机缘 如果任由他出这么严重的问题 却又不调查情况 那么以后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这足以关系到咱们星运阁传承的延续 许久成文言沉默了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毕竟 陈塘说的都是事实 星运天目镜 是在紫阳天时期就存在的宝物 灾厄星运阁 凭借这件宝物的监察能力 获得了许多的机缘 也避过了不少危机 如果没有了这件宝物 或者是这件宝物 出现了什么严重问题 灾厄星运阁的传承 确实有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我必须去无警界看看 查明真相 陈塘的神情无比严肃 师弟 你回去吧 我会小心的 你们无需担心 师兄 许久成轻叹一声 躬身向陈塘一拜 师兄保重 放心便是 陈塘轻笑道 随即便转身返回了飞梭 继续向无警界飞去 许久成望着远去的飞梭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按道 这个无警界 究竟发生了什么 居然突然出现 一百多个圣者 会不会是其他天狱的造物主插手了 意图趁着紫阳天破碎之际 染指原本在紫阳天之下的界狱 难得出一次太苍兴 正好有机会去找那位前辈商量一番 紫阳界距离无警界 是比较遥远的 陈塘要赶到这边 少说也要几十年的时间 可对于无警界周围的星空和界狱而言 这里就是近在咫尺的地方 因此 在无警界 有上百名无极精仙 突破成为圣者的消息传开之后 裂开就有许多来自于其他界狱 或者行动的无极精仙 或者圣者来到了这边 想要获得那个无比神奇的万法 归一旦 那可是能让人立地成圣的仙丹神药 没有谁能够拒绝这种诱惑 无警界前所未有的热闹了起来 如果是以前 这么多的外来者进入到无警界 必定会引发不小的混乱 现在无警界存在一百多名圣者 足以让任何一个外来者 收起一切心思 无论做什么都会小心翼翼 生怕无意中得罪了哪位圣者 因此 起初的时候 无警界本土的圣者和外来者之间 相处的还比较和睦 不过 随着时间的推荐 无警界的圣者们便动了一些心思 虽然在无警界里圣者之间 已经无法拉开差距 毕竟大家都已经成了圣者 可对于外面的那些星空和戒雨 就不同了 在无警界里拉不开差距 却可以拉开和外界的差距 外面可没有这么多圣者 只要四五个圣者联合起来前往外界 就可以横扫绝大多数的势力 这就让诗瑶 谢天行 孙露平等 借款买单要的人 重燃了希望 找到了奋斗追求的目标 于是 他们纷纷组团前往外界 以铲除邪魔为名 不断获取大量资源用来还债 无警界之外的星空和戒雨 为了自保 只能不惜一切代价 去重阳星 求购万法归一单 毕竟 抵挡圣者入侵的最好办法 就是自己也成为圣者 而对这外界圣者的数量增多 无警界这边 也必须有更多的跟着 才能保持对外界的优势 这就导致了无警界内 新一轮购买万法归一单的风潮 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 竟然把剩下的七百多颗万法归一单 消耗殆尽 与此同时 无警界内的圣者数量 已经暴涨到了超过了五百人 周边的四个界域 和十七个星空加起来 也有三百多人了 双方俨然已经形成了 两股相互对峙的庞大势力 灾厄星运阁那边的诸圣之王 已经彻底放弃了 监察无警界这边的情况 太离奇 太荒谬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陈唐的飞梭 终于接近了无警界 他所经过的第一个界域 就是金云界 这里曾经无比璀璨 可在明真的影响之下 两大主星之一的天门星 已经化作了一片废墟 文明凋零 在数十年前 整个界域中的圣者 只剩下了两位 可得益于万法归一单的出现 金云界再次变得强大起来 圣者的数量 一下子暴涨到了二十多个 按照出发前 根据天目镜标注的最新形图 这里是一个只有两个圣者的荒芜界域 陈唐在飞梭里 打量着外面的星空 完全没有收敛飞缩力量波动的打算 计划直接以最快的速度 横跨这方界域 于是 他很快就被拦截了下来 重阳兴 卢陵城 裴青叔受到了崔恒的召唤 来到了一座不起眼的宅院里 这里是崔恒置办的一处住所 平日就在这里阅读典籍 钻研法术 偶尔也会去外面逛逛 与邻里相处的 也还算不错 绝大多数人 都把他当成了一个普通人 此时 崔恒正在院落里翻阅典籍 这是祝长生从泰温不死宝库中带回来的 记载了许多不为人知的隐秘 以及一些关于泰温天的信息 带来的为之反馈 极其可观 经过这三十年的时间 他已经基本完成了原音后期的修炼 距离踏上原音巅峰 只差临门一脚 拜见师尊 裴青叔恭敬行礼 询问道 师尊换我前来 是有什么事吗 气血浑厚了不少 法体也有精进 崔恒打量了一下裴青叔 微笑道 经过这些年的四处战斗 你的修为又提升了不少啊 嗯 最近这二十多年 武警界和外面都很乱 战斗频发 正是弟子修炼的好时候 裴青叔点头笑道 颇为兴奋 他是刚结束了一场战斗回来的 你这个大圣 总是与圣者交手 收获也有限 崔恒轻轻合手道 去一趟金云界吧 那里的圣者死伤惨重 应该是来了一个诸圣之王 是 师尊 裴青叔兴奋道 然后行礼告辞 裴青叔离开后 崔恒合上了手里的点击 站起身来 目光看向了天空 喃喃低语道 该去紫阳界了 第265章 肉身之力 徒手思飞梭 二十个圣者 这金云界 居然有二十个圣者 怎么可能 陈唐随手捏死了一名 阻拦他的无极惊仙 环顾四周的废墟 和满地的尸体 内心感到极度的不可思议 这里是金云界 两大主星之一的天路星 先前他驾驶飞梭 毫不遮掩地要跨越整个金云界 很快就遭遇了这边的圣者阻拦 不过 当时的陈唐没有在意 随手就将其镇压 然后继续前行 可接下来 他又连续遇到了四五个圣者阻拦 这彻底激怒了他 对于紫阳界的诸圣之王而言 其余界域和星空中的人 都是非常低贱的 就算是圣者层面的存在 同样也是非常低贱的 如此低贱 第一群人 居然敢屡次拦截他的飞梭 简直就是在找死 于是 陈唐直接收起飞梭 冲向了天鹿星 打算施展雷霆手段 将这里的圣者全部杀死 同时覆灭这里的传承 可很快他就发现 情况有些不太对劲 这后 此以该爱张四 这里的圣者 怎么会这么多 在镇压了十个圣者之后 他以为已经结束了 结果还是有圣者出来 现在 他已经镇压了二十个圣者了 远远超出了他先前记录的资料 在离开灾厄星运阁之前 他曾经通过星运天目镜的监测结果 记录了沿途的星空界域情况 当时记录的金云界 只有两个圣者 现在一下子就翻了十倍 如果不是这些圣者 都是他自己亲手镇压的 陈唐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幻觉了 绝对是出事了 肯定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否则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偏差 陈唐心中暗道 同时开始在这些 已经被他覆灭的宗门里进行翻炒 他很快就找到了 一些关于宗门发展的公文记录 许多记录上都提到了武警界 以及一种被称作万法归一单的丹药 随着找到的资料越来越多的 陈唐的内心也越发的震惊 难难道 怎么可能 居然有能让无极金仙立地成圣的丹药 就算是在紫阳界 正道成圣也绝非一事 强吸毒吸 更不存在这种 只需要服用一颗丹药 就能直接成为圣者的捷径 这是足以挑战整个紫阳界认知的事情 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这还不是最让陈唐感到震惊的 当他看到一片分析周边诸界当今情况的资料时 手都抖了起来 直接惊呼出声 这不可能 这资料上在写什么 武警界的圣者数量约530人 清狱界的圣者数量约80人 九火药光界的圣者数量约40人 我金云界有22人 疯了 简直疯了 这里的圣者是大白菜吗 陈唐看着这篇资料 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这些资料是梦游的时候写的吗 武警界周围的这些星空和界域 零零总总地加起来 圣者的数量居然接近了1000个 其中有800多个 都是通过所谓的万法归一单突破的 太荒谬了 接近1000个圣者啊 紫阳界都没这么多 这些低贱的地方 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圣者 还有那个万法归一单又是什么东西 肯定是其他天域的人插手了 绝对是这样 陈唐的神色变得紧张起来 暗道 武警界里必定已经出现了其他天域的造物主 明真恐怕已经凶多吉少 事到如今 武警界我也没必要去了 必须立刻返回紫阳界 把这边的情况名 请造物主前来查看 武警界以及其周边的界域和星空 都属于原本的紫阳天所管辖的万界星空 若是被其他天域染指 将会影响整个紫阳界的利益 这是紫阳界内每一个人都不能接受的事情 于是 陈唐当机立断 就要驾驶飞梭 离开这边天路星 返回紫阳界 可是他才刚刚起飞 就见一道金色的光芒 十分突兀地从下方废墟中冲了上来 有一次拦截在了他的飞梭前方 又是一个圣者 陈唐眼中力气爆发 他现在内心焦急 想要以最快的速度返回紫阳界 当即杀鸡大圣 直接驾驶着飞梭 向这名圣者撞了过去 然而 这次的圣者 与之前的那些截然不同 面对如同电光一般 急迟而来的飞梭 他不闪不闭 而是向前伸出了双手 居然想要凭借肉身的力量 阻拦这艘圣王级飞梭的突进 找死 陈唐低吼道 进一步加快了飞梭的速度 他的这艘飞梭 本质上是一件圣王级的兵器 坚固程度 堪称是无与伦比 就算是真正圣王 也不敢用肉身应接他的撞击 更何况 是一个小小的圣者 轰隆 惊天动地的巨响 在天露星的上空炸开 那名圣者 居然真的用双手 挡住了陈唐的飞梭 这一双手硬生生地 抠进了飞梭里面 将其横空拦截了下来 此人正是通过传送阵 赶过来的裴青叔 也只有他拥有 这么强大的肉身 万道法体 已有道体特征 这就是 他敢硬碰硬抵挡飞梭的底气 不过 消耗也是极大的 此时 他的身体上 冒出了浓浓的血色光焰 这是气血化作的光芒火焰 肉身的力量爆发出来 连头发 都仿佛冲血一般倒竖起来 散发着红光 可这样的状态 反倒是让他战意迸发 整个人的气势 直接攀升到了更高的层次 刘滚出来 裴青叔怒吼一声 让这天露星上的山川江河 都开始颤抖 他双臂上的肌肉骤然暴涨 猛地向两边一落 哄 只听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无数飞梭的碎片残骸 从天上坠落 陈堂的这艘飞梭居然直接被他从中间给撕成了两半 低贱的东西 我杀了你 陈堂怒吼着从爆炸里冲了出来 在裴青叔与陈堂正式交手的时候 武警界白锦星上来了两个从远方过来的客人 他们年岁不大 修为也不高 只是太一玄仙 看什么都充满好奇 时常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可却没有人敢招惹他们 因为 跟在他们身边的护卫 居然散发着比圣者还要强大的气息 这两名客人 来自太宏星 至大至宵 第266章 洪家兄弟 诸天齐县 百胜城是最近二三十年才建立起来的新城 就坐落在九死天门外不远的地方 不过 这座城的历史虽短 但发展却是极快的 短短二三十年间 就已经成了重阳心上最繁华 最广大的城池 原因很简单 这里曾有一百多名无极精先正道成圣 同时也是九死天门售卖万法归一丹的地方 从二十多年前开始 就有诸多戒狱和星空的人来到这里 向九死天门求购万法归一丹 为了方便来客 九死天门掌门裴清书便下令修建了这座大城 成建好之后 无数武者和商骨 蜂拥而至 这里往来的 都是圣者和无极精先 最差也是精先 对于普通武者和商骨来说都是高不可攀的存在 前者想着 自己或许能得到先人青睐 从此一步登天 商骨则是想在这些先圣手里赚取大笔财富 而且也看中这里的安全环境 百圣城就修建在九死天门外不远处 应该是重阳星上最安全的地方了 这些因素附加起来 让这座年轻大城很快就发展了起来 已经成了外界对重阳星买之对武警界的标签 提到重阳星或者武警界 最先想到的就是这座百圣城 总会万界星空之风 聚集一城之地 百圣城果然名不虚传 红人溪行走在百圣城内 打亮着沿街风景 感慨万千 他家学员员 身边的护卫也足够强大 虽然只是太一玄仙 但已经去过了许多界域和星空 见识过许多不一样的种族和文明 在他看来 即便是放眼这万界星空 能如百圣城这般 交融万界星空不同风格的地方 也是极其稀少的 嘿 大哥你太文雅了 我就不一样 我就想知道 那个万法归一丹是什么东西 嘿嘿 红人戌则是摇头笑道 能让人立地成圣的仙丹 这可太神奇了 给你买一颗就是了 红人戏微笑道 到时候随你研究 不过 我更好奇 那位亲手缔造这一切的大人物 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太厉害了 确实厉害 红人戌点了点头 深以为然道 八百多颗万法归一丹 就是八百多个圣者 咱们太红星的圣者数量 翻个两三倍 都没这多啊 可能是一位造物主 红人戏轻轻合手道 所以我们在这里行事 一定要小心 绝对不要惹是生非 免得让九叔为难 嗯 大哥你就放心吧 我不会让九叔为难呢 红人戏黑黑笑道 爹娘也特意叮嘱过咱们 我心里有数 这两人 就是来自于太红星的两名客人 他们是亲兄弟 看起来都是十八九岁的模样 哥哥红人戏实际上 已经年过百岁 弟弟红人戏 也只是比红人戏 小十几岁而已 两人口中的九叔 则是他们外出时 跟随在身边的护卫 如今那位九叔 就隐藏在周围虚空中 默默地保护着他们 此人已是万法 皈依尽巅峰的诸胜之王 足以应对万界星空中 遇到的绝大多数危机 嗯 红人戏点了点头 微笑道 咱们去九死天门的商铺看看吧 据说那里不止售卖各种宝物 还有各种点击 我对天门星的情况有些好奇 正好去看看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好啊大哥 我也想知道天门星的情况 红人戏表示赞同 点头道 在家的时候 时常听奶奶说 天门星的景色特别美 却没想到 现在进成了一片废墟 真是可惜 两位神子 天门星来历不凡 他的毁灭 可能涉及高深隐秘 这个时候 隐藏在虚空里的九叔 忽然开口提醒两人 就算两位神子对此感兴趣 也不宜过多调查 嗯 放心吧九叔 红人戏笑道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装作随便问问 绝不会过多追问的 九叔 天门星和天路星 有什么特别的来历 红人戏则是有些好奇的问道 我先前都没留意过这个 掌教曾言 天门星或许是天界之门上的一颗明珠 九叔沉生道 天界 红人戏文言笑了起来 真是好大的口气 什么样的世界竟敢以天为名 这是诸天之一 我也不知 掌教只是偶然提起 九叔摇了摇头 等回去之后 咱们自己去问外曾祖就是了 红人戏微笑道 现在咱们先去九死天门的商铺瞧瞧 百圣城实际上就是九死天门的势力范围 九死天门的商铺自然是在最为显眼的地方 而且是占地面积极大 还是一座七层楼阁 十分壮观 因此 红家兄弟很快就找到了这边 两位客官 想要点什么 两人刚到商铺门前 掌柜就亲自迎了出来 毕恭毕敬地向两人行礼 态度十分谦卑 我们先随便看看 红人戏有些诧异地看了这掌柜一眼 心里不禁暗到疑惑 这掌柜的表现未免也太恭敬了 自己在这重阳心又没有什么特别尊贵的身份 红人戏则是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 跟在红人戏的身后便在商铺里闲逛起来 隐藏在虚空中的九叔则是有些警惕起来 他发现这个不起眼的掌柜居然是已经胜者 一个胜者居然在这里做商铺掌柜 重阳心的胜者已经多到这种程度了吗 客官不用担心 这是我对待客人的方式 这个时候 九叔的耳边忽然响起了那掌柜的声音 你能发现我 九叔对此大为震惊 不可置信地看着这名掌柜 自己可是诸圣之王 以密法手段隐匿行藏 怎么可能被一个小小的圣者发现 客官无需惊奇 这里是九死天门的商铺 崔尚仙在这里制定了特殊的法则 掌柜微笑道 作为掌柜 我在商铺里拥有堪破一些虚妄隐匿之能 莫说是诸圣之王 就算是造物主 也瞒不过我的眼睛 九叔文言陷入了沉默 内心惊骇不已 这可真是好大的口气 连造物主都瞒不过 那所谓的崔尚仙又是谁 这都是为了商铺的安全 掌柜又提醒了一句 看起来十分的尽职尽责 这名掌柜 就是像百里 即是当初裴青叔售卖第二批万法归一单的时候 第一个出价 直接花了六件圣兵的价格 拿下第一颗万法归一单的那个无极金仙 他原本想借此忠心宗门 可惜万法归一单卖得太多了 在那场售卖结束后没多久 就有界外之人来到崇阳兴 求购万法归一单 从那之后 整个武警界都变得动荡了起来 圣者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一个圣者根本就掀不起什么风浪 这让像百里有些沮丧 干脆放弃了忠心门派的打算 决定改变计划 要死死地抱住九死天门的这条大腿 想来应该是有前途多了 于是 他便来到了百圣城 成了九死天门的第一个圣者 即店铺掌柜 一个圣者做掌柜 就算是裴青叔都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如此一来 原本在圣者里并不怎么突出的 像百里变得自然备受关注 甚至得到了裴青叔的特许 允他三年一次进入九死天门内听到惯法 虽然讲到严法的人是裴青叔 但他的境界十分特殊 尚在圣者层次级已经有了道体特征 以此来讲到严法 足以让像百里这样的小白 圣者收益良多 从那之后 像百里成为了九死天门的忠实拥护者 尽心竭力的金银店铺 无论对待什么客人 都是笑脸相迎 态度恭敬 如果不是熟悉他的人 根本就不会认为 这个和蔼可亲的店铺掌柜 是一名圣者 掌柜 您这里有关于金银界的典籍吗 这个时候 红人熙走了过来 很有礼貌地询问道 我听过一些关于金银界的传说 比较感兴趣 有啊 就在 像百里正要指点红人熙看 忽然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下意识地看向了外面的天空 天黑了 怎么天黑了 红人熙疑惑地跑到了店铺门口 仰头看向天空 疑惑道 这是什么正道异象吗 神子快回来 九叔则是直接显行 将红人熙拉了回来 惊骇不已地望向外面 产生道 这 这股气机 这 这是什么 是崔上仙 像百里却是喜不自胜 笑道 这是崔上仙的气息 他老人家是又要对重阳星的法则道运 进行优化了吗 极北之地的冰原上 原本应该是半年极昼的时间 此时却是一片漆黑 高手心蔓延惊愕地看着骤然变成黑夜的天空 全身都开始哆嗦 喃喃道 这 这是境界突破吗 什么样的境界这么夸张啊 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现在的天地异象仅仅只是前奏 真正的异象尚未开始 可只是这样的气息 就足以让他为之站立 内心充满恐惧 只觉得自己哪怕是稍微触碰了一点点 这个层次的力量们 都会在瞬间灰飞烟灭 太可怕 太恐怖了 温皇宫内 祝长生砰的一下 从万毒池里冲了出来 惊骇不已地仰头看向漆黑的天空 震惊道 是仙尊 仙尊在突破 可仙尊都是什么境界了 居然还会突破 而且这股突破的气息 未免太过骇人 传说中万事万物的主宰 恐怕也不过如此了 这是第八境 还是传说中的第九境 我 我先前居然在给这样一尊伟大的存在做事 万幸 万幸 还好没有与之为敌啊 作为温皇宫的长教 他知道的东西 明显要比高手心多不少 可越是知道的多 就越清楚 这个现在这个异象 所透露出来的气息 有多么强大 多可恐怖 内心也就越恐惧 九霄云层之上 崇阳心神显现出了身影 惊骇之际的 看着一片漆黑的周围 难难道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啊 世上竟有这样的异象吗 作为诸圣之王级别的心神 他对现在天黑的情况 看得更加清晰明白 这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遮天蔽日 让白昼转成了黑夜 而是直接吸纳了一切 从宇宙星空里 照射到崇阳心上的光芒 同时还控制了所有大道法则 让他们也无法显现出任何光芒 天黑异象的本质 是对崇阳心法理规则的绝对掌控 没有一丝一毫的疏漏 这种掌控程度太恐怖了 几乎可以说 已经成度了崇阳心的天道 可以随意操纵崇阳心上的任何一处地方 无论是物质层面 还是法则层面 都受其掌控 这还仅仅只是正道异象的前奏啊 崇阳心神内心惊叹不已 这一刻 甚至有了一种 要跪下来叩拜的感觉 先尊在上 先尊在上啊 九死天门内 正在帮裴清书处理各种公务的会事 以及正在整理点击资料的李承 也都抬头看向了天空 然后他们的脸上 就都露出了惊喜之色 先尊这是更进一步了吗 李承惊叹不已 强如先尊 依旧在勤修不绰 实在是令人钦佩啊 嗯 会事也点了点头 感叹道 从我遇到先生的那一天开始 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修行 如此放为真道者 如临城内 崇横依旧是在那座普通的小院里 他盘膝悬浮在空中 双目微合 隐隐透出不朽不灭的金光 身体周围开始有蕴含 无穷玄妙规则弟子气缠绕 这一刻 他的眉心中央亮起了紫金色的光芒 子斧内原本稚嫩的婴儿 忽然舒展身体 站立了起来 竟已是成人大小 如今的原因已经长大 无数知识化作了玄妙符文 流转在满是紫金色光芒的身体上 绽放出无穷光芒 将紫斧经电映照到了现实 原因巅峰 崔恒威和的眼睛骤然睁开 如同沉睡在混沌中的古神 睁开了眼眸 不朽不灭的紫金色光芒 随之绽放 无穷大道 无穷法理 都清晰地映入了他的眼眸之中 就连这一切的根源 都清晰可见 与此同时 已经陷入黑夜的重阳星上空 开始浮现出一重重光影 这是无穷高处 交织亿万大道法则的未知之地 如今 却被紫金色的光芒照亮 映入了所有人的眼中 正道一向 诸天其限 第267章 原因巅峰 紫府经殿 在重阳星的上空 紫金之气阴晕 可见一道道光影显化 它们有的 满是腐烂与死亡之气 也有满是光明与慈悲之意 还有的梵音缠唱遍布 天女散花飞舞 或是仙气缭绕 隐约可见亭台楼阁 更有阴森黑暗 犹如森罗鬼域 这些光影 不仅仅是影像 同样也交织了亿万法则 无穷大道 象征着某一条道路的终极 是某一种道路的根源 蕴含着仙界最顶点的奥秘 这是诸天 这同样是造物主之下的生灵 在正常情况下 根本无法窥见的位置所在 无穷高处 不可见诸天 即便是对那些 走到第六境尽头 已是代照之境的 诸圣之王来说 诸天依旧神秘 尤其是 曾经紫阳天所下辖的 万界星空 更是数十万年 未曾见过诸天了 可是现在 诸天竟以这种方式 被强行展现在了 重阳星的所有人面前 象征着大道法则根源的奥秘 就这样呈现在了 所有生灵的眼中 只要能够领悟 其中的一丁点玄妙 就足以让自身的生命本质 得到升华 这让无数尚未踏入 先天之境的舞者 或是普通人 直接成为了人仙 原本已经踏入 仙界层次的人 也随之突破 甚至有不少圣者 在见到诸天之秘后 当场顿悟 成为了诸圣之王 重阳星上的圣者 少说也有一百多个 其中顿悟的就有十几个 这直接让武警界 多了十几个诸圣之王 局势又要聚变 在这一刻 重阳星上的所有生灵 都跪倒下来 顶礼膜拜 就算是尚在被镇压中的明真 也都跪倒在了地上 内心之中 只剩下了叩拜这一个念头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的了 除此之外 重阳星上的天地元气本质 也开始升华 受到诸天旗线的影响 哪怕是最普通的天地元气 都蕴含了清晰的法则之力 这也就意味着 从今以后 就算只是按部就班地 吞吐天地元气 就可以自然而然地 用法则之力来洗炼肉身 甚至 即便只是正常的呼吸 都有可能得到 法则之力的淬炼 不只是人类 动物乃至植物 都将会获得法则淬体的机会 哪怕是完全不同修炼之法 也可能拥有强大的力量 或是诞生灵智超越原本的物类 重阳星将会开启一个 万物有灵的时代 这都是诸天旗线的意向 所带来的改变 与此同时 在重阳星之外 也发生着极其巨大的变化 若是站在宇宙星空里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整个重阳星 已经变得一片漆黑 就好像 是变成了一个 会吸纳一切事物的巨大球体 悬浮在幽暗深邃的虚空中 星空中游历的物质 能量 法理 道运等珠斑 或虚或实质事物 全都受到了极大的牵引力 被吸收进了漆黑的重阳星内 这无比庞大的力量 甚至围绕着重阳星旋转的月球 都开始颤抖了 几乎要向重阳星坠落下去 放眼重阳星所在的这片星空 也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中央的太阳光芒忽明忽暗 距离重阳星最近的两颗行星上 也产生了极其剧烈的地震 连围绕太阳旋转的轨道 都偏移了少许 外界的意向 已是惊天动地 催横的体内 更是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圆阴长到成人高度的同时 他的肉身也发生了质变 来自于圆阴的纯阳法力 将他的肉身彻底化作了纯阳之质 洗去了一切阴质特性 让整个肉身极尽升华 寿命随之暴涨 延寿129600年 法力的增长 与肉身的强度增长 已不必多提 单纯的力量增长和强度增长 已经无法形容这个层次的境界突破 圆阴峰带来的变化 更多是能力与特征上的 在催横突破到圆阴巅峰的同时 子斧金殿随之凝成了实质 彻底降临到了现实之中 这是一件映照了圆阴巅峰本质的不灭法宝 在拥有极强威能的同时 也拥有与真灵共生的不灭特性 真灵不灭 则子斧金殿不灭 也就意味着 就算催横遭遇了化神器的强者 沦落到圆阴被毁 只剩真灵转结轮回的境地 子斧金殿也依旧存在 凭借子斧金殿的威能 重生之后的他 就能以极快的速度 恢复到原本的修为境界 长则十年八年 短则三年五载 这就意味着 除非寝动反虚级的大佬 将真灵完全磨灭 否则单纯地毁掉一个 圆阴巅峰的肉身和圆阴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子斧金殿具现到现实 也让圆阴巅峰的催横 拥有了一个新的神通 虚幻降临 哪怕只是虚幻的存在 或是早已经失去无数年的历史 只要是他认知中的事物 并有着足够的了解 且能构建出 符合其存在的法则道运载体 就可以 让其降临到现实之中 这不同于幻术 只要构建出来的 法则道运载体没有崩溃 降临到现实的虚幻事物 或者场景 就会一直存在 如同真实一般 只不过受限于修为境界 最多也只能具现出 一颗道周星大小的行星 这种将虚幻具现到现实的手段 在本质上 已经和炼甲成针极为相似 只是依旧停留在物质的层次 上到不了概念的层面 想要触及概念 远不是原因层次所能达到的 还是需要更高的境界才行 不过 这种虚幻降临的神通 还有另外一种附加的能力 即堪破一切虚妄 任何物质层面的虚假之物 在这双法眼面前 都将无所遁形 这才只是原因巅峰啊 化神七又是何等光景 催恒难难低语 同时缓缓收敛了自己的法力 也让外界的正道异象 渐渐平静了下来 然后他微微抬头 目光像是看向了天空 又似是看向了无影宇宙 恍然间心里竟涌起了 一股莫名的孤寂感 只觉着诸天万界 无尽星空之中 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同行者 前方的道路一片黑暗 似乎只有自己在走 这种孤寂的感觉 刚一诞生 只是细微的感觉 可很快就膨胀到了 一个极其庞大的地步 直接充满了催恒的脑海 覆盖了他所有的情绪 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 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 既然如此孤独 如此寂寞 没有任何人陪伴 又为何还要走这条道路 就算最后能得到 永恒不灭的生命 又与那些无感无知的 规则法里 有什么区别 这是你所追求的道路吗 这是你想要的生命状态吗 你想要的 就是这种 没有任何人陪伴的 永恒孤独与寂寞吗 前方是一片漆黑的未知 没有任何人与你同行 继续走下去 也未必能有什么成果 还有可能生死倒消 原因巅峰已然不灭 就算寿源耗尽 也能转世重来 有子斧金电在 更是可以快速恢复 这一世永恒的生命 苦修至今 终得永生 难道还不应该 享受享受吗 真的没有必要再前进了 荒谬 哪里有刚刚成人 就放弃进步的道理 崔恒忽然低贺了一声 将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 驱逐出了脑海 皱眉道 刚才那是什么 心魔 这是他在之前的 修炼过程中 从未遇到过的情形 自己刚刚突破到 原因巅峰 本应是意气风发 斗志昂扬的时候 居然会在这个时候 没有来得产生这些 自我否定 自我怀疑的情绪 太奇怪了 以他现在的修为境界 已经完全掌控了 自己的形神 更有堪破虚妄之能 可以肯定 刚才的想法 并没有受到 外界力量的影响 这是完全来源于 自身的情绪 可自己又为什么 会有那种想法 难道原因巅峰的境界 其实是抵达了 某一道特殊的门槛 会自然而然地 产生类似的情绪 还是说 化神之路 真的无比危险 这是本能的自保 崔恒昼没思索 可一时间 还真没有什么头绪 等处理完外面的事情之后 就兑换一下 初级先法 看一看是否有相关解析 也是时候了解 突破化神的方式了 随后 他一步踏出 瞬间就从庐陵城 来到了九死天门 此时 李承和会士 才刚刚从先前 诸天骑现的影响中 清醒过来 会士已经成为了 诸圣之王 李承也突破成为了圣者 拜见先尊 拜见先生 李承和会士 当即拜倒 向崔恒行礼 嗯 崔恒轻轻合手 看了看周围 轻笑道 看样子 清书还没有回来 回禀先生 裴兄英 失去了金云界 会士禀报道 另外 在您突破之前 向百里 从百圣城的商铺里 发来讯息 说有三个人很奇怪 其中有一个诸圣之王 还比较关心金云界的消息 说着 他拿出一张玉符 里面冒出了一道光幕 显示出裴家兄弟和九叔 在商铺里的场景 这两个年轻人 崔恒注意到了这两人的样貌 略微私存道 发个请帖 邀请他们来九死天门做客吧 记得礼貌 然后 他脚下忽然亮起一道亮银色的光芒 就好像是无数星光汇聚而成的银河 在着他凭空消失在了九死仙门 下一瞬 崔恒就借由先前让裴亲叔带着的灵影 来到了金云界的宇宙星空里 只见远处清光与红光激烈碰撞 显然战斗还在继续 第268章 天魔裂形 横推大陆 达到诸圣之王的这个境界 肉体本身就已经无比强大 这个层次的舞者 不仅将万法万道都归于道星 还对这些道运法则进行了精炼 让他们与自己的道星 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从而在举手投足之间 都有强大的法则力量相随 一朝一世之间都蕴含着法则的力量 有着不可思议的威能 如同在施展大神通一般 这也是大神通者这种叫法的由来 陈唐就是这样 伴随着他出拳 真空状态的宇宙虚空 居然出现了狂风 这是空间被法则的力量搅动 形成了类似于空间风暴的力量 有着极强的撕扯之力 任何与这股风暴相撞的生命 都会受到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强大拉力 就算是圣者 在这种恐怖的空间撕扯力量之下 都会变得四分五裂 连道星都会受到极大损伤 不过 裴青书是练成了万道法体的大圣 有着部分道体特征 他的肉身 如同诸圣之王的道星一般 也交织了万法万道 施展其武功来 与诸圣之王有着同样的效果 并且得益于万道法体的强横 他的武功施展出来的威能 也更加强大 只不过 终究是缺少了几分灵动 血红色的光芒 包裹着裴青书 如同一颗飞持在宇宙虚空中的 会心般横冲直撞 轻而易举的 就撞碎了那些空间风暴 甚至让陈塘四处躲闪 不敢掠其锋芒 可他却总是无法击中目标 陈塘每一次都能顺利躲闪过去 让他无功而返 这就造成了一个很诡异的情况 裴青书无法攻击到陈塘 陈塘则则是在攻击到裴青书之后 无法造成实质伤害 两人就这样僵持在了一起 看这个样子 怕是要打到天荒地老 青书虽然有万道法体 但并没有开始酝酿灵性 这让他在战斗的时候变化不足 且不够灵敏 崔恒在远方注视着两人的照度 以此来分析裴青书 现在修行的优势和缺陷 心中暗道 所以 他接下来应该走的道路 就比较清晰了 应该逐渐温养法体的灵性 让体内的每一颗基本粒子 都具备活着的特性 如此一来 就可以真正凝聚出 一具真灵道身 踏入类似于原因初期的境界 不过 在这之前应该让他拥有 对体内基本粒子 都有着完美的掌控 这样才能在达到巅峰的时候 成功把所有的灵性汇聚起来 练就万道法体 就已经可以微臣不朽 他对自身的基本粒子 本就有着极强的掌控力 现在要做的 就是帮他训练强化 嗯 有一道法术 倒是很适合 念及此处 崔恒又看了一眼 那个正在和裴青书缠斗的 诸胜之王 心中轻叹道 哎 这位诸胜之王 实在不好意思 你的对手 可能要临场开个挂了 轰隆 裴青书如同彗星坠地一般 重重地摔落在了一颗 满目疮痍的星球上 砸出了一个直径数十里的 圆形深坑 四周则被挤压出了 高耸的环形山 在这个星球上 到处都是建筑的废墟 也有各种兵器的残片 没有腐朽的尸体 散落在各处 天地间充满了死亡与破败的气息 这里是天门星 曾经无比璀璨的一颗大星 有着灿烂的文明 却在四百年前 被明镇暗中摆布 致使文明毁灭 遍地都是废墟 不过 文明虽然毁灭 但这颗星球 其实还是完好的生命星辰 依旧有着山川江河 大海陆地 可想要再 孕育出高级智慧生命 就不知道要多少年以后了 这就是诸圣之王的力量 裴青书从环形山的底部站了起来 遭受如此重击 他依旧是毫发无伤 仰头看向天上的那道身影 轻笑道 有点弱啊 陈堂脸色极度阴沉地俯视着下方 只觉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 他完全无法理解 眼前这个古怪的舞者 明明只是圣者层次 为什么会有造物主的道体特征 还有着如此强大的实力 居然能与自己这个诸圣之王匹敌 简直不可思议 低贱的东西 陈堂怒吼一声 双臂骤然展开 肆意宣泄着体内庞大的力量 于是 这片广袤的大地 骤然间颤动起来 一座座巨山从地下长了出来 他们高于千丈 顶部间隙无比 周围缠绕着无尽的锋芒 进入一柄柄插天的利剑 要刺穿前方的一切障碍 给我起 陈堂双目圆征 刹时间 数万座千丈飓风形成的巨剑 就从大地上凌空飞起 悬挂在了空中 并且锁定了同一个目标 下方的裴青说 这样的攻击 几乎把下方的这片大地掏空 一个个巨大的裂缝蔓延开来 形成了密密麻麻深不见底的沟壑 巨大的地形变动 让天象周边 无数的飓风呼啸而起 数不尽的沙尘被卷上了天空 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这块方圆 足足有十余万里大路 都仿佛陷入了最终的末日 即将毁灭 此时此刻 天空中悬挂的数万座千丈飓风 则是全都闪耀着青色的剑光 就好像是天神惩治人间的刑具 要把整块大路都击碎 数万座千丈飓风 在万丈高空之上坠落 哪怕是不附加任何力量 都有着极其可怕的威能 更不用说陈塘还在上面附加了剑光 以及法则之力 这真的是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 受死 随着陈塘一声令下 这数万柄巨剑当空坠落 无比恐怖的动能与空气摩擦 产生了极其可怕的高温 整个都燃烧了起来 天上仿佛出现了数万颗太阳 将天地间的一切都照得大亮 与此同时 数万道强大的冲击波 从天上汹涌而来 让天地间充满了剧烈的暴鸣声 犹如无数道惊雷同时炸开一般 震耳欲聋 惊天动地 大地上原本就密密麻麻的裂缝迅速扩大 长得甚至蔓延出去了数千里 他们彼此交错 整块大陆像是要四分五裂 裴青叔此时就出在这一切攻击的核心 他将承受着所有的威能 可他的内心毫无畏惧 万道法体 微尘不朽 就算是被打成了粉末 被碾成了最微小的粒子 他也能重聚复活 甚至 他还可以用取巧的方式 在这些攻击到来之前 就把自己散作微尘 无需正面承受 陈唐这毁天灭地般的攻击 不过 他没有这样做 裴青叔就站在环形山的中央 不闪不闭 他全身燃烧着血红色的光焰 整个人的气血沸腾到了极点 全身的每一根毛发 都好似冲写了一般变得血红 就连瞳孔都变成了 闪着金光的血红色 就在刚刚 他的脑海里 忽然浮现出了一道信息 是一道法术 名为天魔裂型大法 可以冒着肉身四分五裂的风险 在短时间内 让自身的实力暴涨 肉身越强大 能够承受的撕裂力度越强 实力增长的幅度也就越大 这无疑是最适合他的法术 万道法体微尘不朽 何止能四分五裂 就算是能碎成千百万份 都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 这道法术的核心 在于维持肉身不被撕裂 这就需要 他对自身的基本粒子 有着极其完美的掌控力 现在的他 自然还做不到 承受千百万份撕裂的程度 可足以将他的实力 提升到一个极其恐怖的层次 裂型 裴青叔怒吼一声 他的身体上 顿时就出现了千百道裂缝 这些裂缝 犹如雷霆纹路一般 在他的身上胶织 绽放出了无比璀璨的赤红色光芒 甚至变那从天坠落的数万颗太阳 还要耀眼 他体内的气血之力 迅速膨胀到了一个 无以复加的地步 肉身的力量 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哪怕是只是肌肉的一点抖动 都可以让虚空暴明 掀起飓风 天上的陈堂眉头一挑 心里紧照大胜 骇然道 这是什么 碰 就在这个时候 地面上忽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裴青叔居然没有反击 而是直接踏穿了地面 向地下坠去 陈堂见状 顿时冷笑起来 呵 蠢货 面对这样的攻击 躲进地下之后 遭受更加绝望的威能 真是 轰隆隆 突出如其来的巨响 将他的思绪打断 这阵阵轰鸣连绵不绝 就好像 是有什么无比巨大的东西 整个裂开了一样 陈堂惊疑不定地 看向下方的大地 却见这块大路 居然正在向上抬升 这块大路竟然飞起来了 与此同时 陆地之外的海水 猛地向内倒灌而来 与地火岩浆交汇在一起 滚滚浓烟 直冲天际 啊 裴青叔怒吼着 将这块足足有方圆 十余万里的大路 从下面举了起来 以无尽神力 猛地向天上扔了过去 与那数万座飓风所化的巨剑 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陈堂甚至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就被一整块大路 裹挟着那数万座山峰砸了过来 轰隆 轰隆隆 一阵阵巨响当空炸开 大半个星球都在颤动 整个天门星的地形 都被彻底更改 这就是诸圣之王层面的战斗 崔恒站在天门星之外 在他的视角下 可以看到 包裹着星球的大气层 像是被点燃了一样 散发着极高的温度 这颗巨大的行星 已经变得通体火红 散发着强烈的光和热 则则 崔恒轻轻摇了摇头 身形一晃 便向下方的天门星落去 第269章 真正的还原 天门星文明重现 此时的天门星 已成一片火海 天空在燃烧 大地在燃烧 就连海水都在燃烧 大量的热气升腾上天空 伴随着席卷天地的飓风肆虐 整颗星球 仿佛都进入了末日状态 那块被裴青叔举起来 砸向陈塘的大陆 已经坠落在了这颗星球上 将其着落之地 砸得四分五裂 甚至还出现了一个 深达数千米的巨型裂缝 蔓延至了半个星球 如果从高空俯视下方 就会感觉 天门星已经被砸得裂开了 来了一样 马上就要陷入毁灭之中 催横降落下来的时候 就正好看到这幅景象 此时此刻 这颗星球上的温度 已经变得极高 海水也被蒸发殆尽 经过裴青叔和陈塘的交手 原本就是一片废墟的天门星 彻底变成了一颗死星 当然 这不是说天门星会被毁灭 这种程度的破坏 虽然对星球的环境影响极大 却远不足以让整颗星球 陷入毁灭当中 只不过环境的变化 让这些星球不再适合生存 起码几百万年内 都别想自然孕育出生命了 陈塘现在已经没有了先前的高傲 他站在熊熊燃烧的大地上 衣衫也变得破烂 脸上和身上都有被灼伤的痕迹 显得狼狈至极 诸圣之王的核心是道星 刚才裴青叔 直接把一整块大路砸过来 已经超出了 他道星所能承受的力量极限 让这一颗号称不灭的道星 都出现了一条条裂缝 这对于诸圣之王而言 就是重伤 表现在外面 就是身体的伤势 无法立刻修复 也即是现在陈塘的状态 裴青叔的状态也不算好 他的身上 依旧存在着一道道赤红色的裂缝 烟红的鲜血 已经将他整个身体都染红 简直就像 是从血池里走出来的一样 这是天魔裂形大法的后遗症 不过 万道法体 毕竟有着部分道体特征 恢复能力 远非诸圣之王可比 他行走在燃烧的大地上 向陈塘走去 每走一步 身上的伤势就会恢复一些 很快就会完全恢复过来 如何呀 这位诸圣之王 裴青叔高声喝道 脸上依旧残余着战斗状态的兴奋 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修为正在飞涨 这次战斗带给他的收获 实在是太大了 远超任何形式的苦修 可恶 陈塘愤怒至极 发抖 恨不得立刻就杀了裴青叔 可他很清楚 现在的自己 绝不能继续再战斗下去了 否则道心的裂痕会进一步加深 这将会伤及本源 好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温和的声音从天上传来 带着一股能抚平人心情绪的力量 然后两人就见到一个超然飘逸的身影 缓缓从天而降 缓缓落在了他们的中间 正是崔恒 弟子拜见师尊 裴青叔当即恭敬拜祷 陈塘则是猛地倒退了几步 惊疑不定地看着崔恒 内心亥然至极 这次居然还有师父 他这个师父 我居然看不透修为 这是那个来自于其他天狱的造物主 虽然他早就已经做好了武警戒和周边戒狱 出现了造物主的准备 但当真正遇见这个层次的存在后 内心还是感觉到了难以抑制的恐惧 这是来源于灵魂深处的恐惧 是对更高层次的生命的畏惧 起来吧 崔恒抬了抬手 没有理会陈塘 对裴青叔笑道 这一战感觉如何 收获很大 不过还是要多谢师尊赐法 否则我应该胜不过这人 裴青叔满心欢喜地道 不过 等我消化掉这次战斗的收获 下一次 我就算不用天魔猎行大法 也可以战胜它 战斗果然是最适合你的修行 崔恒轻笑道 就是可惜了这天门星 已经被你们打得不能看了 弟子也是一时情急 没想到其他的方式 裴青叔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要不我再把那块大路搬回来 放回去 你当是拼积木吗 崔恒摇了摇头道 还是为师来吧 正好这天门星也有些特殊 有些东西需要还原了才好 还原 裴青叔闻言不禁感到疑惑 这颗星球都被打成这个样子 还怎么还原 这造物主在故弄玄虚什么 陈堂也听到了崔恒的话 同样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在他看来 造物主虽然有虚空造物之能 但想要把这颗遭到严重破坏的星球 还原成先前的样子 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 他们两人很快就知道答案了 什么叫做还原 只见崔恒抬起右手 伸出一根手指轻轻一点 原因巅峰的法力扩散而出 虚空就像是被点中的水面一样 缓缓散开涟漪 紧接着 天地间熊熊燃烧的烈焰 渐渐变得冷却 升腾上天空的热气 也倒退回了地面 重新冷却 成了无数水滴 汇聚成海洋湖泊与江河 那一块被裴青叔扔出去的大陆忽然自行飞了起来 悬浮到了空中 那条被砸出来星球裂缝也迅速合拢 就好像从没出现过一样 与此同时 插在那块大陆上的数万座巨剑一般的山峰也都被拔了出来 重新飞到了空中 一切都恢复到了裴青叔将这块大陆扔出去之前的状态 随即又见那将地火岩浆淹没的海水骤然分开 并迅速向四面八方退去 原本升腾上天空的滚滚浓烟也都重新降落下来 融入到了翻涌的地火岩浆之内 然后就是那块大陆缓缓下降 将汹涌的地火岩浆完全盖住 就连地下的裂缝也都完全吻合 这块被硬生生举起来的大陆又恢复成了原状 当然 这并没有结束 在大陆恢复原状之后 那些飞在空中的数万座山峰也都缓缓降落下来 他们先是落在地面上 进而沉入地下变得平整 恢复到了被陈堂拔出来之前的样子 最后 就连被裴青叔砸出来的那座巨大环形山也都被抚平 天门星真的被还原了 这一刻 无论是裴青叔还是陈堂都已经完全梦了 在他们的感知里 刚刚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简直就像是时光倒流一般 这哪里是什么还原 分明就是把时间拨回他们战斗开始之前 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这是何等伟劣 这真的是人能掌控的手段吗 我遇见了一位什么样的存在 陈堂的心里惊骇欲绝 不可置信地看着不远处的崔恒 几乎要昏死过去 这不是造物主能有的威能 第七境巅峰 或是传说中的第八境 师尊之神通果然无上无量啊 裴青叔虽然也感到十分震惊 但却并不怎么意外 在他的心里 崔恒早就是无所不能的存在了 不过 看师尊的意思 这个还原似乎还没有停止 此时崔恒依旧在释放法力 可周围已是风平浪静的模样 一如先前的四百年般萧瑟寂静 充满了死亡与破败的气息 可是很快就出现了不同的韵味 似是有勃勃生机在虚幻中诞生 一道道四真四假的光影 在虚空中若隐若现 这些虚影 有山川江河 有亭台楼阁 有高门大殿 有城池村落 有商铺街市 有仙门伏地 有武林大派 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这是什么 裴青叔惊骇不已地望着那些虚影 虽然看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他的心里却却大受震撼 这些光影 是曾经的天门星 陈堂更是惊骇至极 难难低语道 他这是在干什么 这是在干什么 难道他先前所说的还原 不仅仅是把天门星还原成 我和那人交战之前的模样 而是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啊 作为紫阳界的诸圣之王 还执掌星运天目镜多年 他对天门星有不少了解 甚至还曾亲自到过天门星 自然认识着上面的一些景物 既然要还原 自然是要还原一个完好的天门星 崔恒淡淡道 天鹿星的人 为了购买万法归一单 提供了大量的古史典籍 其中就有大量对天门星情况 进行描述的资料 金云界只有两大主星 天鹿星提供的这些典籍 可谓是详尽之志 无论是山穿地貌 或是人间百态 亦或是风土人情 乃至一些人物的传记 应有尽有 他完全可以这些记载 构架出合适的法则框架 让已经被毁掉了 四百年的天门星文明 从虚幻降临到现实 其中的些许缺陷和未知之处 也会因为神通的能力 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 从而更加接近历史原貌 这就意味着崔恒 可以通过具现天门星文明的方式来 对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伴随着阵阵虚空颤动的声音 天门星的山穿地貌 再次发生巨变 一道道光影 从虚幻中诞生 依循着崔恒构建的法则框架 降临到了现实 一座座早已毁灭的城市村落 拔地而起 一个个武林门派重新出现 还有那 主宰整个天门星的仙门 也降临于此 至此 已经消失在人间四百余年的天门星文明 被崔恒从虚幻中构建了出来 并重新出现在了现实之中 第270章 古老传说 天界之门 虚幻降临现实 是炼虚诚实的升级版 接近炼甲成真的神通 这当然不是时光倒流 那远不是现在的崔恒 能够涉及的领域 这是他依照着天路星提供的 关于天门星文明的典籍记载 以虚幻降临现实的神通 具现出来的事物 它们存在的基础 是崔恒构建出来的法则环境 只要这种法则载体没有崩溃 它们就会一直存在 如同真实一般 只不过 由于崔恒对天门星人物的了解 仅限于那些有传记的重要人物 数量不多 也就没有将它们具现出来 就算具现出来了 也不是真正的生命 更不是原本存在过的某个人 只能算是一段信息的真实集合体 只是降临在法则倒运构建载体上 犹如真实一般 因此 现在的天门星 虽然已经变成了四百年前的样子 但依旧满是孤寂冷清 没有半点活人的气息 可即便是这样 也让站在旁边的裴清书和陈唐 感觉自己如坠梦中 在他们看来 天门星发生的这种种变化 分明就是 和时光倒流无异 太神奇了 太不可思议了 陈唐这个诸圣之王 更是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双眼空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只觉自己脑子里嗡嗡作响 思绪一片空白 崔恒所展现出来的手段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极限 裴清书的也十分震惊 虽然在他的心里 崔恒本就是无所不能的存在 可亲眼看到 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 还是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 这太神奇了 走吧 清书 随我看一看这天门星 崔恒对身边的裴清书道 便向前走去 看都没有看陈唐这个诸圣之王一眼 是 师尊 裴清书急忙跟了上去 陈唐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被无视了 可这一次 他没有感到丝毫地耻辱 只觉得万分侥幸 自己似乎是被放过了 于是 他急忙运转体内的力量 想要飞出天门星 以最快的速度 离开这颗星球 他再也不想面对这个强大到无法理解的存在了 然而 他刚一动就感觉自己的身上 仿佛被压了整个星球的重量 有一股无形之力 死死地将它压在地上 让它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我被镇压了 什么时候 陈唐内心惊骇欲绝 同时深感绝望 完了 彻底完了 这个时候 他已经很清楚 自己已经无法逃脱了 是那个实力强大到极点 疑似第八境的恐怖强者 将自己镇压在这里 如此广大不可思议的大威能 可以在无声无息中 镇压诸圣之王的手段 寻遍诸天万界 恐怕都没有 谁能就得了自己 崔恒带着裴青叔 来到了天门星的最高峰 在这座山峰的最顶端 有一座好似天然形成的金属石台 只有三尺剑方 略微高出平面 在阳光的照射下 散发出金灿灿的光芒 若是站在这座金台上 眺望远方 则可见无边无际的云海翻涌 阳光落在云海之上 闪烁出无穷光影 如梦似幻 美不胜收 犹如人间仙境 这里被称作金台风 据说在九月年代以前 这里曾是登天上的必经之路 也称作登天金台 无数仙神在这里登天上 超脱凡尘 后来没有了登天之门 自然就只有金台风了 这是崔恒在古史典籍里看到的记载 并根据其中描述剧 现出了这座金台风 与曾经那座真正的金台风相比 这座金台风 在细微之处 存在一些许差别 不过 虚幻降临现实的神通 可以通过构建法则载体的方式 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 这就使其更加接近真实情况 如果有一天 他真能看穿时光长河 从现在回望过去 真正看到过去的烙印投影 就可以做到完全复刻 一般的虚幻降临了 现在还只是 接近于真实情况而已 崔恒站在金台风顶 细细体悟这里交织的法则道运 抬头向上方看去 眉头也随之皱了起来 疑惑道 难道那个传说是真的 裴青叔站在一旁 原本他正在欣赏金台风周围的金色 忽然听到崔恒这样说 不禁有些惊讶 疑惑道 师尊您刚才说 传说 如师尊这般 有着不可思议为能的存在 都十分在意的传说 应该是何等层次的存在 这 这简直无法想象了呀 嗯 关于天门星的传说 崔恒轻轻汗手 微笑道 在天路星提供的古诗典集里 有记载说 天门星 其实是九月年代以前 天界之门上掉落下来的一颗明珠 门上的一颗明珠 就化作了一颗生命星辰 裴轻书闻言震惊不已 亥然道 而且还以天界为名 难道也是诸天之一 不是诸天 崔恒轻轻摇头 沉声道 这个天界更像是诸天的汇总之地 也可能是统治诸天的某个机构 在突破到原因后期之后 他已经可以轻而易举地感受到 冥冥中诸天的存在 只要找到对应的灵影 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开前往天域的道路 就如同温皇宫的那口万毒池一样 竟还有比诸天更高级的层次 裴轻书越发惊叹 敢看到 宇宙之广大 果然是难以想象 难以揣测的呀 哈哈 这才多大 不过是一些星系和一些大解罢了 还差得远 崔恒闻言则是摇头笑道 宇宙之广大 为师早已与你讲过 上下四方约雨 亡古来今约咒 唯有哪一天 我们的感知能覆盖上下四方 古往今来 才有可能能搞清楚宇宙究竟有多大 多谢师尊教诲 裴轻书恭敬行礼 请说 你带那诸圣之王返回崇阳星 让他和明真聚一聚 等我回去之后再做发落 崔恒忽然转了画风 啊 裴轻书闻言一愣 不过还是拱手行礼道 是 师尊 陈堂已经被崔恒彻底镇压 连洞都动不了 只能是任人宰割 把这样一个家伙带回去 可以说是再轻松不过的事情了 裴轻书离开之后 崔恒再次登上了那座金台 不过 这一次 他不仅仅是探查上面交织的道运法理 还释放出了自己的法力 与这些这座金台 进行了实质上的接触 按照古史典籍中的记载 唯有超越仙界第六境的伟大存在 才能够在登天金台上 看到天界之门 并被接引到天界之上 这虽然只是以虚幻信息 具现出来的登天金台 但已经十分接近真实的状态 就连上面交织的法理道运 都如出一辙 于是 崔恒在释放出了法力之后 这座金台顿时散发出了隐隐宝光 满是灵性不朽 不死不灭的气息 与此同时 整颗天门星都像是受到了 某种剧烈的冲击力量 出现了细微程度的颤抖 而在崔恒所仰望的天空上 也浮现出了一个 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到的悬空巨门 这座悬空巨门高于千丈 通体都散发着无比神圣的光辉 就好像是从无穷高处降落到人间的至高神物 尊贵至极 巨门是紧锁着的 并没丝毫要通行的意思 崔恒很快又在两扇大门上 感知到了一股股奇异的气息 有一种极度古老苍茫的感觉 仿佛是在无尽九远年代之前 就存在的至宝 不过 除此之外 他还在这上面 还感知到了极大的负面气息 满是破败与腐朽 甚至隐约可见 这座巨门上 残留着金色的乌痕 看起来像是血迹 血迹 崔恒的眉头微皱 眼里眸光闪烁 抬起手犹豫了片刻 终究是没有真正向前推去 其实 以他现在的修为境界 只要向前微微一用力 就可以轻松 将这座所谓的天界之门打开 看到这扇门后面是什么样子 毕竟 登天的要求只是第七境 并不高 不过 他终究是没有这样做 还是等化神之后 或者对所谓的天界 了解更多一些吧 崔恒摇了摇头 心中暗道 这样贸然行动的话 太危险了 第271章 仙气 回反重阳心 崔恒向来都是很谨慎的 对于这所谓的天界 他了解的太少了 过多的未知 就意味着极大的风险 贸然去探索 是不明智的举动 万一里面有什么堪比反须 甚至河道的无上存在 自己这么没头没脑 闯进去 估计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于是 他最后还是轻轻摇了摇头 走下了金台 随后 崔恒又在天门星上待了一段时间 主要查看了曾经的两大仙门 喜仙宗和狄辰宫 按照天路星提供的古史典籍记载 这两大仙门也都自称有着无上传承 但具体的五道法门却并没有传承下来 崔恒也尝试过对其进行具现 但这种毫无信息根源的捏造 已经不属于虚幻降临现实的范畴 没能成功 好在一些圣兵和宝物 还是根据描述具现了出来 并且还经过了神通的自然修正 由此他可以从中解析出一些 有关于两大仙门传承的信息 通过这种较为安全的方式 崔恒终于找到了 这两大仙门的一点古怪之处 他们的修炼方法似乎存在限制 在达到一定的层次之后 必须吞吐所谓的仙气 才能够更进一步突破境界 这明显是不正常的 简直就跟万界星空的舞者 用不死真性修炼 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就是与天界有关的两大仙门 崔恒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越发觉得那个所谓的天界 可能很危险 还好自己没有去贸然探查 区区原音巅峰 太弱小了 放眼这广大宇宙 无影星空 这点微末力量 根本就不值一提 不论是遇见恒星爆炸 还是一头扎进黑洞里 或是什么其他的情况 都会在瞬间灰飞烟灭 只能转结重修 还是先回去见见那两个年轻人吧 崔恒轻轻摇头 随即身形微微一晃 脚下升腾起一道清光 整个人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飞出了天门星 而在他离开的同时 撤去了承载天门星文明的法子框架 只保留了维持自然环境的那部分 于是 无数的亭台楼阁 公冠庙宇等等 全都在转眼间化作了虚影 劲碎成了无数光粉 最终消失不见 就好像是从来没出现过一样 既然天门星没有生灵 那就让他回归到原始的自然状态即可 免得留着具现出来的文明 被纠占雀巢 等以后需要探索的时候 再具现出来即可 红仁熙和红仁旭两兄弟 现在都很紧张 有些坐立不安 忽然被邀请到九死天门来 这里的人还对自己极为客气 十分礼貌 着实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自己要经历什么 两兄弟现在就被安置在 最为上等的客房里 左右无人 大哥 你说他们把咱们邀请过来 是为什么啊 红仁旭忍不住低声对自己大哥道 他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往常出门在外的时候 九叔这位诸圣之王 可以摆平一切问题 可这一回却不行了 这颗崇阳心上 居然有着一尊无比强大 远远超过诸圣之王的存在 就算是九叔 也无法应对这种情况了 好在这位无上存在 对他们似乎并没有什么恶意 态度都比较友善 看起来也是可以交流的 不过 在这种陌生的 尤其是还有着诸多强者大能的地方 很容易让人产生恐惧和紧张的情绪 我也不太清楚 红仁旭相比起来要沉稳许多 他思绪转动 沉生道 从他们的安排来看 应该是比较重视咱们的 而且我先前 向那位姓李的前辈打听过 邀请我们过来 就是那位无上存在的意思 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等着就好 居然是那位无上存在亲自邀请的 红仁旭文言顿时笑了起来 好啊 太好了 这下等我回家之后 可有的炫耀了 那位无上存在 应该比造物主都要厉害吧 完全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存在了 我居然被这样的存在邀请 这事儿我能吹个一万年啊 他的性子向来跳脱 远没有红仁旭那样稳重 总会有一些奇思妙想 一万年 你先成为圣者 争取把寿命延长到一万年再说吧 红仁旭则是直接翻了个白眼 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 哼 等我回去 红仁旭就求奶奶教我如何 正得金仙知道 红仁旭有些不服气地道 过些年我就修成圣者 金仙可不是那么好成就的 红仁旭文言则是摇头笑道 我曾听爷爷讲过 金仙难成 绝非一朝一夕的功夫 通常来说 能走到金仙这个位置 大多数以前的同行者 都已经没了踪意 只剩自己还在前行 这就意味着 不知多少个舞者 才能出一个金仙 很难的 爷爷 红仁旭难难低语 看向红仁旭 轻叹道 大哥 你说爷爷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啊 他老人家 都离开上百年了吧 不知道 红仁旭摇了摇头道 奶奶对爷爷的去向很少提起 只偶尔会提到一些信息 从没说过 大概会什么时候回来 嗯 我听奶奶偶然间提起 爷爷是一个有着伟大志向的人 可在太红星 就暂时无法践行他的理想 所以才离开 或许等爷爷实现了他的志向 就会回来吧 唉 我晚上了十几年 就只见过爷爷几面 红仁旭有些遗憾地道 听奶奶说 爷爷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人 我却只能自己回忆 没办法真正感受 砰砰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却是李承来到了这边 两位 先尊回来了 还请前往会客厅吧 红仁旭和红仁旭顿时一愣 两人的身体 一下子就变得紧绷了起来 这就要去见面了 去见那位无上存在 不过 九叔呢 我们九叔呢 红仁旭心直口快 直接问了出来 两位不必担心 李承点头微笑道 与你们一起来的那名护卫 也已经在会客堂里等待了 好 多谢 红仁旭打开门拱手行李 请稍等 我们马上到 九死天门的会客堂里 崔恒坐在主位 惠氏和李承分别站在两旁 裴青叔则是去了庐陵城 让陈堂和明真故人重逢一下 叙叙旧 九叔则是站在角落里 他目光一直看着外面 等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之后 似是微微松了一口气 红仁旭和红仁旭来到这里 见到九叔之后 也稍稍心安 然后毕恭毕敬地向崔恒拜倒 叩见先尊 他们的态度很恭敬 这很正常 星空万界 向来都是强者为尊 他们一直以来受到的教育 都是在面对强者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足够好的态度 这样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甚至避免生死大劫 不必多礼 崔恒轻轻摆手 目光注视着这两人 却久久默然 没有再说一句话 红家这两兄弟 被看得心里有点发毛 可又不敢问 过了好一会儿 真是好像啊 崔恒才轻叹了一声 然后道 与我讲一讲 你们所知道的太红星吧 他并没有直接询问 红富贵的事情 而是打算 先了解一下太红星的情况 总归还是要了解一下背景的 第272章 2000年前 天门开启 崔恒对太红星了解的不多 他第一次听说 太红星是天虚界 看到红富贵的流星时 只知道 这是一个有大神通者存在的星球 后来见到天圣至尊 又进一步了解到了 太红星曾经的情况 只不过 天圣至尊描述中的太红星 并不怎么强大 天圣至尊的父亲 天和神尊在追随道神 来到周星的途中 就路过了太红星 当时包括道神在内 每个人都在那颗生命星辰上 带走了一批人 作为他们各自的最初班底 这也是后来天虚界十大仙门的由来 那是一万年前 当初的道神 也不过只是无极金仙 随行众人 更是只有金仙层次 并且 天和神尊 也曾对天圣至尊 描述过太红星的情况 最强者只是玄仙 微不足道 放眼这万界星空 这种层次的星辰 确实是微不足道地 与红富贵流星中 提到的那个 有着大神通者的太红星 相差甚远 大神通者 确实是个统称 并非特定境界的叫法 只不过 一般来说 这种称呼 至少也是指 诸圣之王这个层次的存在 有些地方 也会将造物主 尊称为大神通者 总之 这不太可能是一个 只有悬仙层次的星球 能有的层次 除非这颗星球 与外界完全没有交流 才有可能将 自己星球上的最强者 称作大神通者 可从红富贵 西附留下的种种痕迹 和一系列的表现来看 却并不是这样 太红星对星空万界的了解 绝对是极多的 不可能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 而且 后来崔恒遇见里程之后 还得到了一份 标注了太红星 所在位置的星图 却又得知 太红星居然在 两千年前 凭空消失了 直到在明海星 帝星之河的军天宫里 见到红富贵夫妇的刘信 才终于得知了 太红星现在的位置 竟是已经和其 原本所在的位置 相隔甚远了 这颗太红星 在崔恒看来 有着太多的离奇和莫名之处 非常值得探究一下 毕竟 他现在虽然已经突破到了 原因巅峰 却并不意味着 原因阶段的修炼已经结束 如同先前的每一个小境界一样 在达到原因巅峰之后 还是有通过不断的积累 再增进修为 才能够完成这个层次的修炼 也即使说 现在的崔恒 还是需要探索位置 学习知识 来增加原因修为 这也是他之所以会询问 红家兄弟太红星情况的原因之一 探索这个位置 对他的修炼是有帮助的 等见过红家兄弟之后 崔恒就打算兑换出级宪法 然后闭关一段时间 仔细研读一番 思考应该如何突破到化神境界 届时 探索位置和给突破化神铺路 就可以同时进行 双管齐下 红人熙红人旭 对崔恒的询问倒是并不意外 在他们看来 如崔恒这般厉害的无上存在 能对自己感兴趣的地方 也就是太红星了 毕竟 太红星的发展过程 确实堪称是传奇 在周边界域也广为流传 甚至在不少地方 还被编撰成了画本 于是 红人熙组织了一下语言 十分恭敬地回答道 先尊 如今的太红星 总共有誓 三大玄公 四大佛院 二十一仙门 这些是最为强大的势力 在明面上 共有圣者275人 诸圣之王68人 造物主5人 其周边31届 105星空 都以太红星为尊 这话一出 蛮长死记 会是和李承听的瞠目结舌 不可思议地看向了红人熙 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世上 居然还有如此强大的星辰 相比起号称仙界的紫阳界 都不遑多让 太离谱了 紫阳界有曾经作为紫阳天的部分底蕴在 还有三大主星 也只有八个造物主 一颗太红星 居然就有五个造物主 这还只是明面上 暗地里说不准 还有其他的影视存在 毕竟 造物主的寿命可是很长的 隐居个几万年销声匿迹 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谁也不知道 什么会突然出现 崔恒也感到有些意外 看 不过他意外的点 倒不是觉得太红星强大 这诸天万界 无尽星空 浩瀚广大 就算有千百万的造物主 也抵不过一颗稍微大点的恒星 与这浩瀚宇宙相比 连微不足道的形容词都配不上 让他意外的点是 太红星在一万年前 还只有悬仙 即便是两千年前 得到了巨大发展 有了七位胜者 但和现在的情况相比 亦是天差地远 短短两千年的时间 让一个悬仙突破到惊仙层次 都未必能做到 可太红星却从七个胜者 发展到了现在五个造物主 六十八个诸圣之王 两百七十五个胜者的程度 这种程度的跨越 实在是太夸张了 完全不合常理 甚至可以说是不合逻辑的 据我所知 太红星在两千年前 还只有七位胜者 崔恒沉声道 是的 红人熙点了点头道 两千年的时间点 对于太红星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那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变故 也是大机缘 曾经的那七位胜者 除了两位陨落的 现在都已经成为了造物主 也即是之前晚辈提到的太红星的五位造物主 他们分别执掌三大玄宫 和四大佛院中的两个 还要禀明先尊 晚辈的外增祖 就是当时的七位胜者之一 他老人家和另外四位前辈 在那场巨变中得到了天大的造化 这才有了后来的成就 也造就了现在的太红星 惠世和李成 在一旁听得惊奇不已 震撼莫名 那什么样的造化 居然能让圣者 在短短两千年的时间里 成为造物主 简直不可思议 这要是让明真知道了 恐怕极度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太红星消失在原本的位置 转移到现在的所在地 也是与这场巨变有关 崔恒询问道 当初太红星为何消失 对此 他也做过一些猜测 但现在看来 似乎都不是正确答案 回禀先尊 确实是如您所言 太红星之所以在如今的位置 就是因为两千年前的那场巨变 红人熙恭敬道 因为 就在两千年前 传说中的天界之门 在太红星外打开了 第273章 化神之路 天界之门 崔恒文言 眉头微微上挑 这个答案着实有些出乎他的预料 沉生道 太红星进入了天界 一旁的红人熙 也是一脸惊讶的 看向了自己的这位大哥 天界的事情 他可从没跟自己讲过 自己都没听过天界 据说是的 红人熙点了点头道 两千年前 传说中的天界之门 在太红星外打开 将整个太红星吸了进去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太红星就又被吐了出来 就落在了如今所在的位置 整个星球的本质 获得了极大提升 修炼变得更加容易 经过这一场巨变 太红星上的人死了九成九 活下来的寥寥无几 我的奶奶就是在太红星 被天界之门吐出来 地时候陨落的 不过 只要挺过那场巨变 最终活下来的人 都拥有了各种 强大的特殊体制 许多传说中的神体 圣体层出不穷 修炼速度快到了 不可思议的程度 这也是现在太红星 会有这么多的圣者 诸圣之王 造物主的原因 这些人基本都是 经过天界之门的 大哥 天界之门里有什么啊 我都没听说过 红人熙在一旁听着 忍不住询问道 崔衡转移目光地看了他一眼 只觉这个小孩 还是挺顺眼的 虽然懂得不多 也不爱说话 但喜欢提问是个好习惯 红人熙看了弟弟一眼 没有搭理 而是继续向崔衡行礼道 还请先尊见谅 天界之门内是什么样子 晚辈并不知晓 晚辈的曾祖父 从未提起过 天界之门内的情况 晚辈也询问过 但一直都没有得到答案 一些圣者倒是讲过 可参考意义不大 晚辈觉得 或许是他们境界不够 看不到真正的情况 按照那些圣者的说法 天界之门内 只有无边无际的雪白 除此之外 一无所有 无边无际 一无所有 崔衡文言轻轻汗手 微笑道 确实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既然你们的外曾祖 曾进入过天界之门 有机会 我会去找他谈谈的 这 红人熙欲言又止 他想问崔衡 会不会对自己的外曾祖不利 又不敢真的这么问 生怕会因此激怒崔衡 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毕竟 这可是一位比造物主 还要强大 不知多少的伟大存在 不必担忧 我没有恶意 崔衡微笑道 既然天界之门内的情况 你不清楚 那接下来就讲讲富贯 嗯 红富贵的情况吧 他还在太宏星吗 富贯 红人熙和红人绪 不由对望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恶 红富贵这个名字 就算是在太宏星 都没有几个人知道才对 只有最亲近的一些人才知道 他们的爷爷 最广为人知的名字 是红武 这位无上存在 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 红人熙忽然想到了 自己爷爷曾经讲过的一段话 又想到了先前会事 李承对崔衡的称呼 顿是一个机灵 不可置信地道 您 您是那位崔先生 爷爷的老师 富贯给你提供我 崔衡淡淡一笑 随即汉手道 没错 我是他的老师 这 红人熙目瞪口呆 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 只觉内心里有一股莫名的激动感 让他头皮发麻 完全说不出话来 啥 啥 什么情况 红人熙更是满脸迷茫之色 他都没见过红富贵 自然不知道这一层关系 居然还有这种事 站在角落的九叔 也面露骇然之色 惊疑不定地看向了崔衡 他是见过红富贵的 也与之交流过 关系还不错 自然知道 红富贵早年曾受过一位崔先生的教导 并铭记终生 其实 以前他对红富贵口中所说的那位崔先生 并怎么在意 毕竟 当时的红富贵才十几岁 也没什么见识 以那时候的认知 就算是遇到个人先都会觉得无所不能 而且 那崔先生 也确实没展现过什么特别的手段 因此 九叔一直觉得 那所谓的崔先生 应该不是什么太强的存在 可万万没有想到 红富贵的老师 居然是这样一位无上存在 这样的话 红富贵的身份 立刻就高到没边了呀 不过 也看是继命弟子 还是真传 这两种身份的区别 还是很大的 先生 他们是红武天王的后人 会是这个时候 也反映过来 崔衡在说什么了 无比的震惊 看着红人戏和红人戏 我居然见到了红武天王的后人 他的情绪十分激动 无比的惊喜 在到周星的时候 会是就曾受崔衡的指派 以各种各样的官职 去各地推行政令 而那些政令的源头 就是当初的红武天王 为了更好的推行政令 他是深入了解 并研究过红武天王的 对这位敢于掀翻一切 独占天下的豪杰敬佩不已 甚至还有些崇拜 如今见到红富贵的后人 自然是欣喜万分 红武天王 红人戏顿时又瞪大了眼睛 这也是一个他熟悉的称呼 颤声道 先生 您 您真的是那位崔先生啊 您是从道周星来到这儿的吗 我们确实是从道周星而来 崔衡点了点头 微笑道 不必如此惊奇 略微平复一下心情吧 我 我平复不了 我居然找到爷爷口中的崔先生了 我居然找到了 红人戏无比激动地道 我奶奶说过 爷爷他念到崔先生念到了几百年 做梦都想再见您一次啊 崔衡文言略微沉默 轻叹道 富贯已经不在太红星了 这点是可以从红人戏的话里听出来的 又是曾听爷爷讲过 又是奶奶说过 很少有正面的描述 这明显不像是人还在身边的样子 而且 以红富贵的性格 估计也很难在太红星这种地方待下去 嗯 爷爷在百年前就离开了太红星 红人戏点了点头 我这一代兄弟七人 只有我见过爷爷 连二弟都没见过 说着 他指了指旁边的红人戏 他之所以会离开 是因为清楚自己无法在太红星 践行自己的理想吧 崔衡的目光深邃道 天下大同 和谐平等 在这个有着诸多超凡者的世界里 太困难了 红人戏思维敏锐 立刻就从崔衡这话里 品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急忙解释道 先生 晚辈的外增祖 绝对没有限制过爷爷 奶奶和爷爷的感情也是很好的 在他看来 刚才崔衡的话里虽然没明说 但明显是在讲太红星的环境 不适合自己的爷爷 而自己的外增祖 作为太红星的五大造物主之一 在这方面难逃干系 应该是有几分怪罪的意思 这样一位无上存在 若是怪罪下来 那可是真的要惊天动地了 就算整个太红星的力量加起来 恐怕都承受不起 所以他急忙解释 崔衡略带审视地打量了一下红人戏 轻轻合手笑道 是这样吗 这样就好 富贯离开太红星的时候 是什么修为了 爷爷离开的时候 已是胜者 红人戏回答道 没有说明去向 崔衡问道 没有 红人戏先是摇了摇头 又道 不过也可能只是 没有跟我们说 或许奶奶和外增祖知晓 嗯 我知道了 崔衡轻轻汗手 微笑道 惠世 你带他们下去吧 再详细记录一下太红星的情况 是 先生 惠世点了点头 来到红人戏和红人戏面前 两位 请随我来吧 你也去吧 崔衡又看了一眼九叔 多谢先尊 九叔急忙行礼告退 待在这里的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里程 崔衡又道 惠如临城 让亲叔准备一下 过一会儿 我会去见陈塘和明真 他要询问 关于天界的信息 紫阳界自称是 紫阳天碎片所画 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 对天界应该是有些了解的 是先尊 是先尊 李成也行礼告退 这座会客堂里 就只剩下了崔衡一人 副官也真是够能跑的 崔衡笑了起来 七七貌似也一样 该不会等我到了紫阳界后 发现他又去了别的地方 年轻人还是有活力 其实对于他来说 能不能找到红富贵和江七七 并不重要 只要能听到他们的消息 知道他们还活着 没有受什么苦难 就已经足够了 因此 无论是去天虚界 还是来到武警界 或是以后去紫阳界和太红星 最核心的目的 还是为了他自己的修行 探寻红富贵和江七七的下落 一直都是顺势而为 当然 要是得到他们两个受委屈被打压 或是被追杀的消息 崔衡也不会客气 但他去各个地方的最根本目的 还是为了增进修为 突破境界 毕竟 这可是一个先王纵横的高级仙侠时空 很危险的 念及此处 崔衡又忍不住在心里问了一句 系统 这里真的是一个高级仙侠时空 慢慢先图 全能修仙系统 结成为您服务 为您的长生之路保驾护航 尊贵的宿主您好 经检测后可以确认 这事理高级仙侠时空 有诸天万界无尽众生 有先王纵横 凶兽无数 哪里有凶兽 哪里有先王 我怎么没见过 崔衡问道 他也算是遨游过宇宙星空的人了 从没见过什么所谓的凶兽 更没见过什么先王 所谓的造物主 也只是勉强相当于原因初期而已 尊贵的宿主您好 如果您遇到了凶兽或者先王 建议您立刻躲入本系统的洞天世界里 否则您的处境将会极度危险 如果您对自己现在的安全状况不满意 需要更加优质的服务 可全面升级套餐 对现有功能进行优化 也可购买增值扩展包 随机增加更多功能 现套餐 全能修仙套餐 全能修仙套餐升级版 全方位升级现有功能带给您更加优质的修仙服务体验 给你家一般的感觉 购买价格 11点 全能修仙套餐扩展包 可以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随机增加一个新功能 购买价格 100一点 购买资 温馨提示 随机增加的功能不一定符合您的要求 请谨慎购买 全能修仙套餐升级版扩展包 可以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按照指定的方向增加一个新功能 购买价格 1万一点 全能修仙套餐升级版扩展包收卖券 可以获得购买相关套餐的部分资格 购买价格 1万一点 够 这一系列的升级套餐 购买权 增值服务之类的属实 是把崔恒给整无语了 翻了个白眼后 便给系统下了指令 兑换初级宣法 从入门到升天的可阅读时间 随即就有一本小册子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他的修为境界已经达到了原因巅峰 可以开始为后面的画神铺路了 首先就是要搞清楚 要怎么才能画神 毕竟 这破初级宣法 是只有理念途径的 并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法 还是要自己研究才行 金丹大成突破到原鹰 只知道要郁郁灵性 收集众生七情的路线 是他自己探索出来的 原因期的修炼也是一样 原因的成长 需要了解未知 但调查各种隐秘历史 学习新东西 见识新环境 获得探索反馈的方式 也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 果然 再翻开初级宣法 之后 崔恒这次得到了 依旧只是简短的理念途径 原因长成 就如人学而有成 对这个世界 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可了解并不意味着掌握 唯有将自己所了解的知识 应用到实践中 并对这个世界的现状做出改变 才能扣开画神的大门 运用自己了解的知识 对这个世界的现状进行改变 崔恒迷惑了 这比孕育灵性探索未知 更加模糊 什么才叫做出改变 又要做出什么程度的改变 第274章 统一诸天中央大剑 对这个世界的现状做出改变 这实在是太宽泛了 摧毁星辰 涂灭星系 杀进诸天万界 算不算是对现状做出改变 在诸天万界 无尽星空掀起颠覆性的社会改革 彻底打破现在的社会结构 并建立其统一的组织 这算不算对现状做出改变 传到诸天万界 替换掉原本的修炼方法 这是否算对现状做出改变 施展神通将这诸天万界的人类 都变成动物 让动物都变成人 或是把男人都变成女人 再把女人都变成男人 貌似也是对现状做出了改变 还可以点花万物生灵 让无数星神占据星空 或是创造更多的九火炎龙 让这诸天万界 被自己所创造的生灵占据 诸如此类 种种操作似乎都符合对现状 做出改变的描述 并且这些行动 也都是可以从自己的过往认知 以及所获取的知识中 找到根源 找到痕迹地 确实是在践行自己所了解的知识 如果这些道路 最后都可以成就化神 那仙佛神魔 都是在一念之间啊 崔恒的心里略微感叹 只觉自己在修炼道路上 只是刚刚起步 前面还有太多未知的奥秘 而且一时间 他也难以判断出 这些方式能否奏效 更无法做出决定 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才是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甚至 他连怎么验证某种方式 是否会奏效 都还没搞清楚 首先还是要多审视原因的状态 尝试某些改变 是否会让原因的状态产生变化 崔恒的心中暗道 也不知道升级了套餐 会不会有具体的操作指引 这 初级宪法 实在是太简陋了 只有一个理念途径 想要以此找到化神之路 实在是有些困难 不过 做出改变有一个前提 是要针对这个世界的现状 这就需要对这个世界的现状 足够了解才行 了解的越多 可以选择的方向也就越多 崔恒的心中 忽然有所明误 按道 或许这也是原因期的修炼方式 是以探索为之为主的原因之一 整个原因期 其实都是在为化神打基础啊 这正好去找陈堂和明珍问一些情况 陈堂和明珍 现在已经有些绝望了 作为诸圣之王 他们从来就没有这样憋屈过 居然被限制在了一个小小的院落里 此时 两人的不灭道心和肉身力量完全被封禁 状态几乎和普通的凡人舞者差不多 如果逃走的话 李家的家丁都能把他们给抓回来 他们两个甚至都不能商量怎么逃走 因为他们无法隔音 只能正常说话 哪怕是再小的声音 都会被看管这里的家丁听到 根本就不可能做到任何隐秘之事 此时的陈堂和明珍 已经没有了半点诸圣之王的气势 只天天待坐在庭院里 等候发落 行尸走肉一般 不过 就在刚刚 他们得到了一个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消息 那个将他们镇压的崔仙尊 很快就要回归 并点明要面见他们 这可能是他们唯一活命的机会 也可能是临死前最后的挣扎 师兄 怎么办 明珍无奈地看向陈堂 不知道 陈堂摇了摇头 叹息道 谁能想到这万界星空里居然会有这样的存在 太离谱了 崔恒所展现出来的强大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莫说是第七境的造物主 就算是古老典籍中记载的 比造物主更加强大的存在 恐怕都远远 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这样的一个怪物 究竟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的 会不会是 明珍欲言又止 指了指上面的天空 不可能 陈堂摇头道 朱天都已经失去多少年了 天界的人怎么可能还存在 如果天界真的还有人 绝不可能会是现在这样 七千年前 九霄云天界被毁 不就已经有人怀疑了吗 明珍则是依旧坚持 陈生道 或许就是天界的人所为呢 就算他是天界的人 又能怎么样 陈堂咒没道 还会因为这个放过我们不成 师兄啊 明珍拍了拍大腿道 你难道忘了 我跟你说过 这位无上存在 似乎对朱天万界 无尽星空的许多信息都不了解 先前他还说过 要我带他去紫阳界 去寻找我们灾厄 星韵阁的古史典籍 他连紫阳天崩灭这件事情都不清楚 这就非常离谱了 紫阳天崩灭 可是震动朱天万界的大事 只要是造物主 就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 要我说 这极有可能是一位沉睡了无数年 才苏醒没多久的大人物 所以急需了解现在朱天万界的情况 估计也在寻找回归天界的方法 可天界之门早已关闭 天门星上的登天金台 也已经被毁掉了 想要找天界的线索太困难了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 虽然我们灾厄星韵阁 对天界的情况了解不多 但我们可以给他带路 可以带他去紫阳星 找那几个做古老的仙门 帮他调查 师弟 天门星被他给复原了 陈唐忽然打断了明真的话 此事太过离奇 也太过惊悚 所以先前我一直没跟你说 什么 明真愕然道 什么复原 就是天门星好似是经历了一场时光倒流 恢复成了四百年前的完好样子 陈唐沉生道 登天金台自然也已经恢复了 时光倒流 登天金台复原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明真瞪大了眼睛 无比震惊地道 师兄 你没看错吧 你说呢 陈唐淡淡道 明真一下子沉默了 但随即就兴奋了起来 笑道 这不是正好证明他 就是想要调查关于天界的信息吗 我们有救了 陈唐文言一愣 略微私存之后 点头道 似乎确实是这个道理 你们有没有救 还是要看你们是否配合 就在这个时候 崔恒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所谓的天界是怎么回事 与我讲一讲吧 话音刚落 崔恒就已经来到了这处院落 裴青叔和李恒就跟在他身后 正要和先尊说明 明真急忙开口 他刚才和陈唐说起这个话题 本就是为了引起注意 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以此来活命 讲 崔恒轻轻汗手 是 先尊 明真连忙点头 毕恭毕竟地道 天界全称为统御诸天中央大界 现在所谓的诸天万界 就是九远年代以前的天界划分的 传说在那个时代 只要成为造物主 领悟了天道的奥秘 就可以通过天界之门升入天界 成为永生不灭的天神 甚至还有机会被任命为诸天之主 统治一方天狱 可是后来天界就好像是忽然消失了一样 天界之门关闭 再无人下界 诸天万界也再没有人接到天界的法治 从那之后 诸天万界就进入了无秩序的状态 诸天没有了统一的管理者 渐渐独立开来 最终就形成了现在的状态 就这些 崔恒眉头微皱 这信息未免也太少了 听了就跟没听一样 其中大部分是他先前有过猜测的 比如 诸天万界是人为划分这点 还有 还有 明真再次补充道 据说天界消失之后 有一部分诸天之主得到无上天界秘宝 获得了不可思议的力量 或许有着重新打开天界之门的能力 诸天之主 重新打开天界之门 催横闻言 眼睛微微眯起 他想到了太宏星的情况 当时就有天界之门被打开 还把太宏星吸了进去 这是否与那所谓的天界秘宝有关 而且 按照太宏星那些圣者们的说法 天界之门内 无边无际一无所有 明显不像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这又是怎么回事 原因修为获得增长的同时 一个又一个的疑惑 从他的脑海里冒了出来 同时他又想到 如果让天界重现 是否也算是对这个世界的现状 做出了改变 不过 只是这些信息 还是太少了 于是催横又问道 除了这些呢 这 明真的表情有些苦涩 先尊 您知道的 我们灾厄星运阁留下来的传承不多 也没有造物主 对这些古老隐秘了解确实有限 不过 您放心 我们可以给您带路 紫阳星的那几大仙门 保留着为数不少的紫阳天传承 他们肯定知道更多的信息 您一定会满意的 好 催横点了点头 便直接转身向外走去 等去紫阳界的时候 自会叫你们 在那之前 现在这里好好待着 多谢先尊 多谢先尊 明珍和陈唐两人 急忙行礼叩拜 离开那座院落之后 裴亲叔忍不住向催横询问道 师尊 您真的打算留着两人性命 他见过催横复原的天门星 也知道是明珍一手炮制了天门星文明毁灭的悲剧 催横摇头轻笑道 为师什么时候说过会留他们性命 啊 裴亲叔先是一愣 随即仔细一想 顿时恍然大悟 笑道 师尊您确实是没有讲过 好了 先不提这个了 催横摆了摆手 画风一转道 亲叔 接下来我要做一个实验 你且跟我来 第275章 改变世界的尝试 催横带着裴亲叔来到了庐陵城里 这座大城与三十年多年前 他们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了许多变化 不再像以前那样混乱自由 勉强称得上是安居乐业 催横看着街上来来往往 井然有序的行人 微笑道 亲叔 还记得三十多年前 你对这里的人是怎么评价的吗 弟子记得 裴亲叔点了点头 环顾四周 三十年前 弟子曾说 这里的人兽性多过人性 不过是一群高级的猴子 曾经的庐陵城 除了世家大族 都是没有规矩理法的 自由地过分 滋生了过多的兽性 不过 经过李兄这三十年的治理 现在已经好太多了 三十年前 李全就退下了庐陵里世家主的位置 转由李成来继承 李成一改以前世家大族 对城内百姓不管不顾的态度 开始着手进行治理 开办学堂 传授武道 教导百姓 让他们看到前进帝希望 这才有了现在这个模样的庐陵城 可这终究是一城之地 崔恒意有所指地道 整个崇阳心的普通人 依旧看不到任何希望 只要不是大族子弟 这一生就大概率永久沉沦 师尊的意思是 裴亲叔文言略微私存 就明白了崔恒的意思 在整个崇阳心广开教化 开启明智 传授武功 没错 崔恒点头道 就传授你所修持的武道真身之法 给所有普通人以希望 同时扯下不死真性修炼法的伪装 裴亲叔的武道真身之法 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对根古资质的要求并不高 也不依赖资源 唯一需要的就是 肯放手去打 肯大胆地去战斗 只要修炼出气感 就能拥有远超同阶舞者的肉身恢复力 哪怕是被人打得半死不活 就能恢复个七七八八 然后实力大涨 这无疑是最适合普通人修炼的武功 就算是最最穷苦人家 也能修炼 师尊这是要弟子 做武道真身之法的传道之祖吗 裴亲叔有些激动地道 作为一个走出了新道路的舞者 他当然是想把自己的这条道路传承下去的 可在得到崔恒的准许之前 是不能这样做的 毕竟 这条道路之所以能够走成 主要还是因为崔恒的帮助 当然 崔恒微笑道 这条道路的开端 是你自己走出来的 不让你来传法 还让谁来传法 只要你愿意 放手去做便是 是 师尊 裴亲叔无比激动地拱手行礼 可他随后又有些顾虑 师尊 武道真身之法 十分注重战斗 修炼的核心就是战斗 如果这种修炼之法传播开来 会不会使得整个崇阳心 陷入了无止境的战斗中 反倒是让百姓的生活 比不上现在 确实是有这个问题 崔恒点头笑道 你有什么办法 这是他故意留出来的问题 目的就是让裴亲叔 自己进行思考 从而快速进入 治理天下的角色当中 弟子有一些想法 裴亲叔沉吟道 师尊 武道真身之法 确实是需要战斗 但并不是所有的战斗 都会影响民生 从整个崇阳心的广度上来看的话 只有无序且随意的 战斗会影响民生 有序有规矩的战斗 并不会影响 要让这些好斗的武者 进行有序有规矩的战斗 首先就是要制定 武者比斗规则的相关律法 并通过一个强有力的 行政官府贯彻下去 这样一来 只要行政官府足够强大 武者就不敢犯禁 只能依照这律法规定的方式 进行比斗 不至于过度滋扰民生 那如果是天仙 甚至玄仙级的武者 犯禁战斗呢 崔恒微笑着问道 官府的力量 终究不可能无限制拔高的 请师尊指点迷津 裴青叔恭敬道 其实你这个思路是对的 崔恒先是肯定了裴青叔的想法 汉首道 建立一个行政官府 通过强大的限制 让武者不敢随意滋扰民生 然后话锋一转 又道 不过 只凭行政官府的力量 想要限制住整个重阳心的武者 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个限制为师会帮你做好 不过要搭建的 不只是国家律法 还有限制武者战斗的相关法理规则 比如直接在法则层面进行规定 只要是在城内和城池四周一定范围内 武者就无法动用过于强大的力量 这样的话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城内就是绝对的安全区 只要待在城内 就不用担心自己死在强大武者的交战于玻璃 嗯 沿途的一道 也可以这样设置一下 限制武者在一道周围动武 免得让百姓赶路 也提心吊胆 同时也能强化国家对地方的统治 裴青叔则是已经瞪大了眼睛 愕然不已地看着崔恒 震惊到 师尊的意思是 直接制定限制武者战斗的法则 还能这样吗 这可是关系到一颗星球 是否能正常运转的法则呀 也能直接进行设定 自然是可以的 崔恒点头笑道 其实为师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但这要等你把这个框架建立起来之后了 到时候再说也不迟 法规律令这门法术 可以做到许多事情 可以有不少有意思的玩法 都可以用来尝试一下 看是否算是对这个世界的现状做出改变 多谢师尊 裴青叔恭敬行礼道 有师尊设定法则 弟子就可以放手去做了 定然不会让师尊失望 去吧 崔恒摆手笑道 裴青叔行事雷厉风行 在与崔恒的那次谈话结束后不久 他就开了行动 半个月后 裴青叔在做好了一些基础准备之后 直接宣布卸任九死天门掌门的职位 与此同时 他又自封临江王 宣布要建立起一个 囊括整个重阳心所有城镇乡村的国家 庐陵城九死天门 温皇宫 幽冥圣教同时相应 宣布支持临江王 并自愿归顺临江王麾下 遵从王命 一时间 天下震动 举世皆经 整个武警界的目光 一下子就集中在了重阳心 时不时就会有圣者过来探查情况 或是拜见裴青叔 现在的武警界 可是有五百多个的圣者 意味着一天 至少有几十个圣者 会来到重阳心 极大的分散了裴青叔的经历 这种情况 也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 最后只好下令 暂时关闭重阳心的对外通道 谁想要来重阳心 首先要将拜帖送到临江王府上 得到批复之后 才可以进入重阳心 这种举动 自然引起了许多圣者的不满 但也没有人公然得罪裴青叔 只能在暗地里悄悄说 裴青叔此举 必定失败云云 毕竟 裴青叔的背后 可是站着一个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大人物 能拿出几百颗万法归一丹 得罪这样的人 简直就是 再找死了 由于裴青叔先前所积攒的威望 再加上李家 和其余两大先门的相应 统一重阳心的过程 极为顺利 只用了一年时间 这还是因为 太红星实在是太大 否则早就已经完成了 完成统一之后 裴青叔正式称帝 国号为武 定督如龄 建元开胜 裴青叔变成了武朝开胜帝 同时开始划分各地行政区域 制定官制等等 至此 这整个过程 其实都没有引起 普通百姓的太大关注 对于百姓来说 这不过是把统治他们的人 从世家大族 换成了朝廷派遣的官员而已 具体有什么区别 他们都还没有感知到 可随着武朝的第一道政令颁布 顿时就让所有百姓坐不住了 广开教化 传授武道 凡年满七岁者 无论男女 无论贫富 无论贵贱 都可以去当地行属衙门报名 学习武功 这突如其来的政令 让整个崇阳兴的普通人 全都猛了 尤其是在得知 官府传授的武功 居然直指无极惊仙之后 无数天仙 玄仙 也都被惊动 从古至今 武功都是世家大族和门派把持着 普通人能学到点三脚猫的功夫 就算是大有机缘了 什么成仙成圣 根本连想都不敢想 现在官府居然要传授这样的神功 简直不可思议 可很快 又有一则劲爆至极的消息出现 直接让整个崇阳兴的仙界武者 都陷入了惊骇之中 官府传授的武功 无需不死真性 也能成为惊险 而且更加强大 甚至公然宣称 以不死真性为核心的修炼方式 是错误的 并且很快就传到了崇阳兴之外 武警界和那些与武警界交流频繁的戒语 和星空也得知了 这绝对是惊天动地的事情 这等于是在颠覆现今万界星空通行的修炼之法 这是在说 现在所有的金仙圣者 全都修炼错了 无数的金仙 无极金仙 圣者闻训而来 却又都被挡在了崇阳兴之外 不得其门而入 在崇阳兴内部 如何对待这个问题 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 刚刚建立的武朝 顿时就变得风起云涌 而亲手缔造了这一切的催横 则是端坐云端之上 双目微合 盘膝内视子府 关注着其中原因的变化 第276章 没有引路者 没有同行人 其实 在裴青叔开始行动之后 崔恒的原因 就一直没有产生什么变化 不过 随着武朝的建立 地方行政区划的制定 以及教化百姓 传授武道等政令的颁布 终于开始对他进行反馈了 此时 悬浮在子府经殿中的原因 终于产生了些许变化 丝丝缕的紫气 出现在了原因的周围 崔恒在这些紫气里 可以看到崇阳心上的种种光影 其中蕴含着文明变革的力量 以及众生的思想 与命运的变化 这些紫气 缠绕在原因的周围 但却没有跟原因产生任何交互 也没有对原因产生任何影响 怎么回事 崔恒地内心有些疑惑 子府之内 出现这种蕴含文明变革 和众生思想 与命运变化力量的紫气 就意味着他现在做的这个实验成功了 对崇阳心进行大幅度的社会改革 改变大多数人的命运和生活 确实是可以获得反馈的 可获得反馈之后 却没有对原因带来任何提升 这明显不太正常 是要等到我彻底完成原因巅峰的修炼之后 才会带来提升 崔恒陷入了沉思 按道 还是说我缺失了某些方面的修行或者认知 念及此处 他开始仔细地审视这些紫气 然后就发现自己似乎很难对这些紫气下一个清晰的定义 难以准确地对它们进行描述 这确实是一种凝聚了变化力量的紫气 可这种变化力量的有什么作用 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又如何作为成就化神的基础 他一无所知 单纯的这种变化力量 就可以让原因晋升到化神吗 崔恒皱眉思索 心中暗道 原因化神 什么叫做化神 什么叫做神 这是社会变革和众生命运与思想的变化 如果是其他类型的改变 是否还会其他类型的变化力量 它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 一时间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大量的疑惑 这个时候 崔恒十分希望能有一个老师站在自己面前 可以解答他这些关于修行上的问题 或者是有一个同境界同层次的道理 可以相互探讨这些问题 以及应该怎么解决 前方没有引路者 身边也没有同行者 这种修行状态 还真是充满了艰难与孤寂 太困难了 还不如停下来 好好享受 享受着漫长的生命 毕竟 原因巅峰已经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永生 只要不遇到反虚期的存在 更是堪称不灭 已经没有必要 在这条满是迷雾的道路上 继续往前走了 而且 哪怕只是原因巅峰 也足够在这诸天万劫称 继续再往前走 还有什么意义 又是这种念头 崔恒猛然间惊醒过来 发现自己的额头上 居然出了一层细汗 脸上神色变化 惊疑不定 我居然又产生这种就此停下 不再往前走的想法了 以前从没有过 上一次这种念头出现 是在他刚刚突破到原因巅峰的时候 那时候 他是怀疑 突破到原因巅峰之后 可能会有一道特殊的门槛 想着看看 初级先法 里是否有相关解释 可 初级先法 一如既往的颜检一概 并没有相关信息 没想到 在他思索突破到化神的方法时 这种念头 居然又冒出来了 第一次的时候 还能说这可能只是刚刚突破到原因巅峰 心境不是很稳定 受到了一些影响 这一次就让崔恒感觉 可能真的存在某些问题了 是什么原因 让我产生了这种退却的情绪 崔恒的眉头紧锁 却百思不得其解 他很清楚 自己绝不可能止步不前 这个世界先王纵横 凶兽遍地 区区原因巅峰就敢自满 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不明不白地死了 是天地自然规则的限制 还是大到这个境界之后 必经的一个心境门槛 崔恒的脑海里 闪过一个又一个猜测 这一刻 他也有所明悟 化神明显不会像先前几个境界那样容易 不是探索出修炼方式之后 按部就班的修炼 便可以突破的 崔恒略微平复了一下心情 思索到 现在的变化反馈 只是一个尝试 并不能算是 找到了迈向化神的道路 接下来还是要多多实验 多多探索才行 不过 眼下还是看看重阳心 接下来会不会什么其他的变化 后续的变化 又能否给我带来其他形式的反馈 念及此处 他忽然心理一动 停止了内心的思索 目光看向了下方 无数城市兴罗齐步 云云众生如矣 这让崔恒的心理忽然有所明悟 蓝蓝低语道 最近这段时间 我的修行是不是过于高高在上了 明明还没有成仙 就已经有些脱离人间了 这是被称呼上仙 仙尊太多了 前一末话中心理产生了变化 接下来 就在这人间走一遭 看一看这个新时代的普通人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时如是水 转眼间已是开胜十年 在这十年的时间里 五道真身之法 已经广泛流传开来 其中有天资过人者 已经修炼到了先天境界 开始闯荡四方 当然 这种舞者 都是五道真身之法的初学者 实际上 已经有转修五道真身之法的舞者 踏入天人之境了 这是因为 五道真身之法 和就五道之法的 是到天人阶段才产生区别 前面的境界 都是可以互通的 转修起来毫无阻碍 不过 只要是已经凭借 就五道之法 成为天人的舞者 是无法转修五道真身之法的 除非自己废掉现在的武功 倒退回地先境界 才能转修 渐渐地就形成了所谓新舞者 和旧舞者的区别 这种情况 对于旧舞者来说 影响是极大的 首先就是基于以前的舞道成就 所带来的名望和地位 在新舞道的冲击之下 开始逐渐消退 甚至崩塌 诚然 旧舞者中有许多天仙 天君 乃至玄仙 金仙 无极金仙 他们依旧是重阳心上最强大的一批人 理论上来说 只要自身的实力在 他们的地位 应该是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的 可实际上则不然 因为旧舞者中最强大的群体 那些圣者 无极金仙 金仙光是三大仙门 就占了七成以上的数量 这部分强者 属于建立五朝的元勋 本身又是出自仙门 名望地位 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真正受到影响的 是那些没有参与五朝建立的中大型势力 这些势力的顶层人物不算多 哪怕是加起来 也不过占了三成 可仙界第三境 也即是天人 天仙 天君这个层次 则是占了巨大多数 而转修新舞道和舞者 最先冲击的 也是仙界第三境的天人层次 于是 为主众多的天人 受到了极大影响 他们原本的身份地位 乃至在各个方面的利益 都开始受到新舞者的影响 经过这十年的时间 这种矛盾 已经是愈演愈烈 严不群就是一个旧舞者 巨大的社会变革 给他的生活带来的极大影响 他出身卑微 父母只是普通人 而且没有稳定的职业 终日懒散闲逛 最终在他十岁的时候 意外身亡 成为孤儿的严不群 只能以乞讨为生 后来他偶然间 在一个老乞丐的尸体上 获得了一部武功秘籍 可以修炼到先天境界 他如获至宝地 自己钻研修炼 却因为缺乏师长指点 和基本的武学认知 非但没有学成武功 还把自己的右手给练废了 最终严不群只能把这部秘籍 献给了一个武馆的馆主 请求对方给自己疗伤 并且收自己为武馆的学徒 好在这武馆的馆主还算仗义 收下秘籍之后 果真信守承诺帮他疗伤 还让他留在武馆学习 严不群终于正式踏入了武道修炼之路 可好景不长 短短三年之后 武馆馆主的仇家找上门来 采购才逃过一劫 接下来 他又开始了四处流浪的生涯 当过土匪 做过马夫 做过打手 也曾在深山里和野兽为武 蹉跎半生 都还没有达到先天境界的严不群 终于在一次被人追杀时 走投无路 跳下了悬崖 只求一死 却没想到苦尽甘来 他掉进了悬崖下边的一个山洞 在里面发现了几颗灵果 和一部武功秘籍 从此严不群时来运转 在百岁的时候 成功修成了人仙 又过百年时间才成帝仙 本来以他的资质 是没有机会成就天人的 可却幸运地遇见了催横突破 直接就从帝仙成为了天仙 就算是在重阳兴 天仙也算得上是一方人物了 起码可以在大城里 担任一些组织的小头目 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接下来 严不群开了一个武馆 准备以此为生 天仙的招牌也算好用 许多人都慕名而来 武馆经营得很是红火 可惜好景不长 轰轰烈烈的大变革就开始了 武朝建立 建元开胜 接下来 就是新武道的出现 几乎在一夜之间 武馆的学员就跑光了 尤其是在曝光天仁以上的 旧武者 无法转修新武道之后 连他的几个清传弟子 也陆陆续续地离开了他 就在昨天 严不群仅剩的一个清传弟子 也告辞离开了 若大一个武馆 终究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唉 严不群轻轻叹了一口气 关上了武馆的大门 转头看了一眼这空空荡荡的大唐 往日学徒们在这里练武的景象 游在眼前 他缓缓走过大唐 来到了后院 也不管地上的杀石尘土 直接就躺在了地上 仰头望着天上的夜空 伸出手掌抓了抓 却只抓了个空 到头来 还是一场空 就连我这一身天仙修为 在新时代里 也是一场空 严不群难难低语道 我知道 这样的社会大变革 对于绝大多数像我这样的普通武者是好事 是天大的好事 可落在我自己的身上 还是难受啊 唉 作为一个出身普通的武者 他几乎不可能得到 踏入玄仙境界的武功 已经成就天仙 踏野武功 去转修新武道 至于自费天仙修为 退转回地仙后再转修 严不群则是很有自知之明 如果自己真的那样做了 大概率是永远都不可能重回天仙境界 还不如现在 或许 我本就应该作为一个普通人 以普通人的身份 浑浑噩噩地生老病死 严不群回望自己这一生 发现真的是一事无成 毫无价值 尤其是在这个新时代里 连让他站立的位置 都已经没有了 接下来 我应该怎么办 怎么活着 严不群现在感觉自己 这一生 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价值了 亲人早就已经失去 学徒弟子们 也在新时代的潮流下 先后离开了自己 彻彻底底地截然一身 前所未有的迷茫感 涌上了他的心头 竟让他这样的一个天仙 有了些许窒息的感觉 砰砰 就在这个时候 严不群忽然听到 大唐方向传来了声响 似乎是有人在外面敲门 他疼的一下就从地上坐了起来 神情惊愕地 看往大唐方向 然后抬头看了看夜色 有些迷茫的自语道 还会有谁来找我 尤其还是这个时候 不过 虽然心里疑惑 但这个敲门声 就像是唤醒他内心深处的 最后一点希望 严不群还是站了起来 走过去打开了武馆的大门 阁下是 严不群疑惑地 看着这个站在自己武馆门前的年轻人 这是一个看起来 只有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容貌俊朗 五官柔和 眸光深邃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给人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 严不群仔细回忆了一下 自己两百多年的人生 确认自己从来就不认识这个人 他是谁 你是严不群吗 年轻人微笑着问道 这声音温和悦耳 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是 是 我是严不群 严不群急忙点头 他本能地感觉 这个年轻人不一般 但还是一头雾水 疑惑到 阁下是来找我的 没错 年轻人轻汗手 笑道 不让我进去说话吗 第277章 我想要的是个什么样的事件 崔恒在人间行走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这是第十年 在这十年里 他没有动用法力神通 一如普通人一般 四处行走 见过了许多人 也遇见过许多事情 他尝试在种种 属于普通人的生活中 寻找答案 自己究竟缺失了什么 为什么对这个世界现状 做出改变之后 获得的反馈 无法对原因进行提升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渐渐明白了 自己缺少的是什么 目标 诚然 崔恒明确设计了 重阳心未来的情况 也告诉了裴清书 要朝着这个方向改变 但这种改变的方向 却只是临时起义 而且 这并不是他自己 真正想要的世界 仅仅只是一个实验 简而言之 想要通过改变 世界现状获得的反馈 来提升境界 就必须要让这个改变 指向一个 自己想要的世界状态 不能漫无目的的改变 必须要有一个 明确的最终目标 要让改变这个行为 与自身相关联 这样才能让反馈产生的 子气与原因交互 从而促进境界地提升 当将这个世界 改变成自己想要的状态时 就可以奠定化神的基础 并以此来彻底突破 当前境界的稚古 成就化神境 同时他也明白了 初级仙法里 那一段将自己所了解的知识 应用到实践中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只根据 自己过往的认知和见识 构建出一个 自己想要的世界状态 可在明误这一点之后 又一个问题摆在了崔恒的面前 他想要的世界状态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或者说 想要走的道路是什么样子 然后崔恒就发现 自己并不清楚 自己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更不清楚 自己想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在这一点上 自己可能还不如红富贵 起码红富贵从一开始 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也知道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天下大同 而我呢 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崔恒曾无数次这样询问自己 在一次次自我询问的过程中 崔恒不断地回忆过去这数百年的人生 回忆在地球时的安稳生活 回忆在新手空间时的轻松惬意 最终 他确认了一点 自己想要的世界状态 肯定包含一点 安全 必定是安全 意外的危险 肯定是难以避免的 但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胆地担心 自己会不会不明不白地被害死 就可以称得上是安全了 从这一点来说 只要对这个世界的改变 能让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 变得更安全 就是符合他目标的方向 而安全的前提是什么 是强有力且稳定的秩序 简单来说 崔恒想要的世界状态 就是一个有着稳定秩序的安全世界 而这正是五朝在做的事情 建设律令 限制武者私斗 严禁武者随意伤害普通百姓等等 都极大的提高了普通百姓的安全系数 于是 在崔恒明误了这一点之后 原本缠绕在原因周围 没什么反应的紫气 忽然动了 那些紫气中的大部分 直接升华 成了一团团紫金色的神光 融入到了原因之中 提升了他的法力本质 并让他的法力 拥有了一种特殊效果 可让法力覆盖范围之内的大道法则 都变得更加稳定 更加的有秩序 更加的不容易被破坏 这个效果明显就是来自于他想要走的那条路道 如此一来 前面的道路就清晰了 只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最终不出意外的话 就可以凭借建立一个有着稳固秩序的世界 成就化神 可崔恒很明显地感觉到 纯粹的安全也不是他想要的 或者说他想要的并不仅止于安全 一个有着稳定秩序的世界固然安全 却也死气沉沉 没有生机 肯定是缺少了什么 必定是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至于具体缺少了什么 有什么不足 一时间他还没有想到 不过 紫府经典中那部分象征着众生思想 和命运变化的紫器 尚未化作神光 他就打算从这方面着手进行探查 看是否能找到什么线索 渐渐地他发现 有许多旧时代的舞者 在这个新时代里 失去了自己原本的位置 变得颓废丧气 乃至心生绝望 颜步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崔衡是在一个离开颜步群的弟子 那里听闻的 便找了过来 打算跟颜步群谈一谈 对对 请进 请进 颜步群十分欢喜地把崔衡迎了进来 匆匆忙忙地去泡茶 同时满脸笑意地问道 阁下怎么称呼 虽然他并不认识崔衡 也不知道崔衡的身份 但他自存 没有什么值得人图谋的 而且已经很久没有人来找过他了 在这种内心苦闷的时候 能来一个人说说话 也是好的 于是他也没多问什么 就把崔衡迎了进来 我姓崔 崔衡轻轻汗手 左右看了看 微笑道 你这武馆还是很大的呀 原来是崔兄弟呀 颜步群端着茶炉走了过来 邀请崔衡坐在了蒲团上 叹息道 当初我雄心壮志 要把武馆发扬光大 就见得大了点 也没想到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因为心武道的传播吧 崔衡的目光看向茶炉 看着其中的炭火 大势变革 如雄雄烈火 炽烈光明 照亮前路 却总难免有一部分人 会成为炭火 颜步群文言 身形微微一颤 有些惊疑地看向崔衡 皱眉道 崔兄弟 你究竟想要说什么 你可别想让我说武朝的坏话 我没有要套你话的意思 崔衡轻轻摇头 微笑道 就是想问问你 对于当今武朝 以及当今这个大事之下的自己 你怎么看 我这样一个浑浑噩噩的废人 乃配回答这样的问题 颜步群连连摇头 可看到崔衡的目光之后 便又沉默了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沉沉地叹了口气道 其实我对现在的武朝 并没有什么不满 不管你信不信 这是真话 我经历过以前的混乱时代 今天一起讨饭的人 明天可能就不明不白地横死街头 与人为善者 也有可能莫名其妙地 就被灭了满门 那时候的崇阳心是混乱的 是危险的 而在武朝建立之后 这天下就有了律令法度 有了强大的执法者维持秩序 变得安全太多了 新武道的流传 也给了更多普通人 改变命运的机会 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老实说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时代的 唉 崔兄弟 或许你说的确实没错 大势变革 烈火灼烧 总有人要成为炭火 要燃烧自己 照亮这个时代 如我们这样的救武者 便是这个炭火吧 可有些时候 炭火也忍不住会想 能不能给我们这些炭火一点机会 能不能不要就这样 把我们死死地扣在炉子里 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改变自己的机会 能不能不要什么都不问 就把我们扔进茶炉 渐渐地 严不群变得激动了 他甚至站了起来 宣泄着自己内心的情绪 崔恒就坐在严不群的对面 静静地听着 听他质问 听他咆哮 听他怒吼 听他最终 把一切的一切 都化作了一声叹息 我好像明白我缺少什么了 第278章 解决的办法 在武朝建立之后 推行新武道的过程中 炎不群这样的情况 并非孤立 大量的天人 天仙 天君 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也没有了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毫无疑问 将成为一个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不过 这些人本身并无过错 而是在时代洪流的冲刷之下 被改变了其原本的命运 变得处境悲凉 也就意味着 他们在新时代是缺位的 这是漏洞 简而言之 就是对世界现状进行改变的时候 漏掉了他们 在让世界变得更加有秩序 更加安全的同时 如何处理那些旧时代遗留下来 却又无法适应新时代的人 就是一个问题 其实 处理他们有很多方法 最方面的 当然就是直接以强大的力量 将其镇压 抹去一切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旧时代移民 从而保证自己 对世界改变的成果 或是单独开辟出一条通道 对他们进行一些特别的帮助 让他们转修新时代的武功 这样一来 就可以逐步地让这个群体彻底消失 可这都只是针对某种情况的操作方式 并没有直指问题本质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有秩序 变得更加安全 并不一定要在武道上做出改革 最为核心的 还是秩序规则的建立 如果有人不适应这种安全的秩序 又应该怎么处理 而这一点 是不可能做出改变的 还是需要在基础的世界构架上 找到一条可以解决问题的道路 这也是崔恒要真正弄清楚的问题 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除了安全和稳定的秩序之外 还要什么 生机 大到五十 尚有顿区的一 不能把世界的规则定得太死 在安全的环境和稳定的秩序之外 给无法适应这种世界的人 以生存空间给他们选择的余地 这不仅仅是给在变革中无法适应的人生机 也是给那些在稳定之后 因为思想变化 而无法适应新时代的人生机 同样也会让这个世界本身变得流动起来 不至于死气沉沉 完全固化 当然 这个生机怎么流 具体如何去做 还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的 比如眼前严不群的情况 崔恒就已经想到了办法 此时 严不群已经宣泄过了情绪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向崔恒行礼 满脸惭愧地道 让崔兄弟见笑了 我刚才也是一时激动 没控制住情绪 唉 这也是我这天仙境界得来的偶然 心性不足啊 没有 我倒是觉得说得很好 崔恒轻轻汗手 微笑道 五朝的武道改革 确实做得有些死板了 应该给你们这些救武者 一个选择的机会 崔兄弟也这么觉得 严不群很开心 笑道 对啊 武朝什么都好 有规则 有秩序 城里都很安全 就是我这种救武者 看不到奔头 那如果朝廷提供 可以让你退转境界之后 立刻就能恢复修为的丹药呢 崔恒微笑着问道 你是否还会觉得 看不到奔头 啊 严不群文言惊奇道 还有这种丹药 可就算是真有 也必定极其珍贵 不可能白送吧 白送肯定不会 但条件也不会太苛刻 崔恒微微点头 同时将手伸进袖子里 凭空捏了一块玉牌 交给严不群 很快就会有消息 届时 你拿着这枚玉牌 去当地衙门即可 严霸 他便只是消失在原地 不见了踪影 崔兄弟 严不群疼得一下就站了起来 不可置信地 看向了自己手里的玉牌 又四处张望 金仪不定地道 如此凭空消失的手段 是何等修为 玄仙 金仙吗 在经过一番震惊之后 他又渐渐冷静了下来 总觉得刚才的经历不太正常 可自己已是天仙 不应该会做梦啊 虽然心里疑惑 但他心里还是燃起了一丝希望 在把那块玉牌收了起来之后 过了不到十天的消息 他就得到了两个 让他十分震惊的消息 都与他们这些救无辙有关 其中一条 是朝廷宣布 在各个地的衙门中心 设立一个古武司 协助衙门执法 维护律令权威 古武司只招收救武者 并且只要通过考核 就会奖励一枚回天丹 可以让境界退转回帝仙的天仙 天仙 天君 立刻恢复到之前层次 另外一条则是 以后的各地比武大会上 必定会有回天丹作为奖品 用来奖励 有在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救武者 严不群看到这两条消息之后 脑海里立刻就闪过了崔恒的身影 激动得浑身颤抖 南南道 崔兄弟 你究竟是谁啊 居然如此的神通广大 在新时代变革中 救武者们之所以落魄凄凉 就是因为他们在新时代中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连学武都 没人跟自己学了 一生的成就 好似完全没有任何价值一样 可如今则不同了 古武司专收救武者 这就是朝廷开的门路 让救武者重新拥有一定程度的地位 就算是不想加入朝廷的 也可以去擂台上比武 哪怕没取得最终的胜利 只要是表现优异 同样有可能获得回天丹 如此一来 救武者们就有了更多的选择 不至于终日苦闷 郁郁凄凉 多谢崔兄弟啊 严不群向着先前崔恒离开的方向 恭敬行礼 以表自己内心的感激 如临城内 皇宫 裴亲叔有些疑惑地向崔恒询问道 师尊 您为什么要专门为那些 被新时代变革淘汰的人 做这么多事 为了能让稳定的秩序 安全的环境 长久存续下去的 崔恒微笑道 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总要给旧时代的人 机会 否则自己也很快会变得陈旧 他给出的两条路 其一是让救武者归于秩序 从而获得转修的机会 其二则是让那些不适应 稳定秩序的人 自己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就是他流出来的生机 师尊深谋远虑 裴亲叔赞叹 随后又问道 师尊 崇阳心的改变 基本已经完成 接下来是否要在其他星球展开 第279章 创造月神 回归到周星 不急 崔恒轻轻摇头 微笑道 武警界其余四颗星辰的情况 各不相同 具体要怎么改造 还是要从长计议 这段时间 李承一直在会试的身边学习 等他能独当一面之后 再着手对其他四颗星辰地改造 为师这次来找你 是有一事 要问你 师尊请讲 裴亲叔恭敬道 接下来 我会离开武警界 前往紫阳界 崔恒陈生道 届时你做何打算 对于离开武警界后的去处 他其实是有不少选择的 紫阳界 太红星 还有与周军天相关的三颗星辰 无论去哪里 他都可以探索到 不少未知的隐秘 不过 想要对这个世界的现状进行改变 紫阳界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那里曾是这片万界星空的核心 作为诸天存在的时候 甚至能直接影响 万界星空的规则法理 若是能对其进行改变 绝对可以得到十分可观的反馈 师尊这就要离开了吗 裴亲叔有些愕然地问道 再有百多年吧 崔恒微笑道 起码也要等你把剩下的四颗星球都统一了再走 到时候 里程可以留下来接班 你可以跟我一起离开 裴亲叔文言略微沉默 随即深吸了一口气道 师尊 你刚才不是问我做何打算吗 嗯 崔恒轻轻汗手 看穿了裴亲叔的想法 想要先留在武警界这边 是的 裴亲叔点了点头 郑重其事地道 其实弟子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 然后就发现 只要待在在世尊您的身边 总难免有些侥幸心理 总是会不自觉地产生有世尊在 不论我怎么做死 都不会有事的想法 这种心态其实很不好 弟子虽然已经成就万道法体 可终究不是不灭之身 如果有朝一日 弟子独自外出 独当一面 还总是习惯性地抱有这种心态 恐怕总有一天会难逃一死 这确实也是个问题 崔恒点头表示认可 微笑道 雏鸟终究是要独自高飞的 为师也不强留你在身边 你可以留在武警界 不过 自我修行可不要懈怠 这武警界的环境 可是很适合你修炼的 武警界现在颇为混乱 圣者众多 还时常有外界的圣者到来 经常会爆发冲突 裴亲叔在这里 可以获得极多的战斗机会 虽然圣者层面的战斗 对现在的裴亲叔来说 已经没有太多收获 但圣者次数足够多 总归是能增长不少修为的 嗯 弟子想留下来 也有借助武警界修行的打算 裴亲叔点头道 而且 弟子还有一个想法 等武警界这边 按照您制定的方向改造完毕后 弟子就去太宏星 太宏星 崔恒文言有些惊讶 随即略微私存 汉首道 以太宏星的层次 确实是比较适合你的 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危险 弟子明白 裴亲叔点头道 不过 越是危险 越能让弟子兴奋 越能让弟子的武道精进 而且 弟子也有不少保命手段 这点您不必担心 这样的话 崔恒略微私存 笑道 威师在离开之前 会传授 你一些保命的法术 免得你真的死了 多谢师尊 裴亲叔拱手行礼 随即他有有些惭愧地道 不过 师尊 若弟子不跟在您身边 是不是就只有 陈兄一个人帮您做事了 他说的陈兄 就是指挥事 你也知道这事啊 崔恒笑骂了一句 其实他对此倒是不在意 轻笑道 别想这个了 你是不是忘了 你还有一个师姐 啊 裴亲叔文言一愣 惊讶到 你要回到周星接师姐吗 没错 崔恒点了点头 笑道 再过百多年的时间 咱们就离开到周星两百年的 民穷的修行 应是已有所成 也该回去看看他了 还有李成的妹妹李薇 那个时候 他也在民穷身边待了两百年 估计也已经有所成就 该带他回来 跟李成团聚了 弟子方才还很惶恐 没想到师尊 您早就想好了弟子的替代品 裴亲叔做出一副 悲痛伤心的样子 你小子讨打是吧 崔恒瞪了裴亲叔一眼 随即又笑道 不然你觉得 为师为什么会这么轻易地 放你留在这 时光如水 一百多年的时间 很快过去 在裴亲叔的强大实力 以及九死天门 温皇宫 幽冥圣教的支持下 他只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 就统一了整个武警界 只不过 武警界的五颗生命星辰 都是在不同星空的 其中间隔的距离十分遥远 因此 想要在这另外四颗星球上建立起完善的行政制度 是极其困难的 只能依赖于当地原本的势力 可这样一来 崇洋星之外的四颗星球 虽然名义上归武朝管辖 但实际上却是国中之国 也很难彻底落实武朝定下的改革方针 经常是武朝的胜者在那里 就暂时按照武朝制定的方向行政 武朝的胜者一走 立刻就变回之前的样子 在远距离信息交流不方便的条件下 这种情况是很难避免的 正因如此 裴青叔在统一了武警界之后 反倒是出征更加频繁了 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了这方面 于是 接下来的一百多年时间里 裴青叔下令在武警界的武科星辰上 修建了大量的传送阵 好方便人际往来和信息流通 这才逐渐让武朝同时真正扩展到整个武警界 可要彻底完成符合崔恒制定方向的改造 显然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不过 即便是这样 也带给了崔恒不小的提升 只要是朝着他想要的世界状态进行改变 他都是可以得到反馈 继而凝成紫金神光对原因进行提升 这也让他的法力变得越发强大 对外部法则的影响里进一步增强 现在崔恒可以轻松做到 将法力笼罩整个崇阳星 以及周边的宇宙虚空 继而对这个范围的法则秩序 进行大幅度的影响和扭曲 最近这些年 他在距离崇阳星最近的那颗月球上 做了个小实验 通过对法则秩序的修改 让这颗荒芜的卫星变得安全稳定 并且适宜生存 于是 他开始聚集大气层 开始出现水流湖泊等等 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 这颗月球 就变成了一个袖珍的生命星辰 上面已经诞生出了较为原始的生命 此时 崔恒就站在这颗 有着勃勃生机的月球上 他的面前是一个巨大的湖泊 倒映着周围参天的巨木 阳光照射在上面 泛起淡淡的金光 绚丽夺目 这里原本是一个巨大的环形山 就算是站在重阳心上 普通人都能用肉眼 看到这座环形山 在月球变成了生命星辰之后 这里变成了这颗星球上 最大的湖泊之一 离开之前 还是要给这里留一点底牌 崔恒眸光深邃 望着湖光水色南南滴雨 随即抬起一根手指 向前轻轻一点 沉生道 月神 随着话音落下 一丝法力从他的指尖透出 交织了无穷法理之后 化作了一道清澈至极的光芒 落在了这个巨大的湖泊当中 原本只是静谧的湖水 顿时就泛起了涟漪 在湖泊的中央 出现了一个漩涡 周围的湖水 开始向上抬升 先前落在湖水上的阳光 全都被扭曲 集中向湖水漩涡的中央照射过去 并在那里 形成了一个有些模糊的光影 这个光影曲线分明 好似是女子窈窕动人的身姿 身上泛着皎洁柔和的光芒 就如同的是夜晚的月光一般 其周围的湖水 渐渐蒸发成了白色的烟气 阴晕满空 片刻之后 原本模糊的光影已经凝实 竟化作了一名美貌绝色的女子 她自湖水中央走出 越过阴晕的白色烟气 缓缓来到了催横面前 这名女子看起来二十岁左右 五官精致 明艳异常 肌肤是一种透着清朗的雪白 如同月光般 皎洁如玉 纯净无瑕 她的身上穿着一袭月白衣裙 素雅简洁 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 却很好地勾勒出了窈窕曲线 配合披肩的柔顺黑发 更显得圣洁无比 拜见仙尊 女子毕恭毕竟地向崔恒跪拜行礼 起身吧 崔恒轻轻汗手 沉声道 从今以后 你就是重阳心的月神 她如同口寒天线一般 在这句话说出口的一瞬间 整个月球上的道运法则 就都凝结汇聚起来 化作了一块晶莹剔透的洁白玉石 悬浮在了月神的面前 与此同时 在这片星空中央绽放无尽光和热的那颗太阳 骤然间闪烁了一下 一缕太阳精髓 被抽走落到了月球之上 并瞬间转化成了太阴之力 这一缕太阴之力 呈现出月光一般皎洁的青灰 融入到了那颗洁白的玉石之中 在上面鸣刻了两个文字 月神 这是你的神位 崔恒淡淡道 随即轻轻屈指一谈 这一道月神的神位 直接就没入了女子高耸的胸口之内 以后你就镇守无警戒吧 是 先尊 月神恭敬行礼 甚至连头都不敢抬 完全不敢去看崔恒 嗯 崔恒轻轻汗手 没有再继续说什么 然后他身形微微一晃 便离开了月球 来到了外面的宇宙虚空中 这个月神 其实就是崔恒 以类似于九火炎龙的手段 制造出来的生灵 蕴含了他的一丝法力 生来就有原因初期的修为 只不过 为了承接太阴之力 担任月神 他便将其捏成了一名女子 原因初期的修为 再加上摄取了部分太阳精髓 凝成的神位权柄 已经足以让这名月神 胜过绝大多数原因初期的存在了 这样一来 无警戒就变得相对安全许多 不至于 让这个已经沿着他预想 进行改造的地方 被外力破坏掉 其实对于现在的崔恒来说 创造原因初期的生灵 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毕竟 早在金丹大城的时候 他就已经通过九火炎龙 接触到了创造生命的法门 后来成就原因之后 九火炎龙们也都成了新的生灵 如今 他已是原因巅峰 而且已经踏上了化神之路 相比起之前原因初期的修为 已经提升不知道多少倍了 这也是修行的魅力所在 更高的境界 就是会完全凌驾于低境界之上 其中的差距是极大的 大到一个 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 都不可能跨越的程度 基于这样的差距 原因巅峰和原因后期之间跨度 其实已经很难用具体的 数字来形容 太大了 这也是崔恒 可以轻松创造 原因初期生灵的原因之一 在离开武警界之前 崔恒又分别在这五颗星球上 待了一段时间 根据每颗星球的不同改造状态 体悟反馈的不同 同时研究 自己法力产生的变化 随着原因本质的提升 以及法力特殊效果的变强 他冥冥中产生了一种感觉 这个在突破化神过程中 引导变化 产生的世界状态 或者说走出来的这条道路 可能对化神七的修仙者 有着颇为重要的作用 至于具体是什么 估计只有等他真正突破到化神七的时候 才能知晓了 修行无尽啊 崔恒轻叹一句 便从定境之中退了出来 然后开始送念咒文 朱天挪一仙咒 这门仙咒修炼起来极其困难 这两百年来 他一直都没有放松修炼 也只是把这门仙咒 修炼到原因后期的程度 当然 提升也是显而易见的 原本只能进行三百光年的灵影定向挪移 现在已经可以直接跨越六百光年了 距离足足翻了一倍 念咒需要的时间也大幅缩短 从出城时的三天三夜 变成了现在的一天一夜 早在离开道周星的时候 他就留下了灵影 现在只需要念动朱天挪一仙咒 就可以直接回到道周星 省时省力 由于从道周星离开之后 他还是要先回到重阳星 所以 这次离开他 并未与人道别 一天一夜之后 崔恒只觉自己周围的空间一阵扭曲 眨眼间光影变化 眼前闪过无数颜色纠缠在一起的流光 无尽星空 犹如咫尺 下一瞬间 他就已经站在了长峰府城之内 第280章 紫阳仙界神微星 白莲无声叫 崔恒留下灵影的地方 就是在长峰府城 他通过朱天 挪一仙咒回归 自然也是出现在这里 不过 两百年的时间过去 这里已经不是曾经地样子 原本应该是周牧官署的地方 已经变成了一座大礼堂 只有地基的格局 和院罗外墙砖瓦 勉强能够看出两百年前的模样 这已经不是他曾经处理正事 安排各项事物的地方了 门框上挂着红筹 旗杆上飘着彩旗 地上还有刚刚燃放的爆竹 外面有吹打的声音 看来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典礼 崔恒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微笑道 能有闲情意志举办这样的典礼 说明百姓的生活还不错 就是不知现在还是不是大卫朝了 两百年前 他离开道周星的时候 还正是王家的大卫朝 统治这片土地 如今若是大卫朝还在 国座英式已有两百八十年 不算短了 哎 小伙子 你怎么还在这 甚连大会都快开始了呀 这个时候 礼堂里走出来了一名老者 笑呵呵地道 要是去晚了 可就赶不上圣女赐语的摘食了 圣连大会 崔恒文言一愣 看向这老者 在他的法眼之下 立刻就发现了这老者的异常 但并未说破 而是微笑道 我这就过去 老丈你不去吗 不去了 不去了 老头子我 老了 老者轻轻摆了摆手 笑道 圣女赐语的摘食 对你们年轻人有好处 数量也有限 我这把老骨头 就不和你们抢了 可我见老丈 你体内流淌着天人之血 泥丸宫内 也有法相酝酿 分明已是天仙之神 崔恒笑眯眯地道 为何说自己老了 你 老者顿时双目圆睁 不可置信地看着崔恒 惊骇至极 你怎么 嘘 崔恒轻轻摇了摇头道 先不要出声 随我出去看看 话音一落 老者就不由自主地 闭上了嘴巴 然后就发现自己 居然直接失去了发声的能力 不仅仅是说话 就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无论是张嘴叫喊 还是拍打双手 或是猛力跺脚 都无法发出任何 哪怕一丁点的声音 他整个人都好像 是被隔离在了正常的世界之外 完全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这是他从来都没有过的经历 也是从未感受到过的极度恐惧 他是谁 他是谁 居然能在无声无息间 让我这样一个天仙 连半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老者的内心惊骇欲绝地狂吼 悬仙 惊仙吗 这最手心上的真正强者 终于出现了 我们的身份暴露了 一个又一个的疑惑 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 他也想要逃跑 可却发现自己根本就做不到 在这个年轻人的面前 他甚至连逃跑的念头都无法产生 无论是身体还是意志 都在告诉他 你不应该逃走 你也逃不走 你逃走就是找死 于是 他就只能跟在崔恒的身后 崔恒走出大礼堂之后 就见外面是一条十分宽敞的街道 两百年前开在对面街道的酒楼 早已没了踪影 现在则是成了一个巨大的广场 此时 这个广场上正聚集着密密麻麻的人群 看样子 足足有两三千人 他们有男有女 却都拥挤在一起 簇拥着中央高台 在那座高台上 摆放着一座白玉雕成的莲花 上面坐着 是一个身穿五彩一群的少女 这少女看起来 只有十五六岁的模样 眉宇之间 明明尚未摆脱稚嫩 五官容貌却美艳至极 给人一种充满魅惑的感觉 可她的气质 又满是圣洁 这几种感觉交织在一起十分怪异 但很容易就让人 把目光锁定在她的身上 然后就 再也挪不开眼睛了 无极惊险 崔恒一眼就看出了 这少女的修为境界 不禁有些疑惑 暗道 火山和红河水神不可能没有发现 可他们却没有管 是因为没有表现出有害的地方 此时这名少女正在赐予 聚集在这里的人们摘食 这些摘食都很普通 几块豆腐干 几个水果而已 可她取出这些摘食方式 却很特殊 簇拥在这里的人 会在白玉连台坐下 恭敬叩拜 然后少女就会伸出 月白如玉的右手 轻轻向天上一抓 摘食便凭空出现在了手中 再轻轻摇动手腕 摘食就自动出现在了 叩拜者的面前 这就是你们圣连教的圣女 崔恒看向身边的老者 淡淡道 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醉 最近两年才开始 这 这是第三次 我 我能说话了 老者无比震惊地 摸了摸自己的嘴巴 然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高声喊道 上先饶命 她的声音很大 甚至用上了真元 足以让方圆树里 都听到她的声音 可周围的人 却好像是什么都没听到一样 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不必耍小心思 没有人能看得到我们 也没有谁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崔恒似笑非笑地看着这名老者 轻笑道 我问你答 这样你或许还能活命 如何 多 多谢上先 老者颤颤巍巍地道 内心惊惧至极 此人居然连圣女 这样的无疾惊心都能瞒过 他是圣者吗 最守心上 居然还有圣者存在 怎么会这样 你们从何而来 何时到此 崔恒沉声问道 回禀上先 我们是紫阳仙界神威星白莲无声教的弟子 老者的气息忽然平稳了不少 居然能流畅地说话了 五十年前到此 似乎是这所谓的白莲无声交给了他一些底气 中京 大魏皇宫 四十年前 大魏朝廷对全国行政区画进行改制 同时对官制进行更改 并对地方进行奋权 原本的二十四州改为一京二十四省 取消原本执掌一州财政大权的周牧职务 转而在各省设部政史 暗查史 都指挥使各一人 将军政监察职务 禁数分开 京畿百里之地则被单独化了出去 为中京 为皇都 剩下的中州部分单独设省 称中京直立 简称直立 设三使处理军政事务 这项政令对整个大魏来说称得上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简直就跟改朝换代差不多了 而且还是在大魏立国二百四十年的时候进行的 原本是不可能的成功的 毕竟周牧总管一方军政大权多年 地方更有二百余年来新兴起的势力 想要把权柄一分为三 谈何容易 可当时才登基不过十二年的昌武皇帝王称 居然真的做到了 于是 大魏朝的中央权柄变得空前强大 地方官吏再也难成气候 居然让这个本来已经垂垂老矣的皇朝 再次焕发出了生机 如今已是昌武五十二年 大魏朝依旧是一片花团锦簇 繁盛程度远超之前数代先帝 此时的王称已经有八十五岁了 不过他勤修武道 已成人先 看起来依旧只有三十多岁 春秋鼎盛 只是按照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 皇位至多坐六十年 不得超过 因此 距离他退位 就只剩下的八年了 最近几年来 王称也不怎么关心政务了 大多数时候都是让太子监国 而他自己则是在皇宫深处 修建了一座宫冠 取名白圣宫 还请了一位道长讲经说法 同时请教武道 这一日是王称听经的日子 他一如往常那般 穿着道袍来到的白圣宫 可却并没有见那位道长 坐在蒲团上 而是站在宫殿外 目光似是在眺望远方 沈道长 你在看什么 王称凑了过去 有些好奇地询问 在看圣连教的未来 沈白圣转过身来 拱手行礼 微笑道 见过陛下 今日还要听平道讲经 道长在担忧圣教未来 朕又怎么好意思 再让道长讲经 王称轻轻摇头 神色关切地道 不知道长是为何忧虑 陛下 这里的方向 最远是哪个省 沈白圣指了指 自己刚才眺望的方向 这边是八川省 王称话刚一出口 便恍然笑道 朕了然 道长是在担心仙霞派啊 哈哈 道长多虑了 其实你大可放宽心 仙霞派虽然是天下第一派 还有众多大能 实力强大 但向来与人为善 从不会打压新兴教派 可平道还是有些担忧 我等毕竟是外来者 沈白圣做出了一副 忧愁的表情 叹息道 至今都没有与仙霞派 有过交流 难免心有气气 丰州的那位龙神 红河的那位水神 不是都没有阻拦道长传教吗 王称则是有些疑惑地道 有这两位的支持 道长也没必要担心了吧 那两位前辈 早已不问世事 只是看我教良善 便没有阻拦 可仙霞派毕竟是门派 沈白圣摇了摇头道 就把我交传道 是不小心开罪了仙霞派弟子 那可就太不好了 嗯 确实也是这个道理 王称文言轻轻汗手道 那这样吧 大魏与仙霞派 多少也有些渊源 朕就以大魏皇帝的身份下个请帖 邀请仙霞派的一位精仙来金赴宴 让你们借此机会见个面 商议一下 如何 多谢陛下 沈白圣当即拱手行礼 内心欢喜至极 这次来到周星的任务 终于有机会完成了 第281章 朱仙纷纷至 崔衡并没有杀那名老者 在问完话之后 就将他放了回去 这名老者终究只是天仙 知道的事情并不算多 但也让崔衡了解了这个圣连教 以及神威新白连无声教的基本情况 按照老者的说法 来到周星的这批人 分属于白连无声教的不圣堂 主管传播信仰 散播教派 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某个古老传承 同时传播 无声白连圣母的信仰 带队的是两名圣者 四名无极精仙 十二个太一玄仙 一百三十个天仙 这样的势力 其实已经足以横推整个道周星了 如果不算火三与红河水神 以及天虚界那边的话 不过 对于所谓寻找古老传承这个理由 崔衡倒是不怎么相信 多半是还有其他原因 只不过 老者的境界层次不够 没有资格知晓 就算是老者说的那些老道周星的阵容 崔衡也是持怀疑态度低 毕竟 一个天仙很难全面了解情况 于是 在放大老者离开之后 他便飞上了天空 对外透出了一丝法力 融入进了道周星的法则之中 下一瞬 长风俯城内盘龙柱 骤然亮起了一道火光 只见一条赤色红光直冲云霄而上 红河之中也浮现出了一道窈窕茜影 向天上飞去 与此同时 在深山密林之中 在某个省的布正史寺内 在一座乡下的大宅院里 分别有一名老者 忽然抬头看向了天空 神色全都变得惊喜万分 然后纷纷化作流光 冲天起 苍城山仙霞派内 由于历代祖师的有缘悠久 退位之后都会在后山前修 所以现在的苍城后山 已经修建了不少宫灌楼阁 供历代祖师居住 郑南勋 竹琴真人 柳一云 何清柔 陈寅 赵琪等人都在后山前修 其中最强的郑南勋 已是郑德无极惊仙 竹琴真人 柳一云 也已是惊仙 即便是 赵琪这一代弟子 如今也已是天君了 现在的仙霞派 可谓是一片生机勃勃 欣欣向荣之景象 因此 对于如今的绝大多数仙霞派弟子来说 苍城后山 就是仙霞派真正的底蕴所在 是充满了神秘与未知的地方 可就在这一天 无比神秘的寿山 忽然大放光明 一道道流光接二连三地 从后山飞了出去 冲上了天穷 这种情况闻所未闻 就连现任的掌门苏清雪 都感到惊奇万分 他急匆匆地赶到后山 却见自己的师祖赵琪 已经站在入口处等候 便急忙行礼问道 师祖 刚刚后山是怎么了 是好事 不必担心 赵琪轻轻汗手 笑盈盈地道 是祖师爷回来了 历代仙辈们都过去行礼拜见了 祖师爷 苏清雪文言惊讶道 祖师爷不是早就已经前往浩瀚星空之中了吗 弟子看典籍中记载 说是两百年前就走了 嗯 两百年前 我还见过祖师爷一面 赵琪浅笑道 而且刚刚师祖说 祖师爷似乎又比两百年前强大了无数倍 真是厉害 师祖您不去吗 苏清雪有些好奇地问道 祖师爷显露的法力 只有达到类似于玄仙的境界 才会感觉到 赵琪轻轻摇头道 我还没到那个层次 达到类似于玄仙的境界 才有资格见祖师爷 苏清雪不由则舌 惊叹道 祖师爷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那是以为通天彻地的伟岸身影 我们很难用言语来形容他的强大 赵琪微笑道 有祖师爷的存在 就让我们知道 修行无止境 我们应一直保持求所的精神 嗯 弟子明白 多谢师祖教会 苏清雪行礼道 道周星的天穷之上 崔恒已经凭空 创造出了一座天空之城 差不多是复刻了以前 长风周府的模样 毕竟 还是要有个落脚的地方 才好谈话 火三和红河水神 是最先道的 两百年的时间过去 火三已经自己修炼到了 原因初期 只不过 他孕育金丹灵性的方式 并非是体悟众生七情 而是收集大量的众生怨力 在以真火 将其断烧成纯粹的灵性 耗费了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 才终于踏入原因初期 红河水神 倒是没有什么进步 境界修为 依旧停留在原因初期 在见到他们两个之后 崔恒就明白 为什么那些 从紫阳界神威星过来的人 没有被处理掉了 你们这是把那伙人 当作了探索未知的途径了呀 崔恒轻笑道 这也确实是一个用途 对你们来说 他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获取不少的未知信息 拜见先尊 拜见先尊 火三和红河水神 急忙向崔恒行礼 异口同声 随后 火三有些惶恐地询问道 先尊可是需要将那些外来者都清除 红河水神也急忙道 是这些人怠慢了先尊吗 小神立刻就把他们抓起来 听后您发落 不必 崔恒摆了摆手 轻笑道 你们也不必这样紧张 都起来吧 我知道你们过来 也不是为了问罪 待会儿还会有人过来的 火三和红河水神 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他们站起来之后还是小心翼翼的视力一旁 态度无比的恭敬 不一会儿 郑南勋 竹琴真人 柳一云 何清柔 陈寅等仙霞派弟子也来到了这里 陆征明 刘立陶 赵广三人紧随其后 拜见师祖 拜见祖师爷 拜见先生 众人纷纷想崔恒行礼 拜倒一片 在这一刻 崔恒的心里 当真是有了一种莫名的沧桑感 眼前只是自己留下的一部分传承 还不包括天虚界的那些 就已经这么多人了呀 都起来吧 崔恒抬了抬手 开门见山地道 如今正在大魏传教的那个圣连教 你们应该都有所耳闻 众人文言互相看了看 纷纷点头 圣连教是在五十年前出现的 经过十年的缓慢发展之后 在四十年前 得到了大魏朝廷的支持 开始迅速发展 不过这个教派 一直以来表现的都很和善温顺 没有强行劝人入教 也没有去攻击其他的教派 完全是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怎么忽然提起这个了 师祖 这圣连教是有什么问题吗 郑南勋疑惑到 先前他们的教主 还请求过拜访仙侠派 只不过被我们拒绝了 接下来 你们尽可能地配合圣连教的请求 试探一下他们的真正目的 崔恒淡淡一笑 对郑南勋道 如果他们再请求拜访仙侠派 可以答应 对于这个圣连教 他当然可以亲自出手 将他们在盗周星上的所有人都抓住 这轻而易举 可他不确定 是否还有人躲在盗周星之外 伺机而动 万一是躲在外面的人 才知道真实目的 贸然出手的话 就是打草惊蛇了 鱼 还是吊着得好 第282章 那个修炼仙侠见绝的人 在交代过仙侠派之后 崔恒又把目光看向了火三 微笑道 你去宇宙虚空中游走一番 仔细探查一下 与盗周星相邻的素白星 看看是否有人躲藏 盗周星所在恒星系中 总共有七颗行星 按照距离核心太阳的远近排序 盗周星是第二颗 天竺星是第三颗 素白星则是第一颗 距离太阳最近 表面温度极高 没有任何生命 紫阳借敌人过来 明显是为了探查盗周星上的某些事物 就算隐藏在外面 也不会太远 天竺星和素白星 这两颗和盗周星相邻的行星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 天竺星有天竺星神在 更有诸多无极惊心 只要紫阳借来的人脑子正常 就不会选择躲在天竺星上 而盗周星附近的虚空 则都在崔恒的掌控之下 任何人想要逃走 都瞒不过他的感知 这样一来 漏洞就只有素白星了 正好可以派火山过去探查一下 这边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 那边的人就跑了 是 先尊 火山音声道 然后便直接化作了一道赤色飞红 离开了盗周星 往素白星飞去了 你就留下来继续监察整个大卫的情况 崔恒又对红河水神道 多注意整体国运的变化 小神遵命 红河水神行礼告辞 降落下去 回归了红河 你们 崔恒又看向郑南勋等仙霞派弟子 以及陆征明 赵广 刘立陶三人 略微私存 我这次回来 会带走一些人 前往紫阳界之后 我会做一些改革 需要有人帮我去推行 改革 陆征明 赵广 刘立陶三人 文言都十分惊讶 他们都是崔恒担任 风舟牧师的属下 很清楚 之前崔恒做过什么 现在居然要改造 那个传说中的紫阳仙界了吗 不愧是仙尊 就算是传说中的仙界 也是想改就改啊 你们三个 都跟我走吧 崔恒看了看陆征明 赵广 刘立陶三人 轻笑道 我看你们三个在道周星 也都是无事可做的样子 三人文言顿时兴奋起来 欢喜万分 一口同声道 多谢先生 多谢先生 在他们看来 能追随在崔恒的身边 无疑是天大的机缘 天大的造化 这可比自己 窝在道周星修炼 有前途多了 至于仙霞派这边 崔恒看了几人一眼 最后目光落在 郑南迅的身上 汗手道 南迅 你随我一起去吧 你师父或许也在 紫阳界那边 什么 是 师尊 郑南迅文言 顿时瞪大了眼睛 郊躯都微微颤抖 显然十分的激动 他连连点头道 多谢师祖 江七七对于他来说 是这个世上最为重要的人 如今一别四百年 他还是会时常想起 与江七七相处的那些时光 每到那个时候 都会倍感思念 都回去吧 崔恒轻轻摆手道 等离开的时候 我会叫你们 随即众人便告辞离开 这高天之上 便只剩下了崔恒一人 他覆手而立 目光俯视下方 眼中闪烁着淡淡的金光 到周星的一切奥秘 都呈现在了他的眸光之下 依然是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崔恒眉头微皱 按道 紫阳界对这里的叫法 是最守心 想来是因为周军天 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这次他们派人过来 是想要寻找周军天的传承 但这颗星球上 明明没有任何一次 周军天留下来的痕迹 周军天离开到周星 至少也有三十万年了 如果他们真的想要 查周军天的传承 绝不会等到现在 那么 最近这些时间到周星 是有什么与紫阳界相关的 紫阳宫里的那个传送阵 请求拜访仙侠派 他们是在查七七的传承 念及此处 他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这一点 确实是极有可能的 不过 能让紫阳界的仙门 跨越无尽星空过来调查 想必江七七英 是在紫阳界 弄出了不小的风波 甚至可能杀了不少人 否则的话 这白莲无声教 不会派这么多人过来查 也不会如此的谨慎小心 等把领头的抓住 就问问七七在紫阳界的情况 中京 白圣宫 沈白圣今天很兴奋 他精心打理着自己的盗袍 准备稍后前去赴宴 当然 他打理盗袍 并非是为了自身仪表 而是为了检查盗袍的防御能力 这件盗袍 其实是一件圣兵 有着 可以完美抵挡圣者攻击的强大防御力 虽然这次仙侠派来的只是一个金仙 随行的两人 也只是太一玄仙 但这仙侠派 毕竟是走出了万侠剑仙的传承 不容小觑 万一这里留有什么金天圣兵 或是诸圣之王层面的宝物 自己要是没能及时防御或者逃跑 也是极其危险的 沈道长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间隙古怪的声音 这是担任宫廷内官的太监 宴会即将开始 还请道长前往 嗯 沈白胜点了点头 并未多言 随即动身离开了白胜宫 宴会举办的地点是朝元殿 这里是大卫皇宫里最为宏伟的宫殿之一 用来举办盛大庆典和宴会 沈白胜来到这里的时候 文武群臣都已经到来 仙侠派来的那位金仙也已经落座 只有昌武帝王称和帝后未到 帝后进本都是最后才到的 这是常事 不足为奇 沈白胜与一众文武建立之后 便也坐了下来 目光看向那名仙侠派的金仙 打量起来 真的只是金仙 而且很年轻 估计不超过五百岁 他心中暗自私存 万侠剑仙来到紫阳界后 一年成为天君 三年成为玄仙 五年就突破到了金仙 他修炼如此之快 这边仙侠派的弟子也如此年轻 传承必定有特殊之处 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弄到手才行 这种修炼速度极快的武功 对我们无声教有着极大的好处 若能得教主赏识 我就有希望成为诸胜之王了 这次仙侠派过来的人是柳一云 他是将七七的徒孙辈 如今已经把仙侠剑绝 修炼到堪比金仙顶峰的层次 距离类似于无极金仙的境界 只有一步之遥 是仙侠派的最强者之一 沈白胜在打量他的时候 他也在打量着沈白胜这个外来者 仙侠派与红河水神和火三 都是有联系的 因此 他们早就知道沈白胜这群外来者 不过直到先前见过崔恒之后 他们才知道这群人来自于 那个自称仙剑的紫阳剑 好厉害的契机 恐怕比无极金仙还要强大 万法皈依的胜者 柳一云判断出了沈白胜的大致境界 心中暗道 不过 这恐怕不是太师祖想吊的鱼 区区一个胜者 还不值当 整个宴会上 两人并没有直接的交流 都只是在互相打量对方而已 待到宴会结束之后 柳一云便在一名内官的引领下 来到了一座造型雅致的园林中 这里是大卫皇宫内的皇家园林 是皇帝游玩之处 此时 昌武帝王琛与沈白胜 已经在这里等候 不过 王琛只是坐在梁亭里闭目养神 显然只是来做个见证 并不打算直接参与两人的交谈 平道沈白胜 见过柳仙子 沈白胜主动过去拱手行礼 态度十分和善 沈道长不必客气 柳一云轻轻摇头 微笑道 我这个人性子直 不喜欢拐弯抹角 道长这般大费周章 又是让陛下邀请 又是举办宴席 最后将我邀请过来 所为合适 不妨直说 沈白胜明显是没想到柳一云这样直接 他略微私存后 沉声道 既然如此 平道也就不都圈子了 敢问仙子 贵派的 仙侠见诀 坐驾几何 你说什么 柳一云做出一副恶然的表情 内心则是平静如水 他对此早有预料 仙侠派能吸引这些外来者的 无非就是特殊的修炼方式 也即是仙侠见诀 仙侠见诀 不是武道 也不是修仙之法 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新道路 在境界划分上是参考了武道 但修炼出来的力量更接近于法力 因此 走这条道路的修炼者 实力远超同阶武者 修炼速度也极快 通常来说 突破到精仙层次用时 不会超过五百年 仙子已成精仙 距离无极精 仙只差一步之遥了 对吧 沈白胜沉声道 可这一步却犹如天谦 不知何时能跨远 只要仙子能交出仙侠见诀 从凡界第一境 到仙界第三境的部分 我们可以赠予 仙子你一枚无极仙丹 服下去之后 便可成为无极精险 仙子放心 我们可以保证 此事绝不会被外人知晓 我们也绝对不会将 仙侠见诀 外传 只是拿来作为参考而已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柳一云冷笑道 那仙子要如何才能相信 沈白胜文言 眼睛一亮 没有被直接拒绝 这就意味着有希望成功 让你背后的人亲自来跟我交接 我要得到他的沉默 柳一云沉声道 能让我成为无极精险的丹药 不是你能拿出来的吧 这 沈白胜文言脸上表情一僵 皱眉道 我需要确认一下 然后 他盘膝闭目 悬浮着坐在空中 假装是在感知着某位存在 实际上 则是沟通了脑海中的圣王灵印 与那位诸圣之王进行联系 在这个充满危机的罪手心上 做任何事情都要懂得伪装 把自己装作良善温和的样子 否则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毕竟 这里可是有着两位造物主的恐怖地方 若非是忌惮火山和红河水神 他们根本就不会这样 小心翼翼地经营谋算五十年时间 素白星 灰白色的大地上 满是被陨石撞击而成的环形山 一名中年男子 正小心翼翼地躲在地底深处 他的身上 还缠绕着一层黑纱式的绸缎 遮掩他的契机 降低他的存在感 这是一件造物主级别的秘宝 并且是专精隐秘法则的造物 可以将他近乎完美地隐藏起来 短时间内 不会被外面那条 正在围绕着素白星游走的火龙发现 五十年前 他带着一众人等经过天竹星的时候 也是用这件秘宝 满过了天竹星君的感知 得以顺利来到道州星 此时 在素白星表面上游走的那条火龙 自然就是火三 他早就已经到了这里 并且本能地感觉到 这颗星球上的情况有些不对劲 但找了许久 都是一无所获 该死啊 这条火龙怎么会跑到素白星来 他不是在醉手心沉睡吗 赵坤有些气急败坏 但他只能极力压制自己的情绪 不敢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这有可能让他的行踪暴露 这条火龙的感知能力太恐怖了 这面无影仇 明明是可以瞒过所有造物主的质保 为什么他还能察觉到异常 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藏不了多久 很快就会被发现 难道真的要就此放弃 通过传送阵去最守星 然后传送出这片星空 他在素白星上待了五十年 可不是什么都没做 在地下他 布置一个传送阵 连接到道州星中金黄城里的白圣宫内 只要开启传送 他立刻就能返回道州星 而白圣宫内的那个传送阵 则是直接连接了这片星空之外的一颗星球 这是他们来之前就准备好的 方便撤退 尊者 仙侠派的人似乎有异想 但希望您能亲自过来交谈 就在这个时候 沈白圣的声音 在赵坤的脑海中响起 这句话对现在的赵坤来说 简直如同天籁 他好了 终于成功 终于要得手了 本作立刻就过去 赵坤有些迫不及待地回复 但语气还是拿捏得很准 随即 他就启动了传送阵 人站上去之后 瞬间就没了踪影 火三也在传送阵启动的那一刹那 发现了这边的异状 不过 他并没有过去探查 因为 在道州星的崔恒 通过共享火三的感知 已经知晓了这件事情 而在柳一云的头顶上方三尺 则是有一个隐匿的神灵 同样是与崔恒共享感知的 于是 当赵坤从白圣宫内走出 想着速战速决 尽快结束交谈 拿到仙侠建决 然后跑路的时候 崔恒已经站在了大魏皇宫上方的空中 只不过 谁也没有察觉到他 而是赵坤 来自于紫阳仙界的诸圣之王 赵坤在白圣宫内走出来后的第一话 就是说明自己的身份和修为 他不敢释放自身的修为契机 只能在言语上争取一些气势 随后 赵坤的目光看向柳一云 沉声道 姑娘 你想要的 我们都可以点你 无论是修为还是实力 或是宝物圣兵都可以 我们只要先挟建决 只要开出的价码足够大 对方就不会有犹豫的时间 这是赵坤的经验 向来是无往不利 而且现在 他必须要这么做 一定要快 必须要在被红河水神发现自己之前完成这件事情 然后通过传送阵跑路 否则 真就可能走不了了 居然是一位诸圣之王 柳一云故作惊奇地后退了两步 随即摇头轻笑道 只可惜 这仙侠建决是否能对外售卖 并不是我能做主的事情 说到这里 他忽然停下来 毕恭毕敬地向天空拜倒 高声道 恭迎太师祖法驾 崔恒在来到这里之后 就传音告诉了柳一云 于是 话音未落 就有一个身影从天而降 不偏不倚地落在了柳一云的身边 正是崔恒 这么希望得到 仙侠建决 他微笑着将目光在沈白胜的身上扫过 最后看向了赵坤 眼里似是带着几分审视 紫阳界自称是上天碎片 缺少这样一部修炼之法吗 还是说 有修炼 仙侠建决的人 在紫阳界 做出了什么特殊表现 第283章 共尊白莲无声叫主神 你 你是 赵坤静意不定地看着崔恒 身体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 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就算是在面对造物主的时候 他都没有感到这种程度的恐惧 只觉对方的目光 犹如高高在上的天道 任何一点波动 都能让自己魂飞魄散 为什么最手心上 会出现这个层次的存在 太离谱了 回答我的问题 崔恒依旧盯着赵坤 目光沉静 是 是 赵坤被看得头皮发麻 急忙点头道 回禀这位上仙 我们来这里 确实就是未获得 仙侠建决的奥秘 四百年前 有一位修炼仙侠建决的女剑仙 跨越无尽星空 到达了紫阳仙界 那名女剑仙刚出现的时候 还只是天仙境界 并不起眼 可是 当她接触到紫阳仙界的武功体系之后 很快就触类旁通 将其化作了自己所掌握的手段 然后就开始了匪夷所思 地快速突破 她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从天仙成为了天军 而后三年 便成为了玄仙 又过五年时间 居然直接踏上了金仙层次 在修成金仙之后 她只用了十年 就突破 成为了无极金仙 紧接着 又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 证得圣者之位 又过五十年 便就成了诸圣之王 因突破之时 有无尽霞光照耀天语 世人就尊她为万侠建仙 说到这里的时候 她略微停顿 周围 则是已经鸦雀无声 真落可闻 除了崔恒之外 每一个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她的身上 看向她的目光里 全都只剩下了一个情绪 那就是震惊 这样的修炼速度 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 让人无法理解 尤其是柳依云 她知道这个所谓的女剑仙 应该就是自己的师祖 也知道自己师祖天资绝顶 精彩绝艳 乃是不适出的修炼奇才 可却没有想到 居然会强大到这种程度 崔恒则是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 又继续问道 接下来呢 这已经是三百年前的事情了 她近况如何 接下来 接下来 赵坤文言陷入了思索中 有些慌张地道 在她成为诸圣之王后不久 便收到了紫阳星的邀请 据说当时紫阳星邀请的理由是 最近会有造物主讲道 会公开讲解诸圣之王 以上的修行路径 这正是她所需要的 自然就过去了 可没过多久 紫阳界就流传起了 她在紫阳星打开杀戒 连造物主都无法将她制止的消息 从那之后 她的行踪就沉迷 至今已有两百余年了 在说完这一段话之后 赵坤只觉自己全身都在颤抖 内心之中感觉惊慌至极 毕竟 这可不是什么好的描述 生怕崔恒因此迁怒 哦 崔恒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眉头微皱 脸上虽然依旧挂着笑意 给人的感觉 却好像是带着冰冷的杀气 紫阳星 我记得是紫阳界三大主心中 最强大的一刻 有七大仙门 五名造物主 这样的地方 联合起来对付一个诸圣之王吗 这一刻 冰冷的杀气 伴随着她的声音扩散开来 只一瞬间 整个道周星的温度 就骤降了一大截 直接就从炎炎夏日 变成了极度寒冷的炎冬 如果是站在宇宙星空的视角 观看到周星 就可以看到 这颗星球的表面 居然直接被蒙上了一层冰霜 好像 是把整颗星球都冰冻了起来一样 上仙 上仙 我们对此事也不清楚啊 赵坤急忙解释道 我们只是神威星上的一个小小仙门 是三大主心中最弱小的一个 平日里紫阳星高高在上 很少与我们交流 所以我们 对那位女见仙的事 也只是道听途说 彼此之间也没有过什么交集 了解的不多 她竭力想要与紫阳星的事情撇开关系 毕竟 眼前这位强大的不可思议 若是得罪了她 自家教派很有可能要面临一场灭门灾祸 道听途说就能知晓她修炼的是 仙霞见诀 崔恒冷笑道 落在赵坤身上的目光 骤然变得森寒 下一瞬 赵坤就感觉体内的力量飞速溃散 生命层次也随之跌落 紧接着 连生命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她不由自主地趴在了地上 居然看到了两只爪子 这让她惊恐万分 下意识地想要求饶 可一开口 却只发出了 赵坤变成了一条狗 啊 沈白胜下的惨叫起来 扑通一声瘫坐在了地上 眼里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脸色变得煞白至极 显然是惊恐到了极点 这可是一位诸圣之王啊 放眼诸天万界 无尽星空 这是最为顶尖的大人物 而且 由于造物主的境界过于遥不可及 诸圣之王也是 绝大多数圣者的终极目标 可现在赵坤这样一位修炼 超过一万年的诸圣之王 居然在众物魁魁之下 被变成了一条狗 这简直匪夷所思 太过害人了 太师祖神威无量 柳一云也忍不住感叹道 这种瞬间把人变成狗的手段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和理解范畴了 汪 汪汪 汪汪 这条空惊恐万分的哀嚎 他全身都在颤抖 四条腿都跪了下来 不断地向崔恒磕头求饶 继续讲吧 崔恒淡淡道 汪 上仙饶命 赵坤发现自己忽然又能说话了 但依旧是狗的模样 急忙道 上仙恕罪 我方才也是怕上仙迁怒我教 这才抱着侥幸心理 这次我全说 我全都说了 对紫阳心上发生的事情 我们确实了解的不多 也没有资格去了解紫阳心的具体情况的 只不过 我们和万侠剑仙之间并非全无交集 其实万侠剑仙在圣者境界的时候 曾四处游历过 我的师尊便起了一些心思 师尊派了我一名师妹去接近万侠剑仙 查清楚他进步神速的真相 同时也想着等关系清静之后 获取他的修炼方法 可万侠剑仙十分警惕 在发现端倪之后便主动疏远了我那师妹 最后我们也只得到了 仙侠剑爵 这个名字 就凭你们也想算计我师祖吗 柳一云十分不屑地冷笑道 师祖他智慧绝顶 浮原身后 更是曾得太师祖这样的无上存在教导 岂是你们这些萧小能算计的 是我们不思量力 是我们不知天高地厚 求上先恕罪 小狗模样的赵坤 无比公顺地磕头求饶 半点都不像是个诸圣之王应有的样子 其实 如果他还是人的状态 还保留着诸圣之王的修为境界 多半是不会如现在这样卑微的 可现在他体内的力量 早已被打散 境界也已经跌落 就只是一条会说话的狗而已 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心境了 不必求饶 我暂时还不会杀你 崔恒淡淡道 随即话锋一转 你们白莲无声教 是神威星上唯一的仙门 有一位造物主对吧 是 是的 赵坤急忙点头 他虽然不知道 崔恒问这个做什么 但还是如实禀告 再也不敢隐瞒分喉 嗯 崔恒轻轻汗手 又问道 我听人讲过 神威星上所有的人 都只供奉一位神明 就是你们白莲无声教所 供奉的主神 是这样的 整个神威星的人 全都尊白莲圣母为神主 赵坤心里 则是更加疑惑 但还是继续解释道 只不过 由于不同群体的人 对圣母尊神的理解不同 便在主教派的核心思想之下 衍生出了千百种不同的派别 他们之间关系复杂 有的彼此敌对 也有的亲如兄弟 竟也是个混乱的地方 崔恒闻言 微微一愣 他原本还在想要怎么改造 这样一个全球都拜一个神主的地方 毕竟一个地方的思想越是统一 他就越不好做更改 越不容易建立新的秩序 可要是思想混乱的话 就会容易太多了 虽然千百种思想 都有着一个源头 但从赵坤的描述来看 依旧是实质上的混乱 毕竟 这些不同的派别之间 要是真的认同一个根源 就不会存在敌对关系了 念及此处 崔恒看了看不远处 已经被吓得呆若目击的 昌武帝王称 又看了看那座白圣公 随后把目光落在了 摊坐在地上的沈白圣身上 轻笑道 你平日里再给大魏皇帝讲经 啊 我 我 回禀上先 是 是的 沈白圣连连点头 然后解释道 是陛下主动邀请我来的 并非是我蛊惑人心 不必说这些 崔恒白手打断 对沈白圣和赵坤道 接下来你们就去长风州府 那里自然会有人接待你们 会有几个人跟你们学习 白莲无声教的经义 他打算让陆征明 赵广 刘立陶三人 学习白莲无声教的经义 为以后在神威星上 建立新的秩序做准备 新秩序的建立 必定伴随着思想的碰撞 唯有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 赵坤和沈白圣 则是迷茫了 这是要做什么 居然要自己去讲经义 在把赵坤这个幕后主使 揪出来之后 崔恒在道中心上 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于是 等到火三从宇宙星空中 回来之后 他便直接破开了虚空 建立起了前往天虚界的 一步踏出就已经身在 天虚界的大洲国境内 常言帝王之位不能久居 否则就有可能遭遇莫名反噬 晚年不祥 因此 人间的大魏朝 就定下了皇位 最多只能做六十年的规矩 可在这大洲朝 却并不适用 如今已是 智奉371年 第284章 大洲国的危机 民穷女帝 其实 对于寻常百姓来说 上头的皇位是谁来做 并不重要 只要能保证他们安居乐业 并且能够有一定的进步空间 这就已经足够了 哪怕是几百年不换一个皇帝 也是没有问题的 大洲朝就是这个情况 在那位女帝治理下 大洲朝每一年 都比前一年更加强盛 无论是百姓的生活水平 还是武道层次 都在节节攀升 如今 是智奉371年 大洲依旧在飞速向前发展着 整个国家 就像是奔流入海的浪潮 不停地向前进发 好似永远都不会停泄一样 与两百年前相比 现在的大洲朝 已经获得了太多提升 首先是国土面积 如今的大洲朝 已经占据了天虚界 超过了五成的的土地 从高山到平原 从陆地到海洋 都是是大洲的疆域 整个天虚界中 能勉强与之相媲美的 只有一个大下国 不过 大下国那边 也只占据了天虚界 三成多一点的土地 从体量上来说 只比大洲的一半多一些而已 至于剩下的那一层土地 则是凌历着上百个小国 作为大下和大洲两国的缓冲地带 减少两个超级大国的接壤线 由于大下和大洲两国颇有渊源 几乎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矛盾冲突 两国对国内的治理 又各有手段 都可以保证内外的和谐 于是 这两百年来 可以说是天虚界 有史以来最为安定的一段时间了 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战争冲突发生 如果不是那百十来个小国 时常因为一点迎头小利相互征伐 估计普通的百姓的认知里 都要没有战争的概念了 再者就是人口数量和总体的五道水平 现在的大洲 在籍人口已经超过一百五十亿 并且普及了五道教育 只要是成年人 都可以达到先天境界 若是较为上境一些 则可以达到内境乃至神境 其中的佼佼者 更是可以成为人仙 地仙 就算是三百年前高不可攀的天人 天仙 天君境界 也时常有普通人突破这一切 似乎都代表着 大洲将会变得越来越强 将会从一个伟大 走向另一个伟大 永远地强盛下去 可也不少有时之士 看到了这种强盛之下 暗藏的危机 而且是极大的危机 那就人口的快速膨胀 以及未来土地的严重不足 这不只是大夏或者大洲的危机 同样也是整个天虚界的危机 增长天界的人长久 生活在安稳富足的环境中 养育后代的眼望都非常高 而总体是到水平的提升 也带来了寿命大幅一对普通的夫妻 大概会有四五个孩子 甚至更多 这让天虚界内的人口 以极快的速度膨胀 土地现在还够用 但要是再过一百年 两百年 甚至五百年 一千年 那可就未必了 大洲皇宫之内 女帝寝宫 李威穿着大红色的官服 脚步匆匆地来到这里 然后十分公顺地行礼道 陈李威 拜见陛下 如今的他 早就已经恢复了修为 并且向前更进了一步 成功万法皈依 踏入了圣者境界 虽然李威现在已经超过千岁 面容却依旧是青春年少 貌美名艳 只不过 为了当朝主政 他看起来不再是少女模样 而是略微成熟了一些 看起来有二十多岁的模样 在大洲的朝堂之上 李威也是李明琼的左膀右臂 近一百三十年来 宰相的位置 一直都是李威在做 许多具体的政令 也都是他推行下去的 实际上 他已是大洲朝内 除了李明琼之外 最具备权势的人之一 不过 李威自己一直都非常清楚 自己的定位 他非常清楚 自己就只是女帝陛下的近视俯尘 目的就是表现良好 争取被陛下传授 无须不死真性的修炼法门 绝不是什么全臣 更不可能 成为真正把持国家权柄的那个人 而且大洲女帝李明琼 在李威的心里 已经占据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 她会竭尽全力地去辅佐 让大洲变得更加伟大 嗯 李明琼略带几分慵懒的声音 从屏风后面响起 随即就见她穿着一身 月白色的丝绸睡袍走了出来 作为一位诸胜之王 这两百年的时光过去 并未给她的容貌带来任何影响 依旧是清丽绝伦的模样 国色天香 当然 说是诸胜之王 只是估算而已 实际上 她也不是很清楚 自己当前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随着大洲的强盛 李明琼在国运之道上的修为 也在不断提升 神魂金丹 在国运力量的温养之下 已经拥有了极度浓郁的理性 她的尼丸宫内 甚至都化作了一片金色的海洋 实力方面更是强大至极 随便一个念头 就能让千百个无极金仙当场湮灭 并且 由于国运之道的特殊性 它可以随时出现在大洲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地方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甚至可以被称作无处不在 陛下 您下令统计的人口和国土统计比例一事 已经做好了 李维十分恭敬地举出一枚预检 双手捧着呈给李明琼 做得不错 李明琼微笑着轻轻合手 然后随手轻扬 那块预检便落到了她的掌中 只见上面光滑流转 她很快就阅读完里面的信息 一双柳眉也随即皱了起来 天虚界还是太小了 李明琼轻轻叹息道 如果不能土地和人口 不能再做突破的话 再过百年时间 我的修为恐怕很难经讲了 国运之道的核心 就是国力的强盛程度 国力主要受到三点影响 国土面积 国内人口 国内五道水平 过去的两百年里 大洲的国力飞速发展 李明琼的修为境界 自然也就随之飞涨 她的修为境界增长 也能反补到国家 让国内五者修炼起来 事半功倍 从而进一步增强 国家的五道水平 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 不过 这种相互促进的循环 是有限度的 以她现在的修为境界 最多让悬仙以下的修炼 变得更加迅速 等达到悬仙层次 修炼速度 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缓慢 这就会导致绝大多数百姓 会停留在悬仙之下的境界 他们是国力增长的主要来源 可如果长时间没有新的人口诞生 就不会有新的天人 天仙 天君出现 国力的增长 就会变得极其困难了 而按照李维成上来的调查结果显示 再过一百年的时间 这种情况就要出现了 其核心问题 就在于国土面积 不足以承载那么多的人口了 届时 李明琼的境界修为提升会 近乎停滞 陛下 是否可以吞掉下界 李维建议到 这是他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天虚界的土地有限 隔壁的大厦 又是先尊弟子的后代所创建 于秦于李大洲 都不可能倾夺其土地 下界的道州心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百姓驾则清活纪年 若是将国土延伸至下界 这是对下界 离开 李维闻言有些惊讶 不该也答是我不李明琼沉声道 少则百年 多则两百年 我应该会有所突破 届时 我的修为英 不过 到了那个时候 我应该可以动用神通 聚集国运之力 将整个大洲随身带走 这样 我便可踏入星空 去追寻师尊的脚步了 将整个大洲随身带走 李维美目原争 有些难以置信地道 这是何等大神通 陛下 您究竟是什么境界了 这我也说不清楚 李明琼轻轻摇头 叹息道 恐怕要等见到师尊之后 才能知道前方的道路了 其实他也尝试过自己探寻前方的道路 但在缺乏有效参照的情况下 想要独自走出一条道路来实在是太困难了 尤其还是在探索比自己境界更高的道路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李维见李明琼忧愁 急忙道 臣有什么能帮到陛下的吗 你帮不上什么忙 李明琼摇了摇头 微笑道 修炼的事情只能我自己努力 或是请教 说到这里 他忽然停顿了下来 瞪大眼睛看向东北方 惊奇道 跨越通道 天虚界和道周星之间的跨界通道被打开了 跨界通道 李维惊奇道 现在不是还没到两者的交汇期吗 怎么会有跨界通道说到这里 他也愣住了 脸上浮现出惊喜之色 天虚界本质上是 游离在道周星之外的异度空间 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和道周星相连的 每百年才有一次短暂的交汇时期 如今已经过了这个交汇期 两者之间应该无法建立 通道了才对 除非是以大神通 强行将两者贯通 而有这般大神通的 在他的认知里只有一位 是先尊吗 李维惊喜不已的道 应该是师尊 应当就是师尊 李明琼也激动了起来 随即他身形一晃 身上的丝绸睡袍 瞬间就变成了得体的衣裙 随我去迎接师尊 崔恒降临到天虚界内 并未刻意遮掩自己的气息 只要李明琼对国运之道修行没有落下 理应会直接感知到他的到来 因此 他才刚刚落脚 就看到西南方向飞来了两道光芒 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到了他的面前 李明琼率先从光芒中现身 毕恭毕敬地拜倒在崔恒面前 弟子拜见师尊 李微紧随其后 同样十分恭敬地行礼道 拜见先尊 第285章 异度空间 小世界合并 崔恒看着眼前的两人 轻轻汗手微笑道 不错 修行都没有落下 李明琼则是轻轻摇头 十分恭敬地道 若非师尊您留下的国运之法 弟子也没有今日之成就 法 邪为打扇门了 恒则是轻笑道 若是你没有手段将这个国度治理好 那就只是空有妙 多谢师尊夸奖 李明琼顿时感觉到心满意足 可 他只觉自己过去两百年的一切努力都值得了 能得到师尊的一句夸奖 这是自己最大的成就 也是最为光辉的 荣耀崔恒 又把目光投向了李微 笑道 没想到你也成为了圣者 兜兜转转 你们兄妹俩还是一样的境界 不过他依旧是以不死真性为基础的 比不上你现在的成就 他居然也成为圣者了吗 李微四是有些惊讶 随即浅笑道 那他终于可以实现自己曾经的理想了 让我们李家和九死天门平起平坐 李成还有过这样的理想 崔恒文言笑了起来 但又轻轻摇头道 不过 他这个理想是实现不了的了 如今的崇阳兴已经与你所知的大友 不同了随后他 简单地把崇阳兴现在的情况 跟两人讲述了一下 以免到了那边之后太过震惊 什么 武警界已经有超过一千名胜者了 李微在听崔恒讲述的时候 忍不住惊呼出声 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如果这消息不是崔恒说的 他第一反应就是听错了 或是有人想要骗自己 这太离谱 太夸张了 简直不可思议 早在一百多年前 武警界的胜者数量就已经有八百多个 后来崔恒又少批量地 放出了些许万法归一单 自然就让武警界内的胜者数量轻松破迁 不过 李微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急忙行礼向崔恒赔罪道 先尊 我 我刚才不是故意要插嘴 我是太过惊讶 有些情不自禁 无妨 崔恒微笑道 他对此并不怎么在意 然后接着讲述崇恒新的变化 渐渐讲到了裴亲书启示 武朝建立 推行秩序规则等等 师弟 他居然也做了皇帝 李明琼文言笑了起来 随即又似是想到了什么 浅笑道 师尊 您在崇恒新那边推行的规则 我这边 其实已经在施行了 不妨来看看 我这大洲的秩序如何 好啊 就当检验你 这两百年来的修行成果 崔恒汉守笑道 以崔恒现在的修为 要查看大洲的全貌 自然无需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的去游离 只需飞到天上 俯视下方 转眼间 就可以将整个大洲的情况 尽收眼底 不只是明面上的百姓名声 就算是最阴暗角落里发生的事情 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因此 崔恒直接带着李明琼 和李威两人 飞上了天空 目光看向下方 这一刻 大洲的人间灯火 万家吹烟 都映入了他的眼中 他看到了一个稳定祥和的国度 百姓安居乐业 这里的人 每天只需要认真的工作 就可以拥有不错的生活 甚至都不需要很强的武功 因为有官府和朝廷律令 保护着他们 安全和秩序 在大洲朝得到了十分完美的体现 这正是崔恒想要试剑 而大洲朝 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与他传授给李明琼的国运之法 是分不开的 于是 在明雾这一点之后 崔恒立刻就感觉到 紫府金殿之内 亮起了一团团紫金色的光芒 开始滋养原因 提升原因的本质 他的法力效果 进一步变强了 这样也能有反馈 崔恒的心里顿时无比欢喜 这就意味着 只要改造这个世界的源头在他这 并且最终构建出了一个 有秩序的安全世界 就可以让他获得反馈 换个角度来说 只要李明琼的大洲朝 影响范围力越强 影响范围越广 并且一直保持这种有着稳定秩序的安全状态 就可以不断给他的提供反馈 如此一来 我惦记化神的难度就降低了不少啊 崔恒的心中暗道 同时开始体悟起自身法力的变化 在得到紫金神光的滋养之后 原因的修为虽然没有提升 但本质却在升华 让他的法力效果变得更加玄妙 原因突破到化神的过程 就是让自身的道降临到现实 从而实现对现实法则大道的扭曲和大幅度影响 因此 现在崔恒虽然还没有真正突破到化神 但在走上化神之路 并且凝聚紫金神光提升了原因本质后 他的法力已经有了类似的效果 如今 这种效果更强了 他心念一动 就看穿了天虚界的深层法则 将这个小世界的状态和运行情况看得清清楚楚 嗯? 这时 崔恒忽然眼睛一亮 抬头向上看起 在法力效果提升之后 他感知到了天虚界外异度空间的情况 世尊?怎么了? 李明琼注意到了崔恒神色的变化 有些好奇地询问道 明琼 你的修行快要到瓶颈了吧 崔恒收回了目光 向李明琼问道 通过刚才的观察 他已经发现大洲暗藏的危机 嗯? 李明琼点头道 再过一百年左右 这里的土地就不太够用了 土地并不仅仅是居住空间 还有各种资源 如果人口继续像现在这样爆炸式地增长下去 百年之后资源就难以做到 合理分配了 届时现有的秩序将会难以维持 必定会爆发各种矛盾 这是难以避免的 除非能够获得更多的土地 更多的资源 否则它的修为就很难再有长进了 眼下就有一个获取更多土地的机会 崔恒指了指上方虚空 微笑道 现在天虚界正在接触一个小世界 您的意思是 李明琼文言先是一愣 随即惊喜道 天虚界又来到了一个 有着小世界的异度空间众望 天虚界实质上 是九霄云天界的一块碎片所化 有着自我修复的特性 因此 只要在异度空间中遇到一些小世界 就有可能将其吞并 用来修复自身 在过去的数千年时间里 天虚界就曾数次吞并过一些小世界 从而增加了自身的体验 曾经的三大佛愿 就是由此而来 嗯 为师刚刚发现 这一处异度空间有一个小世界 崔恒轻轻汗手 微笑道 并且天虚界已经与他建立了联系 所谓异度空间 就是附属在正常物质星体之外的特殊空间 其本质是空间下系扩张后的状态 空间下系是空间波动 或者挤压等情况自然撕裂形成的链 它们彼此之前存在一些联系 因此在穿过一条下系之后 就有可能出现在另外一条下系之外 这也是实现远距离传送的基础 只要将两条固定的下系相连 就可以达成瞬间跨域极远的距离的效果 传送阵就是用类似手段布置而成 可空间下系其实只是初级状态 如果任由一条下系任意滋生扩大 在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 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异度空间 然后附属在周围的大体量物质周围 这种异度空间依旧保留着空间下系的特性 两个或者多个之间都有可能存在联系 不过 异度空间内部本身是没有物质的 这种联系也就没有太大意义 可如果有外界的物质 偶然坠入了一个异度空间里 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个物质会以最初接触的那个异度空间 为其实点 在与其存在联系的多个异度空间中循环游 并且 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 就会回归最初的异度空间 这其实就是天虚界的情况 它就是那个循环游走 在多个异度空间中的物质 到周星的附属异度空间 则是天虚界的起始点 天虚界 每隔一百年 就会回归一次 所以才有每百年一次的交汇 现在并非交汇期 意味着天虚界 正在其他的异度空间中游走 这就有极低的可能 遇见其他的小世界 天虚界上一次 遇见小世界 还是在数千年前 不知道 这一次会遇到什么 李明琼 对此的兴致很高 笑道 不论如何 天虚界 肯定会因此而扩张的 这样一来 土地资源的紧张 就有极大概率 得到弥补 莫要高兴得太早 崔恒则是摇头倾笑道 按照天虚界的自然修复速度 至少也要七八十年 才能完成这次的合并 七八十年 倒也算来得及 李明琼估算了一下 七八十年后 大洲国内各层的矛盾 虽然会开始显现 但多半还发展 不到有激烈冲突的地步 不过 再有十几年 那个小世界 恐怕就要没了 崔恒的目光 看了看天空 又看向李明琼 明琼 你要不要帮一下他们 啊 李明琼疑惑道 师尊要带我们 去那个世界 不 崔恒轻轻摇头 沉生道 是加快天虚界 融合这个小世界的速度 第286章 即将毁灭的世界 对于崔恒来说 以法力影响天虚界 和另外一个小世界的法则 并不困难 只需要用法力 将两方世界的核心法则连接起来 再对其他的法则 进行一定程度的微调 从而实现与天虚界的严丝合缝即可 如此一来 那个新的小世界 就可以完美与天虚界融为一体 很简单 在这个过程中 那个小世界中的普通人 甚至都不会有什么感觉 唯有那些达到了类似先天境界 可以感知天地法力变化的人 才能够感知到这种变化 风声呼啸 卷来浓浓的血腥和腐臭味道 张言诚回到了自己 阔别了三年的家乡 可眼前的景象 却是让他难以接受 昔日繁华的城池 如今已经破败不堪 入眼所见 尽是断壁残垣 房屋清塌 到处都是残枝碎骨 几乎没有一丁点完好的地方 从尸体的腐烂程度来看 城池被毁掉 应该有四五天的时间了 里面的人 已死去多时 这个身高九尺的健壮男子 陷入沉默 整个人一下子变得 好似万年的寒冰一样 只有微微颤抖的双手 在表达他内心的愤怒 该死的妖怪 张言诚的声音 就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一样 满含着怒火与不感 他体内的气血 如同火焰一般燃烧起来 整个人的皮肤 一下子变成了火红色 全身的毛孔骤然打开 无数烟气从里面喷涌而出 竟在他的头顶 凝成了一层 带着几分血色的浓雾 在他的身边 站着一个二八年华的妙龄少女 他容貌秀丽 身形娇小 穿着淡红色的衣裙 清纯可爱 师兄 我们还是来迟了 少女神色悲戚 轻轻地握住了张言诚的手掌 背齿轻咬红唇 安慰道 我们已经得到了 那把传说中的斩妖剑 一定可以杀死妖皇 拯救我们这方天地 斩妖剑 张言诚四世 被唤醒了某些记忆 南南道 对 我们还有斩妖剑 随即 他伸出手掌 集中精神 顿时之间 一道清光在他的掌心中亮起 一柄长三尺三寸三分的长剑 凭空出现 这柄长剑的剑身上 铭刻着密密麻麻的花纹 每一道划分 都似是蕴含着奇异而强大的力量 让人一看 就忍不住沉迷其中 碰 张言诚手捧长剑 跪在了地上 叩手败道 高声道 父亲 母亲 还有城里的父老乡亲们 我定会持手中之剑 斩尽世间妖魔 平定妖乱 让这世间重回十年前的太平景象 十年前 正值新潮开辟六十年 国力达到顶峰 又得欲民主贤君 历经图治 天下即将大兴 所有人都知道 这将会是结束了 长达两百年的纷争乱世之后的第一个盛世 可忽然有一天夜晚 月亮散发出了诡异的光芒 无数雨露伴随着月光从天而降 落在了山野林间 落在了无数动物的身上 起初这样的异象并未引起人的注意 甚至还被青天间解释为天降甘霖 预示着圣世将至乃是上天赐予的祥瑞之招 可很快人们就发现情况不对了 首先是野兽的个头变大 原本相对瘦小的野狼居然都变成了高于七尺的猛兽 原本就很凶猛的老虎更是夸张 许多地方都出现了高于三丈的猛虎 其余的野兽也多有变大 而且随着体型的变大 这些野兽的皮肉骨骼也变得更加坚固 防御力大增 这样的变化 立刻就带来了十分严重的灾难 一头高于三丈的猛虎 简直就是噩梦 随便一巴掌就能拍死所有一大片披甲兵族 出现这样一头猛兽 需要数千名精锐兵族才能倾角 并且还都是会武功 拿着上加兵器的兵族才行 可要是出现变大的野狼 那就更加恐怖了 因为野狼通常都是成群出现的 数十头高于七尺 佼佼者高于一丈的狼群 甚至足以横推成尺 不过 即便是这样的变化 新潮依赖上处在巅峰的国力 也勉强能够应付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又有部分野兽产生了新的变化 它们不仅拥有了强大的肉体 还开始操弄风雷 驾驭冰火 拥有了调动天地之力的本领 并且 在一边开始的第五年 就出现了身体化作人形 脑袋依旧保留着瘦头的野兽 这被称之为 妖 妖有着比异变野兽更加强大 且更加成体系的力量 肉身也更加坚固 最关键的是 它们拥有了与正常人类等同的智慧 于是 灾难降临了 从妖出现的那一天起 这个世界的人族就开始全面溃败 无论是武林门派还是朝廷 根本就无法抵挡这种强大生物的侵略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原本鼎盛的新潮彻底崩溃 皇帝失踪 朝臣四散逃离 各军将领 则带着自己的部族固守城池苟且偷生 妖的一方却再次变强 出现一个可以完全化为人形的首领 被尊为妖皇 统领着天下所有的妖泪 还打出了灭绝人族的口号 而就在所有人都感到绝望的时候 张延成偶然得到了一部典籍 得知在九远年代之前 这片大地上也曾出过一次妖乱 最终是一位盖世英豪得到了一柄 仙人赐予的斩妖剑 才结束了这个乱世 让人间重返太平 于是 张延成毅然离家 在历经三年时间 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 终于拿到了这把传说之剑 张延成跪拜行礼之后 手提着斩妖剑站起身来 全身都散发着浓浓的杀气 咬牙切齿道 斩妖剑已经感知到了妖气的去向 今日 我就要 用这群回我家乡的妖怪来祭剑 就在距离张延成不远的一处山坡上 一名身穿金色华服的中年男子 与一名长相俊美妖裔的年轻男子 并尖利 两人看着远处张延成 手持斩妖剑离去的背景 眼里都露出的同情的目光 如果有在朝廷任职过的官员在这里 一定可以轻松认出 这华服男子 就是已经失踪了数年的皇帝 而若是有曾与妖族正面交锋的武将在这 也可以认出来 在皇帝身边的这名妖裔男子 就是那个妖族的首领妖皇 他们居然站在了一起 斩妖剑 好一个斩妖剑 真是好名字 妖皇的脸上露出了带着几分邪魅的笑容 以人族气欲凝聚之见 却只是用来斩灭一些小小的精怪 妙极妙极 若不如此 又怎么消耗人族气欲 又怎么能加快妖族崛起 如何让我等重归圣妖天 皇帝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他有些悲悯地看向张延成 轻笑道 可怜这痴儿 还觉得自己找到了救世之法 陛下好手段 妖皇称赞了一句 却听着有些阴阳怪气 轰隆 就在这时 天上骤然间传来了一声巨响 犹如亿万道雷霆同时炸开 莫名的威压刹那之间 便横扫了整个天地 第287章 这里是天须剑 轰隆隆 伴随着轰鸣的雷声 一道道金色的电光 在天穷之上蔓延开来 并且长度极为夸张 就好像是一直延伸到了天的尽头 皇帝之咒没看向天空 神色忽然变得凝重 疑惑道 这雷声 有些不太对劲 让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们妖族怕雷 你们人族也怕 妖皇却是神色如常的轻笑道 不过是法理相机导致的天象变化而已 不足为奇 因是圣妖天正在侵袭这个世界的法则了 果真如此 皇帝依旧有些担忧 你们人族就是喜欢担心 这些有的没的 妖皇略带轻蔑地笑了一声 淡淡道 以你们人族的境界论 本皇现在已恢复到了玄仙 对法理规则的感知能力 远在你之上 是不会判断错的 这样就好 皇帝点了点头 目光又看向张延成离开的方向 沉声道 等他用斩妖剑 把人族气运消耗殆尽 我们就可以开始接引圣妖天的力量了 对吧 没错 妖皇点了点头 随即又笑道 我的皇帝陛下 这个问题你已经问过了一百遍了 怎么还要问 因为我离开圣妖天太久了 也受够了人族的去巧 我要回去 皇帝忽然神色变冷 沉声道 以后别再把我当做人族 更不要用人族来称呼我 哈哈 好好 妖皇连连点头 随即又笑道 我可以不把你当做人族 但也只是口头上这么说 你自己也清楚 只有等回归圣妖天之后 你才有机会回归妖身 这个我自然知晓 皇帝冷哼道 又看向张延成离去的方向 只希望这小子能够卖力一些 尽快消耗掉斩妖剑的力量 轰隆隆 这时 天上的雷声电光 依旧在继续 并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妖皇和皇帝都忍不住抬头向上看去 无数道金色的电光 都开始彼此交织 好像是形成了一张无比巨大的雷电之网 要将天穷之下的一切都笼罩在里面 妖皇和皇帝的神色 却越发兴奋 在他们看来 这正代表着圣妖天降临过来的力量在增强 他们很快就可以回归圣妖天了 张延成的矫程很快 没过多久 他就和师妹杨洛 来到了一处山林之外 这里原本只是一片普通山林 以前也没有什么猛兽 可在十年前的那一场巨变之后 这里就出现了不少变异的野兽 将周围的村镇涂入一空 不过 以前他们的实力有限 无法攻破城池 通常只在城外觅食 这次居然能把满城百姓涂入一空 肯定是出现了强大的妖怪 师兄杨洛 轻轻拉着张延成的衣角 目光望着前方幽碎的山林 有些担忧地道 这山林之中环境复杂 咱们就这样贸然进去 恐怕会遭到偷袭 围兄早有准备 张延成的目光沉静 缓步走上前去 他抬起左手 按在了山脚的一棵树上 随即体内真力运转 四周的天地元气 顿时汇聚而来 周围的温度也骤然升高 呼 只见这棵大树瞬间变得干燥 一团火焰从张延成 按住的地方燃起 并且迅速扩散 转眼间就让整棵大树燃烧了起来 斩 张延成忽然大喝一声 右手里的斩妖剑向前横扫 一道赤红色的剑芒冲天起 带着那一团燃烧大树的火焰 向四面八方蔓延开来 在这道剑光和张延成的真元催化之下 漫山遍野的无数树木迅速变得干燥 大部分的水分都被蒸发 这一刻 整片山林都成了一大片浴火 就会燃烧得干柴 燃烧的树木相互点燃 以极快的速度向周围扩散开来 赤红色的火光冲天而起 转眼间 大半个山脚就成了一片火海 里面传来了阵阵惨叫的声音 放火烧山 这就是张延成除妖的第一步 妖怪隐藏在山林之中 行踪诡秘 对于他极为不利 既然这样 那就先把这山林毁掉 而且 普通的小妖怪也抵挡不了这样大规模的烧山火焰 在烧掉这满山树林的同时 肯定也能烧死不少小妖怪 可谓是一举两得 师兄好厉害 杨洛看着前方熊熊燃烧的火焰 满心欢喜地惊叹道 一剑之下 山火漫天 在斩妖剑的加持下 师兄你的实力已经不弱于帝仙了吧 嗯 张延成点了点头 握着斩妖剑的手又紧了几分 内心之中难掩兴奋 欢喜到 不愧是上古仙人持之斩妖的神兵 果然威力非凡 以我现在人仙境界的修为 本该无法将整片山林的树木都变得干燥 可在斩妖剑的帮助下 我做到了 这已是帝仙之能 有斩妖剑帮助 师兄你一定可以拯救天下 杨洛的俏脸上也满是兴奋之色 笑道 要我说啊 这应该还只是斩妖剑的初始威力 师兄你以后 只要多多使用斩妖剑 或许还能发挥出更强大的威力 我也这么觉得 张延成点头道 长延到剑气随身 方可出神入化 多多使用斩妖剑 我在终有一日能获得斩杀妖皇的实力 师妹 谢谢你 如果不是一直有你陪在我身边 估计我早就已经崩溃了 而且 我之所以能找到斩妖剑 也离不开你的帮助 师兄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杨洛俏脸微红 低下了头 似是有些羞怯 不敢去直视张延成 可笑 就在这个时候 山林之中传来了阵阵冷笑 这声音带着彻骨的寒意 让人不禁心生恐惧 是谁 张延成手持斩妖剑 上前一步 高声立合道 何方妖念 小东西 你也配问本座是谁 那声音 依旧是高高在上的语气 并且随着这声音的出现 天穷之上 竟凝聚起了一团团乌云 转眼间 大雨倾盆下 刚刚燃起来的漫山大火 顿时变小 滚滚浓烟 随之升腾起来 不一会儿 刚才还熊熊燃烧的火焰 就全都熄灭了 呼风唤雨 张延成惊呼一声 不可置信地看着天空 身躯微微颤抖 心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他很清楚 这种手段意味着什么 呼风唤雨这种事情 只有传说中的天仙 才有可能做到的 天仙 这座山林里 居然有一位天仙级的妖怪 怎么会这样 OmegaW放射性物质标志 TT-放射性物质标志 整个人做的天仙 只有三位而已 妖怪中的天仙强者 就算多一些 也不会超过十个 基本都是各个部族的首领 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怎么办 现在应该怎么办 张延成现在只能强自镇定 稳住心态 可面对一尊天仙级的妖怪 只是稳住心态也没有用 以自己人仙层次的修为 就算是手持斩妖剑 也绝不可能是其对手啊 一只小小的蝼蚁 拿着一把沸铜烂铁 也想斩杀妖黄 真是痴人说梦 这时 那声音又从山中传来 满是轻蔑之意 与此同时 那升腾上天的浓烟翻涌起来 居然化作了一只巨虎的轮廓 两只眼睛闪烁着红光 俯视着山下的张延 成了杨洛 这只浓烟所化的巨虎极为巨大 长于三十丈 就悬浮在山林的上空 如同是一尊 从幽冥中走出来的凶兽 给人带来了极大的压迫感 师兄 这妖怪没有直接出来 而是显化出这个样子 会不会自身状态有问题 杨洛忽然低声道 或许他只是在虚张声势也说不定 师兄 全力用斩妖剑攻击试试 对 如果他真的想要杀我们 根本就不需要这样警告 直接出手就是了 张延成也忽然醒悟过来 立刻运转体内真元 灰剑向天斩去 同时力声喝道 妖孽受死 斩妖剑的力量顿时被激发出来 一道蕴含着黄黄人道威严的剑光 随着他灰剑进发出来 直冲天消 像那凝聚成巨虎模样的浓烟斩去 这一刻 张延成感觉自己 拥有了无比强大的力量 可以将天空展开 可以将大地劈碎 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 充斥在了他的内心之中 轰隆 一剑之下 聚集在天上的浓烟 全都被吹散 那头巨虎也没了踪影 甚至就连这座山林的山头 都被削去了一大块 这就是斩妖剑的威能 张延成惊叹不已 内心无比的兴奋 欢喜道 太好了 这样的力量太强了 不愧是斩妖剑 是啊 真的好厉害 杨洛也跟着点头笑道 我就说嘛 只要师兄你以后 多用斩妖剑 一定可以发挥出 更强大的力量 哈哈 雕虫小剑 可就在这个时候 山林里再次传来了 轻蔑的笑声 听起来根本就 没有受到半点伤害 与此同时 一股无比强大的气息 再次从山林里生腾而起 笼罩了大半个山林 与之前相比 甚至又强横了几分 怎么会这样 张延成的眉头皱了起来 不过 这一次他镇定了许多 斩妖剑的强大威能 给了他信心 师兄 记得用斩妖剑 杨洛小声提醒道 轰隆 远处的金色雷网 不知何时 已经蔓延到了这边 极为强大的雷霆力量 轻压而来 横扫天地 其中蕴含着的法则力量 更是让所有先天以上的生灵 感到胆战心惊 张延成自然也不例外 甚至把他对山中妖怪的 注意力都转移了 让他忍不住 抬头向上看去 这突如其来的金色雷网 实在太过震撼 整个天空都好像是被其笼罩了起来 他这一生中 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 杨洛则是 像是受惊了一样 小脸变得煞白 立刻躲在了张延成的身后 双眼的目光里 难掩惊骇与恐惧 与此同时 那个从山里传出来的强大气息 竟也减弱了一些 没有刚才那样血凶猛啊 甚至变得有些飘忽 似是随时可能消散一样 张延成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点 顿时眼睛一亮 大喜道 这些雷光对山中的妖怪 有削弱作用 现在正是好时机 说着 他就要再次挥动斩妖剑进攻 可就在这个时候 杨洛却忽然按住了张延成的手臂 轻轻摇头道 师兄 这个雷霆光芒的情况不太对劲 我们现在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什么 张延成闻言恶然 他知道自己师妹自幼灵觉过人 可以感知到 许多常人感知不到的危机 于是张延成急忙回身看去 才发现 杨洛已经浑身颤抖 满头都是冷汗 师兄杨洛欲言又止 看起来十分虚弱 楚楚可怜 走 我们先离开 张延成没办法 只好暂时放弃了进攻山林 选择带着杨洛离开 可还没走多远 就看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 笼罩着天空的金色雷网 骤然间汇聚在了一起 然后就好像 是瀑布一样 从天上倾向下 形成了一道连同天地的巨型光幕 紧接着 天地间的无数法则 纷纷显现出来 凝成了亿万道颜色不同的光芒 全都向那道巨型光幕飞射过去 与此同时 大地开始颤抖 山风开始摇晃 就连亘古不变的天湾 竟也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空洞 并且 这些空洞里 还倒映着种种景象 有山川江河 有陆地海洋 有城池村镇 有无数百姓 俨然是另外一个世界 而且无比烦上 这一刻 整个世界的人都看到了天上的异象 也都看到了那巨大的光幕 以及空洞里映照出来的景象 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吗 无数人的心里 都闪过了这样的念头 而在那处山坡上 一皇帝一脸怀疑地 看着天上的景象 眉头紧锁对妖皇道 你真的确定 这种异象是正常的 是圣妖天的法则干涉 原本还一副云淡风轻模样的妖皇 也已经变得脸色 惊骇欲绝地看着天空 难以置信地道 怎么回事 这时倒映出来的是哪里 不是圣妖天啊 这里是天虚剑 当然不是圣妖天 这时带着淡淡笑意的声音忽然响起 紧接着 皇帝和妖皇 只觉一阵晕眩感传来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 已经不在原本的地方 而是来到了天穷之上 身边就站着三个人 两女一男 其中那名年轻男子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看起来十分温和 却让皇帝和妖皇 感到毛骨悚然 这人是谁 现在究竟是怎么回事 刚才究竟发生了 而且 刚刚这人说什么 这里不是圣妖天 是天虚剑 天虚剑又是什么地方 一个个疑惑 从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来 此时 崔恒也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两人 尤其是那个妖皇 轻笑道 妖怪 这还真是少见得很 第288章 这难道是一位道主吗 妖怪这种东西 崔恒以前在地球的时候 经常在各种作品里看到 几乎是仙侠玄幻题材的 必备种族 可是穿越到这个高级仙侠世界之后 他却从来都没有见过妖怪 道周星的整体武力层次并不高 没有妖怪的存在 还可以理解 可崔恒星这种连圣者都有的地方 也没有妖怪 就让他感到有些奇怪了 而且 无论是在前往崔恒星的过程中 还是在崔恒星翻阅各种古史典籍时 他都没有见过关于妖怪的明确记载 可无论是哪一刻生命星辰 只要有文明的存在 又都有关于妖怪的传说 哪怕是他们所在的星球上 从没出现过妖怪 也没有任何妖怪的痕迹 也是如此 这就很奇怪了 因此 哪怕是对现在已经踏上 化神之路的崔恒来说 妖怪依旧是一个颇为神秘的群体 虽然以他现在的修为境界 随手就能点化出无数妖怪 但这和自然开启灵制 并形成一个族群 甚至形成长久传承的概念 还是不同的 如今忽然见到一个妖怪 对于他来说 着实是一个意外之喜 相比起崔恒的惊喜 妖黄此时只感觉惊悚 从肉身到神魂 他只觉自己遇到一生中最为恐怖的存在 让他感觉自己全身都在站立 恐惧地快要死去 只是看着崔恒 感知到崔恒散发出来的微弱契机 就让他的精神近乎崩溃而亡了 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存在 妖黄的内心已经彻底被恐惧填满 慌乱至极 暗道 我的这幅妖身虽弱 可神魂本质是诸圣之王啊 就算是遇见第七境的造物主 也不至于看一眼 就要因恐惧而亡啊 难道 难道他 他是道主 第七境巅峰道体大成的道主 这怎么可能 遂戒海之中 怎么会有道主存在 难道天界又重开了吗 念及此处 这位妖黄原本就已经灰白至极的脸色 更是没有了一丁点血色 整个人就像是被抽空了骨架瘫软下来 不过 他依旧在竭尽全力地想要控制好自己的身体 想要向崔恒叩拜求饶 相比而言 旁边的皇帝就好受许多 他依旧保持着人族的肉身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 也都是人族的模样 可以安慰自己是人族 这个有着不可思议大为能的强者 或许并不会把自己怎么样 可就在这皇帝以为自己可以蒙混过关的时候 崔恒的目光也看向了他 轻笑道 你的神魂与正常的人族有些差别 一个人族 神魂居然是狗的模样 话音未落 皇帝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忽然就感觉自己周身一青 仿佛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 从束缚中拽了出来 这种感觉竟让他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爽感 不过 他很快就舒爽不起来了 皇帝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处境 他的神魂直接从肉身里被拽了出来 并且被钉在肉身的旁边 无法动它 这 这 我 我 他一下子就变得语无伦次了起来 内心惊惧到了极点 连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这个时候 妖皇终于勉强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 直接当空叩拜下来 跪倒在崔恒面前 高声道 拜见道主 道主饶命 道主 崔恒文言眼睛一亮 临手笑道 我暂时不会杀你们 不过 有一些问题要问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如实回答 是 我一定如实回答 一定 道主尽管问就是了 妖皇急忙叩头 心里也是 长舒了一口气 内心的恐惧感 终于渐渐退了下去 我 我也是 我也是啊 已经变成了狗神魂模样的皇帝 也急忙叫喊起来 他也想要保住性命 你们两个就先在这里待着 崔恒轻轻领手 将两腰定在了空中 然后对身边的李明琼道 有一个小世界合并过来了 去看看 是 师尊 李明琼满心欢喜地点头 内心无比地兴奋 对于他来说 一个新世界合并过来 就是天大的好事 喜事 天须界内的土地资源有限 这就意味着 大洲国力发展存在上限 直接会导致他修为 境界增长的停滞 现在有一个新世界合并过来 就意味着天须界的土地资源 得到了增长 还自带了大量原住民人口 这可都是能增长国力的必要因素 李明琼甚至有一种感觉 只要自己能把握住这次的机会 就有希望立地突破当前的境界瓶颈 让神魂金丹的状态彻底升华 从此踏上类似于 仙界第七境的层次 在妖皇和皇帝被抓过去的同时 原本那方天地中的所有人都猛了 原本那一阵阵惊天异象 已经把那方天地中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可随着那道通天彻底的光幕 开始横扫整个世界 人们又觉得区区异象 根本就不足为奇了 在两界彻底合并之前 先前只是落在一处的金色光幕 就动了起来 首先它的宽度 直接延长到了世界的尽头 然后又向前方双方蔓延 一层层光幕被推了出去 开始以极快的速度 扫过整个世界 这就好像是在扫描检查一样 直接把整个世界 包括这个世界里的所有生灵 以及其虚空交汇点 空间下系等等方面 里里外外全都清清楚楚地检查了一遍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这方小世界 终于彻底融入到了天虚界之中 而对于这方天地里的原住民来说 就只是 感觉自己脚下的大地动了动 然后就没有什么异常了 可只要是对天地法则 有感知能力的舞者 内心之中全都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们发现在法则层面上 自己所在的世界 居然变得不一样了 天变得更高 地面的更厚 法里道运也变得更加玄妙 更加浩瀚 更加的深不可测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整个世界 都突破了一层境界 进行了一场巨大的升华一样 没有人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有人都是一头雾水 可随着一群自称 来自于大洲的舞者出现 这个世界的原住民们 才大致弄清楚 是怎么回事 自己所在的世界 居然被合并了 张延成现在整个人都是猛的 他从没想过世上居然会有这么多的天人 天仙 甚至传说中天君大能 这些强大到不可思议的恐怖存在 成群结队的出现 数量众多 然后 摧枯拉朽地攻破了所有妖族聚集的地方 将那些围惑一方的妖怪们抓了起来 整个过程不费吹灰之力 根本就没有什么激烈的战斗 完全是单方面的碾压 就跟娱乐性质的打猎一样 这无疑对张延成的人生观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无比强大的妖怪 被大洲舞者用各种方式擒拿捕捉 一时间对自己的人生价值都产生了怀疑 毕竟 在得到斩妖剑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发誓 从今以后 自己的人生就只为了斩杀妖怪 拯救天地苍生而活着 现在 自己还什么都没做呢 甚至连毁掉自己家乡的妖怪 都还没来得及杀死 就被一个赶来的大洲舞者抢了先 那些来自于大洲的舞者们 强大至极 直接就扫清了整个世界的妖怪 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躺赢了 不是说这种结局不好 妖族被肃清 天地重回清明 张延成自然是感到非常高兴的 可他总感觉有些古怪 这些貌似本应是他做的事情 现在就这样结束了 自己应该做什么 斩妖剑应该做什么 自己的人生价值 有是什么 如今已是世界合并之后的三个月了 张延成已经弄清楚 所谓的大洲是什么情况 但他似乎依旧没能从这种震撼里走出来 表现得很颓废 好在还有师妹杨洛的陪伴 安抚他的内心 让他的心灵稍稍宽慰 最近杨洛看张延成 一直没有振作起来 便主动提议 带他去大洲京城看看 尝试一下 能否在那个新世界最为繁华的地方 重新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 师妹 前面就是大洲京城了 张延成坐在马车上 看着远方那座巨城 忍不住赞叹道 真是一个伟大的国度 居然能够修建这样的巨城 嗯 这里就是大洲京城 也是整个天虚界最繁盛的地方 杨洛也看着前方的巨城 神情略微有些复杂 师妹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张延成看向杨洛 目光关切 他最近这段时间 虽然有些颓废 但心思依旧敏锐 没 我没有 杨洛忽然被这样一问 眼神变得有些躲闪 最后他闭上了眼睛 轻轻咬了咬嘴唇道 师兄 等到了大洲京城 你就会明白了 张延成 闻言沉默了下来 随即笑道 既然你不愿意说 我也就不勉强你了 等你什么时候想说 我随时都可以倾听 谢谢你 师兄 杨洛低下了头 鼻子略微有些发酸 但他的心脸还是暗道 对不起 师兄 对不起 对不起 妖皇大人 我感知到您 就在京城 斩妖剑我给您送来了 这应该可以帮到您吧 第289章 他果然不是真的道主 大洲京城 是整个天虚界 最为安全的地方 这里的天仙如云 天君如雨 京城各司衙门的主事 也都有玄仙 太义玄仙的修为 朝廷不原 甚至是京仙大门 更不用说 还有那位深不可测的女帝 以及当朝宰相了 只要不是造物主降临 这大洲京城之中 就不会有任何危险 而被关押在京城天牢之内的犯人 更是绝无可能逃脱 碧洪对此 已经深有体会 他便是那位妖族皇者 与仁族皇帝相阵一起 被崔恒擒拿 关进了这大洲京城的天牢之中 这天牢之内满是禁止大阵 死死地压制着他们体内的力量和神魂 甚至还在压低他们肉身体魄的强度 让他们只保留着普通人水准的能力 就算是圣者被关押在这里 也会被彻底镇压 根本就不可能逃脱 虽然碧洪的本体 是一只诸圣之王级别的碧方神鸟 但它是奋出一缕神魂转身而来 这一世就是一只普通的燕子罢了 哪怕是保留着诸圣之王的神魂特性 没有陷入胎中之谜 又有圣妖天降下的地流江辅助 现在也不过堪堪恢复至悬仙层次而已 可在这大洲天牢里 区区一个悬仙 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而且就算真的能走出天牢 也没什么意义 这座京城里可是有一位道主坐镇的 道主 异度空间的碎界海里 怎么会有一位道主 碧洪至今以后 无法相信自己 这三个月来的经历 简直就跟做梦一样 百年前浮 百年谋划 十年时间最终爆发 这总共两百多年的时光 就是为了让那个小世界 被圣妖天吸纳 眼见就要成功了 居然遇见了一位道主 太荒谬了 别疑惑了 诸天万剑 无其不有 向珍笑了一声 躺在草席上道 咱们啊 就是倒霉 万年不遇的事情 都叫咱们遇上了 他跟碧洪被关在一间牢房里 但早就已经认命 除了吃就是睡 除了睡就是吃 过得倒也算潇洒自在 按照天界留下的规则 造物主都不可能下界 更不用说道主了 碧洪皱着眉头思索 忽然眼睛一亮 似是想到了什么 你疯了吧 向珍则是一脸讥讽地看着他 摇头道 造物主不能下界 万界星空里 就不能产生造物主了 道主也是一样的道理 不 不一样 碧洪摇头道 在诸天之外 是不可能成为道主的 你离开圣妖天太久了 又有胎中之谜 做了太久的凡人 不知道这个道也正常 你又把我当人 向珍忽然大怒 我不想与你吵 碧洪低喝了一声 眼珠转动 忽然压低声音道 你说 他会不会不是真正的道主 向珍文言略微沉默 思寸片刻后 点头道 确实有这个可能 他问 咱们的那些问题 就不太对劲 圣妖天的情况 朱天的信息 中央天界的信息 甚至还有道主 这个境界是怎么回事 都不太像是 道主能问出来的话 没错 或许他只是 用了特殊的宝物 让我们误认为 他是道主 碧洪笑了起来 似是放松了许多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咱们说不定还有希望 什么希望 向珍翻了个白眼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轻笑道 难道咱们 还能逃出去 为什么不能 碧洪笑了一声 两人都是神魂交流 并不担心被狱族们发现 不过 碧洪也并未明说 要怎么逃脱 而是忽然看向了东方 那边是大洲京城的东门口 是往来各地行人 最为繁华的一个城门 与此同时 张延诚和杨洛正 走过了这道东门 来到了大洲京城之中 大洲皇宫 御仙楼 这里是女帝李明琼 在三百多年前 下令建造的一座阁楼 造型华美 巧夺天宫 就坐落在皇城的东南方 距离寝宫不远的地方 据说这是女帝李明琼 为了纪念自己 幼时遇到的那位仙人 所修建的 在过去的三百年里 这座阁楼 虽然一直都没人居住过 但从未停止 派专人进行打扫 如今 崔恒就暂住在 这座御仙楼里 每一日 李明琼都会过来 持弟子李侍奉左右 同时询问一些 修行上的疑问 今天他照常过来 却见崔恒正站在高处 看向东方 李明琼有些好奇地询问道 师尊 您在看什么 你来了 崔恒轻轻合手道 再看那碧红的底牌 底牌 李明琼惊讶道 难道那妖怪 还有办法逃走不成 诸圣之王 多少是有些手段的 崔恒转过身来 微笑道 这张底牌 就在那个张延诚的手里 张延诚 李明琼也向东边看去 目光跨越一道道人影 直接看到了 刚刚进入京城的 张延诚和杨洛 师尊是说 张延诚手里 那把凝聚了 部分人族器运的宝剑 张延诚可以说是 那个小世界的气韵之子 乃是天命所中之人 李明琼自然是 早就已经了解过他了 没错 崔恒点了点头道 那把斩妖剑的核心 其实是一枚灵影 与碧红之间 存在着一丝 微不可查的联系 从手段上来看 应该是由 擅长隐匿之法的 道主出手炼制的 如此一来 只要这把斩妖剑 进入到碧红的感知范围内 它就可以借助这一丝联系 激发灵影 而灵影内交织的法则 有破空挪移之类 其效果多半是帮助他 返回圣妖天 师尊想要借此 一窥圣妖天究竟 李明琼十分惊讶 不 现在还不是时候 崔恒轻轻摇头 笑道 但借此 窥探一下圣妖天的大致情况 还是没有问题的 还可以借此机会 完善一下碧红的神魂 在将碧红和象征关押之前 他对两人进行了一番询问 了解到了不少信息 首先是所谓的道主 这是对第七境巅峰的尊称 道体大成之后 造物主就得到了全方位的境界升华 不仅神通微能大增 对法则的掌控更上一层楼 实力远远凌驾于造物主之上 还可以凭借道体对大道法则的控制 制造出道体法则 覆盖范围内的生灵 比如 炼成灾厄道体的 大成之后 就可以制造种种与灾厄相关的生灵 若是炼旧天雷道体 就可以制造全身都是由雷电构成的生灵 诸如此类 不易而足 在崔恒看来 这有些类似于原因中期练须诚实的手段 可依旧有着范围单一的问题 就像是青春版的原因中期 不过 究竟是只有部分原因中期的特征 实际微能并没有那个层次 还是修炼方法所限 即便是达到了类似于原因中期的境界 也只能拥有部分微能 尚不能确认 这需要等他遇见真正的道主之后 才能验证 然后就是圣妖天的情况 按照碧红的说法 圣妖天乃是诸天万界一切妖类的源头 并且 在九远年代之前 圣妖天曾出过一位地久境的无上存在 领悟了仙界终极的奥秘 并在中央天界创下了弱大名声 这也直接影响了中央天界之下的所有天域 界域 星空 导致哪怕是从来没出现过妖族的地方 只要有文明诞生 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关于妖怪的传说 虽然现在圣妖天没落了 远不及曾经强大 但放眼诸天依旧称得上是佼佼者 有着九位道主及强者 造物主层次的存在 更是数量众多 而之所以这么多的强者 都没出现在万界星空 是因为曾经中央天界给诸天制定的规则 造物主及以上的存在 未有天界诏令 不得下界 如今天界早已不知所踪 天界之门也早已关闭 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天界诏令了 至于更具体的情况 碧红就说不出来了 因为他只是本体 分出一部分神魂后的转世之身 记忆并不完整 对圣妖天只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许多细节都不存在于他的记忆里 不过 只要能打开与圣妖界之间的联系 哪怕只是一瞬间 就可以进行神魂恢复 崔恒可以在那一瞬间里 凭借碧红的这一部分神魂 与他本体之间的联系 强行把那部分神魂射过来 从而让碧红的神魂变得完整 对于已经原因巅峰的他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张延诚带着杨洛来到了京城 便找了一家酒楼住了下来 酒楼的位置是杨洛定的 就在距离大周天牢不足三里的地方 人烟稀少 冷冷清清 盛在住宿便宜 当晚 两人分房住宿 可他们谁都没有睡着 杨洛在窗边坐着 神色有些焦急地 看着天牢方向 似是在期待着什么 张延诚则是坐在桌前 斩妖剑就放在桌上 他目光复杂地看着这把 自己费尽千辛万苦 才得到的救世之剑 一时间唏嘘不已 随后 他看了一眼隔壁方向 口中喃喃低语道 师妹 这就是你的目的吗 这是为什么 作为天命之子 张延诚 其实早已和斩妖剑 灵性相通 他对斩妖剑的了解 远超旁人预料 自然也早已猜到了 杨洛想要做什么 真 就在张延诚内心复杂的时候 斩妖剑忽然发出颤鸣 然后就飞了出去 随即就见 一道金色剑光 骤然划破了京城的夜空 犹如一条金色的长河 照亮了天空和大地 其中倒映着山川江河 好似是另外一方天地 杨洛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目光死死地盯着天上的金光长河 双眼充满期许 声音颤抖地道 终于 终于打开了 与此同时 天牢之内 哈哈 毕红大笑了起来 他身上笼罩着一层破戒金光 对象镇笑道 走吧 随我回归 你居然真的有办法 象镇无比震惊 但还是急忙站在了 碧红的身边 没有底牌 我又怎敢转世下见 碧红冷笑道 看来那道主果真是假的 根本就拦不住我们 哦 就在这个时候 崔恒的声音 忽然在两人的耳边响起 毫无征兆 还带着几分笑意 是吗 第二百九十章 那好似来自无穷高处的目光 你 你怎么会 碧红惊骇欲绝地叫喊起来 满眼不可置信地 转头看向了崔恒 不过 这个时候 他的心里尚存有一丝侥幸 暗道 不 不对 我怕什么 我已经打开了前往圣妖天的通道 难不成还能被截下来不成 这种回归灵影 本质上是道主层次的力量 就算是同级别的道主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手 也极难阻挡 现在的情况 只有实力未能远超道主的存在 才有可能破掉这股挪移回归之力 强行将它留下来 而这万界星空 连道主都不太可能存在 更不用说是超越道主的强者了 所有根本就不可能被拦截下来 碧红的内心笃定 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却几乎把他给吓得魂飞魄散 只见崔恒抬起了右手 指向天穷 轻描淡写地 对着那道破戒金光滑了一下 然后那道破戒金光就消失了 这就好像是抹去画在沙土上的图画一样 一如反掌 不费吹灰之力 扑通 向阵直接摊坐在了地上 面如土色 眼神呆滞 嘴里喃喃低语道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们根本不可能逃得掉啊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这可是道主的 碧红双目元针 就像是普通人活见鬼了一样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此时此刻 他只觉有一股寒意 直接冲较低 冲上了脑门 内心里的兴奋和欢喜 被瞬间浇灭 整个人都僵在了那里 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什么样的威呢 居然能够在一瞬间 就抹去道主之力 形成的破戒金光 不可思议 就算是同为道主 也不可能如此轻松地做到 这 这究竟是什么人 莫要惊讶 崔恒淡淡有一笑 对碧红道 我还在圣妖天 拿了一个东西给你 随即 他把那只抹去 破解金光的右手 伸到了碧红面前 然后就见 一道纯净的白色光芒 在他的掌心里亮了起来 这 这是 碧红看到这白色光芒之后 眼珠子都几乎要瞪出来了 整个人颤颤巍巍 几乎要昏死过去 这是我 我的另一半神魂 现在他已经完全被吓傻了 内心震惊到了一个 无以复加的地步 原来眼前的这位存在 刚刚不只是 关闭了破解金光 还在那么短的时间里 定位到了自己 在圣妖界的本体 并将自己本体身上的 那一半神魂 给抓了过来 这是怎么做到的 怎么可能做到这样 离奇的事情 圣妖界的九大妖主 难道完全没有发现吗 你 你 不 你 您究竟是什么境界的存在 碧红现在几乎要哭出来了 他也跪在了地上 面色灰白地看着崔恒 您这样的无上大人物 为什么要对付我这样的蝼蚁啊 什么对付 我这不是在帮你吗 崔恒轻笑道 同时把手掌一翻 直接将那一半的神魂 按进了他的体内 沉声道 好好融合神魂 梳理记忆 接下来 我还有事要问你 是 多 多谢上线 碧红跪倒在地上败谢 这一刻他 真的是欲哭无泪 对方居然说是在帮自己 难道我还要谢谢他吗 轰隆 就在这个时候 刚刚恢复平静的天空 居然炸开了一声巨响 只见一道道金色的空间裂缝 在天上出现 密密麻麻地交织在了一起 一道道破界金光 通过这些裂缝渗透出来 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的 法里道运气息 再次出现在了 天虚界的上空 是圣妖剑 碧红顿时无比兴奋地 抬头向上看去 惊喜万分 我就知道 诸位妖主 不是任由此人肆意妄为 这 崔恒也有些惊讶地 抬头看向了天空 望着那一道道 从空间裂缝里 迸发出来的金光 眉头向上挑了一下 嘴角微微上扬 笑道 真是有意思 放跑了的鸭子 居然自己飞回锅里来了 其实 刚刚在封闭通向 圣妖剑的破界金光时 崔恒完全可以 彰显自己的法力威能 探查一下 圣妖剑里面的情况 不过 出于谨慎考虑 他并没有那样做 只是无声无息地 把碧红的 另一半神魂取了出来 然后就封闭了破界金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放了 圣妖天的那群妖一命 可没想到 圣妖天的那群妖 好像对他的这种行为 十分不满 居然又主动 打开了破界金光 似是想要做点什么 这着实让崔恒感到意外 圣妖天 白凤宫 这里是圣妖天的 九大圣宫之一 通体雪白 造型犹如一只雪白的飞凤 好似随时都要 震翅高飞一般 九大妖主之一的 白凤妖主 就居住在这里 妖族的修行境界 与人族武道略有不同 但大体上 还是可以用 仙凡两界二十一境来囊括 所谓妖主 其实就是仙界 第七境巅峰的道主 不过 妖主并不只是修为境界 同样也代表着 一族执掌的地位 白凤妖主 就是圣妖天 一切秦类妖族之主 所有秦类的妖族 都尊他为共主 在他的白凤宫里 更是有诸多秦类神兽 所化妖神 必方 青鸾 火凤等等 不翼而足 神兽成妖 实力远强过寻常妖类 无论是在肉身强度 还是在法则掌控方面 都要更强 白凤宫聚集诸多神兽 可谓是实力强大 纵然是放眼整个圣妖天 也是最顶尖的大势力了 足以位列前三 而且 白凤妖主 擅长隐秘行藏 做事最为诡秘 几乎无人能查明其行踪 称得上是圣妖天 诸多妖主之中最神秘 最危险的一个 因此 几乎没有谁会来主动招惹他 于是 在过去岁月里 白凤宫一直都是圣妖天最安全 也是最祥和的地方之一 在外界眼里 白凤妖主神秘危险 但秦类族群 或是白宫封内的诸多妖神眼里 白凤妖主却是随和可亲的 都很少看过白凤妖主愤怒的样子 更没有见过他怒发冲冠 近乎失去理智的时候 这一次 他们见到了 混账 岂有此理 找此 无比暴怒的吼声 从白凤宫里传出 充满暴力之气的怒火 就好像是火山喷发一样 汹涌而来 与此同时 无比强大之力的道运法则之力扩散 白凤宫周围的虚空 都被震得扭曲起来 出现了无数道颜色模糊的光影 大地随之剧烈颤动 一道道裂缝迅速蔓延开来 转眼间就交织成了一张巨网 天空也突然破开了一个个空洞 无尽刚风吹袭而下 充满了毁灭的气息 这突如其来的咆哮声 让白凤宫周围的所有生灵 都感觉到了无边的恐惧 下之普通的妖泪 上之堪比人族诸圣之王的妖王 全都吓得瑟瑟发抖 根本就不敢露头 白凤宫内的诸多妖神都飞了出来 惊骇不已地 看着周围的景象 全都慌了神 这是怎么回事 妖主大人为何如此暴怒 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 发生什么事情了 难道是青龙宫那边 不可能 那条老龙绝不可能有这个胆子 主动来招惹妖主大人 这些妖神 都是造物主级别的强者 并且有神兽之躯 实力远强过同阶的寻常妖泪 可是 在白凤妖主释放的气势威压面前 他们依旧心惊胆战 只觉自己像是飘在大海中的一叶小船 随便一个浪头 就能把自己打翻 妖主和妖神 虽然都是第七境 但两者之间的差距 根本无法用数字来来形容 几乎没有什么可比性 而且白凤妖主的忽然暴怒 不仅让白凤宫内的诸多妖神惊害 同样也惊动了圣妖天内的其他妖主 一道道目光从远方而来 落到了白凤宫附近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雪白色的纯净见光 骤然间从白凤宫内迸发 直冲天宵而上 瞬间就在圣妖天的上空 划开了一条长长的金色光河 这突如其来的景象 让这些跨越虚空而来的目光 都十分惊讶 一道道意志凭空交流了起来 破戒金光 这老白毛是要做什么 我知道了 先前我听说这老白毛 在碎戒海里找到了一处奇异世界 想要将其吞并 现在这样 该不会失败了吧 我看不像 我们妖主无法直接跨界出手 顶多是借助联系接引生灵过来 他多半是想要把谁接回来 可这样的话 他也不至于暴怒 估计是遇到麻烦了 不过碎戒海里 怎么可能有人能挡住这老白毛 难不成还能有人足道主 确实 这有些不合常理 等等 这种感觉 快看天上 那是什么 啊 这 这是什么 正在交流的这些意志 忽然变得惊骇起来 全都不由自主地 看向了天穷上的破戒金光 然后 他们远在千万里之外的本体 都忍不住颤抖 只觉脑海里嗡嗡作响 恐惧的情绪 一下子充满了全身 那是一道目光 直接覆盖了破戒金光 仿佛来自于无穷高处 像是来自于一切的终极 蕴含了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的庞大威压 恐怖之极 即便只是与这道目光对视了一眼 这些妖主都感觉自己差点当场暴毙 这是什么样的存在 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存在 只是一道目光 就能把自己这些妖主看死 匪夷所思啊 轰隆 就在此时 一声巨响骤然爆开 瞬间传遍了整个圣妖天 天穷一下子就变成了血红色 密密麻麻的血雨 随之倾盆下 这一刻 圣妖天内所有的妖主 妖神 全都不禁打了个寒战 神情呆滞地看着这场突如其来的血雨 只觉手足冰凉 浑身都在颤抖 天气血 有妖主陨落了 那个方向是白凤宫 第二百九十一章 这是一个小小的意外 这突如其来的陨落意象 让整个圣妖界都陷入了死记当中 无论是初开灵智的精怪 还是镇压一方的妖主 在这一刻 全都惊骇欲绝地望着天空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苍天气血 妖主陨落 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意象是 什么时候了 十万年前 二十万年前 还是三十万年前 或是久远到无法考究的年代 这可是妖主啊 将自己的本命神通 修炼到了近乎真正法则的程度 可以直接影响大道规则 足以堪比人族道主的伟大存在 忽然就这么陨落了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 太离谱了 对于圣妖天的绝大多数生灵来说 妖主就是无所不能的代名词 他们可以虚空造物 可以缔造生灵 一人的存在 就等同于一族长存 寿命更是漫长悠久至极 是真正的长生久世 可这种陨落意象 是深深烙印在所有妖族灵魂深处的信息 就算是最初级的精怪 都非常清楚 这意味着什么 只要是出现了陨落意象 必定是有妖主陨落 这是毋庸置疑的 于是 在经过了最开始的震惊之后 圣妖天就陷入了无尽的恐惧之中 一下子就失去了秩序 变得一片混乱 尤其是那八大妖主 就在刚刚 他们还和那道目光对视了一眼 当时 他们就有一种 要是对视的时间再久一点 自己就要当场暴毙的感觉 可感觉毕竟只是感觉 在极度的震惊与恐惧之下 某一方面的感觉 是有可能被放大的 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居然真的有一位妖主 被看死了 而且这个被看死的 还是以行踪鬼秘著称的白凤妖主 这就更让他们感到惊悚了 白凤妖主的总体实力 在九大妖主中 可以排在前三 保命的能力 更是冠绝同阶 现在居然被人给看死了 更离谱的是 这道目光还是跨界而来的 是通过白凤妖主 打开的破界金光过来的 经过这一场跨界 肯定是受到了削弱的 居然还有这么恐怖的威能 简直匪夷所思 什么样的存在 才会有这样恐怖的威能 这是什么样的境界 仙界第八境 还是第九境 为什么诸天之外 会出现这样的存在 自从天界消失之后 连第八境的存在 都成为了传说 面对这场巨大的危机 八大妖主急忙运转神时 迅速在虚空中交流 商议对策 我们必须表明圣妖界的态度 把那只老鸟和我之间的关系 切割开来 否则我们就要 不 整个圣妖天都要完蛋了 没错 一定要表明我们的态度 一切都是那只老鸟 肆意妄为一意孤行 跟我们没有半点关系 请这位上先不要怪罪 你们想的太简单了 站在我们的角度 这是那只老鸟 得罪了大人物 可在这位大人物看来 或许就是会觉得 咱们圣妖天不尽 这怎么办 咱们要怎么做 才能消除这位大人物的怒火 妈的 白凤这老鸟要找死就自己去 别拉着整圣妖天一起下水 冷静 我们必须要冷静 这道目光的主人 极有可能是一位 站在第九境巅峰的存在 我们一定要处理好这次的事情 否则真的要完蛋了 处理什么 能怎么处理 要我说 咱们立刻就祭出自己的妖灵神魂 全无防备地去天上 向这位伟大存在跪拜 任其为主 这就是唯一的活路 这 这岂不是断送了我妖族先祖 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自由 不过 这次的危机确实太严重的 似乎也只有这种办法可行了 说的也是 我们毕竟是妖主 不只是自己 还庇佑着整个族群 为了圣妖天 为了我们的族群 我们跪了又如何 在这一刻 八大妖主的思路 出奇地统一了起来 前所未有的 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 跪拜任主 以求活路 这就是他们想到的办法 面对一位 有可能是第九境的无上存在 这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当对方的境界过高的时候 任何计谋 任何盘算 任何小心思 都是没意义的 甚至是自寻死路的 还不如直接干脆地表明自己 这一方的想法 天须见 大周京城 崔恒也愣住了 甚至可以说有些惊讶 喃喃低语道 怎么会这么脆 跟个瓷娃娃似的 一碰就碎了 其实 他真没想杀白凤妖主 毕竟 在化神之前 他是不打算 进入任何一个天狱之中的 杀掉这样一个妖主 又没办接收 其留下的各种宝物和点击 这对他来说 没有任何实质的好处 崔恒原本的打算 是释放些许神魂威压 给对面的那名妖主 造成一些压迫感 然后趁着破戒金光存在的这段时间 获得一些关于圣妖天的信息 仅此而已 没想到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出了一点差错 通过先前毕红的描述 崔恒已经把妖主道主 当作了手段较为单一的 圆婴中期 于是 他释放出来的神魂威压 就是可以给圆婴中期 造成较大压迫感的程度 由于圆婴真灵不灭 就连化神都无法将其真灵磨灭 所以他释放的这个压迫感 稍微强了一点点 妖主的神魂强度 就算比不上圆婴 总不至于连这点威压都承受不住 没想到 妖主虽然有着圆婴中期的特征 以及稍弱于圆婴中期的实力 但在神魂层面上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别说真灵不灭了 连神魂强度都不太行 在接触到崔恒的神魂威压的那一瞬间 白凤妖主的神魂 甚至都没能做出什么反应 当场就炸成了无数碎片 然后妖身的力量 也随着神魂的毁灭而暴走 直接爆炸 一代妖主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陨落了 这时 就在崔恒旁边的碧红 再次猛了 她刚刚还在因为白凤妖主 再次打开破戒金光而兴奋 可只一瞬间 她的心就跌落到了低谷 作为白凤妖主之下的族群 碧红对白凤妖主的情况 是有感应的 在白凤妖主爆炸与灭的同时 她就有了头痛欲裂的感觉 还有一股莫名的悲戚感 充斥了内心 妖主大人 云 陨落 碧红愣地道 几乎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那可是妖主 怎么会忽然陨落了 此时 还在安慰自己的象征 忽然听到了碧红的话 顿时一愣 然后双眼翻白 直接就被吓得昏死过去了 她同样也清楚 妖主意味着什么 更清楚 妖主陨落意味着什么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碧红不停地摇头自语 这个时候 她已经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当中 在碧红的认知里 妖主 就是诸天万界最顶尖的存在 更高层次的第八境 第九境 早在九月年代之前 就在圣妖天成为了传说 为什么自己在碎界海里遭遇的这个人 居然能让妖主都陨落 这是为什么 她完全无法理解 其实这只是个意外 崔恒轻轻摇头 就要收回看向圣妖天的目光 出于谨慎 她不打算进一步探索了 免得惊动那些有可能存在的强大人物 毕竟 圣妖天也是出过第九境的 谁也不能保证 现在没有什么隐藏的老怪 反正她已经通过破戒金光 掌握了圣妖天的坐标 等成就化神之后 完全可以直接过去探索情况 倒也不必急于一时 安全最重要 可就在这个时候 天穷之上的破戒金光里 忽然凝聚出了八个形态各异的光影 有龙 有麒麟 有树木 有花朵 神魂 崔恒一眼 就看出了这些光影的本质 皱眉道 难道他们打算为那个妖主报仇 想要合力拼死一搏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圣妖界可还真是团结 留不得呀 就在崔恒犹豫 要不要灭掉这些神魂的时候 那些光影忽然散发出了一种 代表着臣服的意志信息 拜见上仙 我等愿带领整个圣妖天 归顺上仙坐下 求任上仙为主 第二百九十二章 更进一步的化神之路 这就投了 崔恒不由愣住 自己都还没来即出手 这八个妖主 居然就投了 法国妖主 在他身边的碧红 更是已经彻底麻木 只呆呆望着天空 大脑已经是一片空白 完全放弃了所有思考 而在大洲皇宫之内 李明琼则是一脸惊奇地 看着这八大妖主 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这些光影都十分强大 不过 他并不知道圣妖天发生的事情 见到这幅场景 心里不由惊叹道 原来这世上真的存在 一见面就跪拜认主的事情 师君这也太厉害了 其实 这一刻不仅仅是 大洲京城的人看到 天上有八个 无比强大的存在跪拜 整个天虚界的人 都看得很清楚 这是由于 天欲有着自然影响 下界法则运行的特性 八大妖主 通过破界金光 向催横认主的场景 也会受到这种特性的影响 虽然不至于 让他们跪拜的场景 传遍万界星空 却也足以让 整天虚界的人都看到了 甚至还穿过异度空间 映照在了诸多界欲 和星空的无数生灵眼中 当然 这些生灵大多并不能理解 妖主的境界 是什么概念 只会觉得自己看到了一场 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幻境 似乎是有八个 无比强大的存在 正向某位至高无上的大人物 表示臣服 并不会知道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即便是这样 也让这八大妖主 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们哪个不是在圣妖天里 称霸一方的雄主 哪个不是明镇诸天的强者 现在却要在无数生灵的注视下认主 可他们别无选择 这是他们唯一能够活命的机会 此时 崔衡也在审视着他们 面对八位妖主的认主 他并没有立刻给出答复 而是开始了一番思量 片刻之后 崔衡忽然摇了摇头 对这八位妖主道 几位修为不俗 不宜拜在我座下 还是请回吧 诚然 收下这些妖主 对他来说 是有些许好处的 比如 以后前往圣妖天 进行探索的时候 可以轻松获得许多消息 省去不少的麻烦 可实际上 这笔买卖是有点亏的 崔衡向来是一个比较负责的人 如果收下追随者 通常都会得一些好处 而以他现在的修为境界 哪怕只是手指缝里 随便露出点东西来 都足够这些妖主受用许久 从各个方面来看 对于这些妖主来说 任崔衡为主 都是一场无比划算的买卖 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天大的机缘 可崔衡能得到的 无非就是一些圣妖天的信息罢了 这些信息 他完全可以 现在就让这些妖主交出来 根本就不用接受所谓的认主 拒绝才是最好的做法 八名妖主再次慌了神 在他们看来 由于白凤妖主的行为 圣妖天这边 肯定已经把这位无上存在彻底罪了 自己这边必须彻底臣服 才能有一线生机 认主就是表明自己 愿意臣服的态度 如果对方不接受自己的认主 那就意味着 自己这边必死无疑啊 因此 在崔衡给出拒绝的答复之后 这八名妖主 全都吓得魂飞魄散 以为崔衡 是完全没有要原谅他的意思 要出手将他们灭杀 甚至毁掉圣妖天 怎么办 现在该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 为什么 这位无上存在 为什么不接受我们的认主啊 难道这位无上存在 就是铁了心想毁掉圣妖天吗 八名妖主心急如焚 可又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继续保持着恭敬的姿势 希望能表 是自己坚决臣服的态度 希望能以此来打动崔衡 可这毫无用处 崔衡见他们没有离去 再次道 诸位不必认我为主 且去吧 这话一出 八名妖主的心都凉了 在他们听来 崔衡这意思 就是让他们回圣妖天去等死 为什么 为什么对方不接受自己这边的认主啊 八大妖主的心里充满了疑惑 就在这时 其中一名妖主似是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眼睛一亮 他的神魂是一条青龙的模样 无比恭敬传递意志信息道 上仙 小龙是圣妖天无尽海域之主 本体是一条青龙神兽 不求认上仙为主 只求能为上仙拉车 这条意志信息一出 其余的其名妖主顿时就明白了 自己的问题出在那里了 不是这位无上存在不肯接受自己的认主 是觉得自己这些人根本就不配认其为主啊 仔细想想导演没错 第七境巅峰与第九境之间的距离何其遥远 自己这几个妖主 像一位疑似第九境的无上存在认主 跟几只蚂蚁像远古凶兽认主 有什么区别 最先反映过来的是一个麒麟模样的妖主 他的意志信息紧随其后 上仙 我的本体是一只麒麟 现在不求认您为主 只求能当您的代步做棋 这两名妖主的操作 直接惊呆了其余六名妖主 急忙也行动了起来 而且要求一个比一个低 上仙 我的本体是紫气长生花 我不求能认您为主 只求能坐您身边的一颗盆栽 让您赏心悦目就好了 上仙 我的本体是一头玄规 上仙 我的本体是一颗通天神术 枝叶有连通万界之能 愿将本体都献给您 作为炼制宝物的材料 只求上仙能留我神魂不杀 好家伙 一个比一个狠 这最狠的连自己的本体 都拿出来当筹码了 崔衡听了这些妖主的许诺之后 也不禁有些愣神 这卷的可真够厉害的 多少有点离谱 可惜 这些对他来说 依旧没有什么诱惑力 收下来也没有什么价值 不必了 崔衡轻轻摇头 对八名妖主道 诸位请回 八名妖主文言顿时一凉 这是死定了呀 上仙 我们 这八名妖主 还想要继续哀求 却直接被崔衡把一只信息挡在了外面 其实 我无意将你们覆灭 你们也不必太过恐惧 崔衡直接了当地解释了一下 诱到 将你们各自的传承点击都留下来 然后就可以回去了 话音刚落 八名妖主的脸上 就露出了狂喜之色 如萌大射 甚至感觉自己的妖灵神魂都轻盈了几分 得救了 终于可以活下来了 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 此时此刻 他们只觉崔衡这位无上存在当真是慈悲和善 居然留下了他们的性命 没有将他们彻底湮灭 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 招惹了一位疑似是第九境的无上存在之后 居然真的活下来了 若是换作典籍中记载的古老年代 一旦得罪了第九境的无上存在 那就是必死 无疑 现在自己居然能活下来 需要付出的代价 也只是一些点击而已 于是 这八名妖主在得知崔衡的需要之后 立刻一股脑地 把自己记忆中看过的所有点击 全都烙印了出来 恨不得一瞬间就记录完 生怕崔衡改变主意 这样做事的效率果然是极快的 而且崔衡还亲自用了一个神魂念头 去整理的这些点击 所以 八大妖主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然后急匆匆地逃回了圣妖天 同时关闭了破解金光 这个恐怖至极的地方 他们是一丁点时间都不想待了 天虚界也随之恢复了平静 崔衡则是心满意足地感知到自己记录下来的点击 这可是一方天狱最核心的传承 说不定可以趁此机会彻底完成原因期巅峰的修炼 大丰收啊 而且还是自己送上门的大丰收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这些点击了 不过 在离开这座天牢之前 他还有两人要处理 已经完全麻木的闭红和昏死过去的象征 要不要杀了他们 崔衡略微思寸之后 摇了摇头 还是算了 留给那个命运凄惨的人吧 此时 张延诚就在京城 交给他来终结这两人 无疑是最合适的 张延诚和杨洛 全程观看了圣妖天那八位妖主请求任主的场景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八名妖主现身的目的 但也能清晰感觉到那种充满了恭敬的态度 以及想要认某位无上存在为主的意向 这带给了两人极大的精神冲击 只不过 两人的感觉各不相同 张延诚是在震惊这个世界的人 居然如此强大 连那些明显无比强大的妖怪都要臣服 杨洛则是神情复杂地瘫坐在了地上 呆呆地望着天空 不知在想些什么 他其实也不是人族 而是与碧红 向阵一样从圣妖天上转世下来的妖族 不过 他比向阵还要弱小 前世只是个寻常的无极惊仙 转世至今早就遗忘了前生记忆 是碧红强行让他想起来的 这也是他之所以会在暗中帮助碧红和向阵的原因 可在杨洛的内心深处 还是把自己当作人的 作为人的他 被妖族杀害了全家 失去了原本圆满的家庭 对妖族恨之入骨 是真心实意地想要帮助张严诚 铲除所有妖族 拯救天下 可杨洛的作为妖族记忆 一直在告诉他 应该帮助圣妖天一方 否则妖主降罪 所有人都万劫不复 这所有人理 自然也包括张严诚 因此 一直以来的 他的思想 他的行为 其实都是非常矛盾的 时而向着张严诚 时而又去帮圣妖天一方 无比纠结 可现在 一众妖主的态度 却让他感到迷茫了 在他的妖族记忆里 至高无上的妖主们 居然直接沉浮了 这个新世界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更强大的天狱吗 而且 现在连妖主们都沉浮了 自己该怎么做 对于圣妖天而言 现在的我 已经没有价值了 我背叛了师兄 也无言去见他的杨洛 双目无神 两行青泪 缓缓流了下来 师妹 你在吗 就在这个时候 张严诚的声音 忽然从外面传来 是 师兄 我杨洛顿时回神 可一时间 他又不知道 自己应该怎么去面对张严诚 师妹你没事就好 张严诚就好像是 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站在门外对杨洛道 师妹 我刚才得到了 大洲朝廷的邀请 他 闷想让我当一次斩妖人 斩妖人 杨洛一愣 嗯 张严诚的声音 带着几分笑意 对 妖皇已经被抓住了 明日就要开刀问斩 大洲朝廷要我去做这个斩妖人 师妹 你跟我一起去吧 斩 斩妖皇 杨洛文言郊区微颤 我 我可以吗 当然可以 张严诚朗声笑道 你可是我的师妹 我们一起 找到了斩妖剑 相约一起拯救天下的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新天地 妖族也已经被诸位仙人扫灭 等我斩杀了妖皇 一切就都结束了 我们会开始全新的生活 全新的生活吗 杨洛终于忍不住泪如雨下 气不成声 嗯 嗯 师兄 我们一起去 以后还要有全新的生活 随着妖皇碧红被张严诚斩杀 天虚界终于彻底融合了那一方小世界 这也是崔恒让张严诚来终结碧红生命的原因 作为那一方小世界的天命之子 如果张严诚没有彻底融入到天虚界的生活里 那么两个世界的合并就是不完美的 在两方世界完美融合的同时 李明琼治下的大洲国土也随之暴涨 他的修为境界立刻就得到了突破 神魂金丹得以升华 在尼湾宫内凝出了一座象征着的国运之道的宫殿 李明琼将其称之为的神庭 在神通威能方面远比修炼单一法则的道体要强大 并且拥有不灭真灵 这已经相当于一种另类的原因了 李明琼的突破也让大洲的秩序更加稳固 变得更加安全 崔恒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反馈 在华神之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如今他要做的就是 争取尽快完成原因巅峰的修炼 好专心去走华神之路 于是在帮助李明琼巩固好了新的修为境界之后 崔恒就宣布要闭关一段时间 重点研读那些从从妖主手里得来的典籍 这些典籍里蕴含着圣妖天的信息 也是崔恒穿越至今接触到的最高级的信息 或许会涉及这个世界的深层次秘星 第293章 疑似有问题的先界第八境 通过那八名妖主提供的典籍 圣妖天的全貌清晰地呈现在了崔恒的眼前 整个圣妖天分为24欲 这个划分据说是某位第九境的远古妖皇制定下来的 如今有十五欲被九大妖主统治 其余的九欲则是因为九远年代以来的数次大战 被列为了生命禁区 这些地方大多残留着第八境强者的尸体 或是某种制强神兵的残片 让第七境巅峰的妖主都不敢接近 而在被九大妖主统治的十五欲内 还有超过三十处远古遗迹 这些地方同样极度危险 就算是妖主级别的强者 也只能探索外围区域 无法进入核心 显然圣妖天在过去曾有过极为灿烂的文明 曾有过不少第八境的强者 也曾被第九境的强者统治过 留下了许多强者的痕迹 这也印证了先前碧红的说法 只不过 这段辉煌的过去在典籍记载中并不清晰 准确地说是 关于第八境 第九境的记载都非常模糊 甚至可以说是有些零散 就好像是从完整的典籍里摘抄整理出来的一样 这自然不是因为那八名妖主想要刻意隐瞒什么 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个胆子 其原因 在这些典籍的记载中也有描述 在距今三十二万年前 圣妖天遭遇了入侵 随之而来的 就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破灭 按照典籍描述 当时有一位第八境的诸天之主横渡虚空而至 还带领着超过二十位的道主级强者 意图强行探索圣妖天的某个远古遗迹 那个时候的圣妖天虽然已经没落 但依旧有十多个妖主 而且其中十位妖主的手里 还有其祖先遗留的通天神兵 那是本质相当于第八境的强大至宝 威能极其恐怖 这样的整体实力 放眼诸天万界无尽星空 都足以称得上强大 可即便是这样 圣妖天也不是那位诸天之主的对手 十位妖主联手攻击 并且全部动用了通天神兵 也不是那名诸天之主的对手 最大的战果 也仅仅只是斩掉了那名诸天之主的发光而已 这让那位诸天之主暴怒 展开一场对圣妖天的大屠杀和大毁灭 经过那一战 无数传承典籍毁于一旦 十位妖主全部陨落 十件通天神兵也全被夺走 剩下的几名妖主也全都被收服 或是成了坐骑 或是成了家养灵根 从那之后两万年里 整个圣妖天几乎成了那位诸天之主的后花园 所有妖族都成了那位诸天之主的奴隶 就连那位诸天之主的晚辈门人 都可以随意在圣妖天横行无忌 收取坐骑采集神药 甚至一度出现 惊心用妖族圣者当坐骑的事情 不过 这一切都在三十万年前的那场变故之后结束了 那个奴役圣妖天的诸天之主 突然陨落 就连其所在的天狱 也随之破灭 成了无数碎片 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被毁灭的天狱 没错 就是紫阳天 崔恒在阅读这些典籍的时候 十分惊奇地发现 三十二万年前 带领众多道主 入侵圣妖天的人 居然就是当时的紫阳天主 正是因为三十万年前 紫阳天崩灭 圣妖天才 重新恢复了自由 然后在一片废墟中 重建妖族文明 慢慢恢复元气 这也是那一众妖主 在认识到崔恒的强大之后 立刻选择投向任主的原因之一 历史经验告诉他们 招惹强者的后果 实在太严重了 那场大泼灭 还导致圣妖天整体震荡 有些许碎片 跌落到了碎界海中 形成了一个个小世界 所谓碎界海 就是圣妖天 对异度空间的统称 因为在异度空间里 存在着大量残缺的小世界 而这些小世界 通常都是天域跌落的碎片形成 所以就被称作了碎界海 虽然一点碎片的跌落 对圣妖天本身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可若是能够帮助 圣妖天收回碎片 就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天道力量加持 让实力随之大增 甚至具有部分诸天之主的特征 这是天界消失之后 唯一能让道主及强者 拥有部分第八境威能的方法 也是白凤妖主处心积虑 想要让圣妖天 吞并那个小世界的原因 以上这些都是 圣妖天的基础信息 除此之外 崔恒还了解到了许多细节方面的信息 比如各个势力的情况 山川江河的分布 各种资源的所在地等等 还有遗迹和生命禁区的基本情况等等 这些对崔恒的原因修为增长 带来了极大好处 只可惜 由于那场紫阳天主带来的大破灭 导致圣妖天的古史记载几乎断层 三十万年前的记载少之又少 无法从中窥得天界的信息 不过 通过那些残存的灵星记载 以及其他典籍的补充 崔恒还是得知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隐秘 例如 关于仙界第八境的描述 这个境界被称作诸天之主 顾名思义 这就是天界体系之下 统治一方天狱的主宰 这个境界的存在 可以大幅度调动自身所在天狱的大道法则之力 也即是所谓的天道之力 对仙界第七境有着完全碾压极的优势 让崔恒比较意外的是 这个境界无法靠自己修炼上去 只能在飞升天界之后 被天界赋予这份权柄 才能够成为诸天之主 然后就出现了 仙凡两界二十一境 这个体系的常见操作 跳极 正如玄仙和太一玄仙 都可以通过吞服不死真性 成为金仙一样 突破成为诸天之主的方式也是如此 就算没有道体大成 还是造物主的境界 但只要飞升到了天界 得到了天界赋予的权柄 就可以直接成为第八境的诸天之主 可也正因为这个境界依赖于天界的存在 所以在天界消失之后 就没有新的仙界第八境出现过了 等到那些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诸天之主 全都受缘浩镜作画 在这诸天万界之中 仙界第八境就成为了传说中的存在 这也是现如今的诸天都已经没有了主宰的原因 这种修炼方式 怎么看都是有问题的呀 崔恒的心里忍不住吐槽起来 都知道用不死真性割韭菜了 怎么会想不到 自己也可能正在被类似的方式割韭菜 念及此处 他忽然心思一动 摇头轻笑道 或许是我想错了 并不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被割韭菜了 而是参照这种割韭菜的方式 发明了用不死真性来收割万界的方法 层层剥削了 属于是 不过紫阳界的人也说过 曾经的那些诸天之主手里可能掌握着天界至宝 拥有打开天界之门的能力 未必真的受到了剥削 想要进一步搞清楚 第八境的奥秘和天界的信息 还是去一趟紫阳界才行 他的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除了仙界第八境的信息 崔恒还得到了一个让他有些意外的隐秘信息 在这些妖主提供的典籍里 记载着当初紫阳天主带来的那些道主的名字 记录这些初衷 是想要让后世族群不要忘记仇恨 要找对仇人 可其中的一个名字和身份 却让崔恒感到十分离谱 周军天 周军天居然是紫阳天主带领的 那二十多个道主之一 也是那些道主中最强大的一个 而且他还是紫阳天主的入室清传弟子 这和崔恒认知里的周军天完全不同 诸天崩灭前最后一个非生者 导致紫阳天崩灭的霍音 一个满门被灭 只剩自己的悲情人物 这是崔恒对周军天的认知 差别太大了 当然也可能只是同名 但这两者都是极其重要的人物 一个是第七境巅峰的道主 诸天之主的清传 另一个更是与紫阳天的毁灭 直接相关 这样的两个人能重名 都叫周军天 还都跟紫阳天有关 未免也太巧了 这样的几率太低了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看来 有机会的话 还是要去那三个地方去看看 或许能了解更多关于周军天的信息 崔恒心中暗道 那三个地方指的就是明海星军天宫内的星图上标注的三个特殊位置 将那三个地方有着周军天遗留下来的宝藏 蕴含了诸圣之王的奥秘 对于崔恒来说 诸圣之王的奥秘不算什么 但关于周军天这个重要人物的信息就很有价值了 不过 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对于崔恒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只有一点 那就是将这些点击消化完毕 彻底完成原因巅峰的修炼进程 然后专心走化神的道路 时光如水 转眼间二十年过去 崔恒终于将所有 他在八名妖主那里得到的所有点击都仔细研读完毕 这种研读不是简单的翻看 而是要在无数的信息中尽可能地找出相关点 从而慢慢整合成一个成熟的体系 十分地消耗精力与时间 当然 收获也是巨大的 在研读完这些点击之后 崔恒几乎已经完成了原因巅峰的积累 只剩下了不到两成的进度 就可以彻底完成了 崔恒终于出关 不过 他发现来迎接他的并不只有李明琼和李威 还有一众来自于大厦的洪家人 在接受了众人的行礼之后 崔恒的目光看向了其中一位老者 询问道 洪康 你怎么来了 第二百九十四章 小天庭的设想 拜见先尊 洪康毕恭毕敬的行礼 跟在他身后的一种洪家人 也随之拜倒 李明琼在一旁解释道 师尊 他们是得到了您来天虚界的消息后赶来的 要来拜见您 有心了 不必多礼 崔恒轻轻汗手 微笑道 说起来我这次出去 还见到了洪勇的兄长的儿子 他指的是洪人熙和洪人婿 这是洪富贵第三子洪太的儿子 论辈分的话 洪康得管那两人叫老祖宗了 先尊您找到了我家的两位老祖宗 洪康十分震惊地道 他们也已经踏上了仙路 寿缘悠久了吧 没错 崔恒轻轻汗手 笑道 不过 以后若是有机会的话 你们也可以见见 念及此处 他忽然想向旁边道 洪勇 过来吧 这话音刚落 就见有一道金光凭空出现 在大厦那边担任太妙祖神的洪勇 便出现在了崔恒面前 老祖宗 洪康顿时惊叹不已 先尊不愧是城皇神系的创造者 可以无视神系的规则 直接将老祖宗召唤大洲这边来 按照城皇神系的规则 神灵的活动范围 就是其权柄范围 洪勇作为太妙祖神 是不能离开大厦境内的 一旦离开大厦境内 就将失去神位加持的威能 变得很危险 可现在洪勇依旧是神体状态 完全没有任何衰弱的样子 显然是依旧保持着神灵的状态 洪勇拜见先尊 洪勇急忙行礼 嗯 崔恒轻轻汗手 微笑道 原本只是想与你们说一说 洪太那两个儿子的事情 也让你们了解一下富贯的消息 现在 我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用了声闻广传的手段 即让人听到某一句话 或者某一个词的同时 也获得这些话 或者词所蕴含的更多信息 因此 他在说出洪太那两个儿子 和富贯的消息 这两个句子之后 洪勇和洪康等人 就自动得知了洪仁旭 洪仁旭的信息 以及洪富贵去了太洪星等信息 这就省去了 崔恒详细叙述的时间 可以把话题 直接转向他想要讲的主题 不过 洪勇和洪康两人 是第一次这样接受信息 脸上都露出了十分震惊的表情 但他们终究不是常人 很快就平复好了心情 先尊请讲 洪勇毕恭毕敬地道 我们洪家和整个大厦 都会全力配合 确实是与你们相关 崔恒点了点头 对洪勇道 先前我看过大厦的情况 你这个城皇之主 和太庙祖神 做得都不错 多谢先尊夸奖 不过这只是我分内之事 算不得什么 洪勇谦逊道 不 崔恒轻轻摇头 微笑道 一招灯神 拥有超凡之力 更有封神之权柄 还能保持本心 恪守职责 已是难得 所以我打算将这个神系升格一下 升格 洪勇文言 有些不明所以 疑惑不解 我打算扩展你们的权柄 和监察范围 崔恒副手而立 陈生道 城皇神系建立的初衷 是以神灵检查大厦官员行政 为地方的清政连结兜底 现在过去了两百年时间 神系依旧运转得井井有条 国家也是井然有序 足以证明 你们是真的在用心利用这套神系来维持秩序 保证民生 不过 这两百多年下来 神系里的神灵也多了许多 我知道 你们是以生前功绩名望 来决定死后是否封神 但过多的神灵积累下来 难免显得有些臃肿 这会让许多生前有过大功绩的人 在死后 只能做寻常的县城皇叛官 甚至日游神夜游神之类 其实这就意味着 到了神系需要扩张的时候了 可这么多年来 大厦的国土面积已经达到一个极限 难以再继续扩张 自然也就无法将神系扩展开来 对不对 先尊法眼如炬 正是如此 洪庸苦笑道 两百年积累下来 确实是积累了太多神灵 在职权上已经不太好安排了 可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像大洲大变扩张国土面积 显然是不可能的 莫说大厦的国力 完全不能跟大洲相提并论 光李明琼的身份 也让他们不可能向大洲那边扩张 对于大厦来说 这个问题几乎无解 若是将神系延伸至道周星的人间呢 崔恒微笑道 道周星可远比天虚界大得多 不仅可以消化这两百年来积累的神灵 还可以 让你们 有更多的扩展空间 这确实是个办法 洪庸文言眼睛一亮 顿时欢喜不已 他又随即有些为难得到 先尊 这会不会触及到大洲这边的利益 对于这一点 他还是非常注意的 毕竟 大洲女帝李明琼 可是先尊的弟子 无论如何 都不能损害大洲这边的利益 不会 崔恒轻轻摇头 看向李明琼道 明琼 你现在已经有能力 把整个大洲带走了吧 嗯 李明琼点了点头道 神庭成就之后 我已经可以将整个国家 纳入神庭空间 这十年来 我也一直在解析天虚界的法则 现在 已经完成了准备 随时能将整个大洲打包 从天虚界切割开来 带进神庭空间之内 以后天虚界就只有大下一国了 将自己的国度 纳入神庭空间 这是国运之道的特有神通 有些类似于千里护庭囊中 缩影之术的高层次运用 洪庸文言之后 直接就沉没了 刚才李明琼所说的手段 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畴 实在是太夸张了 过了好一会儿 他也只想到了一句话来 恭喜李国主神功大成 多谢 李明琼谴笑着回礼 然后道 这其实都是依赖于师尊的教导 若无师尊帮助 我无法这么快就突破 无需这样谦虚 崔恒摆了摆手 又对洪永道 以后天虚界就只有一个大下 但由于大洲的离开 整体空间也会小很多 所以 我会施法将其定在道周星附近 不再游走于诸多异度空间中 而为了更好地检查整个道周星 维持道周星的秩序 神系也需要扩展 神灵的直权范围要更加明确 也要划分出不同的方向 从整体来看的话 大约是一个由神灵来组成的朝廷 第295章 大下天庭 返回崇阳兴 由神灵组成的朝廷 崔恒这话一出 不只是洪永感到惊奇 让一旁的李明琼都十分惊讶 朝廷本质上是统治百姓地机构 无论是设立各个职权方向 还是扩展全能范围 其实都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 现在的大下国内虽然有成像神系 但这只是朝廷机构之下的一个附属 是用来弥补交通不便的情况下 造成的监察缺位 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统治机构 如果转化为朝廷的形态 丰富了构架和职权 那就必定要作为独立的存在 而不能像现在这样 作为大下朝廷的附庸 可人间的朝廷统治的是百姓 神灵组成朝廷的话 去统治谁 众人的心里都有疑惑 纷纷看向了崔衡 希望能得到解答 先尊 如果建立起神灵的朝廷 如何施政 又对哪些人施政 洪勇十分恭敬地询问道 虽然刚才崔衡已经说了 这个神灵朝廷 是为了更好地对道周星进行监察 但这个监察的范围是什么 监察的群体又是什么 都还没有说明 如果没有具体的细节要求 就算真的组建起了神灵朝廷 也是无法起到任何作用的 此事我已有打算 崔衡轻轻汗手 微笑道 神灵朝廷对万民百姓负责 为生者计 为死者计 职权细分的话 可以有保佑土地肥沃的 可以有保佑风调雨顺的 还可以有阻挡自然灾害的 这是为生者计 死后则有赏善罚恶之职能 以生前行径 判定死后如何处置 对百姓有害者 严加惩处 让对百姓有功者可转世富贵人家 或封为神灵 先尊 对到周星人间的赏善罚恶监察之事 只在死后 洪勇问道 嗯 崔衡点了点头道 成皇神戏以后 会作为神灵朝廷下的一个机构 对大厦官员的监察职权依旧保留 但不再监察到周星的人间朝廷 在到周星上 神灵对百姓负责 但不能直接敢于活人之时 无论是官员行政 还是朝廷政令 或是改朝换代 都不能插手 不过 在他们死后 一切都会被清算 卫生者既是尽可能地避免自然环境 对百姓造成损害 而非直接干预百姓的生活 赏善罚恶只在死后 他打算在道周星上 建立神灵朝廷的原因之一 就是为了制造一个稳定安全的秩序 但又不能过于死板 失去活力 需要留一部分空间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框架设计 本质上 这个神灵朝廷统治的气势 就是为数众多的神灵 并对百姓们负责 神灵只管自然环境和死后的事情 人还活着的时候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神灵都无权顾问 这是因为 封建王朝的社会下 很多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都是与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相关 从而导致秩序崩坏 生活环境不再安全 只要保证 年年风调雨顺 处处土地肥沃 百姓们自然安居乐业 当然 人间朝廷的官员品性和施政方式 依旧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因素 若是遇见贪官污吏 就算是年年丰收 百姓也可能被盘剥得难以辜负 这就用到了 死后赏善罚恶的机制 虽然这个机制 不会直接干涉活人行动 但是当身后是不再虚无缥缈 而是变成真正存在的事情之后 人的行为 就会自然而然地受到约束 当然 这还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 能够保证这套体系 能运转起来就可以 实际情况里 肯定还是会遇见各种各样的问题 慢慢地查落补缺即可 不过 即便只是框架 也让李明琼 洪勇 洪康等人惊叹不已 只要这套体系运转起来 到周星上的百姓生活 将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光是年年丰收 不必担心自然灾害这点 就足以让所有的百姓 安安稳稳地在家发展 若是家里有余粮的 还可以供养孩子去念书习武 从而争取改变自己家族未来的命运 甚至有希望带着家族 迈向更高的层次 生活富足 又有前进的希望 这样一来 到周星的生活环境将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安定 这符合崔衡对世界的改造方向 可以让他在化神之路上更进一步 以后 这个神灵朝廷可以称作大夏天庭 崔衡对洪勇道 日后你就作为大夏天庭之主 坐镇天须界中枢 执掌大夏天庭的风神权柄 届时 你所拥有的神灵威能也会增长 如何 多谢先尊 洪勇立刻败道 喜不自胜 他本是早已死去的残魂 现在却能成为大夏天庭之主 统治一颗星辰上的神灵 这样的命运际遇都是崔衡成就的 等我下次回来 可是要看你成果的 崔衡轻轻汗手 微笑道 可不要让我失望 定不负先尊所托 洪勇斩钉截铁地道 很好 崔衡点了点头道 接下来 我会制定框架的细节 等明穹将大舟分割之后 我就会着手建立大夏天庭 做好准备吧 是 先尊 洪勇立刻应道 对于现在的崔衡来说 要将一个异度空间里的小世界 定在道舟星附近并不困难 只需要施展法规律令这道法术 对道舟星和天虚界的规则 进行一些修改 再通过千里护庭囊中缩影之术 将这片异度空间固定下来就可以了 而且他现在已经踏上了化神之路 法力本身就对大道法则的 有着极强的影响力 施展起这类法术来事半功倍 十分轻松 主要的精力消耗 还是在设计天庭构架 以及各个部门职权方面 除此之外 还要等待李明琼对天虚界进行切割 将整个大舟国纳入到神庭空间之内 这需要消耗不少的时间 十年之后 李明琼完成了对天虚界的切割 成功将大舟国纳入了自己的神庭空间之内 于是 大夏就成为了天虚界内当之无愧的霸主 同时大夏天庭也在一夜之间建立了起来 其核心就在大夏皇城的太庙之上 那里开辟出了一处特殊空间 并在里面映照出了皇城宫殿的形象 然后凝聚成实体 将会作为大夏天庭诸神平日里 会晤商谈的地方 红勇自然成为了第一任天庭之主 权柄威能直接被催横提升到了 堪比原因初期的程度 至于其他方面的具体权柄划分 也早就已经定好了框架 让红勇自己去选人即可 整个大夏天庭的体系很快得以成型 与此同时 道周星方面也得到了天虚界的通知 得知了大夏天庭的存在和权柄范围 顿时几家欢喜几家仇 当然 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肯定是支持大夏天庭存在的 这对他们来说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从那以后 崔恒又在道周星待了十年的时间 等到大夏天庭这套体系完全跑起来 并且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之后才离开 崔恒在离开道周星的时候 带走了不少人 李明琼 李威自是不必多说 仙霞派那边 他带走了郑南勋 另外 刘立桃 陆征明 赵广三人也跟着他一起离开 这些人将会是他接下来在紫阳界 探索化神之路的重要帮手 当然 白莲无声教的那几人 他也没落下 将已经变成狗的赵坤 还有沈白胜等人一起带离了道周星 朱天挪伊先咒的威能 也第一次呈现在众人的眼前 短短一天的时间 崔恒就带着他们跨越了无尽星空 从道周星返回了武警界重阳星 这在所有人看来都有些匪夷所思 可以想到崔恒展现出来的强大威能 却又感觉这似乎也可以理解 对于武警界来说 崔恒离去的时间并不长 区区三十年的时间而已 根本就不算什么 许多金仙必一次关的时间都不止这么短 这里一切如常 武朝的势力早已统一了整个武警界 最近这些年来 裴青叔已经把目光放在了武警界之外的一些界域和星空 由于万法归一单的存在 武警界与其他界域和星空有着很多交集 几乎成为了这片区域的核心 时至今日 至少有四个界域 十五个星空是围绕着武警界 这些地方的圣者 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服用万法归一突破的 也就导致他们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心灵上 都对武警界有着深深的向往之情 在裴青叔看来 这种情绪正是将武朝的统治扩展过去的良好条件 而且这些界域和星空内部都没有统一的大型势力 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统一的意志 只要武朝可以给他们带去更稳定的生活 更好的秩序 还有更加优渥的生活修炼条件 大概率不会反抗武朝对他们进行统治 不过 就算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接受武朝的通知 但总难免会有人感觉自己的利益受损 从而进行反抗 这正是裴青叔希望看到的 他的修行需要战斗 这也是他选择留在武警界的原因之一 扩展武朝的统治 将更多的地方 更多的文明纳入安全的秩序之下 这对崔恒的修行有好处 而这个过程则是对裴青叔自己的修行有好处 可谓是一举两得 这三十年多年来 裴青叔也在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 如果说裴青叔是武朝的主心骨 那么 李承就是武朝的身体 具体去执行裴青叔的一些主张 他现在是武朝的宰相 名副其实的二号人物 也是最累的那一个 整个武警界各个地方发生的事情 基本都要汇总到他这里 只有一部分比较重要的 才需要送到裴青叔那里 绝大多数的事情都是李承来处理的 这就导致 他成了整个武朝最劳累的哪一个 一年到头 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 如果不是有一身修为撑着 人早就没了 尤其是最近裴青叔与他讲过了对外扩张的意向之后 李承还好时刻关注这武警界周围的情况 同时还有考虑是否要增发万法归一单 好进一步加强对外界的控制 以前我连家族都不想管 没想到现在关起这么大的国家来 反倒是乐此不疲的 李承走出了皇宫 看着外面的朝阳 内心忍不住感慨 每日清晨朝阳刚刚升起的时候 他会给自己留出一刻钟的时间四处走走 散散心 这也是他一天里唯一的空闲时间 毕竟 以他现在的修为境界 无需吃饭也无需睡觉 连五谷轮回之地也不用跑 完全可以把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工作里 是没有自然休息时间的 只能自己给自己留出一点来了 往常的时候 李承走出皇城之后 通常都会去早市街上逛一逛 顺便买一些何口味的早点 吃东西 对于他来说也是难得的休息了 不过 这次他还没走到早市街上 就看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 这是一个年轻靓丽的女子 容貌正是李承无比熟悉的样子 让他忍不住惊呼道 妹妹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在出生的时候 他就已经施展了隐匿之法 避免引起周围百姓的轰动 年轻女子自然就是李薇 刚刚随先遵回来 李薇浅笑道 我可是听说了 你现在是五朝的大宰相 武警界所有的圣者 见了你都要行礼呢 墨下说 我和陛下都只是在给先尊做事而已 李承急忙摆了摆手 随即瞪了妹妹一眼 好啊 这才刚回来 就会取消我了 什么取消 明明是在赞叹 李薇在李承的面前 又恢复了以前活泼的性子 笑道 好了 不说这些了 先尊有事要找你们 嗯 我这就告知陛下 李承急忙点头 当即 他也顾不得什么早点了 直接赶回了皇宫 将崔恒回来的事情 告诉了裴青叔 一座雅致的院落里 裴青叔和李承都赶了过来 见到崔恒之后 纷纷行礼 拜见师尊 拜见先尊 崔恒轻轻汗手 但并没有说话 李明琼则是忽然开口道 师弟 你是真的打定主意 要留在这边了吗 第296章 三十多万年前的活画石 裴青叔文言一愣 随即汗手微笑道 嗯 我已经与师尊讲过 我会留在这里 等将这里的事情做完了之后 我才会离开 李明琼略微沉默 然后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浅笑道 既然这样的话 你可要努力 你师姐 我可是已经达到第七境了 我已经看出来了 裴青叔淡淡一笑 目光注视着李明琼 师姐 我在你的身上 感受了众生之火 闻名之光 这就是师尊所说的国运之道吗 众生之火 闻名之光 李明琼文言 惊讶不已地看向了崔恒 师尊 您向师弟讲解过国运之道吗 国运之道的修炼 其实并不只是发展国力 其本质上修炼 是众生的气运之火 以及文明的光辉 这是 他在练就神庭之后 才领悟到的 裴青叔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没有 崔恒轻轻摇头 微笑道 不过 青叔的修炼道路颇为特殊 现在他的境界 虽然只相当于诸圣之王 但已经有较为明显的 道体特征 而且感知能力极强 足以和造物主相媲美 可以看到许多不可视之物 他应是看到了 你弟修为特性 居然这么神奇 李明琼看向了裴青叔 笑道 师弟 有时间跟师姐过过招如何 没兴趣 裴青叔立刻摇头道 我只是有道体特征 又不是真的 练成道体的造物主 必输无疑的战斗 没什么意义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笑道 师姐若是真的想与我比试 就等我的境界更上一层之后 届时我估计也会离开这里了 我去找你打一架 好啊 李明琼文言汉首道 不过 到时候 我可就不一定还是第七境了 到时候再说也不迟 裴青叔十分自信 好了 留在这里 对青叔的修行有意 这是他早就做好的决定 崔恒摆了摆手 然后道 明琼 把大洲的临江陪侍 留在这里吧 是师尊 其实我也有这个打算 李明琼点头道 师姐现在已经能带走一国的人了 裴青叔惊讶道 可不止一国的人 是整个大洲的一切 天空大地 山川江河 还有一切生灵 我都带过来了 李明琼微微一笑 伸出纤细洁白的右手 只见上面亮起一团光滑 其中显现出无数光影 正是大洲的样子 更是无数个小黑点 在这些光影中行走 这是大洲的百姓 国运之道确实神奇 裴青叔由衷地赞叹了一句 随即笑道 这让我越发期待 和师姐你交手的那一天了 至于临江陪侍那边 我会尽快做好安排 划分好安顿他们的土地 和各种设施 等准备好了之后 我去找师姐说明 师尊 您看这样如何 妥当 崔恒轻轻汗手 微笑道 给你把临江陪侍留下来 也是希望你能早日修有所成 等要离开的时候 就在裴氏里找一个接班人 彻底放下这个五朝 毕竟你修的 可不是国运之道 嗯 弟子明白 裴青叔郑重其事地点头 他知道这是师尊在提醒自己 不要走了弯路 多谢师尊 接下来的事情 你们自己谈就好了 崔恒站起身来 目光看向了西南方向 轻笑道 为师要去见一位客人 客人 裴青叔疑惑不已 西南方向什么时候 来了一位师尊的客人 不过 还没等他询问 崔恒的身形 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没了踪影 只留下了面面相去的众人 师弟你也不清楚吗 李明琼好奇道 确实不知 裴青叔轻轻要有 看向西南方 南南道 那个方向 南疆 是温皇宫吗 十多年前 祝长生 似乎是从界外 接回来了一位祖师 祝长生便是温皇宫长教 万法皈依的圣者 南疆十万大山中 温皇宫内 祝长生正在认真听讲 他的面前是一名老者 皮肤红润 鹤发童年 先锋道骨 仿佛是天上降凡的仙人 简直不像是温皇宫的人 可这名老者讲的 又确实是温皇宫的传承秘法 他在教导 祝长生 如何成就诸胜之王 祝长生听得如痴如醉 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这十多年来 自己的修为突飞猛进 远超过去上千年的修炼积累 与之前相比 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能再持续百年左右 自己肯定可以成就诸胜之王 成为武警界最强大的人物之一 可惜 祖师只在每日清晨讲经 若是能讲得久一点就好了 祝长生感知到外面的太阳 已经快要完全升起来 就知道今天的奖经要结束了 不禁有些怅然若失 好了 今日奖经完毕 老者微笑着从蒲团上起身 笑道 你这资质倒也算不错 距离诸胜之王的境界 已经不远了 还是要多谢祖师指点 祝长生恭敬道 你自己也确实努力 老者称赞道 祖师你也知道 现在武警界的情况 可谓是圣者如云 祝长生苦笑道 弟子也不能不努力突破呀 这倒也是 老者俯着自己的胡须笑了起来 不过 你先前所讲的那个崔横 确实手段非凡 居然能制造出这么多 崔圣圣者的丹药 厉害厉害 上先的手段 是弟子见过的最强之人 祝长生点头道 就连诸胜之王 在他的面前也如同蝼蚁一般 毫无反抗的余地 对于造物主而言 诸胜之王确实是蝼蚁 老者微笑道 若那崔横是道体大成的道主 那诸胜之王 就连蝼蚁都不算了 老者似是还想要继续说些什么 可声音却忽然停了下来 神情愕然地看向外面 祝长生忍不住询问道 祖师 您怎么了 这 这是 老者的脸上忽然露出 惊骇至极的表情 与此同时 他的脸上突然 睁开了数百个密密麻麻的小眼睛 全流露出了恐惧至极的情绪 整个身体也颤抖了起来 直接匍匐在了地上 祖师 祝长生震惊不已 自家这位祖师 可以是一位道主 什么样的存在 能让他如此恐惧 原来温皇宫 还有一位道主祖师 就在这个时候 温和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随即就见一个年轻男子走了进来 笑盈盈地看着祝长生和那老者 崔上仙 祝长生惊呼道 晚辈丁秋皇 拜见上仙 老者立刻拜倒 向崔恒拜倒 同时竭尽全力地闭上了自己脸上 因为恐惧而睁开的数百只小眼睛 不必如此 崔恒摆了摆手 微笑道 你能活到现在 就证明你没在这里做过什么恶事 不必害怕 他在崇阳新的月亮上留下了一个原因初期的月神 为的就是保护整个武警界 如果这丁秋皇敢做是什么恶事 早就已经被月神给打死了 多 多谢上仙 丁秋皇这才略微松了一口气 颤颤巍巍地起身 此时他已经知道 这就是先前祝常生所说的那位崔上仙 这哪是什么造物主 或者道主啊 分明就是一位诸天之主啊 可自天界消失之后 仙界第八境的强者 就已经成为了传说 这小小的崇阳心 怎么会出现如此恐怖的存在 而且 崔恒所显露的威压气息 让他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似乎在太温天的时候 就遇到过 是那位目光扫过太温天的无上存在吗 丁秋皇的心里 浮现出一个猜测 随即心里就有些发苦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自己可真是太倒霉了 明明离开太温天 是为了躲避那位无上存在 却没想到 直接撞到了人门上 简直就是自投罗网 不向我介绍一下 你的这位祖师吗 崔恒对祝常生道 啊 对对 多谢上仙提醒 祝常生急忙点头道 上仙 这位就是我温皇宫的开派祖师 也是留下太温不死宝库的人 十多年前 刚才太温天返回 短短一句话 就把丁秋皇的来历 讲得清清楚楚 没有半点隐瞒 开派祖师 崔恒文言 则是有些诧异地 看向丁秋皇 略微打量之后 饶有兴致地问道 你是怎么活三十多万年呢 他曾读过 《泰温不死宝库》里的典籍 里面清楚地 记载温皇宫 创建于三十三万年前 那个时候 紫阳天上在 道主理论上的寿命极限 应该是九万年到十万年 丁秋皇这个 三十三万年前的 温皇宫开派祖师 居然活到了现在 这种寿命 都快接近 原因期肉身的极限了 明显不正常 回禀上先 晚辈修有一门秘法 名为《避世长寿绝》 丁秋皇解释道 只要三万年 都隐居在一个地方 活动范围不超过十里 并且每日坚持运转此绝 就可以延寿三万年 最多可以延长九万年的寿命 因此 最开始的十多万年 晚辈一直都在 避世隐居 延长寿命 后来晚辈即将受尽的时候 偶然间得到了一株不死神药 活出了第二室 就又避世 活了十多万年 直到现在 三万年内 活动范围不超过十里 催横都惊了 这也太能狗了 九万多年的极限寿命 硬生生地被狗出了 接近二十万年 太离谱了 简直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最离谱的是 他这样活着 居然还能得到不死神药 活出第二室 继续在第二室 苟出十几万年的寿命 可这样活三十多万年 见识都未必有正常 活了一千年的人多 不过 崔衡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向丁秋皇询问道 关于紫阳天覆灭一事 你了解多少 还有周军天的情况 你了解多少 第297章 天珠 新红色的天界之门 紫阳天覆灭 周军天 丁秋皇闻言 竟是直接惊呼出声 脸上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 惊骇之色 颤声道 你再查这个 情绪激动之下 他甚至都忘记了 对崔衡用禁称 丁秋皇的反应 让崔衡有些意外 从这个反应来看 这位狗王 明显是知道不少事情 没错 崔衡轻轻汗手 看向丁秋皇的目光 也变得温和起来 微笑道 如此看来 阁下对他们有不少了解呀 详细讲一讲吧 这可是一个不小的经验包啊 丁秋皇沉默了 随即满脸苦涩地道 上仙以为晚辈为什么会化地为牢 把自己局限在了区区十里的地方 甚至都不敢让门人弟子知晓 我在什么地方避世隐居 与紫阳天覆灭 和周军天有关 崔衡皱眉道 是的 丁秋皇点头道 好叫上仙知晓 其实晚辈早已得到了避世长寿绝 但起初 我并没有修炼他 也没有修炼他的打算 直到我见到了真正的大恐怖 才明白 只有活着才是一切 如果连命都没了 那所有理想的所有的信念 都不过是尘埃罢了 不值一提 晚辈曾亲眼目睹了紫阳天崩灭的那一幕 亲眼看着众多往日里高高在上 统于万界星空的道主们 如同杰梗一样 在大盗火焰中被焚烧殆尽 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从那之后 晚辈就开始修炼避世长寿绝了 隐居避世 步履凡尘 只要能活着就好 若是活得时间够长 说不定还能活出第三世 诸天崩灭之后 你还不是道主 崔恒有些惊讶 让上仙见笑了 丁秋皇有些惭愧地道 那时晚辈的武道 还是以不死真性为核心 连造物主都不是 代照许久都没敢飞升紫阳天 等紫阳天崩灭之后 晚辈遇见了一位太温天的同道 才得反本归原 炼化不死真性 最终踏上造物主的境界 又用有了近五万年的时间 才道体大成 仔细算一算的 丁秋皇修炼至道主境界 估计用了将近十万年的时间 如果没有必是长寿绝的话 他估计 直到寿静作画 都不一定能成为道主 这确实是很不容易了 崔恒轻轻汗手 这样的修炼时常 让他也不仅在心里感叹 毕竟他到现在修炼了 还不到七百年而已 随后又问道 你是如何观看到紫阳天崩灭的 毕竟 当时的丁秋皇 还只是诸胜之王 如果是近距离看到紫阳天崩灭的话 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 肯定早就已经灰飞烟灭 不复存在了 这丁秋皇文言 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苦涩 无奈之下 只好拿出了一块 满是铜绿的金属碎片 回禀上仙 晚辈就是依靠此宝 才能目睹紫阳天崩灭的景象 哦 崔恒的目光 注视着这块金属碎片 眼中露出惊奇之色 以他的境界 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这块碎片上交织的法则属性 也瞬间就明白了其效果 可以映照剧烈的大道法则变动景象 还可以打开天狱和万界星空的稳定通道 这估计也是丁秋皇身为道主 却能来到万界星空的原因 不过 这块金属碎片 明显只是一件完整宝物的一部分 甚至可以说是一小部分 其两种效果 估计也是残缺的 如果是完整状态的话 崔恒猜测 这或许是一件可以监察诸天万界情况 并且让持有者在诸天万界间畅通无阻的宝物 或许是天界之物 可三十万年前的时代 天界不是早就已经消失了吗 这东西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崔恒询问道 此宝是晚辈在金云界天门星所得 据说是天界已宝的碎片 丁秋皇丝毫不敢隐瞒 将自己得到这块碎片的经历 说得清清楚楚 也说 明了这块碎片的功效 既然你亲眼目睹了紫阳天崩灭的景象 可知晓 他因何而崩灭 崔恒将话题转了回来 这也是他一直疑惑的 古线 天域的本质可不低 这是一种汇聚亿万大道 无穷法则 凌驾于正常宇宙空间之上 其一域的规则变动 足以影响下辖万界星空的奇异之处 居然破碎崩灭了 什么样的力量 才能做到这种事情 所谓的先王 还是凶兽 这同样也是他一直坚信 系统检测没有出错 这里确实是高级仙霞时空的原因之一 晚辈不知 但有些猜测 丁秋皇先是摇头 又解释到 紫阳天覆灭的时候 晚辈看到了传说中的天界之门 只不过与传说中的神圣纯净的天界之门不同 晚辈通过那枚碎片映照的景象 看到那天界内满是星红之色 充满了邪意的韵味 上仙请稍等 说着 他的脸上忽然又长出了数百只密密麻麻的小眼睛 开口道 晚辈在看到天界之门内的星红之色后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不过这些眼睛 似乎并没有什么危害 晚辈还借此练就了 成功练就了百慕倒体 突破到了造物主的境界 好诡异的力量 崔恒注视着丁秋皇脸上的数百只小眼睛 他可以清楚地 看到这些眼睛的同仁 都是星红之色 看起来十分邪意 但又确实没有任何负面气息 似乎也没有任何害处 其本质 好像就是一种无害的未知力量 不过 崔恒很清楚 未知通常就意味着更大的危害 他先将这股邪意力量的气息记了下来 看以后是否能得到相关线索 他本能地感觉 这种星红之色 绝对不简单 毕竟 太红星进入天界之门后看到的是无尽雪白 一无所有 却又无边无际 明显 是和丁秋皇描述的邪意星红不同的 这么明显的区别 肯定是 发生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变化 当然 两者的时间差了三十万年 产生一些自然的变化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未必真的就有问题 但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总归是没错的 而且紫阳天崩灭的时候 天界早已消失 却忽然出现 天界之门将 紫阳天覆灭 明显不太正常 除了这些呢 崔恒又问道 对于天界 你了解多少 回禀上仙 晚辈不敢去了解天界 丁秋皇一脸苦相地道 上仙应该知晓 温皇宫原本并不是独立的门派 而是一个大宗的分支 晚辈在三十三万年前 创立温皇宫 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个大宗的分支传承 同时也得知了那个大宗名为六部天神宫 也知道了 他是因遭天诛而灭 天诛 崔恒文言惊讶道 又是天界所为 嗯 上仙有所不知 在晚辈的那个时代 天诛的传说不算罕见 丁秋皇解释道 天界统一诛天万界 其中有无尽宗门 也有数不尽的强者 数量多了 难免会出现对天界不尽的势力 或者人 传说在天界尚未消失的时代 天界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理 都非常果断 会直接施行天诛 将其彻底覆灭 因此 晚辈也曾猜测 会不会是因为紫阳天 在做了某些让天界无法容忍的事情 所以才会被天界毁灭 比如用不死 真性取代五道正法 崔恒似笑非笑地道 若是这样的话 那天界还是很公道的吗 这恐怕不是 丁秋皇摇了摇头道 尚先宁 刚才问周军天 其实在紫阳天崩灭之前 晚辈曾见过他一面 当时他还是紫阳天主的弟子 在紫阳天的地位非常特殊 有传言说 他与早已消失的天界 存在一些联系 第298章 周军天的一段往事 周军天与天界有存在联系 崔恒文言陷入了沉思 这个消息着实让他有些意外 但仔细想想的话 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作为紫阳天主弟子的周军天 以及后来作为紫阳天崩灭之前 最后一位非生者的周军天 大概率是同一个人 按照紫阳界的说法 这个非生的周军天 与紫阳天的崩灭 有着不小的关系 不过 无论是作为道主的周军天 还是非生至紫阳天的周军天 都不可能做到 导致天域崩灭的事情 可如果周军天与天界相关 那确实就有可能做到了 这个天界着实神秘 崔恒的心中暗道 而且无比强大 可这样一个庞大至极 高高在上的组织或者说地方 居然会凭空消失 果然 还是要尽快突破到化神才行 否则太不安全了 随即 他又向丁秋皇问道 这个周军天与天界的联系 是怎么传言的 还有就是 你对他有什么了解 还请上仙恕罪 这个联系只是传闻 晚辈并不知晓 丁秋皇摇了摇头 又道 不过晚辈曾与他见过一面 知道他的一些事情 讲吧 崔恒汉首微笑道 那是三十二万年前的时候 丁秋皇讲述道 当时的周军天 作为紫阳天主的弟子 召见了下辖所有的诸圣之王 前往紫阳天 商议万界星空的治理问题 晚辈就是那次见到周军天的 那也是晚辈唯一一次去紫阳天 那个时候的周军天意气风发 完全是天之骄子的状态 整个紫阳天中 除了他师父紫阳天主以外 根本就没有谁能与他一较高下 当时所有见到他的人 都是这么想的 后来 听闻他跟随紫阳天主 一起去攻打了一方天狱 在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 此战大获全胜 周军天鞠躬至尾 这让周军天在紫阳天的地位 更加稳固 也让更多人崇敬他 许多人都以为他是最有希望 在紫阳天主作画之后 成为紫阳天领头人的道主 可没过多久 就传出他被紫阳天主 逐出师门的消息 还有传言讲得更加严重 说他还被剥夺了道体 削去了道主的境界 直接贬折到了万界星空之中 据说还强制禁锢了他的神魂 让他在转世之后 陷入了胎中之谜 后来花费了长达数千年的时间 才苏醒了前世记忆 显然 他对周军天的了解 以及一些事迹 其实也都是来源于传闻 并不一定是真的 不过 即便只是这种程度的信息 也足以让崔恒进行参考了 他沉声道 传言真假且不论 可以确定的是 在那场大战之前 周军天应该是非常受紫阳天主重视的 是的 丁秋皇点了点头道 紫阳天主最器重的弟子 就是周军天 这在当时的万界星空中 几乎无人不知 这也是后面的那些传言 会被很多人当作虚假传闻的原因 以前的周军天太受重视了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完全是 把他当作接班人在培养 可谁也没想到 最后居然会出现那么大的变故 这其中的原因 恐怕只有当年的亲历者 才能够讲清楚 是怎么回事了 嗯 崔恒轻轻汗手道 不过 也有可能是矛盾早就已经存在 而那一次攻打其他天狱之后 就爆发了出来 对于那些传言 他是有些相信的 因为这可以很清楚地解释 周军天 为什么会在乎他这一世的同门和家人 也可以解释他 为什么作为道主 还需要走非生的路子 去紫阳天 不过 这一系列事情之后的真相 依旧是一片模糊 没有什么线索 起码在丁丘黄这里是 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于是 在经过一番私存之后 崔恒就没有继续询问了 转而笑道 接下来 你有什么打算 继续留在温皇宫里 只要上先不驱逐晚辈 晚辈就打算在这里继续修炼 必是长寿诀 丁丘黄毕恭必经地道 这里是您经营的介遇 肯定是诸天万界中最安全的地方了 这样也可 崔恒点了点头 微笑道 只要你不做什么恶事 这里就不会驱逐你 多谢上线 丁丘黄无比恭顺地叩拜 可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 却发现 崔恒已经不见了踪影 离开了温皇宫 见到这一幕的丁丘黄 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 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只觉自己像是经历了一场梦境 在这天界消失了许久 诸圣之王就能横行万界星空 连造物主都举世罕见的时代 居然会出现 一味如此强大的存在 简直不可思议 祖师这时一直站在旁边 连话都不敢说的 祝长生终于开口 询问道 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怎么办 丁丘黄瞪了祝长生一眼道 全心全意地按照上线的思路走 配合五朝的一切行动 不惜一切代价 明白吗 明白 当然明白 祝长生连连点头道 祖师明鉴 其实这也是弟子之前的打算 只不过之前丁丘黄一直觉得 温皇宫不该这样配合罢了 现在则是变成了权力配合 不惜一切代价配合 有道是 无心插柳柳成因 崔恒去温皇宫的本意 并没有要强迫其配合五朝计划的意思 但却实质上达成了这个效果 接下来的许多年里 五朝对外扩展的时候 都会有温皇宫的人 打头阵做先锋 简直可以说是舍生忘死了 古然 不过 那样的场景 崔恒是没有见到的 在离开温皇宫之后 他又在武警界停留了一段时间 不只是在崇阳兴 其余的青阳兴等第四刻星辰 他也都一一亲自进行了探查 这是为了验证武警界的秩序情况 是否依旧符合他的修行要求 确认无误之后 崔恒就带着李明琼 郑南勋 惠士 陆征明 赵广 刘立陶 以及陈唐和明真等人 离开了武警界 由于 他在紫阳界那边并没有留下灵影 也就没有办法使用诸天挪移先咒过去 只能把他那艘特制的巨型非洲拿出来了 然后 快速向紫阳界飞去 崇阳星到紫阳界的距离 还是非常遥远的 足足是到周星到崇阳星距离的上百倍 普通的飞缩 要航行上万年的时间才能抵达 就算是经过了崔恒炼制的巨型非洲 同样也需要三五百年的时间 这同样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在认清了这个情况之后 崔恒清楚地让众人明白 放眼在宇宙的尺度下 一切都是 那么的微不足道 那么的渺小至极 好在沿途经过了不少界雨和星空 其中有不少 也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于是 崔恒就接了几次传送阵 这才缩短了抵达紫阳界的时间 二十年的时光 转瞬即逝 紫阳界神威星 这里是紫阳界的三大主星里 最为特殊的一颗 也是最为弱小的一颗 同样是最为混乱的一颗星辰 白莲无声教 统治着神威星 整 各神威星的人 全都尊白莲圣母为神主 可由于不同群体的人 对白莲圣母的理解不同 就在相同的信仰之下 衍生出了千百种不同的派别 他们彼此敌对 相互征伐 因此 整个神威星 几乎每天都处在冲突与战斗之中 任凭曾经的信仰 无比虔诚 他曾坚信 白莲圣母会拯救这个混乱的世界 终有一天 会有神迹降临 让这个混乱的星球重归秩序 重新变得安全起来 然而 在亲眼看到自己的父母妻儿 被同样信仰白莲圣母的人杀死之后 他内心里的这份信仰 直接就崩塌了 望着自己父母妻儿的尸体 任凭的心里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为什么同样都信仰白莲圣母 只是因为各自的理解不同 就要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 如果白莲圣母 真的是慈悲心肠 如果白莲无声教 真的想要让神威星恢复秩序 恢复安全的话 他们为什么 不管这种万象 以往信仰坚定的时候 这些问题 都会被任凭下意识地忽略掉 可现在 随着信仰的崩塌 他脑海里的疑惑 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出来 疑惑越多 他对神的怀疑就越多 可随之而来的 就是深深的迷茫感 父母妻儿都已经死了 神也不可信了 那么自己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自己活着 还有什么意义 白莲圣母 恐怕从一开始就是假的 在内心绝望之下 任凭做出了一个 在以前的自己看来 有些大逆不道的猜测 并且越发觉得 自己的这个猜测十分正确 可现在明误这一点 也已经太迟 人死已不能复生 任凭呆坐了一会儿 最终双眼无神地站了起来 开始准备坟墓 送自己的亲人入土为安 等到墓穴挖好了以后 他先把自己的父母妻儿 小心翼翼地放在了里面 然后 任凭自己也躺了进去 就躺在父母妻儿的尸体旁边 呆呆地望着蓝天 心如死灰 就这时 他忽然看到 天上有一道金色的流星 划破长空 同时 耳边也出现了一道温和的声音 向他询问了一个问题 想要让你的父母妻儿活过来吗 第二百九十九章 大洲黄金 护国尊神 这个突然出现的声音 让任凭怀疑自己 是不是因为伤心过度 产生了幻觉 自己想让父母妻儿活过来吗 任凭在心里默念着这句话 转头看了看躺在自己身边的尸体 过往生活里的种种 都浮现在了眼前 我想 我当然想啊 他放声高呼 声嘶力竭的大叫 话音未落 任凭就又听到了一个声音 可默念神明 黄金护国尊神 导住心中所愿 即刻灵念 默念神明 任凭闻言顿时愣住 眼里本能地流露出了怀疑的神色 默念神明导住这种事情 在此之前 他已经做过太多太多次了 可无论如何呼唤白莲圣母的尊号 都不会有任何回应 也不会对自己有丝毫的帮助 而且自己这一家 之所以会落得现在这个下场 不就是因为 这所谓的神灵 现在又冒出来一个 什么黄金护国尊神 不过 为什么是护国尊神 任凭的心里有些疑惑 但他现在也没有什么心思多想了 就算这个黄金护国尊神是假的 自己又能有什么损失 无非意思而已 于是 他依照着以前的经验 在心中默念道 祈求黄金护国尊神 将我父母妻儿复活 让他们起死回生 轰隆 只听一声巨像凭空出现 在任凭将话说完的一瞬间 就有一道金光落下 让地面都出现了剧烈的振战感 他隐约看到 那金光之中 似乎有一个魁梧高大的身影 随即又有五道金光飞落 将任凭和身边 妻儿父母的尸体一起包裹起来 以一种十分轻柔的力道 拖着他们从墓穴里飞了起来 悬浮到了空中 这个时候 他终于看清楚了 那个金光里的身影是什么样子 居然是一个高于三丈的巨大壮汉 他头戴黄金 身披金甲 皮肤泛着暗金色 金肉囚结 站在那里 就如同一面城墙 无奈大洲黄金护国尊神 金凤之凤帝之命 来此施展神通 黄金护国尊神声如雷霆 震动四眼 然后 他的目光看向那四具尸体 抬起右手屈指一弹 立刻就有四道赤红色的光芒飞出 落在了那四具尸体的身上 转眼间 原本已经断绝生机的尸体 还是重新焕发活力 一散的魂灵 也被一股强大的犀利聚集过来 并重新凝成了正常的魂魄 回归了肉身 不一会儿 这四具冰冷的尸体 就重新变得温热起来 他们停止呼吸的胸膛 再次开始起伏 静止了许久的心脏 也重新开始跳动 在任凭无比震惊的目光里 他亲眼看到 自己已经死去的父母妻儿 重新焕发了生机 他们就在空中躺着 呼吸匀衬 面色红润 就好像是睡着了起来 活了 活了 真的活了 任凭大笑起来 脸上涌现出了一股 不正常的晕红 就好像是冲写了一样 这一刻 他只觉自己一下子 从最绝望的状态走了出来 全身都忍不住颤抖 整个人兴奋激动到了极点 不一会儿 金光散去 任凭和他的父母 妻儿都缓缓落在了地上 然后 任凭就看到他的妻儿父母 从沉睡中醒来 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们眼中满是茫然之色 四处看了看 最后目光 都集中在了任凭的身上 儿啊 怎么回事 我们不是一惊 夫君 这是怎么回事我 我记得我和灵儿 明明已经被人杀死了 古四 爹爹 爹爹 我好想你 你终于回来了 之前我好像被人砍了 好疼的 几人不约而同地询问 这种茫然的感觉 甚至让他们无视了 站在一旁的黄金护国尊神 爹娘 阿秀 灵儿 是这样的 是这位上神救了咱们 任凭急忙拉着四人 向黄金护国尊神叩拜道 多谢上神救命之恩 从今以后 我们一家定会竭尽全力地 供奉您的神位 贡献最为纯净的信仰 绝不会有任何一心 更不会再信仰任何一神 其余四人也大致明白了怎么回事 急忙也跟着喊道 多谢上神救命之神 多谢上神救命之恩 我等必将竭力供奉 绝不会再信仰其他神灵 以报再造之恩 在神威心的认知里 人若是受到神恩 就必须永远信奉这尊神灵 否则就是背叛神灵 会遭到神的遗弃 成为被厄运缠身 不得好死的罪人 虽然现在人凭一家人 是真心诚意地 想要供奉黄金护国尊神 但从他们的承诺里 依旧残留着这个元素 可接下来 让他们无法理解的一幕出现了 不可不可 黄金护国尊神 竟然连连白手白手拒绝道 你们莫要给我供奉神位 也无需承诺 不再信仰其他神灵 这会使我受到陛下的惩罚 你们只需要将自己的这段经历 分享出去即可 若是在分享的时候遭到迫害 亦可送念我的神明求救 如今你的心愿已经达成 我也该回去向陛下赴命了 言罢 他便直接化作了一道金光 冲天起 消失不见 瞬间就没了踪影 只留下了人凭这一家人 面面相去 这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会有神灵不要人的信仰 还不禁止人信仰其他神灵 简直闻所未闻 夫君 我刚才没听错吧 阿秀忍不住向身边的人凭询问道 刚才那位尊神 应该不是白莲圣母麾下的吧 白莲圣母算什么东西 也配合这位尊神相提并问 人凭顿时怒从心头起 咬牙道 父亲 母亲 阿秀 林儿 你们都记住 救我们的是大洲的黄金护国尊神 与那个狗屁白莲圣母 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白莲圣母的虚假传教 害了我们一家 害得你们惨死 几人听了连连点头 都十分赞同 嗯 我们都记得 是大洲的黄金护国尊神救了我们 放心吧 夫君 白莲圣母的嘴脸 我们都已经清楚了 绝不会再信仰他 父亲 这位神灵不让咱们立神位 咱们怎么供奉他 尊神不是已经说了吗 要我们把这次的经历分享出去 人凭摧郑重其事地道 咱们从明天起 就去各处宣传尊神的事迹 这就是最好的供奉 对了 我刚才注意到一点 有些不太寻常 尊神说自己是奉大洲之奉帝之命前来 难道这世上还有能号令神灵的皇帝吗 黄金护国尊神离开人平那边之后 直接就飞上了神威星的月球上 他现在已经被提升到了原因中期的层次 这么一段距离 很快就抵达了 在这颗月球上 不知何时多了一座宫殿 旁边还停泊着一艘巨大的非洲 分明就是崔恒亲手炼制的那一艘巨型非洲 黄金护国尊神在宫殿前轰然败倒 毕恭毕敬的行礼道 黄金立世完成任务归来 拜见先尊 拜见陛下 第三百章 统一神威星的计划 宫殿之内 崔恒和李明琼对面而坐 黄金立世已经被他召了回来 站在一旁待命 现在的黄金立世已经不同于以往 他不仅被提升到了原因中期的境界 还被崔恒赋予了灵性 成为了真正的生灵 而非傀儡 这次外出探查的情况如何 崔恒想黄金立世询问道 回禀先尊 神威星上爆发了战争 寻常百姓死伤惨重 犹如人间炼狱 黄金立世禀告道 交战双方应该都是所谓白莲圣母的信徒 师尊 看来这神威星的情况 果真如那赵坤和沈白圣所言的那样 李明琼点了点头道 这里信仰白莲圣母者虽重 但流派众多 彼此之间不死不休啊 嗯 想要将这边治理好 势必要肃清白莲无声教 崔恒陈声道 还要引导那些信仰白莲圣母的普通人 回归正途 明琼 这项工作就交给你了 你带些人去聚集那些 不愿在信仰白莲圣母的人 然后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大洲国 划定初始的疆域之后 就下令清理掉国内的白莲无声教 这会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 也必定会引来更多人的反噬 以往那些相互敌对的流派 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 也有可能会联合起来 以你现在的修为境界 虽然可以完胜造物主 可若是这紫微界里 有隐藏的道主 你依旧是无法应付的 我会让黄金力士去帮你 届时 除非是诸天之主降临 否则你那边不会出问题的 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不过 基调必须定好才行 要从根子上就确定 神灵也是为会及普通百姓而存在的 因此 神灵要受人间的号令限制 白莲圣母不许苍生 愚弄烦人 无视百姓安危 肆意欺夺信仰 煽动信徒彼此征伐 更不遵循人间法度 罪大恶极 是彻头彻尾的邪神 当主 这最后这两个字 算是他给神威星一事 进行定调了 白莲圣母当主 大洲朝廷会命令黄金护国尊神 荡平这里的一切 并重新建立起新的秩序 让所有百姓 都能安全地生活着 之所以不是大洲朝廷 直接来做这件事情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 要避免有道主突然出现 打得措手不及 毕竟这里是紫阳界 曾经的紫阳天碎片 隐藏道主级的存在 也是有可能的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 神威星的大多数百姓 都已经习惯了信仰神灵 就算白莲圣母被推翻了 他们也会想找 另外一个神灵来信仰 如果在信仰上缺位 同样不利于秩序的建设 和安全生活 是 师尊 李明琼答应下来 面带笑容 斗志昂扬 征伐神威星 统一神威星 最后治理神威星 这是他接下来的 将要执行的计划 也是对他过去 数百年修行的一个验证 更是他接下来 修为进步的契机 如果真的能够将 整个神威星都 纳入到大洲麾下 足以让他的修为 突飞猛进 甚至有可能 直接达到神庭中期 在境界上 已经堪比原因中期 毕竟 紫阳界的生命星辰 与其他界域星空中的 生命星辰 是截然不同的 在其他地方 无论是一方界域 还是一方星空 其核心都是最中央的恒星 包括生命星辰 在内的其他行星 其实都是附属 紫阳界则不同 作为主星的三颗 生命星辰 提醒无比庞大 甚至比普通的恒星 都要大许多倍 在行星之外 更是有一颗小型恒星 围绕着旋转 只论表层陆地面积的话 这颗神威星 足足有道州星的三万倍 是如今大洲国土的二十万倍 要是都能归入大洲 统治之下 对李明琼来说 绝对是一场天大的造化 对李明琼的斗志很满意 笑道 刘立陶 赵广 陆征明这三人行政能力不弱 可将他们外派治理地方 嗯 弟子明白 李明琼点头道 在非洲上的时候 他与这三人都交流过 也对他们有一些了解 知道他们各自擅长方面 心里早已有了安排 那个人凭 可以当作典型的榜样 是宣传大洲的戾气 崔恒又提醒道 若是用好 胜过千军万马 弟子打算 让他作为宣传国教的主力 李明琼微笑道 若是后面品行俱佳 还可以让他成为 护国尊神的神使 这样就更具有榜样的效果 很好 崔恒夸奖了一句 笑道 你是修炼国运之道的人 在治国方面 应该比维师在行 想必心中已有计划 维师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等回来之后 直接检查你的行政成果就是了 这对你来说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师尊请放心 李明琼郑重其事地点头 信心满满 神威星并不是崔恒的最终目的地 在安排好这边的事情之后 他就带着惠士前往了太藏星 当然 还有陈唐和明珍两人 带路的可不能少 太藏星要比神威星强大不少 有五大仙门 两名造物主 不过 陈唐和明珍两人出身的灾恶新城阁 并没有造物主 只有些许诸圣之王指掌 因此 崔恒来到灾恶新城阁的过程 完全是畅通无阻的 直到他带着三个人走到了最中央的祖师殿 也没人发现异常 各个弟子们依旧是在照常活动着 就好像是完全没看到他们四个人一样 最后 还是崔恒主动撤去了隐藏手段 正在祖师殿里 修炼的诸圣之王徐九尘 才看到他们四人 陈师殿 明珍 徐九尘第一时间注意到了两人 脸上露出了无比震惊的表情 你们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与此同时 他也注意到了旁边的崔恒和会士 顿时又皱起了眉头 心里也警惕了起来 这两位士 祖师殿 可是灾恶新城阁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历来只有自家的诸圣之王可以进入 绝对不会允许外人进来 可现在 陈堂和明珍 居然这样无声无息地 把两个外人带过来了 这是要做什么 这 这是 陈堂和明珍 两人张了张嘴巴 欲言又止地看向了崔恒 他们还不知道崔恒的意思 不敢擅自进行介绍 你们这是 徐九成见到这副情形 警惕立刻就变成了危机感 惊疑不定地看崔恒和会士 陈声道 你们究竟是谁 对陈师弟和明珍做了什么 与此同时 他直接放出了讯息 呼唤派中的其他几位诸圣之王 把祖师殿包围 并且疏散普通弟子 准备随时进行战斗 算是客人吧 崔恒轻轻汗手 没有等陈堂和明珍介绍 面带微笑地对徐九成道 你不用让他们在外面包围 我帮你把他们叫进来 一起听我说吧 话音未落 周围的虚空 就如同湖水一般 泛起了涟漪 随即就见数个身影 凭空出现在了 这座祖师殿里 魏广 王参等人都在其中 只要是还在灾厄 星辰阁内的诸圣之王 这时全都集中在了这里 不过 这突如其来的强制召集 着实是把这几人 吓了一大跳 纷纷惊呼出声 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手段 造主降临吗 这几名诸圣之王 骇然不已地看着崔恒 内心无比的震撼 亲眼目睹这一幕的徐九成 更是惊骇欲绝 看向崔恒的目光里 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情绪 如同普通人活见鬼了一样 太离谱了 无声无息地 就把这么多诸圣之王 凭空射到了祖师殿内 这是什么样的手段 徐九成深吸了一口气 勉强镇定了一下情绪道 阁下究竟想要做什么 我们灾厄星辰阁 只是小门小户 应该没有造物主想要的东西 紫阳天时代的古籍 总归是有的吧 崔恒面带微笑 声音温和地道 无需担心 我并没有什么恶意 没什么恶意 鬼都不信啊 去拿你们灾厄星辰阁的 古史典籍吧 越古老得越好 最好是紫阳天时期 遗留下来的 崔恒没有拐弯抹角 开门见山地道 你们分别去取即可 最后谁奉上的典籍里 有我觉得有用的 我就会帮他练成道体 直接成为造物主 这句话停在许久尘 魏广 王参等诸圣之王的耳中 简直就像是雷鸣一般 震耳欲聋 帮忙练成道体 直接成为造物主 开什么玩笑 这种事情怎么办 就算是传说中 第七境巅峰的道主 也不可能帮人练成道体的吧 理智在告诉他们 这种话 根本就没有一丁点的可信度 可就在这个时候 陈唐和明珍 突然像是拼了命一样 往藏书楼的方向跑去 争先恐后地冲了进去 不一会儿的功夫 在众人惊讶恶然的目光里 两人几乎是完全搬空了藏书楼 先尊 这是我灾恶星辰阁 最核心的武功典籍 上面还有历代祖师的修炼心得 明珍毕恭毕敬地 跪倒在崔恒的面前 然后他又取出了一本小册子 双手捧着成给崔恒 笛声道 这是一本紫阳天尚未崩灭时的典籍 请先尊过目 许久尘等人 满脸惊恶地看着这两人 你们这华贵的 是不是太快了点